我喝多了给笑花发短信表白 结果群发给了通讯录里所有人 本以为要射死当场 可第二天醒来后 不仅暗恋我的小学妹回复了几十条示爱信息 就连青梅竹马也答应了做文女朋友 甚至好兄弟的女友也是对我暗送秋波 只有目标对象笑花没有回复 刚想着如何跟他们解释时 笑花江小雪竟然亲自找上了门 秦宇 我有事跟你说 由于我父母在家的关系 我便跟着江小雪去到了小区外的一个小树林 看着她动人的背影 我连我俩孩子叫啥名字都想好 可就当我畅想着我们的未来时 一把透露着寒光的菜刀就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卧槽 你要干嘛 我满脸惊恐的问道 江小雪脸上带着冷笑说道 那条短信你是故意的吧 我害怕的吞了一口口水 不就是发了个表白短信吗 大不了拒绝啊 至于上菜刀吗 我知道脚便没用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的确是发给你的 这时江小雪举着菜刀怒喝道 脱了你的服务 我被我爸妈旁论了整整一钟 受死吧 我连忙喊住了他 等等 误会 一定是误会 看着慌张且猛逼的我 江小雪脸眯着眼睛冷声道 我根本没有手机 那个手机号是我妈的 你明明知道 还故意发那种感情 他顿了一下然后咬牙切齿 误会 你不是故意的是什么 我迷糊地看着眼前生气的少女 我才真正意识到 我穿越回了18岁高中时期 事实上我昨天就穿越了 只不过昨天好兄弟生日 灌了两瓶白酒喝大饭 今天起床都是昏昏沉沉的 直到江小雪的菜刀架在我脖子上 才彻底清醒了 随后一段早已遗忘了的记忆再次涌来 江小雪虽然家境优越 但是他父母在高中阶段 不允许他用手机 我通讯录中存下的是他妈妈的手机号 如此一来问题可就太大了 我顿时感觉自己脑门上 写了一个大大的微子 我连忙干咳一声解释道 那个 我说我忘记了你信吗 你说呢 江小雪的翘脸凝沉的可怕 菜刀锋利的刀锋闪烁着悠悠寒光 我一脸害怕的缓缓的向后退去 结果没几步就靠在了一颗大白羊上 刚重生就要挨刀 这也太悲催了吧 哭呲 僵持了几秒钟 江小雪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凝灵般的笑声 小心刀 我眼皮直条 连忙就要把他手里的菜刀夺过来 之前被他举的菜刀毕竟没有害怕 知道他在玩闹 但现在我却是怕了 这妮子有点缺心眼吧 居然敢这么玩菜刀 经过我的提醒 江小雪乖乖的把菜刀交给了人 然后继续笑道 秦宇 你一米八五的大哥 没想到胆子那么小 我嘴角一阵抽搐 谁特么被刀架着不慌啊 但是我看着眼前笑叶如花的江小雪 话风一转严肃地说道 其实我并不是在争论 什么 江小雪抬起脑袋瞪着我 他隐隐察觉到了什么 心脏加速跳动起来 那个短信其实是我不小心群发的 给好多人都发出去了 不过 我发送的目标的确是你 我注视着他精致到极致的领颊 语速缓慢且认真的说道 我喜欢你 江小雪 话语一出 我顿时感觉心中舒畅了无数本 这句迟到十多年的表白 总算是说出口了 而江小雪则是猛了 名谋中写满的不可思议 正正地看着我 我嘴角一抽 这这么的表白也太失败了吧 好歹给点反应了 哪怕发我一张好人卡也行 在我的注视前 江小雪白皙的脸颊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 看向我的眼神中多了一丝纠结和羞涩 卧槽 这羞涩的眼神是啥意思 我作为江小雪的同桌 目睹过太多人跟江小雪表白的 所有表白的人都被他发卡拒绝 不是什么学习为主卡 就是不想谈恋爱卡 我前世太过谨慎 并没有鼓起勇气向个表白 所以没有得到任何卡 这可是遗憾终身的事情 重生之后的我也想体验一次被发卡的感觉 但是眼前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江小雪你的卡呢 你倒是发给我呀 许久过后 江小雪才抬起脑袋有些纠结地说道 秦宇 你知道的 我有其他想做的事情 暂时不会谈恋爱 叮咚 不想谈恋爱卡发放成功 我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卧槽 舒服了 这才是正常的江小雪吗 我笑着点头回答 我知道 你想赚钱是吧 钱是江小雪对于赚钱异常的执着 不是在赚钱 就是在赚钱的路上 发过传单打过工 后来改上了直播大货的快车 在我重生前 她的身价已经来到了九位数 当然她也一直保持着母胎单身的状态 江小雪对于我的问题没有回答 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思索片刻 大脑高速运走 我现在到了命运的岔路口 如果不把握机会 我们两人可能还会如前世一样形同诺文 随后我灵光一闪说道 我也想赚钱 如果颁奖大人不介意懂 我们做合作伙伴怎样 合作伙伴 对 一个人赚钱很难 众人失差火焰高 我们可以一起创业赚钱 我装作腼腆地摸着脑袋笑道 这种装纯情的渣男 基本技能我早已如虎成亲 男女之间能有纯友谊吗 反正我不信 江小雪犹豫了片刻随后说道 可以 我顿时有些错愕 因为以我对江小雪的了解 前世追求她的富二代数不胜数 但她宁愿顶着三十多度的太阳发传单 也没有因为前去和一个男生做什么合作 所以她是对我有好感的 在得到了这个结论之后 我顿时自恋起来 哎 没办法 这就是帅哥的魅力 截止目前 发送表白短信中的人 除了亲人和男的 就没有女生拒绝了 江小雪看着我不说话 还猥琐地笑了起来 顿时瞪大眼睛问道 你笑什么 没什么 我瞬间收起我那吃汗的笑容 随后又问道 你打算做些什么呢 还没想好 江小雪则轻叹了口气回道 我则早已在脑海里 想好了无数赚钱的想法 现在是09年 互联网已经兴起了 最简单的就是去开网店 然后有了本金之后 什么都好说 我一个重生归来的人 还怕挣不到钱 但我可不会这么傻地 直接说出来 钓鱼得慢慢点 更何况是江小雪 这样的白月光 随后我便对着江小雪 挤了几眼睛 细小道 那我们以后得多联系 多想想赚钱的方法 每天至少保持通话25小时 什么乱七八糟的 江小雪撬脸再次微虎 然后傲娇地轻吼一声 你能有什么好想法 高中三年你除了打架 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事情 我则灿灿地笑了笑没有法 随后江小雪便背着书包回家了 等江小雪走后 我才打开手机准备迎接审判 先是给亲人那边挨个发去消息解释一通 随后就是班里的男同学 可到了好兄弟的女朋友时 我直呼了一句卧槽 秦宇你什么意思 天豪知道的话不好 他的回复数实是超出了我的预论 我已经预感到了好兄弟头上的青青大草人了 但我做人还是有原则 朋友欺不可欺 随手回复了一条 抱歉 我发错人了 接下来就到了暗恋自己的学妹 一共60多条的消息 他一个人就发了30多条 学长 你终于明白我的心意了吗 可恶 明明我已经准备向你表达 怎么被你抢先了 我们这是不是双向登赋啊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女朋友了 有没有很开心 我揉了揉太阳穴 有点头皮发麻 安南 比我低一级的学妹 上一世他就是我的小女妹 甚至高考故意没考好 少考了一百多分 就是为了跟我上同一所大学 虽说后面我还是跟他谈恋爱了 但不如说是我被他强行给伴 随着我日益销售的身子 我实在受不了了 就跟他提出了分手 这一世我不想与他有过多的交集 立马发了一条信息给他 抱歉 我发错人了 可谁知短信刚发出去几秒 安南便打来了电话 我揉了揉脑袋 叹了口气接通了电话 学长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从电话里传来安南低落的声音 我甚至快刀斩乱麻的道理 没有 我的确是发错人了 说完便把电话给挂了 最后到了青梅竹马的苏潇潇 他一共发来了三条短信 秦宇 你别欺负我了 我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你怎么不回话 是生气了吗 你别生气了 我答应你就是了 看完之后我一阵无语 我怎么感觉我自己 像个强迫无辜上眼 答应自己表白的大卫人 苏潇潇性格内向悟不多 显然是被我发的短信给吓到了 我瞬间有种愧疚感 想了想还是当面解释清楚吧 等我准备回家吃晚饭时 刚到家就看见爸妈端坐在沙发上 而我爸的脸上似乎有着一个巴掌音 你小子大半夜的发什么话 我爸面色阴沉的怒指头 我妈也是面色一冷说道 说 你小子大半夜的骚扰谁呢 你小姑表姐全都收到你的表白短信了 不只是他们 我和你妈也收到了 还有你的班主任教导主任都收到了 我爸在一旁补充道 我只能强行地挤出一个笑容说道 嘿嘿嘿 昨晚上喝多了 一步小心群发了 房间内突然安静下来 我爸妈对视一眼 两人齐齐一脸无语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自己儿子怕不是个傻子吧 表个白都能群发 而我爸则是率先反应过来发现了问题的总体 你原本是给谁发的 我妈却是理所当然地说道 应该是萧萧吧 我妈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 萧萧的确是个好女孩 但这马上高考了 是不是太早了 没错 是太早了 至少也得上了大学吧 两人越讨论越来劲 我则一脸黑线地走进了厨房吃饭 等我吃完之后 我妈把鸡汤分了一份让我带给苏萧萧 随后我便来到了苏萧萧家敲响了房门 没一会苏萧萧的母亲田立童打开了房门 她惊讶地看着我手中的鸡汤 小雨 田姨 我妈做了些鸡汤 干我给你带过来 哎呦 你妈真是太有心了 田立童叹了口气不推脱地接过了我手中的鸡汤 平日里我们两家关系很好 但是从我上了高中后 我却很少来他们家了 田姨 萧萧呢 她脸上立马出现了担忧的神色 萧萧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心情很不好 我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显然是因为我的短信 田姨 我去看看萧萧哈 随后我便大不留心地走向苏萧萧的房间 田立童张了张嘴 事实上她是反对我跟萧萧来往的 谁让我是院子里出了名的茶等生呢 而苏萧萧在学校那可是名列前茅 将来随随便便考个一本为问 她只能转过身子 对着萧萧的卧室喊了一声 萧萧 萧宇来找你了 你学了一整天了 要是累了就睡一会儿 她的话暗示一位狮子 可下一秒 一个软糯糯的声音从房间中传出 没有 我不累 哎 这傻丫头啊 田立童心中叹了口气 不由地握紧了拳脑 我则黑黑一笑 田姨 你去休息吧 我来安抚萧萧的情绪 田立童一阵无语地看着我走进房间 不知道为什么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她 今天放我进萧萧的房间将来绝对会厚 而我刚进房门就把门给关上了 在房间内淡淡的花香弥漫在空中 一个穿着粉色睡衣的上门 正脸颊微红地看着我 看到这张熟悉的脸后 我有种恍然隔世的感觉 忽然一些死去的记忆瞬间醒来 苏萧萧在大二世确诊的警方线 在大三开学没多久便去世了 当时我一直没有勇气去看望这个曾经的青梅竹马 难不成我也是酿成这个悲剧的一个因素 我心中没有答案 但面色逐渐凝重下 而苏萧萧被我死死地盯着身体也有些紧张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对她灿烂一笑道 好久不见 而苏萧萧咬了咬嘴唇有些碰壶 我们不是上周刚见过面吗 她感觉我的视线有些奇怪 被看得有些不自在 连忙害羞地说道 我去给你找个影子 没事 我急急就行 苏萧萧顿时满脸地问候 随后又害羞地低下了头 我随意地走到她的闺床上坐下 看着她完美无瑕地侧脸 心中感慨无限 上一次这样静静地看着她已经过去多久了 沉默了一分钟后 苏萧萧紧张地勒头都冒汗了 我这才回过神来开口解释道 今天的短信 可我说到一半就停住了 我到底是不是重生还不确定 说不定只是一个梦境 亦或者是临死前的走马呢 我突然想试试她会不会答应 果然苏萧萧肉眼可见地紧张起来 她转头看了我一眼弱弱地问道 你生气了 我听到她的问题确实有些发猛 我生什么气啊 你不要欺负我了 我给你小鱼干吃 随后便从抽屉里取出来一袋零食 我有些哭笑不得 我是那种抢少女小鱼干的人吗 嗯 我的确是 我接过零食抓出一把就往嘴里塞 许多记忆伴随着熟悉的味道再次涌上来 我小时候的确经常抢她的零食 苏萧萧之所以拿小鱼干给我吃 是因为她自己喜欢吃 但是被我抢多了 误以为我也喜欢吃 实际上我只是单纯地想想她点东西吃而已 我吃着小鱼干突然感觉自己真的像个土匪 好了 吃了你的小鱼干 我以后就不欺负你了 随后用力地把她的椅子转了过来 让她跟我面对面 苏萧萧有些慌乱地低下了头 来 张嘴 我取出一条小鱼干地倒了她的嘴面 苏萧萧吓了一跳 犹豫地张开了粉红的小嘴 她总感觉今天的我有些奇怪 我看向她的眼神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所以 你的回答呢 看着害羞的苏萧萧我打去的问道 正在吃着小鱼干的苏萧萧瞬间愣住 一脸委屈巴巴地看着我 随后抽了抽鼻子小声道 我 我没有小鱼干了 我不要小鱼干 我有些哭笑不多 她的脸跟红透了的苹果一样 心眸也像小鹿一样开始躲闪 低着头明嘴不说话 完了 这情况有些不太对啊 我连忙问道 你很讨厌我 没有 苏萧萧使劲地摇了摇头 那你就是喜欢我 苏萧萧突然抬头瞪了我一眼 哪有这种魔忌 不讨厌就是喜欢 一不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认 我无赖地说道 不 不是的 那你有喜欢的男生了 没有 苏萧萧这次的回答十分快速 甚至都敢和我对视了 我偷偷地长松一口气 还好还好 好白菜还没被诛过 现在仔细想想 我前世变成渣男士大学后期的事情 高中时期是绝对的纯爱战士 一门心思全在江小雪身上 完全忽略了自己这个青梅竹马 真是失误啊 现在不管是重生还是梦境 小孩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反正这个青梅我扎定了 呸 是保护定了 我要一举改变他前世悲惨的命运 我酝酿了一下笑着问道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吧 苏萧萧这次没有回答 眼神中有些复杂 既有疑惑也有不可置信 我微微皱眉 看来小时候真的欺负他太狠了 我们从小玩到大事青梅竹马 清楚对方的一切对吧 所以我们是比普通朋友 还要好的朋友对吧 我一点一点的寻寻诱倒 那青梅竹马一起做一些 普通朋友不会做的事情 是很正常的 比如一起学习一起吃饭 我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打饼 猛然抓住他的小手 那牵个小手 互相扒鸡嘴 或者有个孩子什么的 都是很正常的 苏萧萧身体猛然一颤 脸再次变得红彤疼的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们 叠在一起的时候 我这个坏蛋果然是在欺负他 他使劲地抽着自己的手 结果死活抽不出来 我 我妈不让我谈恋爱 他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 我看着手足无措的 苏萧萧不由地笑了起 这个说法就很耐人询问 他妈不让 不是他不想的 没想到这个青梅 还是个语言大师 我看着紧缩成一团的少女 没有再去逼他 捏了捏他柔嫩的小手便放开了 苏萧萧心里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本来就内向的 他隐隐有了抑郁的趋势 我得搞清楚 这几年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而苏萧萧就像是 受惊的兔子一般连忙缩手 含羞再切的神情 让我一阵垂行一阴 我前世怎么就没注意到 有这么好的青梅呢 是真是误啊 苏萧萧被我盯得翘脸痛苦 然后小声说道 我们学习吧 我简单地应了一声 没办法 高考摆在那儿了 我刚想出门找个椅 刚打开门 一个身影便向着我倒来 我惊讶地看着眼睛的田丽童问他 田丽 你在干什么 苏萧萧也是投来了一破的目光 田丽童一阵尴尬支支吾吾的说道 那个 我想问你要不要吃水果 不用了 我自己来 我暗自笑了笑也不戳穿他 我熟练地进入厨房洗了几个水果 然后又在餐厅搬了一个椅子 重新回到卧室 随后碰得一声把门关上 一波操作行云流水 看得田丽童雾瞪口呆 田丽童额头上轻轻直跳 卧槽 这小子怎么回事 刚刚在房门偷提 结果就听到什么张嘴 巴鸡嘴 有个孩子什么的 吓得他一身冷汗 还没听清楚我就把门突然打开 果然我在打看女儿的主意 而我回到了苏霄霄的卧室之后 直接把凳子搬到了他的旁边 吃了苹果 不了 苏霄霄摇头 随后我便掏出香蕉 那来吃我的香蕉 苏霄霄顿时有些猛逼地眨了眨大眼睛 这不是他家的香蕉吗 他疑惑地接过了香蕉默默地吃了起来 等吃完了水果 我们便开始学习起来 就当我看到面前西皮车上题目的一瞬间 我脑海中就蹦出了一个答案 紧接着是这道题的解析 卧槽 我瞳孔微缩再次看向其他细题 无一例外地全部瞬间出现答案 我开挂了 果然重生必带金手指 我立马兴奋地问苏霄霄借来了一支笔 随后飞快地在空白处写下一行字 如何证明哥德巴赫的猜想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脑没有丝毫反应 我靠 大脑你给点力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 在我实验了很多次后 我算是搞清楚了撞老 我的确是有一个金手指 但是目前的作用只能提取记忆 只要是我前世做过的题目 哪怕是贴过一眼 再看到题目的一瞬间 我就能想起来 但是如果没见过的题 根本没有任何乱议 推想出结论后 我心情变得轻松起来 今年高考的黑马就是我了 随后我便开始继续做起细题 还真别说 十多年没做 现在做起来的确有点伤痛 而一旁的苏霄霄偷偷地看着我的侧领 我有多顺说不上 但是面容清秀 再加上专注的神情的确吸引人 他的脸蛋微浮 眼眸中的光彩愈发动人 大概半个小时后 我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由于昨天宿醉 我到现在还没缓过警 便告别了苏霄霄回家睡大觉 结果刚准备睡觉 我的堂哥勤证就给我打来电话 小宇 干嘛呢 准备睡了 刚躺下 你是不是快毕业了 我这里进了一批同学路 你看看能不能给你同学们推销一下 同学路 我想起来了 堂哥家是开文具店的 生意还算不错 我想了想问道 堂哥 同学路怎么卖 分几种 十块的 十五的 二十的 最好的三十一本 你可以拿去送给女生表白 成功率肯定高 卧槽 这事过不去了 没想到堂哥也挖苦我 我选择忽视最后那句话说道 这样吧堂哥 现在马上期末了 大家对文具的需求量很大 不只是同学们 还有其他文族 你说的拿货架 我帮你销售赚个差价 行政笑着回道 可以啊 这就想得挣钱了 你要真想做 明天放学来店里面谈吧 行 明天放学过去找你 随后便挂断了电话 这不就来钱了吗 我带着兴奋的思绪 进入了梦乡 等到第二天六点 我便起了床 随便吃了点早餐 就换上了一套运动服 去到学校操场上 前世我上了大学之后 就变成了标准的灾难 只要不饿死 绝对不下 身体情况自然不敢恭维 现在重生一次 我打算提前把身体锻炼起来 刚跑了没几度 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笑话江小雪 居然也在乘跑 班长大人早啊 晴雨 江小雪一惊 被我吓了一条 等我跑进了一看 江小雪眼睛里不满了血丝 隐隐的还有些黑眼圈 这一看就是一夜没睡 我也被吓了一条 我靠 你这是干嘛了 昨晚奖励自己过头了 什么奖励自己 江小雪茫然地眨着大眼睛 随后摇头道 我没事 我和她并排跑了起来问她 你怎么突然晨跑了 文言她脸淡一糊 心眸狠狠地瞪了文言 因为昨天她拿着菜刀布来找我 自己高冷女神的形象 算是彻底崩塌 再加上虽然昨天拒绝了我的本 又瞪了我一眼 明眸里满是恼怒 我却是一脸的猛逼 就是前世为渣男的我 有时候也想不通女人的脑袋 或许这就是傲娇吧 果然她昨天是强力自己了 半个小时候 江小雪跑完不交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反观我则一点喘气的感觉都没有 哎 年轻真好啊 我笑着问道 吃早餐没 没有 一起吃吧 不用了 江小雪摇了摇头拒绝了 单独和男生一起吃早餐 在这个淳朴的小县城里 算是非常清理的局 请你喝豆浆而已 就当是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我脸上再次露出淳朴的笑容 还带点少年独鼠的名字 好 江小雪缓缓点头内心羞涩不如 随后我便带着她来到了我经常吃的早餐店 大叔 来两杯豆浆两根油条 大叔点了点头答应 现在的早餐还是非常便宜 豆浆和油条都是五毛钱 分量还很足 看着周边人不少 江小雪再次便回了女神的名字 很快大叔便把药的早餐送了过来 江小雪带着无可挑剔的笑容礼貌道 谢谢 在一旁的我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好家伙 不去学穿剧便脸真实浪费天赋 随后我便指着油条说道 有点粗 你慢点吃 江小雪保持着女神形象悄然的瞪了我 卧槽 她不会是听懂的吧 在我面前突然浮现出了安南的面貌 像安南这种女流氓懂得其实比男生还多 卧槽 我怎么又想起安南来了 我连忙甩了甩脑袋开始吃起了早餐 我一根油条都下肚了 江小雪才吃饭更不到 我擦了擦嘴边一眼不眨地盯着她 这江小雪一旦端起来了 绝对是完美冰山女士 你看什么 江小雪见我盯着她有点盲目到 看你啊 我的回答简单粗暴 顿时江小雪一阵脸红 我的这句话在这个民风纯服的小县城来说 已经相当于表白了 江小雪连忙一开了视线 我怎么好像是换了个人一样 以前我虽然经常打架泡网吧 但是在她面前非常的聚谨 做了三年同桌 我脸红的次数比江小雪还多 什么时候进攻性这么强呢 她强压下心中的悸动 故意板着脸低声道 情侣 我们只是同学关系 你再说这些我要生气了 我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说道 我们可不只是同学关系 还是合作伙伴的 反正比同学关系要亲密多了 那也只是稍微亲密一些的同学 反正你不能做破格的事情 江小雪见我脸皮这么厚 张红了脸说道 好好好 我们只是亲密一点 我露出了令她不爽的得意笑容 接着好奇问道 你每天这样端着不累吗 要你管 江小雪娇斥一声 随后发现旁人都在看着她 看着她毫无威胁的话语 我挤弄着眼睛说道 行行行 我肯定不会抱索别人 表面端庄文静的班长 背后竟然有如此不为人知的一面 江小雪从桌子下直接给了我一脚 虽然力道很小 但是我还是哀悠地大喊了出来 而江小雪则是轻哼一声 骄傲地养着精致的下马 下一刻 她突然醒悟过来满脸羞 现在这样子 不就是在和我打情骂俏吗 随后立马放下筷子正色道 秦宇 我要和你约法三章 在学校里不准提我们 我们是合作伙伴的事情 说到合作伙伴的时候 她感觉自己的羞耻心要爆炸 没问题 看她神色认真我答应了下 我可是情场老手了 江小雪显然对我有好感 但明显还不够更进一步 反正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也要体会一波青春的懵懂 等吃完了早饭 江小雪头发一甩回家去了 我看着她傲娇的背影摇头示笑 刚准备回家 在路上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苏潇潇正推着自行车一面走了 潇潇 听到声音的潇潇立马看了过来 桃花眼中变得明亮起来 吃早饭 她点了点小脑袋回音 想吃什么 苏潇潇弱弱地回道 豆浆 我愣了一下随机笑道 好啊 一起吃吧 我带着苏潇潇在刚刚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凳子都还是热乎的 大叔 来两杯豆浆两根油条 好嘞 大叔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然后看到我就是一愣 揉了揉眼睛 这才确定他没有认错人 卧槽 这小子可以啊 而且 这小子身旁的女生 好像换了一个 秦宇却是神情自若 面无改色 小场面 问题不大 几分钟后 大叔面无表情地 把油条和豆浆端上来了 有些烫 我给你吹吹 秦宇吹着豆浆 等到不怎么烫后 才递给了他 苏潇潇脸红红地 滴着脑袋 乖乖地小口吃着他吃饭的姿态 没有将小雪那么优雅 但同样是小口小口地 咬出了一个个小巧的印子 像急了小兔子啃菜 一分钟后 秦宇再次毫无压力地 又吃掉了一份早餐 豆浆和油条的话 一份吃了不饿 可以撑到中午 两份吃了刚饱 压力不大 他做起了和之前相同的事情 盯着面前的少女看 苏潇潇显然不会像江小雪那样 怒瞪回来 不过翘脸却是越来越红 小脑袋越来越低 都快埋在校服里面去了 秦宇过足了眼影 咧嘴一笑 你把钥匙给我吧 我中午提前准备午餐 不用了 我自己做就好 苏潇潇摇了摇头 他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 他的态度十分坚决 秦宇有点头疼 苏潇潇看起来软糯糯的 但还真不好说服 他大脑光速运作 眼睛一亮 那我想吃你做的菜 可以吗 听说你手艺不错 我早就想尝尝了 你先把钥匙给我 我提前帮你洗点菜 嗯 苏潇潇这次点了点头 没有丝毫犹豫 小手从口袋中 取出了一个防盗门钥匙 他果断的动作 倒是让秦宇有些惊讶 他接过钥匙 揣入了裤兜里 接着忍不住想了一下 如果田丽桐知道了 恐怕会直接抱走吧 抱歉 你的小棉袄漏疯了 他打消了去田丽桐面前 炫耀一番的恶劣想法 陪着苏潇潇吃完早餐 他就得抓紧时间去学校了 实验中学和一中家属院的距离较远 骑车的话需要二十分钟 中午见 嗯 秦宇望着他的背影 已经开始期待今日的午餐 他记得苏潇潇喜欢舔口的食物 中午做什么好呢 他刚要转身回家 突然 一个冰冷的女生在他身后响起 学长 刚刚那个女生是谁 第十四 他是一点都不装了 声音太过熟悉 秦宇像是触发了肌肉反应 身体猛的一颤 呆在原地 他毫不犹豫 没有回头 直接就向着家的方向走去 学长 一个少女小跑几步 一阵波浪线跳动 快速地来到了秦宇的面前 少女脸蛋有一点点婴儿肥 但皮肤白里透红 如铺青丝晚成了别具一格的双马尾 增添了几分活泼和可爱的色彩 当然 少女最令人关注的 便是某两座大山 就算是能封印90%女生的学校校服外套 轮廓居然也支了起来 有些惊人 比苏潇潇和江小雪 都要恐怖数倍 秦宇看着熟悉的大山 哦不 是这张异常熟悉的质美面颊 又有些恍惚 就是这个少女 自己前世对她造成了极深的伤害 导致她彻底变成了病胶 正是她刚刚打电话惹哭的少女 安南 她现在还有些稚嫩 没有完全长开 再过一两年 颜值才会达到巅峰 到时候 可以勉强和江小雪一战 安南的眼睛很大 像是小鹿的眼眸一样清澈 总有股灵动至极的脚侠在内 但现在却有些红肿 满是血丝 恐怕昨天哭了很长时间 秦宇深吸口气 脸上装出了意外的表情 哦 安南 你怎么在这儿 好巧啊 学长你明明看到我了 安南不满地嘟着嘴 眼神颇为忧怨 语气有些发撑 一旁的豆浆大叔张了张嘴 表示大受震撼 现在的年轻人 这么玩的吗 多好的三个女娃啊 怎么就看上了一个渣男呢 秦宇从他身上某个部位 移开了视线 道 时间不早了 我回家换校服去了 安南看着秦宇 问道 学长 你去跑步了 嗯 真不愧是学长 这么早出来锻炼 比其他男生强多了 安南眨巴着大眼睛 脸淡微红 那个 学长 要不我给你洗衣服吧 不用 秦宇扫了他一眼 哼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他还不知道他 真把衣服给他了 鬼知道会做什么事情 他懒得理他 直接向着家中走去 安南有些可惜的呕了一声 有些失落 但很快又提振了精神 连忙小跑着跟上 学长 刚刚的女生 穿着实验中学的校服 是苏潇潇吧 你的表白短信 是给他发的吗 你应该更喜欢江小雪吧 秦宇没有搭理他 但安南却兴致很高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他一阵头大 吴宇道 反正不是给你发的 我知道 安南没有像秦宇所想 那样低沉下去 反而狡狭一笑 江小雪没有答应你吧 学长 秦宇不置可否 道 安南 你这样会影响我的学习 破坏我的生活 安南无辜地眨着眼睛 这都被你发现了 真不愧是学长 完了 他是一点都不装了 秦宇微微皱眉 安南的性格虽然有些病骄 但不会真的对其他人动手 前世两人分手后 秦宇每隔几天 就会带不同的女生回房间洗酒 他虽然恨得牙痒痒 但也没有针对过那些女生 难不成 自己昨天的话说得太绝 引发了蝴蝶笑影 他的性格也变了 看到秦宇眉头紧皱 表情严肃 安南连忙吐了吐小舌头 摇着他的胳膊 我开个玩笑吗 学长你别生气 两人的距离很近 他的小脸近在咫尺 秦宇鼻尖瞬间嗅到了熟悉的幽香 大脑有些恍惚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他离开的夜晚 当时的安南 同样哭得眼睛红肿 但没有大吼大叫 默默地在一个雨夜离开了 他胸中有些烦闷 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头顶 沉声道 安南 马上要迟到了 去学校吧 哦 安南感受到了秦宇的情绪不太对劲 可怜巴巴地应了一声 少女傻傻地站在原地 小脚动了几下 终究是没敢再跟上来 几分钟后 直到秦宇进了小区 看不到了 这才慢慢地转身 向着学校走去 回到家中 秦宇轻叹口气 没有在想安南的事情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 就贯彻到底吧 为了自己不挨刀 也为了少女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时间不早了 秦志刚已经出门了 张玉霞也换好了衣服 准备去二中 二中距离一中不算很远 骑电动车的话十分钟路程 妈 我中午去和萧萧吃饭 不回来了 好啊 张玉霞也谋一亮 虽然有些意外 但颇为赞同 儿子开窍了 这么好的女孩 真不知道为什么上了高中就不清静了 但现在也不算晚 她从钱包中取出五十块钱 道 你又不会做饭 别让人家女孩子一个做去打包点好吃的 和萧萧一起吃 萧萧爱吃甜食 你多买点甜口的 秦宇愣了一下 真没想到 还有意外收获 她的手艺 其实还是很好的 后世跟着王刚老师学了不少 应该比苏萧萧强多了 但既然老妈这么大方 她当然不会解释 把钱全数收下了 她去简单地冲了得走 现在的男生们 可是有一两周不洗头的 只是这一点 她就赢太多了 接着她去取出了卧室中的某个经典小说 这玩意儿 还是送给张刚吧 免得被张玉霞发现了 换上校服 秦宇突然发现 上面还有许多洗不去的笔记 也不知道是怎么画上去的 可能校服就是这样的吧 如果干干净净的 反而会感觉不对劲 出门前 她又从书架上 找了不少漫画书和小说 背上书包 下了楼 安南的身形已经消失了 想必是去了学校 不少学生急急忙忙地向着学校小跑着 马上就要打预备零了 迟到了 可就被郑教授的人带到了 秦宇踏入校门后 刚好遇到了从车棚中走出来的张刚 他们俩都是属于彩林上课的 偶遇的概率很大 宇哥 早啊 嗯 宇哥 情况怎么样 什么 你表白的事情 张刚拍着秦宇的肩膀 秦宇寻发了表白短信 在整个班级都传开了 秦宇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 还有点小内向 只有在几个要好的朋友面前才放得开 谁能想到 一出手就是石破天惊 今天绝对是班级里的焦点了 闻言 秦宇表情有些复杂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该怎么说呢 进展太过顺利了 就连他也没想到 自己会如此受欢迎 他长叹口气 回到 事情有些复杂 张刚还以为他是被拒绝了 安慰道 没事 宇哥 你这不还有兄弟我吗 咱俩凑合凑合也能过 滚啊 秦宇骂了一声 张刚摇头道 哎 宇哥 你可以学学我 还是暗恋好 对方根本不会拒绝 觉得不合适就放手 还能同时喜欢好几个 秦宇 好有道理的样子 不过 他就算不是暗恋 也喜欢好几个 走到熟悉的楼道中 秦宇跟着张刚 来到了自己的教室 278班 一中的班级号 会一直往后延 从见校开始就没断过 每个班的班号 都是独一无二的 278班的教室和印象中 没有多大区别 老式的黑色黑板 已经微微泛白 怎么擦都擦不干净那种 后方的黑板报上 写着花里胡哨的打击血标语 右上角的位置 写着高考倒计十五十八天 窗台上放着几盆绿罗 秦宇记得 里面全是烟头 刘天好几人丢进去的 他俩刚刚出现 同学们的视线 就齐齐聚了过来 眼睛中全是八卦的火焰 刘天好几人 更是疯狂地挤着眉毛 秦宇嘴角一抽 果然 射死是逃不过的 第十五第一次被别人抄 叮 玉贝林准时地想了起来 同学们连忙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秦宇松了口气 第一次觉得 上课林如此美妙 他巡视着教室 记得自己的座位位于第三排 好学生专属座位 和煦的晨曦 透过窗户照射进入教室 江小雪已经换上了 清白相见的校服 足以封印99%女生的校服 却无法遮掩少女的魅力 依旧是美的炫母 秦宇心中又是一颤 无论是 昨天还是今天早晨 江小雪都没有穿校服 远没有此时给他的冲击大 漆黑柔顺的秀发 扎了辫子直垂脑后 在细碎的阳光下 泛着流光少女 坐得端正 挺拔 秀挺的穷笛 和精致的五官 形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侧颜 多年以后 秦宇还是总能梦到这副场景 这个少女永远一身校服 永远干净地站在回忆里 江小雪似乎若有所觉 缓缓抬起小脑袋 两人视线相对 他漆黑的心眸中出现了怒意 瞪了他一眼 接着低头看着桌上的书 张刚的座位在秦宇后边 两人学习很差 但座位却很好 属于有点关系 但又没啥大用的人 秦宇和张刚 慢悠悠地来到了座位上 他把书包放下 随手掏出经典小说 丢到了张刚桌上 张刚一愣 随手翻了几眼 眼眸瞬间瞪大 卧槽 宇哥 你是我清点 什么什么 一个长相普通 有些微胖的女生 连忙看了过来 她的名字叫做黄月月 张刚的同桌 江小雪的闺蜜 性格很活泼 张刚一个机灵 连忙把书藏了起来 看什么 这是男生的秘密 黄月月小声切了一声 白了她一眼 她只看到了什么正传 前两个字没看清楚 准备回去用电脑搜一下 她随即又看向了秦宇 秦宇 你好勇啊 居然群发表白短信 秦宇嘴角一抽 别说了 看着秦宇苦逼的表情 黄月月放肆地笑了几声 她笑得花枝乱颤 秦宇却是暗中松了口气 还好黄月月大大咧咧的 没有把表白短信当回事 否则朋友是没法做了 她给了秦宇一个你懂得的眼神 又拍着江小雪的相间 小雪 你也收到了吧 江小雪身体就是一江 微微抬头 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淡定道 我没有手机 秦宇扫了她一眼 果然女人天生就会撒谎啊 不过 江小雪的话倒也不算撒谎 她的确没有手机 秦宇的短信发到她妈那里去了 则则 这就是语言的艺术 江小雪又瞪了过来 她从她的眸中读出了警告十足的意味 你敢说你就死定了 秦宇读出了这么几个字 黄月月很是可惜的叹了口气 给了秦宇一个爱慕能助的眼神 她算是江小雪身边的二五仔了 当年被秦宇以一碗粮粉收买 她所知道的江小雪的情报 都是 从她这里来的 预备灵之后 马上老师就要来了 班级里寂静下来 偶尔有同学在小声交谈着 秦宇的射死时间 被延后了一些 看向了自己的桌子 上面混乱的堆放几本书本 她随手翻开了一个笔记本 死神 VS火影 飞起一户 一 KJ加KU 二 JJ加WJ加WU 断连 三 JJ加WJ加WI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 写满了武功秘籍 秦宇顿时一阵甘疼 但感觉还好 这都是爷的青春啊 她继续翻开下一页 网站 一 三W点 下画线下画线 KON 二 三W点 下画线下画线 KON 好吧 自己学习差的原因 找到了 现在想想 她能讨上二本 真的是个奇迹啊 但不得不说 老师们是真好看 江小雪 瞥了一眼 秦宇手中的笔记本 似乎有点不爽 小声问道 你的作业呢 什么作业 秦宇低头看着两人中间的位置 现在学生的书本 还是比较多的 学生们会把装牛奶的箱子 用胶带纸缠上一圈固定起来 充当书箱 江小雪除了是班长外 还是数学课代表 收作业自然是她的职责 此时书箱上放了一摞整齐的习题册 从数量上来看 作业已经差不多收齐了 她想了想 作业按理说 是第一节课前就得交过去 江小雪很少会有持交作业的时候 当然 第一节课下课送过去 问题也不大 她想到了什么 肖问道 你在专门等我 啊 谁会专门等你 江小雪瞬间乱了分寸 这个男人 自作多情 他被秦宇看得一阵不自在 沉怒道 你不是没做吧 秦宇挠了挠头 刚重生 做个屁的作业 她一摊手 懒得做了 江小雪小嘴微章 表示大受震惊 不是 秦宇这是放弃治疗了吗 以前秦宇虽然学习差 但作业还是会准时教的 她顿时板着小脸 拿出了班长的威严 不行 张老师会生气的 她所说的张老师 就是秦宇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 张巧兰 一个将近四十的中年妇女 脾气异常火爆 当然 她同样收到了秦宇的表白短信 不过她现在是一点都不怕她了 高考试卷 都是提前两个月就出好的 她的蝴蝶效应再大 也没有影响到高考题的可能性 摆烂完事了 她随手 从书包中取出了一本死神小朋友 看了起来 死神小朋友的优势 就是 没有多少主线 随便挑出一集就能看 但秦宇手中的这一集 刚好是主线剧情 小爱变大的那一集 吃溜 我爱美如画 她正欣赏着哀将的绝世美颜 突然一本吸踢册 甩在了她的桌上 她有些猛地眨了眨眼 看向了身旁的少女 她脸淡微红 低头看着书本 但粉色的嘴唇轻动 一句话飘了过来 仅此一次 我第一节课下了 再去送作业 你动作快点 秦宇挠挠脸 她只是懒得做而已 现在只要稍微想一下 就能回想起答案 但江小雪作为班长 居然会让别人抄她的作业 可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这是她第一次让别人抄吧 那她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她随手翻开了她的习题册 和秦宇如同崭新一般的习题册 截然不同 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捐秀的笔记 重要的地方 还用红笔和荧光笔标注了出来 这就是好学生的习题册 秦宇竟是 突然有了一种愧疚感 她反正也无聊 便掏出自己的习题册抄了起来 果然 当学生不抄作业 必定是不完整的 第一节课是语文课 高考前夕的语文课 不像其他科目那样紧张 毕竟 大家的成绩差不多已经固定了 对理科生来说 语文是最依靠平时努力的科目 冲刺没什么太大效果 除非能有狗屎运 刚好压中了作文题目 语文老师是一个很有书卷气息的女老师 已经将近退休 头发半白 像秦宇和张刚这种的差等声 对她的评价都很高 因为她已经对秦宇这些差声放弃治疗了 爱干嘛干嘛 李莉在讲卷子 讲到了一篇文言文 秦宇突然停下了笔 戳了戳身旁的江小雪 江小雪一个机灵 柳梅一条 投来了羞怒的视线 这个家伙在干什么 她的声音差点就露出来了 呃 秦宇一愣 似乎一不小心戳到她的小蛮腰上了 她干咳一声 小声道 你这道题做错了 江小雪一呆 原本想去掐她大腿的小手也停住了 秦宇指着一道题道 这道题你忽略了一个数组 一番讲解后 江小雪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随即满是意外地看着秦宇 这道题看起来不难 却是很容易失分的那种陷阱题 比起难题还要更加可恶 难题不会做就不会做 可以承认自己菜 这种题做错了 总想给自己一巴掌 让她意外的是 秦宇数学能考八十分不错了 居然能看出隐藏的陷阱 她狐疑地看来秦宇急眼 结果西题侧改了改 接着又还了回去 过了几分钟 秦宇再次戳了一下 同样的触感 紧致而柔软 反正很不错 你这道题怎么没做 秦宇指着一道大题 上面雪白一片 不会啊 江小雪瞪着她 觉得她是故意找了个理由 就是想戳她的腰 一般而言 高考数学题总有那么几道难题 集中在函数那一块 也就是俗称的压轴题 饶是江小雪能解出来的情况也不多 秦宇灿烂一笑 这道题不难的 我给你讲 第十六消愁她来了 窗户外的阳光照射了进来 少年的笑容爽朗而干净 几分钟后 江小雪心眸一眨不眨地看着秦宇 小嘴微张 翘脸上写满了震惊 所以 这道题最终答案是 二分之根号二 秦宇在纸上潇洒一画 写下了这道压轴题的最终答案 结果发现 少女正正地看着自己 不得不说 她的表情让她这个插声很满意 听懂了没 江小雪满脸呆滞 缓缓地点了点小脑袋 实际上 这种题也就几个难点而已 看到答案后 有种原来这样的感觉 觉得也不是那么难 然后答案一丢 下次见到瞬间 又不会做了 秦宇讲到一半的时候 她就瞄懂了 只是秦宇的声音低沉浑厚 富有磁性 让人着迷 她听得有点入迷 便没有打断 下意识地就想听下去 她被自己的小心思吓了一跳 收回习题册 沉默了几秒 问道 秦宇 你是不是偷偷补课了 补课 作为教师家庭的孩子 秦宇以前可没少补课 当然 美女老师是没有的 大多都是四五十岁的大妈 后来她的成绩不升反降 张玉霞也就放弃了 其实 她觉得 如果换几个年轻女老师 可能还是会有效果的 她咧嘴一笑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原本就这么聪明呢 臭美吧你 江小雪轻哼一声 转念一想 秦宇这周末去刘天豪家了 喝得和死猪一样 哪有时间补课 那秦宇的数学 怎么会突然这么好呢 她心中的感觉很复杂 既有些被秦宇超过的不服 又有些小窃喜 她沉吟一下 果然 秦宇成绩好 她是开心的 这样的话 只要秦宇努努力 两人是不是能去同一个城市 甚至 考入同一所大学呢 她的眼眸愈加明亮 你只要好好学习 明明可以考上好大学的 我再认真学习啊 秦宇随口敷衍着 说话间已经把答案写完 把习题册放在了那厚厚的遗落里面 继续欣赏哀将的身姿 江小雪看着她手中的漫画书 一脸的不爽 忍不住想要伸手夺过来 秦宇好笑地看着她蠢蠢欲动的小手 问道 班长大人 你很期待吗 江小雪一惊 我期待什么 期待我学习好了 就可以和你去一座大学了 秦宇漆黑如玉的眼眸里 满是自信 仿若已经看透了少女的心思 江小雪被她看得有点心虚 脸刷得红了 羞怒道 你少做梦了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是吗 秦宇看着她粉红的脸颊 再次化身歪嘴龙王 果然 你在期待吧 嗯 江小雪嘟着嘴 小脸鼓得像只河豚 看向秦宇的视线都能杀人了 这个男人 好可恶 知道就行了 为什么要说出来啊 而且 口口声声说着喜欢自己 结果连一丁点付出都不愿意 QE 渣男 没担当 秦宇痴痴地笑着 她发现自己 好像很喜欢她害羞的样子 如果再配合一声哼 那就再完美不过了 傲娇正在傲娇时 突然A上去 反应一定会很有趣的 当然 现在好感度还远远不够 贸然A上去 只会打出GG 为了早日完成这一目标 她还是准备和她畅想一下大学生活 免得好感度下降了 秦宇看着漫画书 漫不经心地道 放心 我会和你上一所大学的 你填哪我填哪 就你的成绩 还想和我上一所大学 江小雪切了一声 一想到秦宇的成绩 就满脸不愤 这个男人 分明是在敷衍她 秦宇平时成绩就三百分上下 上个大专都费劲 能和她比 倒是能填同一所大学 毕竟填什么大学 是考生的自由 她填青北都没人管 但能不能考上 就是另一回事了 事实上 秦宇不敢表白 也有这层原因在 好学生和差学生之间的鸿沟 远不是几百分的差距 差生们也清楚 在将来 这几百分会逐渐演变成阶级的差距 马上要魔考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她抬头看着她的眼睛 小声道 放心吧 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的 我们一起上课 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一起创业 一起 你闭嘴吧 听她说个没完没了 江小雪忍不住娇斥一声 一朵红韵 一直蔓延到了耳根子后面 就连脖子都红了起来 她怒视着情欲 这家伙真是太嚣张了 在班级里说什么修人的话 还好她声音不大 否则被其他人听去了 她真不知道会害羞成什么样子 秦宇黑黑傻笑着 丝毫不在意她脸上的怒火 她也不知道 自己的话是不是出自真心 但有一点她非常确认 她的确在期待 和她一起读大学 一定会无比多姿多彩 江小雪终究是被秦宇影响到学习了 第一节课 她光顾着害羞和伴嘴了 什么都没听进去 下了课 她看着白花花 没有任何笔记的试卷 心中满是愧疚感 她又羞又气 感觉自己要变成坏孩子了 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乖宝宝 上课不听讲这种行为 在她眼中已经恶劣无比 她恶狠狠地瞪着秦宇 我们明明说好了 你不准再这样和我说话 秦宇笑嘻嘻道 我说什么了 你 江小雪气呼呼的 这家伙真不要脸 她刚想说些什么 一个男生突然走了过来 她个子大约在一米七五左右 怀里抱着一塌试卷 戴着眼镜 手腕上还有一块精致的浪琴手表 她看着江小雪 不由的一呆 将小雪白皙的面颊 爬上了几朵红云 娇羞的模样秀色可参 她无论什么时候 都是一副女神的样子 会露出如此的少女姿态 她的面色有些阴沉 怒视着秦宇 一个连本科都考不上的茶生 将来必定是个下等人 只能去工厂打工 她呢 全校成绩前二十 必定能上一本线 将来必定能上好大学 然后跃入过万 她赢太多了 想到这些 她很快出现了一个和煦的笑容 感觉已经彻底 把秦宇踩在脚下了 她看向江小雪 小雪 我们一起去送作业吧 好 江小雪收回了自己的表情 秒变女神形态 偷偷横了秦宇一眼 这才抱起席提侧出了教室 教室中顿时变得静悄悄的 周一上午最容易令人发困 众人也暂时没有了八卦的兴趣 不少人直接趴在了桌子上 光荣地当起了死鱼 张刚却是非常精神 她在玩手机 似乎在看小说 她看了眼萧愁离开的方向 不爽道 宇哥 这萧愁太令人不爽了 一旁的黄月月也附和道 她可是 你的最大对手啊 秦宇 秦宇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仔细想了想 这个萧愁家里很有钱 妥妥的富二代 在班级里担任学习委员 和英语科代表 学习成绩稳稳的班级前五名 平日里没少嘲讽叉等生 和她这类人不对付 另外 她同样是江小雪的追求者之一 她喜欢江小雪 已经是班级里众所周知的事情 上次江小雪过生日 她买了一条极为名贵的项链 当着所有同学的面 送给了江小雪 她费了好大劲才拒绝掉 秦宇一阵摇头失笑 消愁很明显是学生思维 把学习好和成功挂了钩 甚至画了等号 幼稚得很 一个有点钱 很天真的富二代而已 如果靠前能砸动江小雪 也太小瞧她了 黄月月看着秦宇不为所动 好奇问道 你上课在和小雪聊什么 在研究数学题秦宇答道 黄月月翻了个白眼 深叹口气 等到秦宇这个铁直男 有点进攻性 都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她一脸神秘 小声道 我偷偷告诉你 小雪爱吃辣的东西 秦宇眼眸发亮 若有所思 江小雪爱吃辣这点 她还真不知道 算是有用的情报 好 我记住了 回头请你吃凉粉 几碗啊 一碗 咱俩一人半碗 切 小气 黄月月切了一声 打了个哈欠 同样趴在桌子上当咸鱼了 几分钟后 江小雪和萧筹回了教室 萧筹的座位在教室右侧 靠墙的那边 但她没有返回自己的座位 反而跟着江小雪 来到了靠窗户这边 静止走到了秦宇面前 秦宇 没想到你居然会发 短信骚扰女同学 哦 刚刚看完漫画的秦宇 抬起头来 看着面前的萧筹 又看了看戴眉微皱的江小雪 脑海中浮现出了红颜祸水 四个字 没办法 江小雪的脸 实在是太犯规了 想要站在她身边 免不了会有各种小丑出现 萧筹的声音不小 显然是故意让周边人听到的 同学们瞬间垂死病中 惊作起 一个个都不困了 纷纷投来了视线 一脸看戏的表情 事实上 收到秦宇短信的没几个人 大多还是男生 也能猜到她是群发了 但萧筹咬定 她在骚扰女同学 显然是想给她扣个帽子 还是当着江小雪的面 意图再明显不过 几个和秦宇关系较好的 就要站起来骂人了 秦宇摆摆手 淡然地看着萧筹 她说道 我不小心群发了 萧筹显然是有备而来 冷笑一声 追问道 你说群发就是群发 证据呢 秦宇心里一阵好笑 不得不说 十八岁的少年还是幼稚 以为这样就能影响 她在江小雪心中的形象 她平静道 我给老班和张主任也发了 话语一出 整个教室都变得静悄悄的 所有同学都像是见了鬼一般 表情极为夸张 卧槽 宇哥牛逼 宇哥你特么真牛 我这辈子谁都不服 就服你 居然给老班发 真牛 不过以老板的性格 怕是要被报复 同学们算是炸开了锅 感叹也好 等着看好戏也好 总之是都相信她不小心群发了 谁没事给班主任发表白短信啊 年轻的也就算了 还是一个四十岁的老女人 那么问题来了 秦宇是给谁发的 结果不小心发错了呢 他们纷纷看向了江小雪 也只能是她了 萧筹面色变了又变 道 你居然连老师都骚扰 萧筹你有完没完 秦宇很明显是不小心群发了 你说个没完了 黄月月一拍桌子 站了起来 人家好歹有表白的勇气 有本事你也表白啊 你 萧筹面色胀红 偷偷地瞥了江小雪一眼 发现少女的眼眸中同样有些鄙视 张了张嘴 灰溜溜地回去了 秦宇则了则嘴 不是 原来她的高中生活这么精彩的吗 前世怎么没发现呢 第十七 你就用这考验干不 大学毕业后 秦宇曾经去过一个小公司 人不多 加上老板一共十多号人 但每天都是职场头脑风暴 各种小团体层出不穷 当时每天都像是在看职场剧 没想到 重生后 还有体验春校园剧的机会 闹剧结束 同学们再次哈欠连天 连忙补爵 江小雪轻叹口气 给黄月月了一个赞赏的眼神 作为闺蜜 黄月月一定程度上 充当着护花使者的角色 如果江小雪的发卡大法不好用了 她会立马变成嚼屎棍 一波撒泼打滚 轻易就能把对方恶心的够呛 而对于消愁 江小雪是真的有些烦了 如果她表白的话 她可以顺理成的发卡 拒绝她 但问题是 她不表白啊 几年来 她一直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接近她 江小雪也不好多说什么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她还真希望她能向她表白 她摇了摇头 不再去想消愁 瞧瞧问道 你真的给张老师和王主任发了 嗯 秦宇点头 怪不得张老师面色那么差呢 你小心她针对你江小雪的嘴角 顿时微微上扬 把幸灾乐祸四个字写在了脸上 眼眸完成了细细的月眼 很是嚣张 秦宇翻了个白眼 你不站在她那边了 老师们通常都是有外号的 张巧兰的外号是老班 算是最正常的一个 物理老师有些秃顶 唯有几根头发 在顽强地覆盖着头顶 外号是三毛 生物老师是个年轻女老师 姓鲁 外号微波炉 侮辱性极大 她知道后面色阴沉了数天 当然 江小雪作为三好学生 不会去叫任何老师的外号 至少明面上不会 同时 作为数学课代表 她和张巧兰的关系处得不错 非常融洽 江小雪鼓着小脸 秦宇不和她杠不行是吗 她的小手又有些蠢蠢欲动 就要去伸到秦宇的腰间了 结果前排的一个女生 突然转了过来 他们两人的前排是两个妹子 乖妹子的那种 江小雪一个机灵 连忙把小手伸了回来 翘脸上出现了一个尴尬 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秦宇惊讶于她的变脸速度 差点直接笑出了声 转过来的少女名叫王红 后来考入了美省师范 毕业后回忆中当了老师 人生轨迹相当不错 王红疑惑地眨了眨眼 感觉两人有些不对劲 她也不多想 问道 班长 昨天那道压轴题怎么做呀 江小雪愣了一下 微笑道 其实不难 你这么减 几分钟后 王红眼眸微微睁大 恍然大悟 不愧是班长 这都能想到 她看着笑得无可挑剔 如同女神般的江小雪 眼睛中都快要有小猩猩了 不 是秦宇想到的江小雪微微摇头 淡淡地看了秦宇一眼 咦 王红疑惑地看着秦宇 脸颊上满是猛逼 秦宇有点不爽 你这什么眼神 没什么 王红连忙摆手 转过头去 依旧是一脸的不幸 秦宇能做出压轴题 她宁愿相信自己是秦始皇 江小雪哥哥的小声笑了几声 转头看向秦宇的眼眸中 满是挑衅 她现在才发现 原来秦宇吃瘪 是这么令人开心的事情 秦宇白了她一眼 但看着她如花一般的笑叶 不由地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容 以往这梦幻般的荧幕 只会出现在梦境之中 遥不可及 现在却是如此清晰 如此唾手可得 第二节课依旧是宇文课 一种老师数量不多 有许多是两节课连在一起的 秦宇依旧读着漫画 将小雪欲言又止 最终哼了一声 小脸撇了过去 反正马上要魔考了 她倒要看看 秦宇乃来的自信 和她上一所大学 眨眼间到了课间操时间 学生们纷纷向着操场走去 将小雪找出了一本 小小的英语词典 和黄月月结伴走了 宇哥 走 张刚对秦宇挤着眼睛 秦宇愣了一下 发现刘天豪同样对他挤着眼睛 便心领神会 风景扯乎 一中的课间操 说是课间操 其实是在操场里跑圈 大概两圈半的样子 秦宇等人不怕跑圈 但更喜欢蹲在厕所里 秦宇和张刚倒是不抽 他们两个是网八党 钱都拿去上网了 最近还被一个 叫塞丽亚的女人榨干了 哪有钱抽烟啊 她就要跟着几人离开了 刚走几步 就听到一个女生喊道 秦宇 有个高二的女生 找你 秦宇张目望了过去 安南正伸着小脑袋 一个劲地往班级里探着 她有些意外 安南怎么来了 她的印象中 安南其实很耸的 她前世可不敢来教室找她 怕这样做 秦宇会讨厌她 看来蝴蝶效应已经开始了 学长 看到秦宇后 安南眼眸瞬间亮了起来 纤细的胳膊 摆得和电风扇似的 听到这个称呼 班级里的所有人都是一愣 学长 哇 好可爱的女生 快叫声学姐 秦宇 什么时候认识这么可爱的学妹了 几个女生像极了女流氓 开始调笑起来 你们先去吧 秦宇无语叹气 给张刚几人丢了一句话 走出了教室 走廊中不少学生 匆匆向着学校而去 偶尔会投来意外的视线 安南和江小雪一样 总是会引来各种视线 江小雪是因为脸 而她是因为某个部位 秦宇凝视着安南 带着甜美笑容的脸颊 淡然问道 有事 学长 我身体不舒服 陪我去校医室被安南拉着她的胳膊 可怜巴巴地鼓着小脸 原本就有些婴儿肥的脸颊 变得如同河豚一般 秦宇轻轻地打开了她的小手 后退一步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身体不舒服 我看你舒服得很 而且 真不舒服了 和闺蜜去啊 安南的人缘不错 朋友不少 找她来干什么 她又不是医生 除了偶尔给女生打打针 其他一概不会 她没好气问道 你哪里不舒服 安南脸上微红 扭捏道 学长 讨厌了 人家是女生吗 秦宇淡淡道 你的生理期还有十天 别说什么生理期了 安南爱吃火锅 对海鲜过敏 一切兴趣爱好 甚至几天安慰自己一次 这些她都清楚 但话语一出口 秦宇就后悔了 果然 安南的谎言被拆穿了 非但没有任何不好意思 灵动的大眼睛 反而变得更加明亮水润 一眨不眨地看着秦宇 她的声音语调都变了 逆声道 学长 你居然连这都记得 呜呜 你心中果然有我的是吧 没有 秦宇再次后退一步 一脸嫌弃 安南嘟着小嘴 不满地看着秦宇 她轻轻拉着她的手 人家真的不舒服吗 秦宇微微皱眉 安南的身体素质应该不差 偶尔有个小感冒 几天就好了 哪里 心痛 安南狡黠一笑 学长 要不你给人家揉揉 秦宇 她看着她的某个部位 硬生生地咽了口唾沫 你就用这个考验干部 好在她和安南滚过多年床单 免疫力还是有的 否则谁顶得住啊 秦宇以极大的毅力移开了视线 道 女孩子要自爱 安南 安南委屈地嘟囔道 人家只对你一个人这样吗 秦宇故意黑着脸 不说话 安南像是怕了 拉着她的手 手中的小手柔软温热 秦宇当然知道 安南的确是不喜欢跑操 主要是 她的身体跑起来太费劲了 男人无法想象的 秦宇注意到自己心软了 连忙深吸口气 不行 得和她保持距离 前世她被自己伤得体无完肤 失魂落魄的样子 还历历在目 这一事 她不想继续伤害她了 她是个渣男 注定无法回应她的这份沉甸甸的感情 她故意冷着脸 甩开了她的小手 我去跑操了 你自己去校医室躲着吧 说完 秦宇不给她纠缠的机会 转身大步离开 走廊中 安南正正地站在原地发呆 神情落寞 一眨不眨地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直到完全消失不见了 一道晶莹的珍珠 才划过脸颊 第十八报告班长 操场中 老旧的橡胶跑道上 条条跑线跃然于上 喇叭里播放着早已过时的音乐 学生们已经站成了一个个方队 一中班级不多 但一个操场 显然无法容纳三个年纪 每个年纪的路线都不同 只有高三绕着操场跑 她记得 高二是绕着教学楼跑 高一绕着宿舍楼跑 前方一个高个子的男生举着旗子 上面印着二七八般的字样 一中的跑操 还是挺有感觉的 据说是几十年的传统了 秦宇父亲那辈也是这么跑的 他的出现让同学们很是惊讶 秦宇可是出了名的厕所党 上了高三 就几乎没有跑过操 江小雪正拿着一个英语小词典 默默地记着英语单词 她并没有在方队内 而是在整个方队的左侧 前方一个棋手 左侧是体尾和班长 这就是一中的方队阵型了 当然 她不会喊口号 那是体尾的工作 看到秦宇 她同样投来了疑惑的视线 萧愁的面色似乎有些不自然 秦宇看着陌生而熟悉的同学们 愣在原地 挠了挠脸 属实是想不起来 自己的位置在哪了 江小雪柳叶眉微皱 收起词典 走了过来 小声问道 你怎么来跑操了 心血来潮 跑一会儿秦宇经历过力不从心的阶段 现在没有那么讨厌运动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至少要做渣男 身体得过关吧 别到时候 一个也满足不了 可就搞笑了 江小雪没有多想 美眸望着278般的阵型 柳眉紧锁 仔细搜索着小脑袋 无奈秦宇太长时间没跑操了 她也想不起她在哪了 她指了指最后面 你去最后一排吧 秦宇点点头 站在了左侧最后一排 站定之后 她稍微向左前方看 便能看到江小雪的背影 从后方看去 可以看到 她的辫子几乎要垂到腰际了 忽然 身旁的一个男生凑过来问道 宇哥 表白顺利吗 一个问题 周边男生们嘈杂的声音 一静 琪琪竖起了耳朵 秦宇嘴角一抽 知道射死是逃不过了 什么 我只是喝多了 误发了而已 她一脸无辜 准备把装傻贯彻到底 男生呵呵一笑 切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的短信是发给班长的吧 秦宇喜欢江小雪 大家都知道 或者说 班级里 有90%的男生 都喜欢江小雪 剩下的10% 是已经被她拒绝过的 少年狼们 才不管那么多 谁好看喜欢谁 秦宇悠悠地看着她 道 你怎么就肯定 我不是发给老班的 男生嘴角一阵抽搐 我靠 宇哥你口味真重 你懂个锤子 年龄大的才有味道 女大三 抱金砖 女大三十 宋江山 前排的一个男生 突然一脸激动地转过身来 像是发现了知己 眼睛发光 宇哥 没想到你是同道中人啊 秦宇 他一阵恶寒 下意识地向后 靠了靠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十八线小县城 真是卧龙藏虎啊 随着体育老师 一声令下 十多个班级 开始缓慢地跑动起来 每个班级 都是女生在前列 男生在后排 有女生们 掌握节奏和速度 因此跑得并不快 一 二 三 四 提尾一嗓子 班级里的同学们 有气无力地跟着喊口号 跑了几年 大家早就没有激情了 只想早点完事 然后回桌上趴着 秦宇毫无压力地 跟着跑了一圈 知道自己之前 怎么不喜欢跑操了 速度属实 是太慢了点 跑一圈 居然都五分多钟 鬼知道 怎么跑出来的 他扫了一眼 将小雪纤细的背影 眼皮突然猛地一跳 他的身形 有些摇晃 小口喘着气 脚步不稳 身后的辫子 左右摇曳着 报告 秦宇一嗓子下去 整个班级 他回头瞪了秦宇一眼 靠了过来 怎么了 秦宇捂着自己的心口 班长 我身体不舒服 你陪我休息会儿吧 同学们眨了眨眼 短暂的猛逼后 变成了一脸的 你懂得的神情 小愁听得更是一怒 你肯磨喘都不带喘的 身体不舒服 骗鬼呢 分明是想 和江小雪独处啊 臭不要脸 江小雪深深地望了他一眼 露出了为难的神情 一番纠结后 点了点小脑袋 好吧 我和你休息一圈体尾 你自己带班吧 没问题 体尾酸溜溜地应了一声 两人顺理成的脱离了队伍 来到了跑道外侧的树荫下 江小雪也不在意 自己的女神形象了 一屁股坐在了台阶上 几根绣发在汗水下 粘连在了光洁额头上 秦宇有些无语 跑不了就别跑了呗 但转念一想 江小雪如果不逞强 就不是江小雪了 他就是如此高傲 永不服输 高中三年 无论什么方面 都在努力竞争第一名 跑不动就别跑了 逞什么墙 他挨着少女的身边坐下 距离很近 再近一些 就能感受到彼此的体温了 如此距离 不会让少女反感 他有些香焊淋漓 淡淡的香味 似乎重了一些 他喘着气 羞怒道 谁 谁说我跑不动了 秦宇耸肩道 是是是 是我太若渣 班长大人是来照顾我的 江小雪睁着美眸 怒视着秦宇 他实在是懒得说话了 干脆用眼神杀着他 如果不是他昨天 说些莫名奇怪的话 自己会一晚上不睡 早上起来跑圈吗 早上被他在身后追着 一不小心跑了整整半个小时 刚跑完还没什么感觉 现在再跑起来 双腿却有些发软 不过 他心中有些复杂 连黄月月都没发现异常 他却能发现自己脱力了 难不成 他在时刻盯着自己 想到这里 江小雪的脸 斗字红了起来 你的体力太差了 真不知道你中考体育 怎么满分的秦宇 故意如此说着 其实江小雪的体力 在女生中不算特别差 只是没法和男生相比 他提议道 以后一起锻炼呗 江小雪忍不住傲娇一下 做梦吧 你 我再也不和你锻炼了 秦宇面色一变 那可不行 你只能和我一个人锻炼 江小雪这下察觉到不对劲了 脸红起来 这个家伙脸皮太厚了 这么流氓的话 都能光明正大地说出来 他想要去踩他 但实在是懒得动 小脚抬不起来 便继续瞪着他 秦宇微笑着 没有再和他拌嘴 静静地注视着少女 如花一般精致的面容 江小雪哼哼一声 白了他一眼 同样没有再说话 少年少女默默地对视着 出下的微风吹拂而过 少女的秀发随风扬起 掀起的不止是发丝 还有些淡淡的莫名情愫 几分钟后 278班的方队 跑了一圈又过来了 江小雪起身道 好了 我们归队吧 秦宇眨眨眼 你屁股上有土 我给你拍拍 两人再次入了烈 没人发现 秦宇的左脚上 又多出了一个小巧的鞋印 此时只剩下半圈了 江小雪咬牙 坚持着跑完了 出下的温度不容小觑 众人都出了一身汗 直呼受不了 跑完后 就要原地解散了 突然 一个穿着黑色衣裙的 中年女子走了过来 同学们都是面色大变 卧槽 老板怎么来了 老板来查人了 这都几个月 没查过课间操了呀 别管了 快点站好 所有人连忙站好 来人正是张巧兰 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 但眼光太凌厉 颧骨太高 双颊太削 没有表情 却不微自怒 他扫射着整个班级 面色愈加阴沉 方对的人数 只是扫一眼就能发现不对 看到秦宇后 他似乎有意外 但转而满是怒意 秦宇有些猛 卧槽 这妖巧的吗 他默默地为张刚他们 默挨了几秒钟 现在打电话也来不及了 果然一逃课 就必定会点名 这已经是亘古不变的定理了 张巧兰怒道 班长 提尾 马上点名 是 提尾和江小雪开始点名 几分钟后 人数出来了 有九人没来 让这九个人来我办公室 张巧兰记下了名单 带着怒气离开了 同学们这才一脸庆幸地散开了 秦宇没有回去 而是打了一个电话 不一会儿 张刚和刘天好几人就过来了 一中的厕所很多 他们通常都躲在操场旁边的厕所 情况不对 还能立马跑出来 谁能想到 张巧兰来了的突然袭击 几人的面色极为阴沉 张刚怒道 真是草了 刘天好冷笑道 有内鬼呗 几人眼眸一亮 显然很认同这个说法 倒是没人怀疑秦宇 毕竟没有任何动机啊 秦宇心中已经猜到是谁了 道 不是江小雪 江小雪虽然是个傲娇 但他如果知道张巧兰要来的话 一定会通知秦宇的 正是有他这个二五仔在 他们从来没有被带到过 刘天好唾了口口水 那就是消愁了 一定是这个病 我看他刚刚鬼鬼祟祟的 原来是盗老师了 几人边骂边向着教学楼走去 想着应对的方法 一个男生提议道 要不就说钢子腿断了 我们给他抬走了 张刚 张刚一脸猛逼 看了看自己的腿 感觉保不住了 秦宇笑着摇了摇头 懒得参与讨论 以他的角度来看 多大点事 不过是被骂一顿而已 都会高考了 谁会拿课间操说是 张巧兰如此大动干戈 恐怕与他的表白短信有关 他可是小气得很 恐怕接下来还会有报复 上楼时 张刚突然想起了什么 道 对了 于哥 怎么 我之前见到一个高二的女生 晕过去了 被几个女同学搀扶着 去了校医室 有点像刚刚来找你的那个 秦宇眼皮一跳 没认错 张刚沉默了一下 想起了什么 摇头道 认不错 第十九 他开始说骚话了 高二年级跑操 是绕着教学楼跑的 经过操场时 和高三的学生 会有那么一瞬的碰面机会 秦宇和江小雪 在树下躲了几分钟 没有注意到高二年级的动向 一中的校医室 在教学楼二楼 全校也就一个校医 以前是县医院的护士 退休后被聘了过来 平时作用就是卖卖药 如果真有什么紧急情况 能做到的事情不多 最有用的 就是拨打120 秦宇喘着气 飞奔着上了二楼 他赶到时 发现校医是中人不少 几个穿着校服的女生围在床边 其中一个还哭了 脸上挂着泪痕 安南则是躺在病床上 小脸苍白 神情十分虚弱 校医慢悠悠地整理着各种药剂 秦宇看到他悠然的样子 就松了口气 看来安南没什么事 听到动静 安南虚弱地抬起了小脑袋 看到秦宇后 漆黑的眼眸一亮 再次变得灵动起来 学长 他声音里的惊喜毫无掩饰 似乎少年的出现 便带给了他足够的喜悦和甜蜜 几个女生顿时看了过来 上下打量着秦宇 这就是安南每天挂在嘴边的学长吗 看起来有点吓人啊 当然 并不是秦宇的长相有问题 而是他现在脸有些阴沉 你们先回去上课吧 几个女生有些犹豫 让安南一个人和男生待着不好吧 他们看向了安南 寻求着他的意见 结果发现 安南正对他们挪着小嘴 口型赫然是两个字 快走 他们顿时满头黑线 好你的见色忘有的大兄妹 亏得他们 有人还吓哭了 好不容易才把他送到了校医室 结果看到自己的学长了 就让他们滚 但为了姐妹的幸福 他们还是咽下了这口气 准备日后再算账 乖乖地离开了 几个少女缓缓地离开了校医室 秦宇在床边坐下 少女原本红润的面颊 变得苍白如指 两朵唇半像是失去了颜色 只是两只大眼睛依旧灵动 闪闪发光 他板着脸问道 什么情况 跑到一半滴血糖了安南弱弱地道 悄悄地伸手去拉他的手指 先是拉过一根 大眼睛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他的表情 看到没有抵触后 这才牵起了他整个手掌 等到两人的手完全重合 他陡字傻笑起来 秦宇看他如此模样 心中不适滋味 任由他搞着小动作 他有些无语 不是让他来校医室躲着了吗 而且 跑不动就不跑啊 他实在是无法理解 这些少女的脑回路 怎么跑个操都得出事呢 现在意中的环境 还是很宽松的 只要和老师说 身体不舒服 尤其是女生 老师们都不会为难的 秦宇没好气道 不是让你别跑了吗 我今天必须跑 为什么 你跑的话我就跑 安南倔强地看着秦宇 小声嘟囔着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偶遇啊 每次偶遇 我都会好开心 希望你能转头看看我 但你 从来没注意过我 秦宇的嘴张了张 心中猛的一颤 似乎被触动到了最柔软的部分 这件事情 安南将来可没和他说过 高二和高三之会有那么一瞬相遇 班级那么多 能偶遇的概率极低 原来每次课间操时 安南都在期待这样的事情吗 两人间气氛有些微妙 女校一整理要价的手 却是一乱 差点把一瓶药摔在地上 不是 现在的学生都这么大胆的吗 你没吃早饭 沉默一会儿 秦宇长出口气 强行压下心中的悸动 选择转移了话题 没有 安南鼓着小脸 缓缓摇头 他本来是要去喝碗豆浆的 顺带看看能不能偶遇秦宇 他知道 秦宇大概率会在外面吃早餐 有过几次偶遇的经历 但谁知道 他会说出那么无情的话 秦宇也猜到了 是自己的原因 继续追问道 昨天晚饭呢 吃了 安南声音有点弱 是吗 以他对安南的了解 昨晚恐怕是吃不下饭的 安南被看得有些心虚 但他转念一想 昨天晚上他喝了两口粥 也算是吃了吧 气都冷 粥就不能是晚饭吗 安南顿时觉得 自己理智气壮了 骄傲地挺着小脑袋 睁着大眼睛 和秦宇对视着 他成功地把自己催眠了 秦宇还真没看出任何破绽 不应该啊 只是没吃早饭的话 跑几步不至于晕倒啊 当然 安南的身体易于常人 或许是负担太重了吧 他看向了女校医 老师 开点药吧 女校医笑了笑 取出两支葡萄糖 把这两支葡萄糖吃了就好 一块钱 安南连忙摇着秦宇的胳膊 催促道 学长 快给钱 秦宇微微皱眉 为什么要我掏钱 女校医脸上的笑容就是一致 你一个男孩子 掏一块钱这么难啊 现在的男生怎么回事啊 都不肯为女孩子花钱了吗 秦宇当然不是在乎这一块钱 毕竟兜里揣着一千块巨款呢 以他对安南的了解 他绝对是有其他理由 我不是没有钱安南连忙中满是脚狭 灿烂一笑 因为学长买的比较甜啊 女校医 女校医一脸问候 表示这工作真难 一把年纪了还得吃狗粮 秦宇则是翻了个白眼 好吧 原来他是想说骚话了 不得不说 一个萌萌哒的妹子 说出这种话 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好在秦宇对他有一定的免疫力 但心还是忍不住动了一下 碰 他随手在他的脑壳上敲了一下 疼得他委屈地抱着小脑袋 这才掏出一块钱买了两只葡萄糖口服液 这玩意儿 学生们都不陌生 俗称高糖 当年中考体育考试时都会背点 就是为了预防低血糖 葡萄糖是玻璃瓶包装的 他随手用硬币划了几下 然后砰的一声掰断了 他把玻璃瓶递在他的嘴边 隔空喝 小心玻璃割嘴 赶紧吃了 然后上课去 好大 安南甜甜地应了一声 眼眉弯弯 美美地喝着 小脸上满是甜蜜的笑容 果然好甜 两只葡萄糖下肚 他有点意犹未尽 看到秦宇要走了 拉着他的手 不准他离开 问道 学长 我中午请你吃饭 秦宇回绝道 不了 我中午有约了 安南不甘心 接着问道 晚上呢 秦宇继续回绝 也有了 安南不满地嘟着嘴 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他有这么忙吗 根据他一年多的跟踪 哦不 观察 根本没有的好不好 秦宇中午 都是回家吃饭 晚上大概率和张当去小吃店 然后去泡网巴 小概率是直接回家 根据他的推测 秦宇现在大概是没钱了 回家的概率大些 作为重生者 秦宇当然知道 他在跟踪自己 也不戳穿他 以后别去教室 找我了 他抽出了手 神情严肃 给了少女一个警告 虽说他现在和江小雪 安南都不是那种关系 但出于渣男的生存本能 他还是觉得 他们不碰面的好 哦 安南的语气很低沉 作为自己最大的情敌 他其实早就见过江小雪了 当时便惊为天人 原来身边 真的有这么漂亮的女生 今天又见了一次 发现果然很漂亮 尤其是那种女神气质 他都有些食指大动 根本不是高中男生 能抵挡的 哼 江小雪不一定就是完美的 他安南在某些地方 未必会差 安南突然有了斗志 挺了挺腰身 秦宇一脸古怪 知道你大 挺什么挺 但看他如此生龙活虎 知道是没事了 便起身回教室 走廊中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 秦宇常常一叹 心有点乱 他要远离安南 是因为前世扎过他 给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 导致他黑化成了一个病骄 现在回想起来 他重生前正在办公室里 和女秘书下向其 锻炼身体 一杯事后酒之后 他重生了 这一世 他还是想做一个不爱的人 安南的好感度 无疑是满直状态 要想扎他的话 随时都可以 但他病骄后的模样 着实令人害怕 好不容易重生了 他只想多谈几场恋爱 多赚点钱 反正是不想再投包配酒了 但是 安南的生活 似乎再变得更糟 自己的选择真的正确吗 秦宇愈加心烦意乱 挠了挠脸 一时想不到准确的答案 到时候再说吧 说不定车到山前必有路呢 当然 到时候也有可能是变成成歌 挨刀了 秦宇回到教室时 半节课已经过去了 这节课是英语课 老师同样是女性 三十多岁 烫着卷发 比起其他老师要时髦许多 教室里似乎在讲卷子 秦宇敲了敲门 报告 英语老师皱眉问道 干嘛去了 肚子疼 窜息 只有五个字 但很有味道 同学们顿时笑出了声 英语老师一脸嫌弃 坐回去吧 回了座位 江小雪狐疑地看着她 小声问道 你肚子疼 她觉得不太对劲 好端端的 怎么肚子疼了 秦宇嬉笑着把手伸到了她的面前 道 对啊 不信你闻闻 你要死啊 臭死了 江小雪娇斥一声 连忙拍掉了秦宇的手 但下一秒 她却是柳眉微皱 秦宇的手非但不臭 反而有种淡淡的幽香味 说不上来 但很好闻 是什么呢 第二是我只想贴贴 有什么错 上午的课程枯燥且无味 时间一晃到了中午 张刚几人的 处理结果也出来了 写检讨 每天课间操时多跑两圈 将小雪和黄月月结伴离开了 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 算是发小的关系 她临走时 依旧不忘邓秦宇一眼 名谋中除了傲娇时的脑怒外 还多了一丝狐疑 可惜没有哼上一声 令秦宇有些失望 她哼着小曲 随手把漫画书丢回了书包里 一上午就看了个七七八八 根本不够看 回头找点小说看吧 09年时能看的网文也很多了 经典不少 出了校门 秦宇来到了一中家属院外的菜店 小县城不大 再走几步 就是菜市场了 那里的菜会更便宜 更新鲜 但秦宇赶时间 便在这里随便买了一些 她轻车熟路地来到了苏潇潇的家前 掏出钥匙 咔嚓一声打开了房门 嗯 又浪费了一波钱 菜店老板这孙子 又赚了一个亿 时间已经十二点十分了 她不再犹豫 直接烧锅倒水 准备开始 她的烹饪技能 还是很不错的 安南的胃不好 还有点懒的 她自己会做的 只有一种食物 火锅 秦宇便跟着王刚老师 练出了一手的好厨艺 不对 她可能还会泡面 秦宇打算做的简单点 加常菜鱼香肉丝 过油肉和米饭 中午时间太短了 工作日的话 苏潇潇大概有午休的习惯 否则还能做得更丰盛一些 大概过了十分钟 敲门声响了起来 秦宇放下锅 过去开门 门开了 苏潇潇翘声声地站在门外 黑白相见的校服下 身形有些瘦弱 脸颊微微发红 额头上有些细汗 现在天气温度不低 她要骑行将近二十分钟 出了不少汗 热吗 有一点 她进了屋换了鞋子 小鼻子嗅了嗅 你在做饭 她惊讶问道 有点猛逼 说好的她 做饭给秦宇吃呢 嗯 还得等一会儿 你先休息一下 擦擦汗吧 她的样子 实在是有点萌萌哒 秦宇忍不住在她脑袋上揉了揉 这才转身进了厨房 菜做的已经差不多了 到了收支阶段 苏潇潇正正地看着厨房里的秦宇 有些出神 小时候爸爸还在家的时候 偶尔也会在厨房做些菜 两个高大的身形微微重合 不尽相同 但少女心中还是有些暖意 不过 她也有些疑惑 秦宇什么时候会做菜的呢 带着疑惑 她悄悄地跟进了厨房 结果 惊得张大了小嘴 秦宇的手法看起来异常熟练 翻炒 颠勺极为丝滑 使出了许多只有电视中出现过的招数 显然是老师傅了 比她要厉害无数倍 怎么 肚子饿了 秦宇笑了笑 夹起一块肉丝 递到了她的唇边 尝尝味道 有点烫 注意别烫到了 谢谢 苏潇潇张开红润的嘴唇 小心翼翼地咬了下去 眼眸顿时一亮 好甜 秦宇同样尝了一下 微微皱眉 嗯 正常发挥吧 但看着她小脸上享受的笑容 她的心情不由好了起来 好吃吗 嗯 苏潇潇用力点的小脑袋 秦宇笑道 那等会儿记得多吃点 你还长身体呢 苏潇潇眨眨眼 她的身高已经167了 对女生来说算高的了 还长哪呀 秦宇笑而不语 在她的某个部位扫了一眼 应该和江小雪差不多 只是略小 但比安南差得远 争取向C努力吧 回头给她炒木瓜吃 几分钟后 所有才正式出锅了 饭桌上 苏潇潇有点苦恼地 看着自己碗中满满的米饭 一不小心 被秦宇加满了 她怎么吃得下 秦宇干了几口饭 便被她的吃饭的模样吸引了 她小口小口地吃着 每次张开红润的双唇 会露出洁白整齐的背齿 咀嚼时又消失不见 翘生生的模样惹人爱怜 不知为何 她觉得少女的身影有些寂寞 她问道 潇潇 你在学校有朋友吗 苏潇潇的桃花眼有些暗淡 缓缓摇了摇头 秦宇微微皱眉 看来她在实验中学那边 发生了一些事情啊 高中阶段 少年少女们青春萌动 原本是最令人怀念的时期 三年没有朋友 只是想想就令人心疼 她的性格如此内向 想必和这三年脱不了关系 她轻叹口气 伸手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放心 我来当你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有什么事情 千万不要不好意思 要第一时间喊我 知道不 嗯 知道了 少女带着鼻音回道 然后乖乖点头 大眼睛闪闪发光 十分钟后 两人差不多吃完了 苏潇潇放下了筷子 有些不好意思 脸红红的 一不小心 吃了好多 小肚子好饱 我去洗碗 她起身去收拾碗筷 秦宇没有反对 总得让她有点参与感 这就是苏潇潇和安南的不同了 安南只负责吃 卖萌 貌美如花 其他的事情一概不干 她和苏潇潇一起洗了碗 收拾完毕后 时间到了十二点五时 一时间 除了钟表的滴答声外 房间中再次安静下来 她的小手有些无处安放 低着脑袋 捏着衣角 秦宇盯着她娇羞的模样 笑问道 睡午觉吗 嗯 她连忙点头 暗松了口气 这样秦宇也该回去了吧 秦宇咧咧嘴一笑 刚好我也困了 来一起睡吧 苏潇潇小脸刷得红了 抬头窃窃的了秦宇一眼 又连忙低下了 一 一起睡 呜呜 这个坏蛋 果然是爱欺负她的 她紧张地捏着衣角 终究是吃人嘴短 说不出拒绝的话 道 你 你睡妈妈的卧室 苏潇潇家和秦宇家一样 都是一室两厅 他们母女两人一人一间 秦宇眼皮一跳 这可使不得呀 一个单身妈妈的卧室 能是随便睡的吗 万一找出什么流水法杖咋办 她严肃道 不行 那是清犯甜义的隐私 苏潇潇想了想 的确不太好 便道 那我睡妈妈的卧室 秦宇还是板着脸 不行 就算是你 也要尊重妈妈的隐私 她头晕乎乎的 是吗 可是她偶尔也会和妈妈一起睡啊 很正常吧 那我睡沙发 她想到了最后一个可能 秦宇摇头 更不行了 沙发太小了 睡着不舒服 落枕了咋办 下午还要上学呢 苏潇潇抿着嘴 抬头轻瞪着秦宇 眉眼间全是恼怒 这个坏蛋 分明就是想和她睡一张床 秦宇黑黑一笑 你的床那么大 两个人睡得下的 苏潇潇都快要哭出来了 她的床根本一点都不大嘛 虽说比单人床大一些 但也就一米五宽 田立同的双人床 可是一米八的 害怕什么 咱小时候不经常一起睡吗 秦宇试图安抚着少女的情绪 你也知道是小时候啊 苏潇潇欲哭无泪 感觉自己的小心脏 都要跳出来了 像在提线木偶般 被秦宇拉进了房间 今天床单变成了粉红色 绣着一些卡通图案 和昨天的不一样 应该是换了 她问道 你睡里面还是外面 外面 苏潇潇紧张之下 语速都变快了 秦宇一笑 好 你睡里面吧 苏潇潇的脸颊鼓了起来 这个坏蛋 就会欺负自己 她弱弱道 你 你不准使坏 放心 秦宇哭笑不得 她没有那么饥渴 而且 现在已经一点了 还没有改下期时间 最多两点钟就得起床 时间也不够啊 她只是想贴贴而已 有什么错 苏潇潇蹈掉拖鞋 一溜烟地缩在了被子里 几乎要贴着墙了 秦宇无语了 把被子掀开 大夏天的 你想中暑啊 初夏时节 年轻人根本不需要盖被子 只是把肚子盖一点就行了 免得着凉 秦宇同样蹬掉拖鞋 准备上床时才发现没有枕头 她随便找了一个玩偶靠着 凑合一中五算了 上了床之后 她的鼻尖隐隐传来了 阵阵花蕊般的幽香 少女身上的味道 是这么令人着迷 秦宇轻轻地向里面一靠 两人的身体 顿时碰了一下 柔软的触感传来 苏潇潇娇娶一颤 小声交呼了一声 缩着身子 你 你干嘛 你的床这么小 我不挤一挤 可就掉下去了秦宇 厚着脸皮 一个劲地向里挤着 呜 苏潇潇脸红得像是烧着了一般 秦宇刚刚还说床很大的 现在又嫌她的床小 分明就是想使坏 她连忙向里面缩着 像是受到惊吓的小白兔 瑟瑟发抖 但很快就贴着墙了 好在秦宇没有再贴过来 两人的身体没有再挨着了 秦宇知道 少女还接受不了拥抱 也不吓她了 她侧着身子 看着她的小脸 少女眼眸紧闭 洁净的小脸烟红如醉 胶躯紧绷 明显很紧张 她满脸都是柔和的笑意 轻轻抓住了她的小手 鲜肠而温暖 就像是抓住了心中最柔软的棉花糖 苏潇潇紧张的身体一颤 手心里都是汗 轻轻轻转头 便看到了秦宇满是温柔的眼眸 一切有我在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我们要一起上大学 一起去游乐园 一起看电影 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所以 不要有任何消极的想法 知道了吗 秦宇贪婪的 嗅着少女身上的味道 像是陶醉在一片鲜艳的花田之中 柔声说道 嗯 苏潇潇细不可闻地应了一声 少女羞涩得很 心中却是暖洋洋的 身体逐渐放松下来 迷迷糊糊间 他回想起了两人小时候 那天 秦宇带他去了一处玉米地 秦宇拔了不少玉米秧子 搭成了一个小床 两人一不小心在上面睡着了 午后的太阳暖洋洋的 就如同现在一般 温暖 令人安心 第21对班主任表白的后果 少女的鼻息 逐渐变得均匀而稳定 仿若最轻柔的羽毛 若不可闻 秦宇满是柔和的 看着少女娇嫩的脸颊 脑海中想起了同样的事情 他记得 两个人一觉睡到了晚上 两家人可吓坏了 亲戚好友们一顿好找 还是被一条大黄狗找到的 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四个字 年少有为 他才小学几年级 就敢拉着女生一起睡觉了 难不成 从小就有当渣男的前置 或许是苏潇潇身上的味道太过温馨 胡思乱想间 秦宇眼皮子逐渐重了起来 不知不觉也睡着了 叮铃铃 两人是被闹中的声音吵醒的 苏潇潇努力地睁着眼睛 有些迷糊 感觉好久都没有 睡过这么安稳了 他想要去揉揉眼睛 结果发现自己的小手 还被秦宇抓着呢 呜 他猛地一惊 美眸圆瞪 这才想起来 自己和秦宇一起睡午觉了 还是在一个被窝里 他耳边想起了妈妈的叫道 潇潇 你已经长大了 要和男生保持距离 尤其是秦宇 小时候亲密些就算了 长大后可千万不能那样了 最多说说话 牵手都不行 他看着秦宇 把自己抱得紧紧的双臂 有点委屈 自己是不是变成坏孩子了 秦宇同样醒了 一睁眼就能看到 苏潇潇有些羞红的小脸 百里透红 像花一样娇艳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重生了 看他有点出神 秦宇好奇道 想什么呢 没 没什么 要去上学了 你快起床吧 苏潇潇吓吓了一跳 连忙缩着小脑袋 少女娇羞的模样 令人食指大动 白皙如玉的薄梗 细腻的肌肤 触感一定非常不错 他忍住了去掐一把的冲动 笑道 晚上我就不过来了 我们明天见 嗯 苏潇潇不敢去看秦宇的眼睛 轻轻点了点小脑袋 你家里还有备用钥匙吗 秦宇下了床 突然想起了钥匙的事情 现在还回去 明天还得要过来 属实太麻烦了 有的 苏潇潇根本没多想 跑下床去 力索地从客厅的一个抽屉里 找出了一个备用钥匙 钥匙到手 秦宇嘿嘿一笑 田立同知道的话 会不会气死呢 春季时间是两点半上课 下午六点钟放学 这也是不少家长呼吁义中同样上碗自习的原因 晚饭时 苏潇潇会在学校周边简单地吃上一点 实验中学成立不过五年 但成绩每年都在稳步提升 已经可以和义中班班手腕了 尤其是文科班 已经稳稳压过一头 苏潇潇便是被他们高价挖过去的 学费全免 当初还给了一万块钱 秦宇记得 今年义中考得不是很好 最终考上985的 一共就两个人 巨大的舆论压力下 明年就会换校长 然后全面实行晚自习 对此 安南和他吐槽无数次 胡思乱想一番 他回家换了身衣服 把吞下的衣服 丢到了洗衣机里 搂着苏潇潇睡了一中午 上面满是他身上的味道 还是谨慎一些的好 再次进了278班教室 他发现 江小雪精气神好了不少 水灵的毛子 再次变得明亮 血丝消失不见 中午应该休息得不错 下午前几节课 依旧是打瞌睡的重灾区 教室里静悄悄的 不少同学趴在桌子上打盹 他随手掏出手机 拔出了内存卡 现在的手机 还有着暴杀后世的高端技术 SD卡 钢子 嗯 来几本小说 好嘞 张刚把内存卡放入了自己的手机 开始拷贝 几分钟后 张刚把内存卡还了回来 宇哥 晚上别忘了约战 什么约战 秦宇一愣 黄三老婆现在出来了 卧槽 你忘了 我们上周和隔壁班赵天约了打瞌二三 一场定胜负 一人50块钱呢 张刚一脸生无可恋 完了 50块钱怕是没了 没脸见塞丽亚老婆了 秦宇搜索着大脑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此时网吧内 沃二三和DOTA已经不火了 最火的是CF和DNF 小县城还在坚持打沃二三的人并不多 基本都互相知道 赵天就是一个高手 号方上积分很高 最喜欢用暗夜精灵 号称一中第一高手 秦宇和张坤自然不服了 于是便有了这次所谓的约战 他问道 几点钟 张刚已经不抱希望了 有力无气道 七点半 你别忘了 秦宇点了点头 随手打开目录看了起来 少XXXXXXX 睡着 XXXX 不是 这都什么呀 他向下翻了翻 总算是找到了一本比较正常的 家丁 乌乌 月眼老婆了 我来了 看他一脸的痴汗模样 身旁的江小雪 不知为何一脸的不爽 手背轻轻地敲了敲秦宇的桌子 第一节课是数学课 你收敛点他拿出了班长的威严 精致的脸颊 没有丝毫表情 俨然一位铁面无情的女领导 秦宇惊叹于 他又表现出了不同的魅力 点头道 嗯嗯 多谢班长大人关心 哈 少臭美了 谁会关心你 只是一句话 江小雪的威严就瞬间消失不见 傲娇着脸红了 他一阵烦闷 怒瞪了秦宇一眼 爱学不学 不管了 秦宇一阵莫名其妙 不是在关心他 提醒他大马 或许这就是傲娇吧 他摇了摇头 继续低头看着小说 哒哒哒 一阵高跟鞋声音游远极近 原本还趴在桌子上的学生们 瞬间起身 开机速度不到一秒钟 张巧兰来了 几秒钟后 他推门而入 教室里的学生们 已经全部起来了 正低着头做题 几个学生甚至一脸愁眉苦脸 似乎遇到了难题 他暗自点了点头 站在讲台上 环视着众人 视线最终停留在秦宇的身上 眼睛顿时微眯起来 周边的同学们 一阵头皮发麻 好恐怖的杀气 自家老班可好久没有如此生气了 昨天的作业已经发下去了 我再强调一次 马上就要高考了 现在抄作业 还有什么意义 张巧兰缓缓出声 声音不大 但所有同学都听得极为清楚 一个个大气 也不敢喘 难不成 又有人抄错行了 被张巧兰凌厉至极的视线扫了一眼 张刚下的脸都白了 上次他抄物理作业时 把小球旋转一周 改成了旋转七天 把物理老师气了个半死 被张巧兰喊了家长 难道自己这次又抄错了 这时 秦宇偷偷打了个哈欠 张巧兰一愣 瞬间被激怒了 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怒道 秦宇 说的就是你 他气得不行 原本还准备看在张玉霞的面子上 就不指名道姓了 谁想到他这么嚣张 秦宇一脸问号 他无限怀疑 张巧兰在针对他 不就是给他发了个表白短信吗 至于吗 看他茫然的表情 张巧兰冷笑一声 只以为他在装无辜 想蒙混过关 这套卷子的压轴体的难度很高 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他的话说了一半 这套卷子整体难度不高 但整个班级一共就两个满分 江小雪和秦宇 这还不是抄的 他不知道品学兼优的江小雪 怎么会让人抄自己的作业 以前可从来没有过 但知道他脸皮薄 可不想影响了他的心态 不少同学们 纷纷投来了幸灾乐祸的视线 一些抄作业的人 更是松了口气 一般而言 现在已经临近高口 哪怕真是抄作业了 老师们也懒得管了 但谁让秦宇给张巧兰发了表白短信呢 秦宇也知道 他在故意报复自己 正想着如何回应 身边的江小雪突然出声道 老师 我能保证 这道题是秦宇自己做的 他今天上课前刚给我讲了 不然我也做不出来 清脆干净的声音 让整个班级寂静得如同死了一般 秦宇同样有些意外地看着身旁的少女 没有料到 他会帮自己说话 江小雪是个有原则的女孩 这也是他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他不允许有人在他面前诋毁 污蔑他人 江小雪可是他最信任的学生 心中已经信了七七八八 但让他认错是不可能的 冷哼道 既然如此 秦宇 你给大家讲一下这道题吧 好吧 秦宇有点无奈 他并不想太出风头 但奈何周边的人逼着他去表现自己 只得走向讲台 张巧兰横了他一眼 走下讲台 给他让开了位置 他巡视了一下教室 以前他上讲台 都是老师 喊他上来做题 他能做出来的次数少之右手 每次几乎都是射死 想想还有些怀念 扫过消愁的位置时 发现他脸上满是幸灾乐祸的笑容 似乎在等着他出丑 江小雪同样在看他 但粉色的嘴唇动了动 似乎是加油两个字 秦宇回应了一个爽朗的笑容 少女怒瞪他一眼 没想到他如此大胆 敢在这么多人面前搞小动作 红着脸低下了脑袋 好在张刚有点眼力尽 同学们疑惑地看过去后 发现他正对秦宇招着手 他们顿时一脸无语 还以为是这俩二货在耍宝 秦宇暗中给基友竖了个大拇指 张小雪有些意外地看向了 隐隐有些羞涩的江小雪 作业是他发的 这娟秀的自己 他也绝对认不错 江小雪抿了抿唇 低垂着视线 白嫩的面颊飞红如醉 知道自己偷偷留下的字 被他看到了 你到底会不会 这时张巧兰黑着脸 不耐烦了 秦宇深吸口气 视线从江小雪身上挪开 这才开口道 我这个人有点内向 讲得不好 大家见谅 同学们 这是内向的人能说出的话吗 张巧兰嘴角一阵抽搐 心中隐约察觉到了不对劲 秦宇懒得多废话 直接开始在黑板上写着答案 写了几行 他就停下了 这道题其实不难 难的是 考察的知识点有点偏 大家没办法想到解题方法 少年的声音清脆 而充满朝气 秦宇侃侃而谈 语速平缓 根本没有丝毫紧张的感觉 他前世好歹是个小老板 面对一群少年少女 怎么可能紧张 讲了一半 他突然停了下来 用粉笔敲了敲黑板 学尾 请问下一步该怎么做 秦宇一声下去 所有人都傻眼了 不是 你还真把自己当老师了 同学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见过学生上台讲题的 还真没见过提问别人的 但看到张乔兰没有制止的意思 同学们便齐齐看向了消愁 他的脸瞬间涨红了 一直等着看秦宇出丑 尤其是发现 他和江小雪的小动作后 更是整张脸都气绿了 哪有心思听题啊 这 他支支吾吾半天 没说出话来 哎 看来有些人上课不认真听讲啊 秦宇很是可惜地嘖嘖两声 消愁的脸却是肉眼可见的帐红起来 同学们全部无嘴偷笑 消愁是学习委员 平日里没少嘲讽学习比他差的同学 看他吃扁 众人都拍手叫好 秦宇冷笑一声 真以为他好欺负 他又看向了江小雪 班长 麻烦你回答一下 江小雪精致的嘴角就是一抽 亏他还怕他紧张 给他喊加油 就这你还内向 社恐 他白了秦宇一眼 配合着站了起来 下一步只需要把方程列出来 转化成不等式 这道题的答案就能解出来了 秦宇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 道 好 回答正确 大家鼓掌 啪啪啪 响亮的鼓掌声响起 同学们一脸笑意的鼓起掌来 压力山大的高三年纪 每个人的身后都仿若有只狼在穷追不舍 可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张刚 刘天豪等人更是拍得贼响 几乎要把手掌拍烂 真不愧是宇哥 一箭双雕啊 鼓掌不只是给江小雪的 还是给萧愁的 就像是大逼兜直接打在她的脸上一样 火辣辣的 江小雪的脸蛋微红 细长的眼角又白了她一眼 但笑意怎么也掩饰不住 一对名眸完成了好看的月牙 第二十二闯入江小雪生命的方法 接下来 秦宇十分顺利地讲完了题目 她居高临下地扫视着整个教室 颇有些意犹未尽 怪不得那些成功人士喜欢给人当老师呢 站在这小小的讲台上 有种一切在握的感觉 她看着题目 又道 其实这道题其实还能延伸一下 比如用落臂打法则 停 看到同学们满脸猛逼 张巧兰及时出声 喊住了跃跃欲试的秦宇 好家伙 这小子怎么变得这么能讲啊 落臂打法则都出来了 给她足够的时间 是不是能把高等数学讲完 她面色不善 秦宇讲的并不是很清楚 同学们听得一知半解 但能看出来她自己已经掌握了 只好道 你下来吧 好吧 秦宇点点头 走下讲台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坐定之后 她对着江小雪挤了几眉梦 迎来的是少女的 又一记娇羞无限的大白眼 怎么样 哼 一般般吧 两人无声地交流着 只是一个对视 秦宇便挠不出了两句话 张巧兰没有注意到 两人的小动作 开始给同学们总结着这道题考察到的知识点 秦宇终究不是老师 自己的确会做 但要让其他人听懂 可就不一定了 这就是老师的作用 压轴题讲完 张巧兰继续讲着其他题目 令人惊讶的是 她又接着提问了秦宇两次 分别是选择题最后一题 填空题最后一题 难度细数拉满的两道题 这两道题 别说秦宇这样的差声了 就算是班级前三名 也不一定全都会做 但更令人惊讶的是 秦宇非常平静地讲了出来 张巧兰面色阴沉的可怕 三次提问之后 就算是傻子也能看出 她在故意针对秦宇 不好意思再针对她 秦宇再一次认识到了 更年期妇女的恐怖 丁 夏克林终于想了 剩下的题以后再讲 夏克吧 甩下一句话 张巧兰黑着脸 踩着高跟鞋离开了 高跟鞋的声音渐渐远去 秦宇长松口气 但知道张巧兰 没有这么容易善罢甘休 事情恐怕还没完 她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等着她出招吧 宇哥 牛啊 我从没见过老班这样吃扁 爽死了 张刚立马凑了过来 一脸激动 刘天豪也跑过来凑热闹 笑死我了 她分明是因为你发了表白短信 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只能想这种方法针对你 谁能想到你这么猛 他们和张巧兰的关系本就不好 今天还被她罚了 以后课间操得多跑几圈 嘴里自然没她的好话 秦宇叹了口气 随口回道 千万不要惹更年轻的女人 恐怖如斯啊 宇哥 你不会偷偷补课了吧 张刚若有所思地问着 他和秦宇都是最后一个考场的学生 当初可是约好了一起去大专的 秦宇不会要背叛革命了吧 放心 没补课 秦宇拍了拍她的肩膀 心里又暗补了一句 她是没补课 但是重生了 考试分数会提高几百分而已 又闲聊几句 他们笑着离开了 秦宇转头戳了戳身旁的江小雪 这次没有戳她的小蛮腰 而是胳膊 干嘛 江小雪打开她的手 美好气地转过头来 表示现在不想理她 多谢班长关心秦宇黑黑笑着 说的是卷子上的那行字 这行小字 前世并没有出现过 不只是意味着少女对她的鼓励 更意味着 两人的关系 变得和前世迥然不同了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 江小雪装作茫然的样子 但娇红的面颊 暴露了她的心境 这演技就很渣 秦宇也不再多说 她准备把这套试卷 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算作两人美好回忆的见证 她很是神秘地凑近她的耳畔 道 你不是说赚钱的方法吗 我想到了 说到赚钱 江小雪总算是来兴趣了 什么 开网店 秦宇指着自己手里的笔 道 我大伯家是开文具店的 最近货物有些滞销 咱可以尝试着开个网店 帮他们卖点文具 江小雪心谋微量 秦宇大伯家是开文具店的 这件事情班级里都知道 平日里也曾经和班里的同学们 推销过产品 或许 真的可行 网店算是近些年的热点 她私下也研究过 沉吟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缓缓摇头 开网店要不少成本吧 而且 我们还在读书 也没时间去运营 秦宇解释道 就是没成本才开网店啊 我大伯家里几货不少 根本卖不出去 我们暂时不用花钱 进货至于时间 找个客服就行了 我们当老板 只负责运营 每天花不了多长时间的 江小雪小嘴微张 表示大受震撼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好像真有可行性 不过 怎么感觉秦宇 有点要坑他大伯的样子 物流呢 我堂个有熟人 先欠着 江小雪撇了撇嘴 他这下确认了 秦宇就是想空手套白狼 他无奈叹了口气 只觉得 少年是在想办法讨好他 问道 亏钱了怎么办 你坑的可是你大伯 将来怎么相处 亏不了 秦宇自信道 他也是笑了 09年的网店正是野蛮生长的时候 再加上他的一些营销手段 根本亏不了钱 江小雪心眸光芒闪烁 明显有些异动 最终 秦宇一句话 让他咬着牙下定了决心 亏钱了大不了我们一起打工还 创业总有风险的 如果畏首畏尾 永远没法迈出第一步 好 叮铃 少女的话和上课铃声同时落下 秦宇嘴角微微上扬起来 江小雪对于赚小钱钱看得有多重 他再清楚不过 和他一起赚钱 已经是秦宇能想到的 闯入他生命的最快路径 两人相约放学后 一起去秦宇大伯家 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接下来的三节课 秦宇选择了直接摆烂 看了三节课小说 等到再抬起头时 窗外的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奚落的太阳 渐渐收起了耀眼的光芒 把整个操场染成了红色 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走出校园 挥首和身旁的小伙伴道别 278班的同学们 也陆陆续续地放学回家了 江小雪同样整理着小红书包 学校不上晚自习 但高三生每天的作业不少 饶事他也得做几个小时 收拾好书包后 江小雪看向了黄月月 道 月月 我有点事 你先回去吧 黄月月一愣 好奇问道 什么事 嗨嗨 有些事情不要多问秦宇干咳一声 哦 黄月月一连我懂得的表情 背着书包走了 江小雪脸颊微红 有些狐疑地扫视着两人 总觉得 他们有事瞒着他 初夏的傍晚 天气凉爽 沿着小县城古旧的街铺 秦宇带着他 向大伯家的文具店走去 路很熟悉 和十多年后 没有太大变化 大概二十分钟路程 小店的位置 在一家小学门口 非常不错的位置 但租金不便宜 店内顾客不少 生意不错 不只是小学生 还有许多穿着一中 二中校服的学生 临近毕业季 现在最热销的 就是同学路了 吸引了不少学生 秦宇向店内看着 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色T恤 嘴里叼着烟的男子 他十八岁就去当兵了 退伍回家后 做了几次生意 赔了些钱 现在帮家里照顾生意 小宇 秦正的视线 落在了江小雪身上 眼睛一亮 女朋友 江小雪已经开启了女神姿态 但还是被突然道来的三个字 经得郊躯一颤 他保持着礼貌 而不失礼节的微笑 然后迟迟没有听到秦宇说话 他微笑道 不是 说完 他悄悄地在秦宇的腰上 狠狠地掐了一把 这种问题 不应该是秦宇第一时间 来帮他澄清的吗 看着秦宇呲牙咧嘴的样子 秦正眨了眨眼 估计他应该就是秦宇 发短信的对象了 他吐了口烟 也不多问 你唐嫂在带孩子 店里人有点少 我去那边招呼一下 缺什么 你们自己拿点 说完 他又去招呼几个学生去了 秦宇也不和他客气 直接拿了一盒零 舞的中性笔心 一根铁疙瘩自动铅笔 几盒铅笔心 全都塞到口袋里后 他想了想 又拿起两包喂笼 给了姜小雪一包 撕开口子啃了起来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这时候市场规则没那么严 文具店不会专营文具 否则会接不开锅 会兼顾 销售一些零食 玩具 啃着辣条 秦宇凑过去看了看同学路 还是记忆中的老样子 无论是什么价位 同学路都是活跃的 可以一页页地取下来 丢给同学 强迫这货 写一些将来必定射死的话 价位越高 纸张和设计会更加精美一些 秦宇随手把各个价位的 都拿了一本 塞到了包里 最近同学路销量不错 卖给同学 也能小赚一笔 旁边几个女学生 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货是来进货的吧 他还真是来进货的 这时 秦正忙得差不多了 拉着秦宇来到了一旁 小宇 你真有想法 嗯 我打算开个网店 网店 秦正掐灭了手里的烟头 哥不懂这些 要准备什么 在他看来 开店的成本还是很高的 没有几万块下不来 秦宇想了想 兄弟间不需要隐瞒什么 便道 我钱不够 前期可能没法付货款 但网店只是延迟收款 最多半个月到账 店付的越多 说明我们赚的越多 还有快递或者物流公司 需要你帮忙去联系 他长话短说 简单的说了一下自己的计划 他相当于把秦正一家 当成了供货商 和他们提前订好价格 他自己卖多少 就和他们无关了 淘宝现在的模式 和以后差不多 都是确认收货后 才会到卖家的账户上 秦宇颇有些空手套白狼的意思 相当于硬生生地赚了一波差价 但如果他不来赚这个差价 秦正也不可能开网店 并不能说他黑 只能说是共赢 秦正疑惑地看着秦宇 他虽然不是聪明人 但也不傻 说是店付 其实已经卖出去了 只是过几天才能到账而已 有这种好事 看他疑惑 秦宇正色道 放心吧 我有分寸哥 互联网才是未来 抓不住 会被时代淘汰的 行 我刚好有几个干物流的朋友 我和他们打个招呼 秦正吐了口烟 还是点了点头 最近媳妇刚生孩子 缺钱缺得厉害 但愿能赚点奶粉钱吧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两人接着简单地敲定了一些文具的数量和价格 现在 虽然网店势头很足 但真正能意识到潮流并大胆尝试的人 终归是少数 哪怕秦宇拿到货的价格并不便宜 但也有的赚 厂家有的赚 供货商有的赚 秦正有的赚 到了秦宇这边 还是有的赚 站在风口肩上 赚钱就是这么容易 秦宇告别了秦正 看向了江小雪 结果看到 他正被蜡的吐着粉红的小舌头 用小手不停地扇着 他整个人都看傻了 AWSL 江小雪你也太可爱了吧 察觉到秦宇直勾勾的视线 江小雪撬脸就是一红 连忙把小舌头收了起来 恢复了清冷淡雅的姿态 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女神形象 结果 几秒钟后 他就忍不住了 蜡的又把粉嫩的小舌头吐了出来 小手扇得像电风扇似的 秦宇直接笑出了声 江小雪平日里一副女神的样子 如同高领之花一般高不可攀 现在的形象却大相径庭 活像一个逗逼 但并没有失分 相反 少女的形象反而更加真实了一些 加分了不少 来他随手顺了一瓶可乐 诬陷怀疑 黄月月给自己的情报是不是错的 就这还爱吃辣 能被喂龙辣到 也挺不容易的 这玩意儿不是甜的吗 谢谢 江小雪小脸一红 接了过来 扬起雪白的脖梗惯了几口 咕噜咕噜 凉爽的快乐水下肚 他总算是松了口气 随即瞪着秦宇 自己丢人的一面 又被这个男人看去了 好可恶 看什么看 他美眸原瞪 一脸很凶的表情 秦宇依依旧痴痴地笑着 没什么 就是感觉你还蛮可爱的 你 将小雪翘脸的红韵 蔓延到了耳朵根 几乎要冒烟了 他也不是没被人这样夸过 但被同龄男生这样说 还是头一次 况且 还是在这么多人面前 秦宇只觉得 他娇羞的样子 如此赏心悦目 追问道 我怎么 没想到你脸皮这么厚 将小雪娇斥一声 他原本想说不要脸的 但文雅如他 觉得如此措辞不太好 换了话语 我也没想到你 还有如此可爱的一面 秦宇得意地笑着 他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一面 又被自己知道了 啊 将小雪心里一阵抓狂 面对完全不要脸的秦宇 他根本不是对手 几秒钟后 秦宇灿烂的笑容戛然而止 别踩 店铺的角落里 看着打闹的少年少女 秦正吸了口烟 嘴角不由地微微上扬 年轻真好啊 第二十三女妖精 打断施法 明天见 嗯 夕阳下 秦宇和江小雪在店外分开 他接下来要去网吧 两人并不同路 网店的事情有了初步的计划 但具体怎么实施 需要进一步的戏话 江小雪飞红的面颊 和夕阳的光辉融为一色 依旧是瞪了秦宇一眼 这才缓缓地向着家里走去 他家中有电脑 准备回家后 收集一些网店运营的策略和数据 望着他纤细的背影 在夕阳中远去 秦宇转身沿着街铺向网吧走去 他思绪流转 自己的确得开始赚钱了 否则几个少女都养活不了 重生的一天时间里 秦宇思考了许多 准备做的事情已经明确 做游戏 他前世便是做夜游的 有一定的游戏开发经验 09年 国内的游戏环境不能说差 只能说相当恶劣 网游已经不好进军了 做单机更是死路一条 但今年6月份 iPhone 3GS就会发售 手游市场像是一块诱人的大蛋糕 直接摆在了餐桌上 等待着有资格切走他的人 秦宇完全可以复刻一些现象级的手游出来 以他领先世界十多年的游戏经验 以及令无数少女都满足不已的恐怖手速 花费几个月时间 干出一个手游 难度并不大 正想着 秦宇的脚步忽然一致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夕阳下 安南窈窕有致的身形被照出了很长的影子 身后的双马尾 直接被照出了奥特之母的感觉 他背着夕阳 笑得灿烂 好巧啊 学长 巧个屁 安南的家完全在反方向 没事往这跑干嘛 绝对是跟着他过来的 不过 没有在江小雪面前出现 算他还懂点事 秦宇叹了口气 平静地看着他的面颊 既然看到自己和江小雪相处得那么融洽了 也该治难而退了吧 他淡淡问道 你要干嘛 嘿嘿 学长你撒谎 江小雪根本不和你吃晚饭 你明明有时间和我一起的安南目光灼灼 像是抓住了他的把柄 谎言被揭穿 秦宇直接选择了不接他的话 道 我要去吃海鲜面 我 我也可以吃啊 安南小脸一白 强自咬牙 秦宇翻个白眼 安南有非常严重的海鲜过敏 一吃就得进急诊的那种 吃个屁啊 安南鼓着小脸 过来拉他的手 学长 我请你吃火锅 秦宇不着痕迹地躲开 我等会儿要去网吧 赶时间 哦 看着少女可怜巴巴的样子 秦宇无奈一探 以他对他的了解 恐怕回家后会大哭一场 又吃不下东西了 他今天刚刚滴血糖了 再不吃晚饭 秦宇不由有些担心他的身体 走吧 吃麻辣烫去 好呀 安南的世界中 火锅是T零级别的食物 剩下的就是 能吃和不喜欢吃两种 麻辣烫属于能吃的那种 店内的装修风格算不上精致 木制桌椅明显上了年头 但很受欢迎 不少穿着校服的学生 正叽叽喳喳的聊得火热 两人刚刚入座 安南突然道 学长 你和我吃晚饭 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 大爱 哪来的女妖精 周边几个学生 满脸震惊的看了过来 秦宇嘴角一抽 砰的一声 给了安南一个抱扣 他立马哭唧唧的 双手抱着小脑袋 他小心翼翼的观察着秦宇的表情 发现他面无表情 看不出他心中所想 便不敢再说调皮的话了 不一会儿 热气腾腾的麻辣烫煮好了 安南心不在焉地吃了几口 大眼睛一转 脚狭的光芒一闪而过 道 学长 我还小 将来会比江小雪好看的 秦宇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小这个字 和他是一点都不沾边啊 但安南的颜值 的确还没有来到巅峰 不过想和江小雪比较的话 恐怕永远没有机会 没办法 江小雪的脸 实在是太犯规了 当然 如果连某个部位算上的话 两个人可以打个五五开 秦宇最终选择没有搭话 静静地吃着麻辣烫 安南眼神优怨 有点不满 又深吸口气 握着小拳头 给自己打了下气 学长 我洗 秦宇缩了口粉 冷不丁道 你牙上有菜 啊 安南惊叫一声 连忙合上嘴唇 脸蛋一鼓一鼓地 似乎在用小舌头 在背尺间搜索着 一分钟后 他羞怒道 学长 你骗人 被秦宇强行打断施法 他的小嘴不满地嘟着 好不容易酝酿出的勇气 消散了许多 秦宇心中一笑 成功打断施法 安南还想说些什么 结果秦宇直接放下了筷子 用纸擦了擦嘴 好了 我要去网吧了 你吃完自己回去吧 啊 安南小脸一惊 他满脑子都是表白的事情 脑海中略过的台词 都有几万字了 根本没吃几口 他连忙放下了筷子 等等 学长 我也要去 秦宇微微皱眉 道 网吧不是女孩子该去的地方 如果是后事也就算了 现在眉线的治安还很乱 网吧不是烟位 就是厕所位 并不是什么好地方 同时 女生绝对是稀缺物种 危险系数可不低 而且 他知道安南家中是有电脑的 配置还很高 被凶了一句 安南没有生气 心中反而甜滋滋的 果然 秦宇还是关心他的吧 他故意哼道 我不管 你不带我去 我就自己去 看到秦宇依旧板着脸 他又生怕秦宇真的生气了 连忙抱着他的胳膊 就这一次吗 学长 他撒娇时声音很嗲 秦宇大呼受不了 下意识地就要点头 但立马又惊醒了过来 怎么他一撒娇 自己就心软了 这种时候 不应该言辞拒绝 和他保持距离吗 自己果然是个渣男吧 他没好气道 你发誓 仅此一次 如果以后还缠着我 就在大上一号 好恶毒的誓言 安南低头看了看 小脸上写满了害怕 但转念一想 反正低头 都看不到脚 大就大吧 他一咬银牙 洁白的小手向上 小脸虔诚 我发誓 如果以后再缠着学长去网吧 我就 哎呦 他还没说完 脑壳再次被秦宇敲了一下 不急而委屈巴巴地看着秦宇 秦宇无语叹气 慢点吃 吃完再去 好 安南惊喜不已 笑得烂漫无比 灵动的眼眸里 满是欢喜的光 美省的网吧 虽然有了营业执照 和行业规范 但大部分学生 都有非常灵活的年龄和身份 什么七十岁大爷 通宵怒杀联盟狗 四十岁大妈 深夜访问苍老师 都是正常的事情 秦宇和张刚 倒是没有偷家人的身份证 以前靠的是零食机 有个风吹草动 都直冲后门的那种 今年两人确实都已成年 再也不用心惊胆跳了 秦宇带着安南进了长进的网吧 刚进去 便瞬间引来了无数视线 这里乌烟瘴气的 很少会有女生进来 更不用说安南这样斑花级别的萌妹子 安南对于视线同样敏感 很是害怕地缩在秦宇身后 紧紧地抓着她的衣服 只露出一个小脑袋 秦宇微微皱眉 下意识地抓住了她的小手 手中顿时传来了熟悉无比的温软触感 这种场合 必须得宣示所有权 否则有些人总会像苍蝇一样 烦人得很 咦 不对 自己宣示个屁的所有权啊 她嘴角一抽 完了 又按照前世的习惯和她相处了 安南的身材太过特殊 现在还有校服 能够封印部分身材 等到她上了大学 恐怖的实力便再也掩饰不住了 每次上街都会引来无数视线 秦宇便是这样震慑那些人的 她微微回头看着安南 发现她抿着唇 笑得格外甜美 甜蜜的感觉 仿若忽要从唇角一出来 第24三农民T2 震惊网吧一整年 网吧的灯光暗淡而昏暗 但少女白净的面颊 仿佛泛着柔和的光泽 脚霞灵动的眸子 如同天空中的璀璨星辰 美得炫目 秦宇看呆了那么一瞬 连忙想要松手 结果发现 被她的小手握得紧紧的 根本抽不出来 她没好气道 放手 明明是你主动牵过来的 我不放 安南双臂抱着她的胳膊 缠绕了几圈 一脸视死不从的表情 秦宇一阵头疼 这时 张刚注意到了她 站起来招着手 宇哥 这边 秦宇只好拉着她 到了网馆面前 两瓶水 钢子旁边的机子 靠墙的那个 开好机子 她拉着她向内走去 进了里面 烟味更重了 安南不由皱起了小鼻子 云雾缭绕的 有点呛鼻 某些人的视线太过肮脏 和学长清澈而温柔的眼神 一点都不一样 好讨厌 果然 妈妈说的没错 网吧太危险了 如果不是秦宇后世的大手令人安心 她早就跑路了 她紧跟着秦宇 来到了张刚旁边 张刚没想到 秦宇带了一个萌妹子过来 看清楚之后 知道是今天课间操找她的学妹 她看着两人紧紧牵在一起的手 大受震惊 秦宇不是在追江小雪吗 怎么和一个学妹搞在一起了 作为基友 她时序的没有多问 宇哥 你打算怎么打 他们和赵天说好的事 一百块钱 一局定胜负 两人一人出五十 张刚是典型的RPG玩家 手速低得可怕 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 曹丕的媳妇种地 真鸡拔菜 玩玩守护雅典娜还行 这儿八斤打起来 简单人机都费劲 这一战 得由秦宇出场 秦宇随手把她的椅子拽了过来 让安南在自己身旁坐下 笑道 放心吧 今晚碧莹 安南乖乖坐下 大眼睛中都快冒星星了 学长自信的样子好帅 突然一个男生从后方传来 哼 好大的口气 连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了 赵天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他个子不高 一米七左右 但留着分头 皮肤很白 有点后世寒流帅哥的样子 看清他的脸后 秦宇苏醒了不少记忆 这或是个渣男 高中三年 换了不少女朋友 专门挑富婆下手 骗他们的钱买游戏装备 秦宇顿时看他不顺眼起来 渣男 准备受死吧 赵天大咧咧地 在张刚对面的机子坐了下来 道 说好了 一百块钱 一局定胜负 秦宇摇了摇头 我觉得有点没意思 赵天脸一黑 你什么意思 想反悔 一百块钱有什么意思 一千块 你接不接 秦宇随手把一千块钱 摔在了桌子上 这 两人显然都被吓到了 五十块钱 作为学生挤一挤 还能拿出来 大不了啃几天的馒头 但一千块就是天文数字了 赵天面色一阵变幻 他搞不懂 秦宇哪来的自信 看着桌子上的十张红钞票 他心仰的不行 最终还是准备吃下来 一千块呢 足够他挥霍好久了 他深吸口气 道 行 一千块 一局定胜负 张刚连忙道 等等 把我的五十算上 好 一共一千零五十 他的话还没说完 安南突然小手一挥 等等 我也压五百 桌子上瞬间又多了五张大钞 张刚和赵天 再次被吓了一跳 这都什么人啊 五百块这么随便的吗 秦宇皱眉瞪了过去 安南无辜的眨巴着大眼睛 小声嘟囔道 学长 就五百块钱吗 秦宇翻了个白眼 由他去了 安南可是个小富婆 家里是三百平的大别野 这点钱还真是他的零花钱 秦宇的视线落在了赵天身上 他面色沉了下来 变换几次 一咬牙 接了下来 反正没差多少 最终的筹码确定到了一千五百五十块 网吧不少人都被这个数字给吓到了 不少人都不打游戏了 连忙过来围观 两人进了平台 游戏开始 家在界面 泰兰德老奶奶骑着白虎 威风凛凛 就是步骗有点少 把安南看得小脸微红 这游戏震惊吗 几秒钟后 进游戏了 秦宇看到屏幕右下角狭小 行似海归的地图就笑了 这把吻了 他选的是人族 不慌不忙地拉了三个农民 直接变成了民兵 冲着对方的基地而去 观战的人们眼睛都瞪大了 这是什么战术 赵天显然也见过如此阵仗 在看到三个民兵冲入自己基地时 他整个眼睛都瞪得如同同龄一般 这人疯了 结果 三个农民在他的基地就开始敲塔 赵天一阵手忙脚乱 他的英雄还没出来呢 三座塔已经竖起来了 对着他的矿井 就是一顿猛射 不到十分钟 游戏就结束了 赵天的生命之术 华丽地炸开了 学长好厉害 安南看不懂 但不影响他很激动 一个劲地拍着洁白的小手 大眼睛中冒着小星星 秦宇淡定地关闭了游戏 围观群众表示大受震撼 连忙问道 兄弟 这是什么战术 三农民 T2 你们上贴吧找找 应该有攻略 三农民 T2是非常经典的极端打法 专门来打暗夜的 打兽族 也凑合 后来被弹总班上了比赛 大放一彩 实际上 09年时 在一些对战平台上早就有人用了 比较偏门而已 小县城哪有什么绝顶高手 哪怕是秦宇重生了 操作再烂 战术碾压之后 赵天也没有翻盘的可能 他看向了赵天 钱呢 赵天的脸很黑 一言不发 你小子想赖账 张刚走过去堵住了过道 他的个子比秦宇略低 一米八一 但一身横肉 打起赵天这样的小白脸 能打石膏 话语一出 整个网吧的人都对赵天投来了比试的视线 原本他游戏玩得好 其他人还挺尊重他的 谁能想到 他连怨赌服输都做不到 赵天可受不了了 挨打他不怕 毕竟富婆扎多了 哪有不翻车的 但这个年纪的少年 最怕失了面子 最受不了的 便是被人看不起 他一咬牙 从钱包中掏出十六张红色钞票 秦宇倒是有些惊讶 赵天还真能拿出来 他就没问到 你哪来的钱 这钱要是不干净 他可不想要 赵天沉声道 我打比赛赢的 秦宇一想 他所谓的比赛 估计也就是类似于今天这样的约战 便随手把钱拿了过来 他丢给张刚一张 张刚顿时激动不已 哈哈 我现在就去买复活币和雷米的援助 今天绝对能打过天空之城了 秦宇嘴角一抽 就这水瓶 还拯救赛利亚呢 他又抽出了五百块给安南 少废话 拿着 安南呕了一声 拒绝的话还没出口 咽了下去 心里有些疑惑 怎么他想说什么 都会被秦宇预判呢 想着想着 他斗字笑了起来 这不恰好说明了 秦宇心中有他 饶食秦宇 也无法完全摸透着丫头的想法 他无语道 傻笑什么呢 我接下来要做些工作 可能会很无聊 没关系 我能待在学长身边就好了 安南甜甜的笑着 秦宇心里一颤 为他开了一瓶水 发现张刚在那站着打天空之城 刚子 站着干嘛 张刚扫了一眼安南身下的椅子 没什么 我这人就喜欢站着 秦宇一阵莫名其妙 安南却是大眼睛一亮 连忙站起身来 把椅子让了出来 学长 这是人家的椅子 咱不能抢他眨巴着眼睛 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嗯 秦宇瞥了他一眼 点点头 那你站着吧 安南 安南的小脸瞬间凝固 一脸猛逼 秦宇就不能体贴一下吗 一旁的张刚手一抖 角色直接死了 他表示大受震撼 还从没见过 有男生这样和女生说话 还是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秦宇淡淡的了他一眼 哼哼 想套路他 他小脑袋呱里想什么 秦宇不可能全部猜透 但看透99% 绝对没问题 安南委屈巴巴的站在那儿 小眼神忧怨至极 秦宇却是无视了他 打开网站 输入了一串令人甘疼的字符 Unity 3D 第25秦宇 完了 我不干净了 Unity 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游戏开发软件 简单一上手 后世会成为无数独立游戏制作者的首选 他简单的查看了一下 目前版本是VR 五 也不知道后世的知识还行不行 由于是刚发布不久 软件还不太好找 他好不容易在一个片门的论坛才找到 在后台挂着下载 紧接着点开了淘宝 开始注册店铺 店铺名为老秦文具 大博家文具店的名字 他提交了一大堆资料 接着就是等待审核了 刚好迅雷响了一声 Unity下载完了 他随手开始安装 Unity 今年三月份刚刚支持 Windows 如果自己重生的再早一段时间 就得用其他软件了 安装的进度条缓慢增长着 秦宇看着一旁可怜巴巴的 处在那儿的安南 吴宇道 你去找个椅子 空间这么小 两个椅子多急呀 安南瞥了一眼秦宇身下的椅子 吸了吸小鼻子 委屈道 学长没事的 反正我也没人要 站着就好 周边的几个人 顿时投来了不愤的视线 人家这么可爱的一个萌妹子 秦宇居然让人家站着 秦宇 他对安南实在是太了解了 他挺下腰 他就知道他 想要什么姿势了 他轻叹口气 只当是上辈子欠他的 身体向后坐了坐 道 坐过来吧 但不准乱动 好 安南眼睛亮得出奇 一阵相风急速掠过 刷的一下钻入了秦宇的怀中 这速度 闪电侠来了 都得甘拜下风 现在电竞也还没有吵起来 网吧都是一些带靠背的普通木制椅子 安南虽然有些地方过于邪恶 但身材整体很鲜瘦 窈窕有致 坐在秦宇前面 并不会很挤 秦宇前世和他玩游戏时 他就总喜欢这个姿势 做运动时 似乎也喜欢在前面 他还没多想 思绪便被安南打断了 他一个劲地往他怀中挤着 两人的身体 瞬间贴在了一起 秦宇鼻尖再次充斥着熟悉至极的味道 心中有些躁动 他故意冷声道 再乱动就滚蛋 安南小声 呕了一声 乖乖地 一动也不敢动了 一身臭汗 也好意思往我身上挤秦宇嫌弃似的 把他向前推了推 两人的身体没有再紧贴着 安南有点脸红 初下天气日渐炎热 他是出了点汗 但也没到臭的程度吧 他举着纤细的胳膊 争辩道 才不臭呢 不信你闻闻 秦宇撇撇嘴 没搭理他 打开了Unity3D 网吧的电脑有些卡 几分钟后 终于加载出了熟悉而陌生的界面 他学习Unity 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今天再次见到 却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学长 你要做什么 安南好奇问着 大眼睛看着屏幕 小脸写满了猛逼 准备做个游戏秦宇随口回道 也不多解释 他知道 安南是个电脑白痴 能同时装食的安全 卫士养骨的那种 哇 真不愧是学长安南听不懂 但不影响 趁机向秦宇怀中挤了挤 砰 秦宇抬手给了他一个暴力 安南抱着小脑袋 总算老实了 他看着熟悉的界面 创建了一个项目 然后丢了一个相机上去 在相机的程序库中 新建了一个脚本 做完一切后 开始噼里啪啦地写起程序来 Unity使用的编程语言是 C锦和JS 后者容易一点 但秦宇不会 前者只能说是有些怪异 秦宇前世在培训机构学的是C++ 还好他学得很杂 C锦也会一点 写个小脚本 完全没有问题 他要写一个基础的移动程序 用WASD控制物体移动 键盘敲得飞快 有着金手指的帮助 只要是前世写过的程序 他就记得一清二楚 几分钟后 完成 只要程序过了 再挂在物体上就可以了 秦宇满意地笑了 自信地按下编译按钮 Error 128 Warning 59 秦宇 心态崩了 他一共写了不到30行 爆出100多个错 程序编译都过不去 更别说运行了 安南歪着小脑袋 学长 什么意思 正常现象 Error我还是认识的 秦宇嘴角一抽 再多说就滚蛋 安南黑黑笑着 眉眼弯弯 听话的不再多说 只是表情多少有点欠走 秦宇懒得理他 顺着报错的只是看了一会儿 原来是自己的代码太新了 编程语言也是不断发展的 09年时 无论是语法还是引用的函数 感觉有些头大 看来还得学习下现在的编程语言啊 果然 还是先从网店做起吧 赚点零花钱 游戏得从长计议了 秦宇便打开一些讲解C锦的网站 顺带取出了一个笔记本 开始学习 周边的人看得一脸无语 不是 一个萌妹子坐在你怀里 你特么居然掏出笔记本 开始学习了 柳夏慧都不如你 秦宇道 不是柳夏慧 只是 今天这样的事情 他已经做过无数次了 前世他和安南同居了数年 他有时候能坐到24小时黏着他 上厕所都要拉着他双排 他虽然不是什么好学生 但期末的时候 总得被迫爆发出 堪比高三十的学习能力 安南最喜欢做的 就是缩在他的怀里 看着他学习时专注的面孔 哪怕安南魅力直拉满 相处久了 也会有免疫力的 秦宇是个非常专注的人 一旦做起事情来 很容易进入状态 他学的有些入迷 在笔记本上 写着一行行的笔记 写笔记时 他的身体会不由地向前靠去 安南身高不低 双马尾还有些碍事 他想写笔记时得 把脸探前去 几乎是挨着他滑嫩的脸蛋 这样才能看清笔记本 安南眼眸微眯着 感觉整个人都幸福得要晕过去了 他小脸上满是痴迷 精致的嘴角放肆地上扬着 露出了有些病态的诡异笑容 嗯嗯 学长好近啊 好幸福 学长的味道好好闻 过了不知道多久 秦宇长出口气 关闭了网页 到这时他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安南已经满脸通红地 靠在了他的身上 眼眸湿润而迷离 出下十分 秦宇猛地惊醒过来 完了 自己一不小心 按照前世的相处模式来了 他欲哭无泪 缓缓地合上笔记本 然后在他小脑袋上敲了一下 安南顿时清醒过来 抱着小脑袋 不满地嘟着嘴 学长 干嘛呀 他没好气到 还不起来 人家没力气了安南一动不动 一脸死皮赖脸的模样 嘻嘻 学长 反正你抱着我一个多小时了 再抱一会儿呗 秦宇 他有点想哭 只感觉自己不干净了 他决定使出了杀手锏 双指并拢 在他的小蛮腰轻轻一捅 安南惊叫一声 娇躯一颤 整个人瞬间坐直了 准备回家了 哦 安南恋恋不舍地起身 心中疑惑不已 秦宇怎么知道 他的腰是弱点啊 第26秦宇VS秦之刚 出了网吧 空气顿时清醒了无数倍 安南张开胳膊 小脸微痒 迎着夜空 深深地吸了口气 秦宇微微皱眉 网吧里就是这个味道 呆久了对身体不好 你受不了的话 就别跟着我了 没事 我受得了安南盯着秦宇 灿烂笑道 只要能在学长身边 哪怕是 停 秦宇白手打断了他的骚话 道 你打车回去吧 眉线的治安还不是很好 他记得 再过几年 会有一个初中女生出世 严打了一段时间 才有所好转 晚上九点钟 他还真不敢 让安南一个人走回去 但坐正规出租车的话 问题不大 安南灵动的大眼睛一转 没事的 我走回去吧 打车多费钱啊 你口袋里 不是揣着一千块吗 秦宇无奈叹气 算了 今晚都做了这么多 不该做的事了 送佛送到西吧 他又回身进了网吧 发现张刚的屏幕又黑了 刚买的复活壁只剩下了一个 也不知道能撑多久 刚子 你的车今天借我用一下 张刚一脸猛逼 那我咋办 秦宇问道 你没长腿 我 张刚的嘴张了张 表示无法反驳 一脸生无可恋的 把车钥匙递了过来 他的车是老式的大档自行车 中间有一根很长的杠子 被秦宇和张刚乘坐 淡淡快乐车 发生过无数令人菊花一锦的悲剧 他走过去开了车所 把书包丢进车栏 道 上车 车后座的样貌并不好 凹凸不平 满是铁锈 但安南并没有丝毫犹豫 一屁股坐了上去 小车摇摇晃晃地出发了 秦宇许久没汽车了 但平衡性不错 很快就掌握了节奏 安南双手紧紧地抱着秦宇的熊腰 道 学长 人家坐你的车子 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 待 女妖精闭嘴 秦宇手一晃 差点翻车 安南的体重不轻 他的身高是166公分 身体是很鲜瘦 腰肢盈盈不堪一握 问题是 某个部位太过沉重 但秦宇没有任何吃力的感觉 双腿凳得像是风火轮一般 报警了 我要加速了 学长你慢点了 安南很是不满 本来他家就不远 秦宇还加速 这样下去没几分钟就到了 安南的家在一个名为 新河明府的小区 近些年刚建成 上下两层的欧式小洋楼 属于高档小区 现在眉线还没有高楼 这里俨然是全线最好的楼盘了 楼盘刚出售时 张玉霞和秦之刚 曾经了解过价格 之后便很有默契地 再也没有提过 正如他所料 原本20分钟的路程 被秦宇压缩到了10分钟 安南恋恋不舍递下了车 临下车前 小手突然伸入秦宇的衣服 在他的腹部猛地抹了一把 他的脸上顿时有些飞红 痴痴地笑着 学长 果然有腹肌呢 秦宇欲哭无泪 完了 又被这个小妖精得逞了 防不胜防啊 安南很是开心地蹦蹦跳跳地跳开机米远 转过身来 双手背在身后 月光下 少女的眸子隐隐如梦 洁净的脸颊 像是蒙上了一层如水般的面纱 他深吸口气 朱唇轻动 学长 我 秦宇冷不叮道 你妈出来了 安南吓了一跳 连忙回身看去 小区内静悄悄的 连个散步的大爷都没有 唯有路灯下的蚊子大军转个不停 他赶紧回头 发现秦宇已经骑着车跑出去好远了 学长 安南小脸鼓鼓的 气得跺脚 几分钟后 秦宇完全消失在视野内 他忽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学长 好像变了好多 但他更加喜欢了呢 安南一蹦一跳地回了家 刚进家 发现刘欣已经等候多时了 刘欣松了口气 问道 那安南 怎么回来这么晚 安南换着鞋子 有点心虚 聚同学家完了 刘欣一脸的疑惑 聚同学家能开心成这样 无论如何 女儿心情好起来了 他不打算多问 嘱咐道 早点洗漱休息吧 明天还要上课呢 安南呕了一声 哼着小曲地回了卧室 刘欣眼睛中满是疑惑 昨天安南还哭得死去活来 今天怎么就开心地 卧室中 安南坐在写字台前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日记本 今天是特殊的一天 写了一个开头 安南挠了挠脸 觉得有点无趣 画了几道 准备重写 今天是最特殊的一天 早上偶遇了学长 但学长说了令人伤心的话 我躲在卫生间哭了好久 上课 都迟到了课间操时 我鼓起勇气去找他 但又被他凶了 这个大笨蛋 跑操时不小心晕倒了 没想到学长会来看我 嘿嘿 葡萄糖好甜 晚上 他流水账一般 写着今天发生的一切 满满当当地写了一大篇 这才心满意足的和尚了 躺在床上 他把自己的小手 放在了小鼻子前 狠狠地嗅了嗅 嫩颊上出现了异样的坨红 眼神逐渐迷离 嘿嘿 学长的味道 秦宇一口气 骑到了一中家属院 时间不早了 小区内同样没什么人 深邃的夜空有些幽静 淡淡月光 笼罩大地 小县城的夜晚 静谧而和谐 他把车停好 没有第一时间回家 而是进入了小区旁的一家药店 老板都准备关灯闭店了 问道 小伙子要点啥 秦宇问道 有血压剂吗 老板答道 有 要哪种的 秦宇想了想 道 来个久安的 再来个欧姆龙的和水银的 老板 这也行 老板狐疑地看着他 这小子 确定不是来逗他的 他没去拿货 而是道 久安的120 欧姆龙的300 水银的30 秦宇点了点头 取了四张大钞 400我全要了 老板犹豫了一下 结果钱在灯光下打亮一番 看着不像假钱 才点了点头 现在什么都能讲价 药店也不例外 秦宇全都塞到了书包里 这才向着家中走去 小区中星星点点地亮着灯 现在一中家属楼 属于老旧小区了 墙皮掉渣 内部采光还不好 不少收入不错的人都搬出去了 张玉霞和秦志刚 最近也在商量换房子的事情 但想着 还要给秦宇攒钱娶媳妇 一直没定下来 没省这地方 收入不高 彩礼却高得吓人 对于体制内 家庭来说 负担不算小 回了家 秦宇便闻到了一股酒味 客厅没开灯 秦志刚露着肚皮 摊坐在沙发上 和张玉霞看着抗日神剧 秦宇还没说什么 便感觉两刀锐利的视线扫了过来 张玉霞皱眉问道 怎么这么晚 他随口答道 去学习了 他倒是没有撒谎 但学习的却是其他东西 秦志刚瞥了他一眼 啊 你会去学习 又和张刚泡网吧去了吧 秦宇笑道 你们放心吧 下次摩考一定能考好 秦志刚和张玉霞对视一眼 都像是见了鬼一般 秦宇平日里谈到考试就避之如虎 没想到今天居然会主动提起来 但既然儿子有信心 他们也不好说些打击人的话 爸妈你们以后 看电视记得开灯 别省这点电费了 眼睛出什么问题 得不偿失秦宇打开了客厅的灯 昏暗的客厅顿时明亮一片 你懂什么 电视那么亮 又不是看不着 这不浪费钱吗 张玉霞怒瞪过来 家中的钱全靠省吃俭用 哪有他说的那么轻巧 秦宇轻叹口气 不再多说 掏出书包里的酒安血压剂 拆开包装 熟练地安装了两节电池 这是什么 两人有些惊讶 拿过盒子看了起来 血压剂 张玉霞奇怪道 你买这干嘛 秦宇解着绑带 老爸天天喝酒应酬 恐怕血压早就高了 必须得重视起来 高血压 秦志刚哈哈一笑 白手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别给我凉 放心吧 我喝的都是上好的粉酒 心里有数 张玉霞有些担心 冷哼道 高不高凉一凉不就知道了 秦志刚一个机灵 乖乖地把胳膊伸了出来 秦宇给他戴上绑带 按下了按钮 一分钟后 滴滴滴 血压剂响得不停 低压高压前面的指示灯 都亮起了红灯 高压165 低压105 秦志刚瞬间松开了绑带 嗨 也没多高 我听说张局高压180呢 秦宇阴沉着脸 180倒是没错 但这个张局 还有几个月就要走了 他看向了张玉霞 妈 高压最高140 低压90 我爸这已经是 很严重的高血压了 他忘了现在的血压标准 有没有调整 就按后视地说了 这么严重 张玉霞微微皱眉 对这方面不太懂 秦志刚无所谓的摆摆手 别听他吓唬人 我一点症状都没有 这是国产机器 不准的 秦宇会心一笑 从书包中掏出了一个 更大的盒子 没事 秦志刚猛逼了 这小子 不是把药电抢了吧 秦宇力索地安装了电池 不多废话 直接给他上了绑带 再次按下了测量按钮 结果出来了 两个指示灯 依旧亮起了红灯 高压163 低压101 其实久安的血压剂 已经很不错了 和欧姆龙结果大差不差 秦志刚一脸不服 电子产品都不准的 下周我去医院 让慧珍测一下 秦宇再次会心一笑 转身从背包中 取出了老师的水银血压剂 没事 我这有水银的吧 我给你量 第27秦志刚 镊子 看着桌子上的拱住式血压剂 秦志刚和张玉霞 彻底猛逼了 秦宇满意一笑 他知道自己老爸的嘴有多硬 怕是比太拉石都要硬 如果只买一个血压剂 根本说服不了他 他再次为秦志刚 绑上绑带 开始测量 水银血压剂 其实不难使用 听到的第一个没有杂音 且有规律的律动声 便是高压 最后一声就是低压 秦宇并不专业 肯定量不准 但也大差不差 反正秦志刚的血压 已经飙上160了 不可能听到150 一分钟后 秦宇摘下听诊器 说出了结果 高压164 低压107 还没等秦宇再说什么 便感觉自己的耳朵 一阵追星的疼痛 哎呦 妈你干嘛 张玉霞面色不善 死死的拧着他的耳朵 你买这么多干嘛 有你这么浪费钱呢 秦宇疼得一阵呲牙咧嘴 赶紧站了起来 好不容易才挣脱开来 张玉霞心疼地 看着摆在桌上的 三个血压剂 都已经拆了包装了 怕是退不了了 他瞪着秦宇 说 哪来的钱 秦志刚开始了混合双打 你该不会是在哪赎账了吧 我不是攒了点钱吗 也没花多少 秦宇揉着耳朵 叹气道 妈 健康没小事 你说咱努力工作 是为了啥 别说几百块钱了 就算是买十个 能让我爸重视起来也值啊 张玉霞和秦志刚 他们当然知道 隔几天就会掀开床班 看一眼他攒多少了 没想到他居然跑去买血压剂了 张玉霞的眼眸突然有些发红 秦志刚心中也是百味杂陈 儿子懂事了 秦宇简单的一番话 让两人大为感动 也顺利地把他们的注意力 转移到了秦志刚的身体上 张玉霞想了一下 问道 要不问慧珍吧 秦慧珍 秦宇的小姑 县医院的那颗医生 结婚较晚 孩子刚刚上小学 秦志刚眼皮一跳 一个劲的摇头 这么晚了 慧珍估计已经睡了 问什么问 明天再说吧 没事 我来打 小姑心疼我 不会怪我的 秦宇熟练地掏出了手机 一个电话直接拨了过去 秦志刚 他嘴角一阵抽搐 感觉自己生了一个孽子 几秒钟后 电话接通了 秦宇打开免提 和他简单地说了情况 听到竖直 秦慧珍被吓了一跳 二哥的血压这么高了 听他的语气 张玉霞终于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赶忙道 慧珍 道 嗯 降压要先吃着 高血压得长期服药观察 调和剂量 一种药如果压不住 还得上多连疗法还有 二嫂 千万不要再让二哥喝酒了 张玉霞用笔认真的 记下了一个药名 又聊了几句 这才挂了电话 秦宇瞥了一眼 肖本的平缓是骗 比较常规的常效降压药 也不知道能不能压住 张玉霞面色不善地看着秦志刚 谁让你天天喝酒 这下喝出毛病来了吧 是是是 以后一定注意秦志刚缩着脖子 连连点头 看到张玉霞开启了说教模式 秦宇这才松了口气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总之 爸明天就把药吃起来吧 长期降压药很稳定 也没什么副作用 千万不要随便停药 说完 他就向着卫生间走去 解决了一桩心事 秦宇的心情大好 前世的秦志刚死于脑溢血 和高血压息息相关 如果能把血压控制住 发病的概率会降低许多 当然 也不能算是彻底完事了 等到将来 一定要拉着父母去医院 彻彻底底做一个全身检查 几下拖了个金光 打开水龙头 冲着热水走 嘴里哼着歌 那时的我们拥有 没有污染过的清晨 滴滴答答的秒针 却留不住一个黄昏 洗完澡已经十点多了 张玉霞回卧室睡觉去了 秦志刚一个人在客厅里抽着烟 还在看神剧 看到秦宇 秦志刚眼一横 小子 你过来 秦宇眼皮一跳 老爸不会是破房了吧 他在秦志刚身旁坐下 秦志刚沉默了几秒 开口了 这三个血压计 花了不少钱吧 没多少 秦宇摇了摇头 他倒没有和老爸客气 一共也就花了四百块钱 现在兜里 还揣着一千六百巨款呢 秦志刚从钱包里掏出五百块钱 我和你妈最近太忙了 都没时间照顾你 你别委屈了自己 秦宇看着面前的武装大钞 人傻了 这都行 早知道买十个了 看到秦宇不接 他直接塞到了秦宇手里 臭小子 和我客气什么 秦宇挠了挠头 我是说 能不能再多点 滚 秦宇利索地把五百块装入兜里 陪着他看了一会儿电视 骑侠们再次飞天遁地 看得他一愣一愣地 他闻着秦志刚身上的酒味 叹气道 爸 酒真的不能再喝了 秦志刚摇了摇头 爸也不知道 自己血压这么高了 放心吧 要会吃起来的 但这酒 是真的戒不了 爸 咱家也不缺钱 拼了命值得吗 反正你和老妈都是铁饭碗 汉老保收 将来退休了 带着我妈出去转转 多好秦宇眉头紧皱 重生前 他对金钱同样很看重 毕竟每个月找女技师按摩 就得花几万块 但重生后他 反而看淡了 一方面是觉得 钱会很好赚 另一方面 则是突然醒悟 原来自己身边 有这么多 比钱重要无数倍的事物 有这么多美好珍贵的人 你不懂 爸还想往上爬 秦志刚猛吸了口烟 你再给爸几年时间 爬不上去就算了 哎 秦宇无奈叹气 他没有在体制内待过 无法理解秦志刚的执着 但他也不能就这样否定了老爸的人生理想 不过现在的秦志刚 已经四十多岁了 在他看来 已经过了上升的最好时机 血压如果能控制住 问题不是很大 他又陪着秦志刚 看了几分钟电视 回窝室去了 手机有一条未知信息 安南发来的 学长 我已经到家了 谢谢你今天陪我 晚安 像这样的短信 安南每天都会发 多的会说一些 今天发生了什么 少的 只有晚安两个字 秦宇的手机里有好多 他虽然从来没有回复过他 但却都存了下来 他的手指按到了删除键 犹豫了一下 又取消了 他打开窗户 望着窗外清澈的夜空 眼前浮现出了 少女发短信时 期盼而忐忑的小脸 不由叹了口气 他本想发一些绝情的话的想法 瞬间打散了 缓缓和上了手机 处理方法和之前一样 没有回复 第28豆浆摊2 0 一夜无梦 秦宇揉着眼睛 打开手机一看 6点35 闹钟定的是7点钟 还没想 他也不睡了 起身换上校服 向着学校而去 夏日的清晨是最清爽的 空气新鲜透亮 沁人心皮 眉线的经济 主要靠一些矿山 城里没有几个工厂 污染程度很低 一些摊贩 已经早早地起了床 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 操场中的大爷们 已经打起了太极 秦宇眺望一眼 没有看到江小雪的身影 他倒不是三分钟热度 估计是昨天累得够呛 今天起不来了 他便自己沿着跑道跑了起来 昨天在江小雪身后没有尽兴 冲刺都没有 根本不是他的性格 他今天准备测试 一下自己的极限 不知过了多久 秦宇长出口气 身上已经是大汗淋漓 他看了下时间 七点二十了 不得不说 少年郎的身体还是很强的 跑了有十多圈 没有任何的疲惫感 依旧活力充沛 原来自己身体素质这么强吗 还是说 自己重生后身体变异了 他喘了口气 不再多想 走出校园后 随便找了一家 卖豆腐脑的小摊吃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 今天不去豆浆摊的好 豆浆摊中 江小雪穿着清白校服 腰肢挺拔 姿态端庄 小口小口的吃着油条 偶尔还会慢条斯里的喝上一口豆浆 普普通通的豆浆和油条 硬生生的 被他吃出了高档西餐的感觉 优雅的姿态 和无可挑剔的容颜 引得周边的学生们频频注视 几个男生更是吃得心不在焉 豆浆都未到鼻孔里面去了 他带眉微皱 有些讨厌这些视线 放下油条 他向四周看了看 有些气脑 都七点半了 某个家伙不会还没起床吧 他缓缓收回视线 放弃了寻找 随即对自己的动作吓了一跳 脸蛋不由微红起来 他脸红红的 暗翠一声 自己来这里 才不是想着偶遇情语的 绝对不是 他只是 只是有些网店的事情 想和他商量而已 仅此而已 但很可惜 一份早餐 他已经吃了整整二十分钟 还是没有发现情语的身形 咦 突然间 江小雪微微一愣 一个穿着黑白相见校服的女生 推着车走了过来 他把自行车停好 来到了豆浆摊前 那个 大叔 我要一杯豆浆 一根油条 好嘞 姑娘里边坐 谢谢 苏潇潇在没人的角落中坐下 江小雪有些惊叹 好漂亮的女生啊 尤其是那双惹人恋爱的桃花眼 再加上懦懦的声音 就算是她 也有把少女抱在怀中 恋爱一番的冲动 从校服来看 好像是实验中学的 这么漂亮的女生 应该不多见吧 苏潇潇抿着唇 小心翼翼地环视了一圈 随即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 江小雪有些奇怪 她在找人吗 疑惑地眨了眨眼 她很快摇了摇头 自己什么时候这么八卦了 另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中 安南咬牙切齿地看着两人 盘中的油条 被她用筷子撕成了无数段 惨不忍睹 她的面色有些说不出的疲惫 大眼睛中满是血丝 显然晚上没有睡好 如果秦宇在场 只是瞧一眼她的模样 一下子就能猜到她昨晚做什么了 周边几个女生 被她恐怖的表情吓得直接换了桌子 可恶 安南小手中的筷子捏得哥哥想 两个臭女人一个比一个漂亮 还假装过来吃早餐 别以为她不知道 他们分明是来找学长的 两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等着吧 学长一定是我的 只会是我的 你们两个注定都是败犬 秦宇美美地喝了一碗豆腐脑 接着回家换了校服 她骑着车到了学校 把车停在了车棚 到教室时 同学们差不多到齐了 江小雪已经到了 她抬头瞪了她一眼 面色中似乎有点愤怒 没说话 继续低头写作业 秦宇翻了个白眼 她和自己打招呼的方式 只有瞪人是吧 秦宇把车钥匙丢给了张刚 她很是忧愿地看着秦宇 宇哥 我昨天回去太晚了 差点没被骂死 秦宇耸耸肩膀 道 我今天教你一个技巧 保你能过悬空城 张刚眼睛一亮 立马抓着秦宇的胳膊 什么什么 秦宇一本正经道 你进入地图前 打出一行free free 伤害直接翻倍 手速一定要快 张刚一脸的狐疑 我怎么感觉你在骗我呢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丢下一句话 秦宇懒得理他 掏出手机 打开家丁看了起来 2009年 某屠龙少年已经开始发力 但秦宇还是更喜欢看家丁 公子 回名之类的 咳 江小雪轻咳了一声 明眸偷偷瞥了秦宇一眼 结果发现他依旧低头看着小说 像是没注意到他 他的小脸顿时鼓了起来 咳 咳 秦宇好笑地转头看着他 重生前 他怎么认为他是个女神呢 这才几天 他的人设已经崩塌到姥姥家去了 他忍着笑意 问道 可什么渴 江小雪小脸上满是不爽 这可是影响他全部身家的赚钱计划 如果失败了 他的大学独立计划可就泡汤了 亏得他起个大早 想和他说说呢 能不能上点心 秦宇心想 他昨天晚上恐怕研究了好久 分享欲早已经爆棚了 女神也有分享欲爆炸的时候 他便收起手机 问道 班长大人经常绝顶 哦不 聪明绝顶 恐怕有了什么良策吧 江小雪有点猛 秦宇又在说什么鬼话 他又瞪了他一眼 轻哼一声 掏出了一个小本本 我昨天查了不少资料 我们拿到货的价格并不便宜 没办法和其他店铺打价格战 我觉得 应该先明确我们的定位 现在大部分网购的 都是学生家长 我们得抓准他们的胃口 可以附赠一些学习资料 还有 江小雪侃侃而谈 条理清晰 逻辑分明 晨曦明亮的教室中 名模好齿的少女 清零精致的面容 正认真而严肃地 说着自己的赚钱大法 俨然一副 胸有成竹的女领导模样 秦宇看得有些出神 少女自信的样子 似乎和后世 那个身价九位数的 天才女企业家吻合了 你发什么呆 我说的 你听到了吗 江小雪忽然停了下来 发现她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修成道 秦宇挠了挠脸 有点尴尬 要不 你再说一遍 江小雪 她的面色不善起来 自己说了半天 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不想说了 你自己看吧 她气呼呼地把小本本甩了过来 她接过她的小本本 秀气而工整地 自己密密麻麻的 很难想象是 昨天晚上才做的功课 秦宇认真地看了一会儿 面色愈加惊讶 不得不说 江小雪后世身价 能来到九位数 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比如多买打折 码二百减二十 建立QQ群发放学习资料 这些营销手段 和秦宇想的大差不差 作为一个上未毕业的高三学生 能想到这么多 已经不容易了 不过 她终究还是个 没进入社会的乖宝宝 有些手段是想不到的 她点了点头 很不错 就按你说的做吧 不过我得补充几条 你说 江小雪轻轻汗手 精致的嘴角 勾起了一个好看的弧度 眉眼间有些小得意 她可不信秦宇 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秦宇也不客气 拿起了笔 直接开写 一行行的文字流畅地写着 没有丝毫停顿 美女校花同款钢笔 水多持久 购买可赠送校花笔记 买本就送哥哥签名照 珍爱坤就来买本 女生们无法拒绝的可爱橡皮 听说他们都在用 热门告白同学录 女同学收到后 都感动哭了 购买可赠送告白文案 成功率高达99% 专为写作文 而生的碳速笔 震惊 她用了这种笔 作文分数居然上升了 购买即可得高分作文母版 考试专用文具套装 亏本销售 文件代加碳速笔信号 5加2B铅笔 加全套尺子加橡皮 仅需19 9 一旁的江小雪 小嘴微张 已经呆若目击 这也行 第29和江小雪的赌约 09年时 大家普遍 还比较单纯 现阶段淘宝的大多数店铺 还是陈瓜林 5毫米碳速笔 这种极为简单的风格 最多会强调一下大容量 不断墨 秦宇取出的这些标题 简直像是一股泥石流 这些标题 恐怕不能全输入进去 你看看具体怎么用写完后 秦宇把小本本还了回去 淘宝店具体什么规则 他并不知道 但大体的营销策略 应该没什么问题 江小雪美眸 正正地看着小本本 依旧处于一种震惊中 许久都没有说出话来 过了半分钟 他才犹豫到 这不是虚假宣传吗 怎么能是虚假宣传呢 你怎么凭空无人轻板 秦宇反驳着 他可没有用什么最受欢迎 最好用 这种容易被人举报的词汇 就他写的这些标题 放在后世 可都是小儿科 江小雪瞪了他一眼 又仔细看了一遍 虽然有点不服气 但也不得不承认 有几条还是可以采用的 比如最后一条的捆绑销售 可以把一些销量好 和不好卖的东西 组合到一起 利润或许会低一些 但薄利多销 最终绝对是赚的 他的眼睛停留在了第一条 好奇问道 笑花笔记从哪找 意中没有评比过什么笑花 但如果真要选一个笑花的话 江小雪绝对是最有力的竞争者 少女并不自恋 但事实如此 他有点警惕 秦宇不是在打他笔记的主意吧 他可不想随便把笔记给其他人 秦宇一摊手 随便上网搜一些呗 不行的话 把黄月月的笔记拍上来 张刚的也行 江小雪 还说不是虚假宣传 黄月月也就算了 好歹还是个女生 张刚是什么鬼啊 无论如何 营销策略的大讨论结束了 两人都是信心满满 觉得能赚大钱 完成小目标不在话下 秦宇看了眼手机 依旧没有网店 通过审核的消息 看来效率和后事一样差 他合上手机 转头看着他白净的脸蛋 略微发光的明眸 正神情专注地在小本门上勾勾画画 他知道 少女知道自己在看他 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你能拿出多少钱 江小雪停下笔 犹豫了几秒 咬着银牙道 一千块吧 说完 他从小红书包中 取出了一个小巧的粉色钱包 拉开拉链 从中取出了不少皱皱巴巴的纸钱 大红抄没有几张 大部分都是零钱 显然是平时攒下来的 他并没有数 直接一张 不胜地交给了秦宇 并不厚的纸币 在秦宇手中 却有种沉甸甸的感觉 这恐怕是少女的全部家当了 他从兜里掏出两千块钱 把两搭钱叠在一起 我先出两千 这样启动资金就有三千了 应该够用分成的话 我们一人一半 出乎秦宇的意料 江小雪一个劲地摇着小脑袋 不行 我们按资金比例分成 还有 文具店本来就是 你的人脉和资源 也得算进去 他转过头 神情绝强而认真 眼眸中的光芒不容拒绝 秦宇被他如此视线一看 不禁想顺着他的意思走 好吧 那给你百分之三十 嗯 江小雪微微一笑 总算点头了 网店的事情便讨论完了 接下来是等待审核结果 已经上课了 第一节课是物理课 秦宇没什么兴趣 又掏出手机看起了小说 江小雪看着已经彻底摆烂的秦宇 心中有点不爽 无论是出于班长的本职 还是两人愈加亲密的关系 他都有些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 他的小手有些蠢蠢欲动 悄悄地向着秦宇叹了过去 啪 一声清响 秦宇一把把他的小手给捉住了 居然还想搞偷袭 年轻人不讲武德呀 江小雪的手 没有素肖肖那么鲜长 但皮肤细腻光滑 抓起来滑不留手的 还有些微凉 小手中传来了秦宇的体温 江小雪整个人都傻了 大脑荡机 和耳朵 你快放开 江小雪低声道 还好两人的位置 在靠窗户这边 算是偏僻 再加上这是第一节课 大家都昏昏欲睡 否则 绝对会被别人看到的 他倔强地一阵挣扎 啪 又是一声不大不小的轻响 两人的手成功的食指向扣了 江小雪人都傻了 手中美好的触感传来 秦宇同样愣住了 一脸无辜 这可不怪他 能牵到少女的手 已经令他意外了 他深知见好就收的道理 正于放手 谁知道江小雪一顿挣扎 反而食指向扣了 他表示有点想学 江小雪的脸红的 像是蒸熟了一般 缩着小脑袋 眼睛里有一丝湿润 秦宇 你快放开 我要生气了 秦宇怕他真的哭出来 连忙放手 他解释道 意外 都是意外 小手自由了 但江小雪越发觉得委屈 自己明明是想让他好好学习 不领情就算了 还占自己便宜 他抽了抽小鼻子 委屈极了 完了 自己和男生牵手了 不纯洁了 这可是 他也只是在看年轻小说时幻想过 根本不敢想象 自己真的会和男生牵手 见状不妙 秦宇连忙道 我那是身体本能的防御机制 男人的腰 那是能随便掐的吗 看到少女不吱声 他试探着问道 要不 我让你掐一下 江小雪鼓着脸 哼道 谁稀罕掐你 秦宇扫了一眼他的纤细小蛮腰 那我掐掐你的 江小雪表示自己气炸了 他都生气了 他居然还敢和自己耍流氓 岂有此脸 他的小手再次伸了过去 对着秦宇腰间的软肉 就是一掐 嘖 秦宇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是真掐 几秒钟后 看到秦宇疼得呲牙咧嘴 江小雪这才把小手撤走了 秦宇的表情自然是演出来的 其实江小雪没用多大力气 只是腰间的肉有些敏感而已 他揉着腰 心里不由有些好笑 他分明是想 让他好好学习 和他好好说不就行了 他要是撒个娇 他怎么可能拒绝它 但转念一想 他要是能那样做 就不是江小雪了 我看你魔考能考几分 江小雪看他不知羞耻 嬉皮笑脸的样子 气嘟嘟地丢下一句话 说起魔考 秦宇眼眸一亮 忽然想到了什么 道 班长大人 我们打得赌好了 江小雪没好气问道 打什么赌 秦宇笑音音道 你不是嫌弃我不学习吗 就赌这次魔考 我的数学成绩有没有你高 江小雪微眉着眼睛 觉得秦宇绝对是有备而来 如果是平时 他会立马答应下来 再狠狠地嘲讽他几句 但经历过昨天的事情 他不知为何有点没底 他抿着嘴 摇了摇头 不行 我们比总成绩 秦宇无语道 不是吧 班长大人 你可是全年级前十名 好意思和我比 他自然是故意这么说的 他记得这次魔考的所有答案 如果愿意的话 750的满分 甚至可以考个730分的恐怖成绩出来 除了语文英语的作文会扣分 其他科目可以全部满分 但那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虽然他不认为自己的蝴蝶效应有多大 但能低调还是低调一点的好 他准备把数学考好一些就行了 也正好堵住张乔兰的嘴 免得他再找自己麻烦 江小雪撬脸微红 心想的确是有些欺负人了 但看到秦宇欠揍的笑容 就有点莫名的心虚 秦宇继续蛊惑道 你赢了 我就按你说的好好学习 每天学习25小时 哪怕是高烧60度 也不会间断 江小雪瞪着他 这家伙 什么乱七八糟的 没个正经 而且 学习不是他自己的事情吗 怎么说的 像是他好好学习 占便宜的是他呢 看他不接招 秦宇又追着道 让误入歧途的同学 好好学习是班长的本职工作吧 江小雪崩的小脸不说话 可惜啊 说不定我好好学习 能考个好大学呢 当初老班让我们同桌 就是让你监督我学习的 你不会不管我吧 我成绩提上去了 我们班的也能提上去 你到时候功劳可太大了 说不定能凭上优秀学生干部呢 秦宇说个没完 大友今天他不答应就不罢休的趋势 江小雪没好气地翻个白眼 他已经是优秀学生干部了好不好 他看他没完没了的样子 只好问道 你赢了呢 秦宇咧嘴一笑 上钩了 他笑音音道 我们就从合伙人 升级到战略伙伴关系 江小雪小脸满是警惕 什么战略伙伴关系 秦宇解释道 战略伙伴关系 比普通的合伙人亲密那么一丢丢 两个人要取长补短 互通有无 谁要和你更亲密一点 江小雪羞撑着傲娇一声 所以呢 接不接 秦宇看他没反应 摇头道 班长大人 你不是怕了吧 接 江小雪怒了 从背尺中挤出一个字 只要是笔学习 他江小雪从小到大 就不知道书字怎么写 说完后 他突然猛地反应过来 看着他脸上得逞般的笑容 忽然有点后悔 他觉得自己答应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第三时 田丽同的突然袭击 赌约就这样成立了 秦宇笑得颇为放肆 看向江小雪的视线 像是看已经得手的猎物一般 江小雪 对此十分不满 鼓着小脸 似乎被他的赌约激起了斗志 没有再被网店的事情分心 他回到了女神家好学生的状态 开始刷题 被站着几天后的魔口 也不全是为了赌约 开网店可是瞒着父母的 如果他的成绩下降了 到时候可不好交代 时光荏苒 几天时间一会儿过 这几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秦宇过起了按部就班的生活 平淡充实 每天来教室看看小说 和江小雪逗逗嘴 中午陪苏潇潇吃饭 一起睡午觉 晚上则是在网吧学习 顺带回家 Gank老爸 秦志刚的血压 已经稳定在了130-80 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他正计划着带父母去医院 彻底做个全身检查 好排除所有隐患 一眨眼 魔考的日子到了 意中的魔考 是按照全校排名安排考场的 好学生都在前几个考场 江小雪的考场 从入学到现在就没变过 第一考场 秦宇 张刚 刘天豪的名字 则是很光荣地出现在了 倒数第一个考场 魔考完全按照高考时间进行 九点钟才开始考试 但学生八点钟 还是得来上课 在自己班级复习 教室 已经按照考场进行布置 留下了30个桌椅 剩下的全都放在了教室后方 进了教室 秦宇看到江小雪和黄月月 正凑在一个桌上 拿着小册子 背着要默写的古诗词 看到秦宇后 她轻哼一声 明亮的眼眸中 燃烧着熊熊的战役 秦宇回了一个挑衅的眼神 你输定吗 哼 我不知道怎么输 两人无声地交流着 小动作自然没有逃开黄月月的眼睛 她也一问道 小雪 你最近和秦宇是不是 她的话突然停了下来 疯狂地对江小雪挤着眼睛 没有 江小雪连忙否决 只是语气多少有点心虚 在她的世界中和男生打赌 怎么说也有点暧昧的意味了 但她表面非常淡定 精致的脸颊上保持着足够的女神范 饶视黄月月这个闺蜜兼发小 也没看出破绽 她眼睛低流一转 叹气道 哎 秦宇最近变了许多啊 小雪 你说 我去追她怎么样 秦宇的变化肉眼可见 性格变了 学习变好了 人也变帅了 已经成了女生们私下讨论的焦点 江小雪心里一咯噔 面无表情道 她学习那么差 性格还那么恶劣 有哪边好 她配不上你的 她几句话就把秦宇贬得一文不值 黄月月一脸的无所谓 是吗 反正我学习也不好 也长得不好看 凑合凑合算了 不行 江小雪话刚出口 就发现黄月月的脸上 满是八卦和得逞的表情 她一脸坏笑 嘿嘿 小雪 从十招来 江小雪一阵无脸 完了 都怪秦宇 自己的智商都下线了 她小脑袋飞速运转 决定把赌约的事情演示过去 解释道 没什么 我只是和她在合作开网店而已 开网店 嗯 她大伯是开文具店的 货卖不出去 我们打算开个网店 赚点零花钱 黄月月有些狐疑 秦宇大伯在开文具店 班里都知道 但她总感觉 这两个人隐瞒了许多事情 可恶的秦宇 明明有了进展 居然瞒着她 也太不厚道了 至少得敲诈她十碗两粉 秦宇自然不知道 闺蜜间的悄悄话 来到教室后方 搬了个凳子 和张刚挤了一个桌子 张刚低头玩着手机 问道 宇哥 几点开溜 摩考对于差生来说 其实和放假差不多 反正也不会做 秦宇他们也懒得抄 都是提前交卷开溜的 秦宇打来的哈欠 你自己走吧 我有点事 今天时间比较充裕 她准备多做几个菜 素潇潇的身体太过鲜手 她总觉得 她是没吃饱的缘故 想给她加强营养 18岁的女孩子努努力 还是能发育一下的 她想了一下 今天就做红烧排骨 拔丝红薯 糖醋已经好了 都是甜口的菜 她一定会吃得很开心吧 再配一碗木瓜汤 简直完美 这次的摩考 是市里组织的摩考 两个学校同时考试 苏潇潇同样可以提早回家 眼前似乎浮现出了 少女红彤彤的小脸 她已经开始期待了 不一会儿 第一节课的下课领响了 学生们纷纷向着 自己的考场而去 秦宇几人自觉地 来到了最后一个考场 比起其他考场 最后一个考场的氛围 就轻松多了 学生们有说有笑 没有丝毫压力 张刚和刘天豪的座位 还在秦宇的后方 她嘴角向上一勾 有点歪嘴龙王的味道 两个喳喳 第一场考的是语文 这场算是刹生们的福利了 至少有的写 秦宇看到和前世一模一样试卷 不由松了口气 看来赌约没有问题了 要是输了 怕不是要被江小雪嘲笑一整年 她拿起笔 开始做题 根本连题都不看的 直接写答案 速度奇快 看得旁边的学生都愣住了 这人开挂了吧 她抄作业 都没有这么快 二十分钟后 秦宇已经做到了作文题 她看了一下 是一道漫画题 上面的小人 依旧像个睿智 睿智漫画 还想让自己误出什么道理 写个屁 她直接把卷子扣在了桌子上 然后举手 老师 我交卷了 卧槽 张刚和刘天豪都惊到了 秦宇这么勇的吗 这才几分钟啊 交卷了 语文卷子算是差声的遮羞布了 没有这门课的话 他们绝对能考出两位数的分数来 兼考老师一脸厌恶地看着秦宇 嫌弃式地挥了挥手 让她自己滚蛋 排到这个考场的时候 她就知道这里不会有正常人了 秦宇拍了拍屁股 带起书包直接走人 九点钟开口 秦宇不到九点半就出来了 她想了一下 准备去网吧继续学习一会儿 顺带看看网店有没有进展 她叹了口气 没想到自己重生一世 还得学习编程语言 真是令人头脱啊 第一考场 江小雪坐姿挺拔 不急不缓地写着答案 笔节摩擦纸张 发出了沙沙的声音 字体整洁娟秀 眷面赏心悦目 她属于全能型选手 没有哪门客特别突出 也没有哪门客弱 但综合起来 就是一个怪物了 无意间 她向着窗户外瞥了一眼 恍惚间 仿佛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形 她连忙收回视线 继续低头写着答案 自己一定是眼花了 写了几个字 她突然停了下来 猛地抬头看了过去 明媚的阳光下 校园静谧而和谐 晴雨暮着阳光 慢悠悠地向校外走着 悠闲得像是来散步的 她顿时小嘴微张 大受震撼 不是 这才九点半 她怎么交卷了 网店依旧在审核中 这效率 只能说是不出意外 晴雨的编程知识 还是很扎实的 经过几天的学习 差不多已经从头到尾过了一遍了 接下来就是用项目来实战 她活动着僵硬的脖子 看了眼时间 十一点整 她便关机结账 向着苏霄霄家走去 这几天每天都能得到老妈一些资助 钱的问题倒是不用担心 她买了二斤排骨 一斤猪肉 接着买了几块红薯 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她轻车熟路的到了苏霄霄家 系上围裙 开始焯水热锅 苏霄家里有高压锅 做排骨的话 能解决大量时间 半个多小时后 门开了 苏霄霄探着小脑袋 捏手捏脚的进了厨房 经过几天的相处 两人也非常默契了 晴雨当主厨 她要是回得早 会在旁边打下手 看到已经出锅的两个菜 苏霄霄愣住了 大眼睛里有点猛逼 晴雨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 她抿着嘴 心里暖暖的 不由摸了摸已经的小肚子 每次都会被她灌得饱饱的呢 晴雨笑问道 考得怎么样 还可以 苏霄霄的声音还是软糯糯的 但与往日不同 能听到有些自信在内 作为文科生 语文可是她的强项 尤其是作文 经常被学校当作范文来展示 稍等一下 剩下最后一个汤了 马上结束 晴雨搅着汤 笑道 放心吧 我放了不少糖 不苦的 你等会儿可得多喝点 嗯 苏霄霄看着锅里的木瓜汤 疑惑着点了点小脑袋 只当是少年在关心自己 看她懵懂的模样 晴雨不由地微笑起来 这几天的功夫没有白费 少女见了她 不至于像是小白兔 见了大灰狼一般了 现在她们很坦然地 和晴雨一起睡午觉了 当然 锦线牵个小手 再过分她会像是受精一样 缩到角落 贴贴大叶 距离成功还早啊 几分钟后 木瓜汤完成了 餐桌上 浓郁的菜香味 弥漫着整个房间 两人正欲开动 突然 苏霄霄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吓了一跳 打开一看 是田立同打来的 她颤抖着手指 按下了接通键 霄霄 你回来了吗 妈忘记带钥匙了 第三是一目瓜汤 房间中 苏霄霄整个人都傻掉了 吓得小脸苍白 不知所措地看着晴雨 大眼睛中写满了求助 田立同在二中担任班主任 临近中考了 平时中午是不回家的 在二中的职工宿舍午休 但今天苏霄霄魔考 她最后一节课 刚好没课 便特地请了假提前回来 想着给女儿打打气 晴雨同样吓了一跳 肾上线素飙升 大脑飞速运转 闪过了无数念头 最终 她还是觉得 现在不被田立同发现得好 否则贴贴大计就彻底泡汤了 以两家人的交情 倒不会撕破脸皮 但她今后想和苏霄霄 见面会变得无比困难 她抓着少女轻微颤抖的小手 安慰着她 无声地张着嘴唇 刚想说 问问她走到哪了 结果楼道中 便响起了清脆的高跟鞋声 苏霄霄小手一紧 小脸愈发发白 急得都要哭出来了 晴雨比了一个嘴形 我躲起来 久久没有回应 田立同疑惑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霄霄 苏霄霄一个机灵 连忙道 我 我在做饭 妈你到家了吗 她的声音稍嫌紧张 但她平时说话就容易紧张 田立同没太在意 到 马上到了 晴雨连忙解下围裙 塞到苏霄霄手中 示意她系上 然后走到门口 把自己的鞋子提起来 冲向了她的房间 还好鞋子是拖在家里了 这要是拖在门外 可就直接玩完了 几秒钟后 苏霄霄系好围裙 开了门 霄霄 考试辛苦了 妈妈给你打包了红烧茄子 咦 田立同提着手里打包回来的热菜 还没说完 脸上就是一呆 她嗅着鼻子 目光看着餐桌上 热气腾腾的三道菜 有点猛 在楼道就闻到了浓郁的香味 开门后更是扑鼻而来 还以为是邻居家做了大餐 没想到是从自家传出的 萧萧 这都是你做的 她换了鞋子 来到餐桌前 惊讶地问着 三道菜色香味俱全 完全不比自己打包回来的差 放在小县城 都可以自己开店了 苏霄霄低垂着小脑袋 轻轻摇头 不说话 田立同还以为她是害羞了 笑着拉着她的手 欣喜道 害羞什么 我们萧萧长大了 菜做得比妈妈还厉害 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呢 没 没有 苏萧萧脸红了 有些害羞 什么贤妻良母 对少女来说有点羞人 当然 主要还是因为这菜并不是她做的 母女俩坐在餐桌上吃了起来 吃了几口 田立同微微皱眉 越发觉得不对劲 烤完时都十一点半了 苏萧萧不可能提前交卷 回家都接近十二点了 哪来的时间 做这么多菜 还有 这怎么有碗木瓜汤 她放下筷子 皱眉问道 萧萧 告诉妈妈 这菜哪来的 苏萧萧捏着小手 她是有些内向 但并不傻 这几分钟也想好对策了 哦 秦宇带过来的 我简单地热了一下 卧室中 秦宇通过门缝 观察着餐厅中的情况 她心中给苏萧萧竖了个大拇指 她这话就很有水平了 既提到了她 可以试探一下田立同的口风 又没有把他们说得很亲密 果然 餐厅中沉默下来 田立同叹了口气 脸上的神情有些复杂 有没时间陪伴女儿的自责 又有点女儿 被人趁机接近的生气 哎 萧萧 我们平时受你张仪一家的照顾太多了 不过 她低音片刻 叹气道 做朋友可以 但千万不要和秦宇走得太近 知道了吗 知道了 苏萧萧轻轻点了点头 大眼睛中若有所思 她和秦宇只是牵牵手而已 小时候也牵过 所以 没有问题吧 田立同看女儿听话的样子 越发愧疚 自从离婚之后 她一个人又当爸又当妈 还好她听话懂事 否则真不知道 日子该怎么过 她关心问道 今天考试怎么样 还不错 她的回答 没有令田立同感到意外 苏萧萧宇文好 和她这个当宇文老师的妈妈 脱不开关系 她看着苏萧萧的俏脸 只觉得 女儿比自己当年还要好看 只是面颊上多出了 许多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成熟 她顿时有点心疼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妈妈不指望你大富大贵 只要平平安安的就好 将来读个大学 找个好对象 妈这一辈子就安心了 苏萧萧抿着唇 有点感动 做事要给她盛汤喝 妈 喝汤吧 妈喝了没用了 你喝吧 田立同盯着已经微凉的木瓜汤 心想秦宇这小子 果然不安好心 嫌弃自家女儿小 就别靠过来 苏萧萧愣住了 什么叫她喝了没用啊 这汤市长这里的田立同 美好气的 在她的某个部位一戳 啊 苏萧萧吓了一跳 羞怯地低着头 她脸都要低出血了 秦宇这个坏蛋 果然想做坏事 田立同笑着 看着害羞的女儿 觉得她是瘦了点 尤其是某个地方 比自己小了一大圈 她忽然觉得自己 这个妈妈有点失职 最近还有发胀的感觉吗 田立同盯着她的某个部位 女孩子到了青春期 只要再增长 就会微微发胀 发疼 苏萧萧前些年也是如此 不 不疼了苏萧萧害羞的要死 如果是母女两人的 悄悄话就算了 可是 她偷偷地向自己卧室看了一眼 发现房门被拉开了一条门缝 顿时更加羞不可异 看到苏萧萧脸红得不像样 田立同只当她脸皮薄 不由笑了笑 但她又皱起了眉 不胀了 说明发育停滞了 并不是好事 她指着汤 道 喝吧 不喝浪费了你尝尝好喝吗 喜欢喝 妈妈以后也给你做 嗯 苏萧萧红着脸喝了汤 没有想象中的苦味 反而甜丝丝的 非常好喝 她喝了不少 道 很好喝 是吗 田立同疑惑地问着 苏萧萧爱吃甜食 她平日做饭 会避开一些发苦的食物 恰好木瓜就是其中之一 她用勺子喝了一口 木瓜入口即化 软绵绵的 明显用开水煮过 牛奶的醇香和白砂糖的味道 同样恰到好处 她有点奇怪地眨了眨眼 挤到菜中 这碗木瓜汤做的是最精致 最用心的 她活了这么多年了 从未喝过这么好喝的木瓜汤 附近真的有卖这种木瓜汤的吗 第32 她怎么会是渣男呢 妈 你慢慢吃 我去洗锅 喝完汤 苏萧萧快速地拎着碗冲进了厨房 力索地开始刷锅 田立同微笑着点头 随即看着桌子上几乎没动的几个菜 轻叹口气 他们受秦宇一家的恩惠太多了 不知道将来该怎么还呀 卧室中 秦宇缓缓地关上房门 又给苏萧萧点了个赞 做菜还是热菜 区别还是很大的 厨具上的痕迹差别非常明显 她直接来了个毁尸灭迹 看来不能小觑了自己的这个青梅啊 田立同吃完的时候 苏萧萧的锅也刷得差不多了 她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 道 妈 我去休息了 田立同点点头 给她加油鼓劲道 嗯 下午加油 别太紧张了 下午考的是数学 数学是苏萧萧的弱项 几次模考下来 平均分只有110分左右 她当时就是数学太过吃力 才选择读文科的 苏萧萧连忙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发现秦宇正坐在床檐上 阳光照射下 少年的脸庞愈加清秀 漆黑的眼眸中 隐隐含着温柔的笑意 被秦宇如此视线 一眨不眨地盯着 她的心砰砰乱跳 羞涩的红云爬上面颊 连忙碰的一声把门关上 随手繁琐 秦宇走过去 想牵她的手 苏萧萧轻轻侧身躲开了 粉脸微谷 有点闹小脾气 之前的话 都被她听去了吧 都怪她 做了那碗奇怪的粥 好吃吗 秦宇眼角满是笑意 才不把她的小脾气当回事 伸手又去抓她的小手 对陌生人 她才不会乱发脾气 好吃吗 秦宇轻轻地捏着 她鲜肠如玉的小手 又问了一遍 故作失落 为了今天这顿饭 我练习了整整两年半 苏萧萧被她捏得小手发麻 想抽回来 却身子发软 没有丝毫力气 她知道秦宇的表情是装出来的 但不忍心她付表情 指的道 好吃 那以后 我每天都给你做汤吃 秦宇嘻嘻笑着 沿着她精致的锁骨向下看 她脱下了校服外套 穿着粉白色的贴身T恤 曲线窈窕 清晰可见 嗯 苏萧萧鼓起了脸 娇羞不堪 她说的是菜好吃 可没说那碗汤 秦宇忍不住在她脸蛋上戳了戳 问道 汤都喝了吧 我喝了一大碗 剩下的妈妈 喝了苏萧萧小声答着 羞得厉害 不敢去看她的眼睛 啊 秦宇惊讶一声 不爽地撇撇嘴 田丽童一个四十岁的单亲妈妈 也好意思喝木瓜汤 起不起作用不知道 就算起作用了 也没人欣赏啊 提到田丽童 苏萧萧神情一案 有点泄气 茵茵的眸子中出现了点点水气 怎么了 秦宇吓了一跳 连忙拉着她 在床边坐下 苏萧萧捏着衣角 懦懦的声音中带着哭腔 我对妈妈撒谎了 她素来都是乖宝宝 和妈妈撒谎还是头一次 原因居然还是害怕田丽童发现 她在和一个男生独处 撒谎怎么了 我们已经十八岁了 长大成人后 会有自己的价值观 人生观和父母 有分歧是必然的 撒谎 有时候是为了避免一些 没必要的争执 反而是在维护彼此的感情 秦宇摸着她的小脑袋 轻轻拥着她鲜瘦的身体 安抚着这个容易受伤的少女 苏萧萧青靠在她身上 水润的桃花眼中有些疑惑 原来撒谎 还能这么解读的吗 秦宇想了想 问道 你觉得田丽说的都是对的吗 苏萧萧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但又犹豫一下 很是迷茫地摇了摇头 青春期一路走来 任何人或多或少 都会和父母产生分歧 冲突 哪怕是她这样的乖宝宝 你想和妈妈吵架吗 秦宇引导着她去思考 不想 苏萧萧小脑袋 摇得像个波浪鼓 秦宇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柔声道 你只需要坚定自己内心所想就好 等到我们上了大学 经济独立了 所有事情 就可以自己做主了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和父母 有分歧 是非常正常的 但很可惜 美省人们的思想 普遍比较保守 父母长期处于 说一不二的绝对地位 哪怕是将小雪这样的女神 也受够了父母的控制 想要自由而独立的生活 苏萧萧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小脑袋晕乎乎的 感觉自己的思想受到了冲击 她偷偷抬头瞥了情语一眼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她说的坚定自己的内心 就是让自己 和她做些修人的事情吗 果然是个大坏蛋 她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不知什么时候 被她抱住了 夏天衣服薄 两人紧紧地贴在一起 可以清晰地感知到对方的体温 她身体发软 刚想张嘴说些什么 突然 房间的门把手转动了几下 萧萧 怎么锁门了 田立同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敲了下门 苏萧萧身体瞬间绷紧 小脸再次惨白一片 秦宇同样眼皮一跳 没完没了了是吧 比她前世去偷领导的女儿还刺激啊 她在房间内环视一圈 连忙抓起自己的鞋子 打开衣柜就跳了进去 衣柜里的空间属实是有点狭小 衣服不少 秦宇人高马大的 有些憋屈 不过 里面都是苏萧萧身上的味道 一种淡淡的花香味 憋屈就憋屈吧 苏萧萧再三确认柜门的状态 看不出破绽后 这才上前开了门 田立同拿着一个苹果走了进来 有些疑惑地看了下房间 没发现什么异常 她看着苏萧萧心虚的样子 还以为她压力太大 想要偷偷学习 道 萧萧 中午就别学习了 得不偿失的 休息好了 下午才能发挥好 嗯 我不学了 苏萧萧点了点头 小手不自然地捏着衣服 田立同轻叹口气 刚刚回去后她不放心 觉得趁此机会地和女儿说清楚 她重心长道 萧萧 妈妈不会害你的 现在的渣男太多了 你现在还小 容易受骗 等到你上了大学 会认识更多优秀的男孩子 到时候 如果有合适的人 妈妈就不干涉 你谈恋爱了 秦宇听得满头黑线 田立同几个意思 总而言之 就是谁都行 就她不行呗 她一个纯情男高 怎么就是渣男了 心里一波三连问 秦宇自己都心虚了 苏萧萧脸蛋微红 听到谈恋爱三个字 不知为何 她脑海中自然浮现出了 秦宇满是温柔和宠溺的笑容 她是渣男吗 她若有若无地瞥了一眼衣柜 回想着和她的点点滴滴 大眼睛中 第三十三女为我呗 看到苏萧萧抿着嘴 一脸害羞而怀春的模样 田立同吓了一跳 萧萧 有喜欢的人了 没 没有 苏萧萧惊醒过来 有种小秘密被发现的惊慌 连忙摇头 我没想谈恋爱 田立同松了口气 只当女儿害羞了 笑道 什么话 你也到年纪了 能陪妈妈一辈子 苏萧萧羞答答地低着小脑袋 捏着衣服 田立同笑了笑 看了眼时间 快一点钟了 便道 好了 妈不打扰你休息了 她再次出了门 过了几秒钟 等到她进了自己房间 苏萧萧才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把门反锁了 她来到了衣柜前 小声道 你可以出来了 秦宇缓缓地打开衣柜 艰难地提着鞋 从中爬了出来 她一米八五的大个 属实是有些难 刚刚出来 她就看到苏萧萧的脸刷得红了起来 白里透红 都要滴出水来了 她疑惑地眨了眨眼 脸红什么 顺着她的视线看了一下 她这才发现 自己提着鞋的手中 似乎多出了一只白色的小棉袜 秦宇干咳一声 道 呃 被我的鞋弄脏了 我给你洗吧 回头再给你 说完 她就要塞入自己的口袋 不 不行 苏萧萧急的语调都变了 脸红得不像样 女孩子的贴身衣物 怎么可以随便给男生呢 她连忙走过来 刷的一下抢了过去 然后丢回了衣柜里 秦宇眼眸微缩 好快的速度 她当然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还没有那么变态 如果真那样的话 和安南这个变态 有什么区别 她如果进了她的衣柜 怕不是当场能幸福地晕过去 她把鞋子放下 笑着 看着她害羞的模样 忍不住上前拉住了她的小手 等田一先走 我们再出去 嗯 下午是三点钟考试 学校不至于丧心病狂的 还要求学生们两点半就去学校 二中却是两点半上课 田立同下午有课 两点钟就出门 咕咕 突然 秦宇的肚子叫了一声 她把她的小手 放到了自己的肚子上 一脸可怜 我可是什么都没吃到 你摸摸 肚子都饿扁了 对不起 苏潇潇弱弱的道歉 小手触碰到了秦宇肚子上的皮肤 微微颤抖 她肚子上的肉并不像是坠肉 有点硬 有点热 秦宇微眯着眼睛 呼吸微微急促 她的手掌软软的 凉凉的摸在肚子上微氧微凉 驱散了夏日的炎热 那一点恶意早被她抛到脑后了 她摸了一会儿 自己脸红了 收回小手 突然大眼睛一亮 拉着她来到书桌前 从抽屉中取出了一袋小鱼肝 她眨巴着眼睛 给你吃小鱼肝 秦宇哭笑不得 就这点小鱼肝 都不够她腮牙缝的 她没有去接 一摊手 我的手抓了你的臭袜子 怎么吃 财 财不臭 苏潇潇有些不满的嘟着嘴 她的袜子每天都会唤喜 干干净净的 哪里会臭吗 她拿着小鱼肝 已经猜到了她想要她做什么 低着小脑袋 脸上满是羞涩的红霞 秦宇看得一阵食指大动 也就苏潇潇脾气这么好了 如果是江小雪的话 恐怕已经一脚踩过来了吧 她步步紧逼 你喂我吧 苏潇潇感觉自己的脸快要烧着了 烫得吓人 这个坏蛋 就会欺负她 她自己的手不也抓过袜子了吗 看到她犹豫 秦宇一脸的悲痛 哎呀 好饿啊 忙活了一上午 谁知道 你别说了 苏潇潇受不了她这副样子 轻轻地撕开了小鱼肝的包装 葱白般的手指 轻轻捏起了其中一根 小心翼翼地送到了秦宇的嘴边 秦宇嘿嘿一笑 咬了一口 咔嚓 小鱼肝被秦宇直接咬掉了多半根 只剩下了一个尾部 轻松几口下了肚 秦宇又张开了嘴 一脸期待地等着她投喂 苏潇潇继续把剩下的一小节地了过去 秦宇直接一口咬了过去 她嘴张得很大 直接把她的两根手指给咬住了 然后猛地缩了一口 苏潇潇小声叫呼一声 身体一颤 白嫩的手指上都被秦宇缩出口水来了 不喂你了 她把小鱼干塞到了秦宇怀中 赌气式地侧过身去 给了她一个微红的白嫩侧脸 秦宇眼皮一跳 自己做过头了 按说她的进度已经很慢了 重生后极度克制 如果是前世 现在小鱼伞都用完几盒了 还好重生后 她心境发生了变化 不再那么饥渴了 她拉起了她的小手 果然秦宇一说太饿了 苏潇潇的心就又软了 像河豚一样的小脸也不鼓了 她懦懦地道 我去厨房给你带点饭过来 秦宇连忙阻止 吴宇道 别 铁定被田一发现 她的确是有点饿 但偶尔饿上一顿 问题不大 秦宇看着她惭愧的样子 笑道 好了 我是男孩子 饿一顿没事的 赶紧休息吧 下午还要考试呢 她犹豫着点了点头 熟练地踢了鞋子 缩在了床铺的里面 秦宇熟练地上床 探过去拉着她的小手 少女脸颊依旧有些羞涩 但却没有任何的反抗了 反而心中有种淡淡的温馨和安心 初下的正午 的确令人有些瞌睡 苏潇潇的呼吸 很快变得悠长起来 细细的 若不可闻 秦宇目光柔和地看着她 近在咫尺的面颊 只觉得肌肤如白玉般娇嫩 还好 苏潇潇现在虽然内向 但心里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 对她的好感度还不低 后来怎么会得病呢 她仔细回想了一下 苏潇潇小时候的性格 绝对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 秦宇正式淘气的年纪 她则是秦宇的小跟班 虽然那时就有些内向 但她也跟着她用黑蜘蛛 砸过厕所 也爬过树 甚至一起 离家出走过 她的性格变成今天这样 果然和田丽童脱不开关系吧 父母如果控制欲太强的话 会让自己越来越自卑 性格越来越内向 秦宇的视线 逐渐变得凌厉起来 要想改变苏潇潇的性格 看来的和田丽童好好谈谈了 不知不觉中 秀着少女淡淡的幽香 秦宇也进入了睡梦之中 下午考的是数学 秦宇决定给江小雪和张巧兰 一点点来自岛义考场的差生震撼 干脆考个满分得了 题目没有丝毫变化 不到半个多小时 她便做完了 图了答题卡 直接盖过卷子 准备走人 老师 我交卷了 老师 我也交卷了 秦宇刚喊出一嗓子 张刚也连忙跟了过来 她会做的只有选择题 当然 准确度全靠概率 正确率高达四分之一 两人一起出了校园 出校门时 秦宇若有所觉得 向某个教室瞥了一眼 似乎 有一双明亮而不爽的眼睛 正盯着自己 张刚好奇道 宇哥 怎么了 没什么 秦宇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张刚埋怨道 宇哥 你的套路不得尽啊 上次差点就通关了 结果被一枚硬币垫死了 一定是你心不成 秦宇拍着她的肩膀 掏出手机一看 发现来短信了 店铺审核已经通过 她带着张刚 来到了凉粉摊 中午没吃东西 准备吃碗凉粉 垫垫肚子 张刚吃着凉粉 小声问道 宇哥 那天那个女生是谁啊 她这个问题可憋了好久了 可惜一直没有合适的时机 一个学妹 秦宇随口答道 她在追我 张刚 不是 有女生追男生的吗 更何况还是那么漂亮的女生 安南的容貌至少也是个小斑花 虽然比不上姜小雪 但萌哒哒的样子 或许更受男生欢迎 而且 她张刚也不差 怎么连个能聊天的女生都没有 她心中很是不服 又惊讶问道 宇哥 你不是喜欢姜小雪吗 秦宇扫了她一眼 没有多解释 倒不是怕她泄密 而是觉得 说出来会打击她弱小的心灵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对啊 我也很苦恼 张刚 她忽然有种想打秦宇一顿的冲动 这特么是什么苦恼 秦宇这时想了起来 张刚好像喜欢一个叫齐红的女生 两人是初中同学 认识很久了 上一时张刚高考发挥非常稳定 最后找关系上了大专 她记得大一的一个深夜 她突然给自己打来电话 哭得像个傻逼 说齐红交了男朋友 她的初恋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一头扎进了塞丽亚的怀抱 毕业后去了缅北 没了阴性 秦宇沉吟一下 齐红脸有点圆 微胖 还长着很多痘痘 颜值最多打五分 不可能是自己的菜 或许 可以尝试着帮她一把 好歹是高中处的不错的机友 至少不让她重蹈覆辙 被嘎腰子吧 第三十四汉 我道 哈哈 梅线的凉粉 算是一大特色了 人们平时闲暇了 总喜欢来上一碗 尤其是放几勺辣椒油 色香味俱全 曾经有牛人要了一个凉粉 结果吃了整整 两碗辣椒 最后和摊主打了起来 成了梅线的去谈 秦宇大脑中思考着 三两下吃完了 擦了擦嘴 问道 钢子 你喜欢齐红吧 卧槽 雨哥你怎么知道的 张刚吓了一跳 一脸扭捏的表情 你个大老爷们 扭捏个屁啊 秦宇一脸恶寒 吴宇问道 你不打算追她 没希望的 张刚一脸萧瑟 长叹口气 摇了摇头 秦宇眨眨眼 难不成 她已经A了上去 然后打出GG了 她说道 依我看 她对你绝对有好感 真的 没有好感的话 会每天让你吵 张刚顿时来了精神 她偶尔还是会写作业的 当然不会自己做 大部分就是超气红的 但她很快 又叹气道 我也在尝试 但她的反应很差 秦宇问道 你怎么和她聊的 聊QQ啊 她家里有电脑 走 我去给你分析分析 还在考试时间 网吧内没几个人 两人来到了老位置 开了机 秦宇上了自己的QQ 准备给江小雪留个言 说下网店通过审核的事情 江小雪没有手机 能联系她的就是QQ了 她晚上回家的花卉看到的 张修的事情交给我 上架商品和联系客服 就交给你了 发送 这时 她转头一看 张刚已经上了QQ 她便道 你打开聊天记录 我看看 张刚找到了齐红的头像 经典蓝发少女 聊天框弹了出来 她先是查看着 张刚发过去的信息 在吗 吃了吗 汉 道 哈哈 秦宇 看着屏幕 她大的五官都扭在了一起 直接用脚趾扣出了一个三十一厅 不得不说 充满了这个时代的气息 反倒是人家齐红的回复的比较正常 吃了 我妈抄了黄豆芽 刚做了作业 今天的题好拿 那个 我去洗澡了 张刚悠悠的看着秦宇 宇哥 为什么每次聊几句 她就去洗澡了呀 女生真的这么爱干净吗 秦宇撇撇撇 女生再爱干净 也不可能每天刚好一聊天 就去洗澡啊 上午聊天上午洗澡 下午聊天下午洗澡 晚上聊天还是洗澡 能每天和你尬聊几句 已经是人家给面子了 可能她有洁癖把秦宇随口道 张刚顿时满是憧憬而甜蜜的笑容 嗯 我也觉得 她是个爱干净的女孩子 秦宇嘴角一阵抽搐 怪不得上一世追不到人家呢 这水瓶能追到女孩子有鬼了 她摇头叹气 钢子 你这样聊天 跟人家能有个屁的进展 啊 那要怎么聊 张刚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她可是 摆递了不少和女生的聊天方式 做了好久的攻略好不好 她不服气道 宇哥 康康你的 秦宇一惊 这什么虎狼之词 她摇头道 我的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滴滴 刚好 秦宇的QQ响了起来 一个卡通猫咪的头像 闪烁个不停 张刚很是不服气 一个劲的说想看 秦宇没办法 只好随手点开 安南发来的 哇 学长 你怎么这个点上线了 买新手机了 现在能上QQ的手机挺多了 但秦宇和苏潇潇 用的都是父母淘汰下来的老式手机 别说上QQ了 看个电子书 每页都只能显示几行 翻页翻得不停 再网吧 真不愧是学长 这么早就交卷了 全蒙的 安南一惊 暗道不好 知道秦宇学习不好 连忙选择换个话题 她眼珠子一转 小手快速敲击着手机 嘻嘻 学长 我们真有缘分呢 秦宇隐约觉得 她要说骚话了 问道 怎么有缘分了 你在用QQ 我也在用QQ 这不是有缘分是什么 秦宇 我在呼吸空气 哀将也在呼吸空气 我觉得和哀将更有缘分 她直接回道 江小雪也在用QQ 一句话 杀死了比赛 教室中 安南的小脸 鼓得像只河豚 手指捏得直接发白 都要把手机捏碎了 她愤怒道 啊 学长 不准和我提这个可恶的女人 我要生气了 三个生气表情 秦宇随手回道 那你生气吧 别打扰 我玩游戏 呜呜呜 学长 你好无情 安南一脸哭丧 又道 学长 你在网吧吗 我出来找你 秦宇淡淡道 不准逃课 安南鼓着小脸 可是人家想见你啊 秦宇耳边似乎响起了少女撒娇时甜腻的声音 差点就要答应了 连忙摇了摇头 三百六十个月后再见 好呀 安南快速敲出去两个字 随机愣了几秒钟 哭唧唧道 这不是三十年吗 我会变成忘夫时的 三个哭起表情 好 聊天暂时结束了 安南从来不会主动结束聊天 秦宇觉得和他聊下去会没完没了 便随手关掉了聊天框 转过头发现身旁的张刚已经目瞪口呆 不是 还能这么聊天的 原来 这就是秦宇的烦恼吗 果然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秦宇安慰道 刚子 人和人不能一概而论 张刚面若土灰 一脸绝望 宇哥 我觉得我没戏了 秦宇面无表情 有点自知之明 还有得救 他思索一下 吴宇道 你们不是初中同学吗 共同话题不少 你倒是聊啊 张刚犹豫一下 道 我初中学习差得可怕 和他几乎没说过话 没得聊啊 秦宇 这脑回路 无敌了 真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大眼了 女生都是话老好不好 和你没话说 那真的只是 和你没话说 只要开关正确 他们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 就连江小雪这样的女神 都有分享预报棚的时候 他越想越无语 在他看来 张刚追秦宏 绝对是首到勤来的事情 张刚虽然长相普通 但秦宏也很一般 外貌上谁都没法嫌弃谁 学习也半斤八两 都属于上本科很费劲的那种 而且 好歹做了六年同学 张刚只要方法正确 攻略的难度还是很低的 你聊初中 就只聊初中 你延伸话题啊 聊他初中时的趣事 聊初中同学 话题这不就来了 秦宇一脸的恨铁不成钢 聊得开心了 在周末约出来玩 看个电影 喝个奶茶 再表个白 不就成了 张刚恍然大悟 一脸跃跃欲试 宇哥牛逼 成了秦宇入串 秦宇摇了摇头 懒得再说 作为机友 只能指点到这里了 他打开网店界面 里面空空如也 网店都是要装修的 尤其现在几乎都是电脑端浏览 网页装修的精致一些 效果还是蛮好的 现在资金紧缺 秦宇准备自己上 打开百度下了一个PS PS秦宇前世 还是学过一点的 比起编程语言 软件的变化不大 现在再加上金手指的帮助 操作起来极为流畅 秦宇打算把店铺装修成 浓浓的猛男风格 什么淡粉色 猛妹子 猫咪图片 全给他整上 没有猛男能拒绝粉色和猫咪 不知道过了多久 秦宇感觉什么 柔软美妙的东西 突然搂住了自己的胳膊 学长 好可爱的图片啊 逆逆的甜美声音 在耳边响起 秦宇眼皮一跳 动了下胳膊 瞬间知道 是什么邪恶的东西了 他一转头 果然看到了 安南洋溢着笑容的小脸 他眨着灵动的眼睛 看着秦宇披到一半的猫咪图片 几乎要闪出星星来了 砰 秦宇立马一个暴力敲了过去 不是不让你逃课吗 安南抱着脑壳 委屈道 学长 已经下课了啊 秦宇眨眨眼 看了眼时间 好家伙 已经六点多了 看来有些太投入了 一眨眼几个小时过去了 他黑着脸 你发过是不再来网吧的 安南 我那时候没说完啊 安南嘟着嘴 委屈巴巴的样子 几秒后 一咬银牙 突然挺胸 我干受惩罚也行 学长 你不希望我受到惩罚吗 秦宇 惩罚如果阴陷了 你恐怕是走路 都费劲了 第三十五果然 八宝周是酸的 秦宇摇了摇头 无奈叹气 第一次带安南进网吧 他就后悔了 安南什么性格 他再清楚不过 他挣扎着胳膊道 回家吃饭去吧 安南抱得死死的 嘟囔道 人家要和学长一起吃 秦宇挣脱了一会儿 结果越陷越深 只好道 我和刚子要去吃海鲜 张刚 正在天为巨兽征战的张刚 投来了一个疑惑的眼神 吃海鲜 他可没钱啊 他没有多说 手动输入了一行 哎哎哎哎哎 直接进入了下一个房间 安南小脸表情一致 紧接着出现了 极为甜蜜的笑容 嘻嘻 学长果然记得 我海鲜过敏呢 没事 我看着你吃 就很满足了 秦宇 果然 安南的脑回路 是没法按正常人衡量的 他知道是赶不走了 叹气道 我工作还没完 得等会儿再吃 你自己找凳子吧 安南眼巴巴地 看着秦宇的椅子 一脸娇羞 人家想坐上次的位置 想都别想 嘿嘿 秦宇一个不注意 安南直接钻到了他的怀中 柔软至极的身体 一个劲地向后蹭着 砰 秦宇狠狠地在他脑壳上来了一下 给我安分点 阿巫 学长好过分 一直敲人家的脑袋 要被你敲傻了啦 安南委屈巴巴地抱着小脑袋 总算是不再乱动了 秦宇没再搭理他 继续操作着 PS 已经到了收尾阶段 他打算一次性搞完 啪大 不知道过了多久 秦宇感觉自己肩膀上一沉 低头一看 原来是安南的小脑袋靠了过来 他心眸紧闭 呼吸均匀 显然睡着了 前世的安南 便喜欢待在秦宇怀中 哪怕看不懂秦宇在做什么 但就是坚持着不走 左蹭蹭右蹭蹭 最后大多都是睡了过去 看着他如婴儿般白嫩的脸蛋 秦宇有点恍惚 忍不住伸手掐了掐 触感依旧很棒 滑嫩 细腻 丝丝滑滑的 如同泡芙的奶油一样 他又妈撒了几下 这才缓缓地移开了自己的手掌 他似乎高估自己的定力了 不过 这才六点多 安南居然会困成这样 鬼知道他昨天晚上偷偷做什么了 稍微一想 秦宇心中就有了答案 无奈翻了个白眼 稍微用力掐了一把 学长 不要吗 安南没有醒 依旧在睡梦中 小手挠着脸 一脸吃笑 秦宇 他很想知道 他梦到什么了 一旁的张刚坐立南安 表示没脸看了 锁了电脑 问道 宇哥 吃点东西 秦宇摇摇头 你自己去吧 我待会儿和他吃 张刚感觉爱消失了 半小时后 秦宇成功把最后一张图片倒了进去 时间到了七点多 他正准备寒醒安南 突然QQ想了起来 一个熟悉无比的头像闪烁着 将小雪回复了 他的头像是一张唯美的风景图 火红的枫叶 和碧蓝的天空焦香灰映 秦宇记得 这张图是他旅游时自己拍的 一直当做头像 从来没变过 你在网吧 对 只是简单的一个字 电脑另一边的 将小雪顿时期的不行 粉拳捏的哥哥想 好家伙 三点钟考试 秦宇三点半就发来消息了 他还以为自己看错人了 他还真提前交卷了 这个男人 不会是把两人的赌约忘记了吧 他如此重视这次魔口 这几天每天晚上学到十一点 结果他直接摆烂 半个小时就交卷了 他怒哼一声 只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 等到成绩下来 看秦宇怎么狡辩 到时候 非得拉着他 每天学习25小时 不 26小时 网店装修我做好了 你有时间去看看效果吧 需要改进的地方和我说 还有 什么时候 有时间去拍商品图 秦宇自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随口说着网店的进度 商品图同样很有讲究 拍好后 还得自己用PS处理 说到赚小钱前 江小雪瞬间也顾不上生气了 道 明天晚上吧 可以 秦宇知道 他周末要补课 只有周五时间比较空闲 他又想起了两人的赌约 问道 你考得怎么样 江小雪没想到他还敢提考试的事情 气不打一出来 肯定比你强 秦宇不屑一笑 问道 你压轴提答案多少 14 看到这个数字 秦宇嘴角直接向上勾了起来 等着被我狠狠地抄吧 班长大人 江小雪一脸猛逼 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 秦宇 秦宇 你又耍流氓 三个菜刀表情 看到许久没见过的菜刀表情 秦宇有种穿越了的感觉 好吧 他的确重生了 他故意装着无辜 什么耍流氓 我说的是超越合作伙伴关系 班长大人 你在说什么 这个男人 好可恶 江小雪七的翘脸通红 有种想顺着网线过去 把他暴打一顿的冲动 这道题的答案是18 你一定是忽略了一个条件 秦宇怕真的把他惹毛了 噼里啪啦的把解题过程发了过去 沉默了 聊天矿顿时 安静下来 江小雪人傻了 瞪大眼睛 正正的看了几秒钟 心态瞬间崩了 秦宇一说 他就醒悟过来了 自己的确忽略了一个条件 压轴题就是如此 环环相扣 一个不注意 就会失分 但问题是 他滑动着鼠标 向上翻着聊天记录 上面赫然写着 秦宇的消息 是下午3点31分 发来的 秦宇进场不到30分钟 居然把压轴题做出来了 他忽然有点心慌 怒道 成绩还没出来呢 你少装算了 好好好 到时候你别耍赖秦宇一副 吃定他的样子 将小雪咬着银牙 什么耍赖 他又没有答应他什么要求 不过是关系亲密 那么一丢丢而已 看他不说话了 秦宇知道 他到了破坊的边缘 切换到了乌龟形态 忍不住笑道 好了 我去吃饭了 回头再聊 关上聊天矿 秦宇便 发现了一双极为明亮 瞪得像同龄的大眼睛 他在安南的脑壳上来了一下 看什么看 安南被敲了一下 但却毫无反应 嘟着嘴 两个嘴角都快能挂两个醋瓶子了 他酸溜溜地问道 学长 什么赌院 看到秦宇不说话 安南追问道 什么叫 又耍流氓 你们发生什么 秦宇一脸生无可恋 知道他把聊天过程都看到了 道 小孩子别问 安南不满地挤着身子 人家才不小呢 秦宇瞥了一眼他的某个部位 表示无法反驳 他选择了不再和他纠缠 随手把QQ退了 电脑锁平 道 走吧 吃晚饭去 哦 安南有些闷闷不乐 网吧外 夜空清澈 繁星点点 秦宇问道 想吃什么 安南鼓着小脸道 海鲜面 这是准备自杀了吗 他翻了个白眼 道 那就包子和八宝粥吧 他最近要频繁上网 有点拮据 还好苏潇潇体谅他 最近会询问秦宇 要做什么菜 提前准备好材料 不然就算有张玉霞的资助 也早破产了 快餐店中 安南小口喝了一口八宝粥 顿时吸了吸鼻子 果然 八宝粥好酸啊 他失神地喝着粥 除了酸味外 感觉不到任何味道 他喝了几口 便放下勺子 咬着嘴唇 都要咬出血来了 才鼓起勇气问道 学长 江小雪答应你了 秦宇沉默几秒 缓缓点了点头 嗯 他选择撒个小慌 趁早打散他的念想 反正 他和江小雪 已经远超普通同学关系了 马上就是极为亲密的战略合作伙伴了 秦宇表示 他很有把握的 听到秦宇的答复 安南头上的秀发 都像是搭拉下去一般 眼睛中几次出现了朦胧的水雾 但硬生生地被他忍了回去 他好不甘心啊 但是 对上江小雪 他没有任何自信 能够把秦宇抢过来 江小雪实在是太完美了 安南想了想 他除了凶大外 几乎没有任何的优势 他猛然抬头看着秦宇 咬牙问道 学长 我都坐在你的怀里了 你怎么一点反应 都没有啊 我对你 就真的一点吸引力 都没有吗 秦宇 这问题也需要答 只要是个男人 安南这么一个 萌哒哒的大雄妹子 坐在怀里 谁都会心动得好不好 柳夏会都得破功 秦宇只是前世报了数年 有了一定的免疫力而已 至于和江小雪比较 两人是不一样的风格 没有比较的必要 安南走的是可爱路线 脸蛋有点婴儿肥 甜美的笑容 可以融化一切 令人忍不住想掐一把 江小雪 有着无人能及的绝世美颜 乍看起来是个完美女神 其实内在是个傲娇尖女神经 苏潇潇的话 则像的小动物一般 惹人怜爱 令人忍不住抱在怀里贴贴 三人都如此令人心动 都有令他心跳加速的魅力 摇了摇头 秦宇不再多想 他看着安南 开启了说教模式 你一个女孩子 得和男生保持距离 知道吗 我只和学长这样吗 安南不满地嘟着嘴 忧愿地看着秦宇 安南并不傻 没有勇气再提一些敏感的话题了 之前那么大胆 是觉得江小雪不会答应秦宇 现在两人隐隐有了在一起的趋势 安南是真的有被秦宇发卡的可能 到时候 恐怕连现在的关系都无法维持了 安南最终没有吃多少东西 一碗八宝粥都剩下了不少 快餐店外 月光清澈 少女的面颊 如同蒙上了一层流动的光 秦宇道 我送你 不用了 学长你去忙吧 安南努力挤出一个笑容 挥了挥仙心的胳膊 学长再见 嗯 到家了和我说一声 望着他显得有些孤单而潇洒的背影 秦宇面色复杂的叹了口气 现在才七点半 街道上人还很多 不会有什么危险 但安南会拒绝 他去送他 属实是极为罕见了 看来他心里遭受的打击真的不小啊 但愿自己做的是对的吧 夜晚 安南瘫坐在书桌前 呆呆地望着空白的日记本 两只大眼睛呆滞无神 不负往日的灵动和脚匣 日记本展开一个多小时了 他硬是一个字也写不上去 他其实是个心思很细腻的人 他喜欢秦宇 这件事在很久前就确定了 但是 他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 没有太多的行动 一方面 他察觉到了 秦宇喜欢江小雪 和这个全校知名的女神对比 自己有些不自信 另一方面 他很耸 他不敢表现得太黏人 生怕秦宇讨厌他 他更不敢表白 生怕表白失败了 两人连学长学妹都没法做了 因此 安南知道秦宇的班级 每天都会装作路过 偷偷地瞥上眼 但从来没有找过他 一天也就走个十糟八糟而已 他知道秦宇晚上会去网吧 但从来没有跟进去过 他怕秦宇觉得 他是个坏女孩 因此厌恶他 直到那天突然收到的短信 一切都变了 他从欣喜若狂 再到冰冷彻骨 短短一天 像是坐过山车一样 他诞生了极为强烈的危机感 做出了许多大胆的行动 秦宇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度让他以为换了个人 他了解他的一切习惯 记得他的生理期 记得他海鲜过敏 但他现在知道 自己或许一直都是错的 而且错得离谱 江小雪还真可能答应秦宇 那么 自己还有一点机会吗 啊 安南很是苦闷的 在日记本上划了几个道子 随手把笔丢在了桌子上 他感觉自己心里憋了一口气 吐不出来 要炸了 他拍了拍小脸 一个电话打了出去 对方名叫蒋倩 他的闺蜜 晕倒那天 把他抬进医务室的几个女生之一 电话一接通 他立马哭诉道 呜 倩倩 他对安南的状况非常了解 每天都会听他倾诉好长时间 他痛声怒斥道 这个晴宇绝对是个傻子 放着我们的斑花南南不要 去追其他女人 安南抽了下小鼻子 他追的是江小雪 蒋倩张着嘴顿了一下 试探着道 南南 要不咱放弃吧 安南的脸顿石鼓了起来 不是 蒋倩你什么意思 这闺蜜没法做了 蒋倩抖字道 江学姐学习那么好 长得比明星还好看 性格还好 简直就是女神 我是男生我也喜欢她 哇 安南终于哇的 一声哭了出来 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 像是被插了几把刀子 这闺蜜怎么回事 自己找他安慰 他专门捅刀子是吧 蒋倩长松口气 把话筒拿远了一点 他当然是故意的 虽然没谈过恋爱 但觉得安南哭出来会好一些 等安南哭累了 他都有点心疼化肺了 才道 南南 要不咱明晚去吃火锅吧 安南抽着鼻子 也觉得自己需要火锅的治愈 问道 好 去哪 蒋倩道 小肥羊走起 第三十六 雪花飘飘 第二天考的势力综合英语 这两门课 秦宇不打算考高分 物理分数稍微高点 其他的就直接摆烂了 控制在自己该有的水平 苏潇潇说 中午田立童还会回来 他便没有再去找他 难得地回了自己家 很可惜 张玉霞和秦志刚都不在 他简单地炒了个菜 吃完就去睡觉了 下午五点钟 最后一场考完了 秦宇和张刚早就交卷了 他们掐着时间从网吧中出来 走向自己的班级 母考完了 班里的桌凳需要归位 张巧兰和各科老师 也会来秀一波存在感 他们还没留作业呢 他们到了班级时 乱糟糟的 不少人已经在搬桌子了 每次母考 桌子都会彻底打乱 谁都不想要一个 坑坑洼洼的桌子 秦宇发现 江小雪正吃力地抱着一张桌子 他走过去想接过来 不用了 我自己来 平日里 像他献殷勤的男生太多了 江小雪带着无可挑剔的笑容 下意识就要拒绝 看到是秦宇后 愣了一下 秦宇对他挤着眼睛 我们可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搬个桌子很正常的 江小雪脸瞬间红了 怒瞪着他 你别得意了 谁跟你是战 战略合作伙伴 他说着拗口的词 修红了脸 昨天摆逗了一下 什么是战略合作伙伴 看得一头雾水 但总觉得秦宇没安好心 而且 这家伙 怎么一副他输定了的样子 他还没说呢 哼 秦宇笑道 行行行 那我们是合作伙伴吧 江小雪傲娇的哼了一声 白了他一眼 没再拒绝 转身去帮他找了一张 相对好一些的桌子 喧闹的班级中 似乎没有人见到 两人的小动作 但消愁的眼睛 却是瞪得像两个同龄 几乎要喷出火来 他和江小雪是初中同学 两家大人也认识 关系不错 因此才敢叫他的小名 但是 江小雪 可是非常要强的 他从没让男生 帮他搬过桌子 从初中到高中 六年了 从来没有过 否则 想帮他搬桌子的人 能排队排到教室外去 他愤怒到了极点 该不会 自己被绿了吧 小愁越想越气 直接来到了江小雪面前 小雪 物理压轴题 你做出来了吗 江小雪一头雾水 已经恢复了女神的样子 摇头道 这道题有些难 我不确定 物理压轴题 通常会是一道磁场题 什么洛伦资历 均匀磁场 一般人看到 就头疼 此类题目 别说是秦宇这样的差声了 除了尖子声外 老师都是建议直接放弃的 李宗的时间 本身便非常紧张 普通学生 把中等难度 和低难度的提分数拿到 分数就非常不错了 萧丑得意地推了推眼镜 道 我做出来了 我给你讲吧 小雪 江小雪有点头疼 每次萧丑都想着 类似的方法接近她 打着学习的名头 她也不好拒绝 不麻烦学尾了 我来给小雪讲吧 她正想着怎么婉拒她 秦宇已经挡在了她的面前 现在按理说还在上课呢 你还是回座位吧 身为学尾 你怎么能乱窜座位呢 萧丑面色变了又变 瞥了一眼乱糟糟的教室 大家都等着放学走人了 计划着周末怎么过 现在算个屁的上课啊 她没有和秦宇纠缠 现在是否属于上课时间 带着好学生专属的不屑笑容 冷笑道 你会做 当然 不就很简单的词场题吗 秦宇呵呵一笑 走到江小雪身后 手臂从她血颈前绕了过去 身体前倾 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着解题过程 两个人的姿态有些亲密 从远处看上去 就像是把江小雪整个人都抱怀里 江小雪人都傻了 整个郊区绷直 有点僵硬 她微微一转头 便似乎嗅到了秦宇嘎吱窝的味道 完了 自己不干净了 所以 这道题就解出来了 秦宇干净利落地讲完了题目 发现江小雪和萧丑都呆呆的 没有回应 她有点奇怪地眨了眨眼 江小雪脸颊泛着红韵 羞怒地偷瞪着她 哪有人这样给女孩子讲题的呀 脸和脸几乎贴在一起 她说话时 还会把热气打到她的脖子和耳朵上 这家伙 又趁机占她便宜 萧丑 则是满脸呆滞 不可置信 头顶仿若有雪花在飘 像极了潮汐海灵圆滑 老班来了 不知谁突然喊了一声 同学们立马安静下来 飞速回到了自己座位 萧丑面色难堪 同样连忙跑了回去 张巧兰踩着高跟鞋 冰冷的视线寻视着整个教室 落在秦宇身上时 眼眸中闪过一丝冰芒 我强调过多少次了 这次摩考机会难得 是全市组织的统一摩考 但有些人就是不重视 应付了事 整个班级静若寒蝉 张巧兰满意地点了点头 但忽然看到秦宇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又气不打一出来 这小子 太嚣张了 他深吸口气 等到成绩出了 看看他还怎么嚣张 葛科老师委托我不知周末的作业 葛科科代表到我办公室来去 他怒哼一声 转头向办公室走去 没一会儿 葛科科代表们领回了一打踏卷子 同学们一着哀嚎 但无论如何 学生们算是放假了 虽说周末只有两天 但周五晚上总是很开心的 江小雪背了好多书和卷子回去 小红书包都撑得鼓鼓的 堪堪放下 他收拾好书包 发现秦宇的书包空空如也 顿时有些生气 这家伙又打算不做作业是吧 作为班长 他决定坚持自己的职责 问道 你的作业呢 周一在抄你的秦宇笑嘻嘻道 丝毫没有羞耻心 我才不让你抄 江小雪怒了 他是随便让人抄的人吗 有时候 就连黄月月要抄他的作业 他都不准的 也就被这家伙抄过一次而已 那可不行 秦宇一惊 这还了得 连忙道 我们可是战略合作伙伴 抄一抄很正常的 不可能 想都别想 江小雪态度坚决 秦宇撇撇嘴 不再纠缠能不能抄的问题 跨上书包问道 带家伙了吗 当然 江小雪瞪了他一眼 他说的家伙是数码相机 秦宇的手机可以拍照 但拍出的照片 无限接近马赛克 比某国骑兵还模糊 还好江小雪家里有旅游的习惯 数码相机是索尼的 大几千块钱 拍个商品图完全够用了 黄月月收拾好了书包 凑过来问道 小雪 回家吗 秦宇抢先答道 不了 我和班长大人有事 黄月月露出了一个我懂得的表情 对江小雪挤了几眼睛 自己离开了 江小雪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乎 又瞪了秦宇一眼 都怪你 秦宇从他眼中读出了这三个字 他翻了个白眼 江小雪眼睛是很漂亮 被瞪着还挺舒服的 但照这么瞪下去 哪一天非得瞪出干眼病来 别瞪了 快点走了 抓紧拍照 然后去吃晚饭 吃晚饭 江小雪愣了一下 原本的计划中 可没有这一华 秦宇耸了耸肩膀 就当是预祝我们开店顺利 外加关系更进一步 江小雪有些心动了 但忍不住就想傲娇一下 谁跟你关系更进一步 别傲娇了 动作快点 你说谁傲娇 两人打闹着离开了教室 如果说之前的小动作 没人发现的话 现在两人的动作可太明显了 无数人表示自己心碎了 萧筹更是双目无神 满脸呆滞 头顶飘落的雪花 都够一米深了 出了教室 江小雪越想越气 追着秦宇踩了几脚 结果都被他轻松躲了过去 脸蛋不由地嘟了起来 可恶 就不能让他踩一脚吗 秦宇看着他 像个孩子一样打闹 忍不住想笑 问道 想吃什么 江小雪感觉 这个笑容好生可恶 轻横道 随便 死 听到这两个字 秦宇的眼皮就是一跳 触发蜘蛛反应了 同样的两个字 可是大有学问 男生说随便 那是真的随便 吃什么都行 女生说随便 那是在说我明明说过 喜欢吃烤肉 测试下他记不记得 如果回答错了 那就是送命题 秦宇想了想 黄月月的情报中 江小雪没有特别爱吃的食物 只是喜欢吃辣 他试探着问道 要不 吃火锅吧 有家店麻辣味的锅底很不错 第37修罗场 放学后的这一段时间 文具店的生意是最好的 秦宇和江小雪来到店里时 看到秦政正忙个不停 秦宇和他说了一声 便和江小雪自己开始了 江小雪用店里的座机 给家里打了电话 说话时不由有点心虚 和男生单独吃饭就算了 还得向家里撒谎 在以往他这个优等生的世界里 绝对是恶劣至极的行为 等他打完 秦宇耸了耸肩膀 其实用我的也行啊 你想死是吧 江小雪怒瞪过来 提到这件事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原本都快说服父母能买手机了 结果秦宇一个短信发过来 算是彻底泡汤了 现在他的手机后 已经被他老妈倒背如流 秦宇胆打过去 恐怕他老妈会立马杀到战场 秦宇饶有意思的问道 说起来 你是怎么和你爸妈说的 江小雪白了他一眼 道 我没有改你的备注 爸妈不知道你是谁 我就说 一定是某个男同学 我也不知道是谁 秦宇眨了眨眼 如此一来 他还有和他父母接触的可能性啊 而且 江小雪没有改备注 却能认出是自己的手机号 这不是铁岸链是什么 想到这里 秦宇的嘴角莫名地向上勾了起来 江小雪有点猛 想了想就知道 他为什么笑得这么贱 娇称道 我只是记性好 恰巧记住了而已 你笑什么笑 秦宇也不多说 笑道 快点开始吧 江小雪哼了一声 小心翼翼地从书包中取出了数码相机 这玩意儿大几千块呢 弄坏了他也得挨骂 他举着相机 跃跃欲试 问道 从哪开始 同学路吧 秦宇走过去 拿了几本同学路过来 每种价格的都拿了一些 他把同学路放在了柜台上灯光充足的地方 江小雪举着相机 咔嚓拍了一张 他连忙招着小手 让秦宇去看屏幕 怎么样 秦宇凑过去一看 嗯 没对焦 胡成一片了 他叹了口气 要不我来吧 江小雪一脸的不服 这个相机可是很难操作的 他用了几次都用不好 秦宇能用好 他诡异的好胜心又起来了 秦宇接过相机 稍微尝试了一下 便了解的差不多了 咔嚓 他对着同学路拍了几张 江小雪连忙凑着小脑袋 他眼眸微缩 虽然不想承认 但拍的确实不错 图片清晰 角度恰当 不能说多完美 但比他胡成一片的图片好多了 秦宇看着他鼓起来的脸蛋 忍住了去掐一把的冲动 不由得笑了起来 江小雪果然很可爱 他忍俊不惊道 这都要分个胜负 江小雪哼哼几声 显然还是很不服 他一定是操作方法不正确 秦宇看了眼时间 得加快速度了 来 你掰开一点 我要拍里面 好 江小雪点点头 打开了几个同学路 秦宇咔嚓咔嚓的一顿猛拍 继续尝试了几次后 两人的工作变得默契起来 江小雪负责摆放文具 秦宇则找着合适的角度 一顿猛拍 一个小时后 秦宇检查着所有照片 道 好了 差不多了 照片质量差强人意 勉强可用 但秦宇可是会PS大法的 马赛克都能给他 屁成高清步兵 秦正也忙得差不多了 拿着两瓶可乐走了过来 问道 小雨怎么样了 秦宇随手接过 给了江小雪一瓶 她已经秒变回了女神状态 带着无可挑剔的微笑 道了声谢谢 秦宇惊讶于她的转换速度 道 店铺已经通过审核了 马上就能营业了 到时候需要你联系一下物流 秦正拍胸保证道 放心吧 两人出了文具店 秦宇依旧翻动着相机 她拍照采用了饱和式原则 重复的照片很多 现在的把质量差的删掉 江小雪数着白嫩的手指 游子那难道 我们一共就三千块 找客服和刷单 至少要两千块 剩下一千块 留着应急吧 她又转头问道 客服找什么样的 秦宇随口道 女大学生吧 江小雪一愣 为什么是女大学生啊 秦宇解释道 你找专业的全职客服 价格肯定高 大学生既便宜又能干 还每天闲得抠脚 做客服刚好 以她的了解 大学生现在找兼职 还是很难的 大多还是勤工俭学 发传单 做服务员 假期可以去工厂搬砖 而且 有些大学生 会非常珍惜赚钱的机会 干着全职的活 给着兼职的钱 为什么不用 江小雪一脸狐疑 大学生真的这么闲吗 她还以为 大学生的学业都很繁忙呢 不过 问题来了 她微眯着眼睛 为什么非要找女生 秦宇动作一将 感觉自己的脑门上 写了一个V字 她正色道 我们的店铺 是主打可爱风格的 客服还得设计一套 可爱风格的话术 男生的话太别扭了 江小雪轻哼一声 秦宇的解释还算合理 算她过关了 店铺装修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她看了几次 风格的确是以可爱为主的 尤其是一些卡通猫咪的图案 简直是深得她心 她微微汗手 大学生兼职的话 的确能剩下不少钱 一个月一千够吗 秦宇摇头 八百 日节 江小雪犹豫到 会不会太低了 秦宇呵呵一笑 爱来不来 现在可能什么都缺 但最不缺的就是大学生 别说八百块了 秦宇觉得五百块都能找到 当然 现在赶时间 没必要压那么低 秦宇翻着相机 结果发现翻到头了 继续往前一翻 翻出了江小雪一家的生活照 他们家里有出去旅游的习惯 可以看到 她的爸爸长着国字脸 戴着黑矿眼镜 看起来气质平和 很有书卷气息 她的母亲则是打扮得有些时髦 身材保持得很好 不像四十多岁 她继续翻了几张 总算是看到江小雪了 她穿着花格子衬衣 下身是贴身牛仔裤 两条双腿纤细而苗条 她身后是高峻的山峰 苍松脆百 云雾缭绕 少女眉眼弯弯 笑意盈盈 明亮的眼眸 泛着令人心动的秋波 这时的她大概十六七岁 比起现在要稚嫩一些 少了几分女神气息 多了些青春少女的懵懂 秦宇一不小心看呆了 可恶 心脏不争气地跳起来了 这个女人怎么会这么好看 她问道 这张图片不错 在哪拍的 江小雪瞥了一眼 随口道 横山 咦 她的翘脸顿时红了起来 美眸圆瞪 做事就要抢过相机 秦宇 你偷看我的照片 这怎么能是偷看呢 你可别凭空无人清白 秦宇伸着胳膊 把相机高高举起 江小雪点着脚尖 纤细地粉壁伸的笔直 但就是碰不到 她的身高是一米七 在女生中已经算高了 但在秦宇一米八五的个子面前 还是不够看 江小雪脸红彤彤的 用力跳了几下 依然是碰不到 她恶狠狠地看着秦宇 咬了下红润的嘴唇 大有扑过来的架势 秦宇连忙道 别别别 怕了你了 江小雪也会有脑袋一热 智商突然下线的时候 否则前世的悲剧 也不会发生了 她还真怕她 不顾一切地扑过来 到时候 相机绝对是保不住了 她把相机递了过去 又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丑照 给我看看怎么了 江小雪气鼓鼓地 连忙把相机 塞入了自己书包里 怒道 女孩子的照片 怎么可以随便给人看 我们可是合作伙伴 康康照片怎么了 那你怎么不让我看看你的 江小雪想了一下 脸有点红 秦宇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就她这条皮捣蛋样 恐怕是个熊孩子吧 秦宇一摊手 我照片不多 穿开裆裤的倒是有 但我这人从小 就和小子不沾边 小时候阿姨们 可是抢着抱我 说我将来一定有出息呢 江小雪愣了几秒钟 白嫩的脸蛋 肉眼可见的红透了 红云一直蔓延到了 耳朵和脖梗 秦宇眼皮一跳 糟了 她好像听懂了 秦宇 你又耍流氓 江小雪咬牙切齿地 娇斥一声 发现秦宇已经撒鸭子 就跑了 她气得一路直追 很可惜 她的体力完全没法 和秦宇相比 累得气喘吁吁 根本追不到 突然 秦宇猛地停了下来 江小雪没反应过来 直接扑到了秦宇身上 哎呦 你干嘛 江小雪整个人 都扑到了秦宇的后背上 还好秦宇稳得像柯树 没有撞倒 秦宇顾不上身后 柔软美妙的触感 硬生生地咽了口唾沫 冷汗直冒 一个熟悉的身形 走入了火锅店 只是瞥了一眼 她就认出来了 正是穿着 哥特式黑色连衣裙 宛如从童话中 走出的安南 尼玛 梅县果然是个 十八县小县城啊 这都能碰到 第三十八小小修罗场 不过如此 梅省是中部落后地区 梅县放眼整个梅省 又是落后地区 简称落后中的落后 经济不能说不景气 只能说差得很 有名的饭店就那么几个 火锅店更是只有几家 其中小飞扬 算是近些年口碑最好的 秦宇目视着 安南进了火锅店 直到看不见了 这才转身 看向了揉着小脑袋 明眸里满是愈怒的江小雪 她只觉得头皮发麻 道 那个 要不咱换家店吧 为什么 江小雪不解地问着 秦宇大脑光速运作 脑海中疯狂 模拟着喜洋洋思考时的动作 道 我突然觉得 咱资金还是很短缺的 钱得花在刀刃上 小飞扬一顿的三位数了 还是省点吧 三千块开网店 数实是有些离谱 不过 秦宇的货源乃至物流 都不需要花钱 其实是绰绰有余了 借口有些别角 江小雪白了她一眼 脸上有点娇羞 这都七点多了 再去别的店 吃完的什么时候了 这顿我请你 算是 谢谢你的早餐 秦宇 不是 你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 江小雪虽然不抠门 但每一笔钱 都有详细的规划 而且 豆浆油条加起来就一块钱 能换一顿火锅 这回报率也太高了吧 巴菲特来了 都得甘拜下风 看她不吱声 似乎还一脸呆滞 江小雪顿时怒了 这可是 她第一次请男生吃饭 她居然不领情 还来不来 我一个人吃去 说完 她娇哼一声 斗子向着店内走去 秦宇眼皮一跳 只好硬着头皮跟上 这喜痒痒也不好使啊 店内很热闹 热气腾腾的火锅 冒着阵阵诱人的香气 两人身上 还穿着一中的校服 服务员一下子认了出来 同学你好 请问几位 两位 跟我来吧 火锅店的分区 都是按照人数来的 这里没有设置专门的两人桌 最少都是四人桌 服务员便是带他们 去四人桌的区域 秦宇却是在琢磨 安南那边会有几个人 以她对她的了解 80%概率是两个人 15%概率是四个人 只有5%概率 超过四个人 遇到一起的概率 高达95% 她肾上限速飙升 灵光一动 道 麻烦给我们找个偏僻点的位置 好的 您坐19号桌 可以吗 服务员点点头 并不觉得是什么奇怪的要求 小肥扬能成为 眉线最成功的火锅店 硬件设施是独一档的 座位并不是简单的椅子 而是长条沙发样的包厢 两人在最里边的座位坐了下来 右侧就是一堵墙 左侧只有一条能通过的过道 很完美的座位 秦宇让江小雪坐在了过道那边 她坐在了最里面 这样江小雪视野内就只有她了 而她却能看到过道 和外面的几个桌子 两个人是铁定要不到包厢的 那样属实是碰瓷了 这个座位还算安全 坐定后 秦宇暗自松了口气 一路上没有看到安南 看来自己也不是彻头彻脑的倒霉蛋 江小雪疑惑地眨着眼睛 为什么要坐这里 这个座位的视野有些狭窄 有点闷 秦宇装作翻开的菜单 面色如常道 你傻呀 今天可是周五 还是刚母考完 好多人都要出来的玩的 我被人看到无所谓 你被同学看到 秦宇顿了一下 抬起头来 故意对她挤了几眼睛 你才傻呢 江小雪嘟囔一声 脸红了 有点后怕 以她在意中的知名度 和男生单独吃饭的消息传出去的话 她早恋的传闻 分分钟会传遍整个校园 她轻哼一声 算她想的还算周到 秦宇轻出口气 很好 又混过去了 她喊过服务员点了餐 火锅点餐也就那样 两个人的话吃不了多少 不过锅底秦宇特别强调了麻辣锅 江小雪问道 去调小料吧 你先去 我打个电话 秦宇摆了摆手 示意她先去 根据她的经验 遇到修罗场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让她们碰面 如果她们必须碰面的话 现在江小雪还不认识安南 只要自己不在场 就问题不大 江小雪狐疑地看了秦宇一眼 自从进了火锅店 她总觉得秦宇有些不对劲 生气自己不让她看照片 不对 秦宇不是这么小气的人 她柳眉微皱 一边琢磨着 一边向着小料区走去 其他火锅店的小料 都是固定的 什么麻将小料 家常小料 最多会上点韭菜花和酱豆腐 但小肥羊的小料 独具特色 有二十多种配料 可以自己组合 看着丰富的小料 她有点选择困难挣饭了 正想着怎么搭配时 突然发现 一个穿着黑色裙子的女生 刚配完小料 迎面走来 江小雪微微一愣 好大 哦不 好可爱的女生 贴身的黑色疙瘩式连衣裙 和常见的连衣裙不同 并不显得素目厚重 反而有些少女的可爱和调皮 华丽的裙身 镶嵌着一圈圈的金色花边 裙摆有着点点花叶 让少女露出的光洁小腿 若隐若现 她脚上穿着白色花边棉袜 以及黑色小皮鞋 活生生的像是一个 从童话中走出的小公主 就连江小雪 也感到了一丝惊艳 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只不过 少女的眉宇间 似乎有着化不开的淡淡哀伤 是什么是让她不高兴呢 四目相对 看到江小雪 安南同样愣住了 她的表现更像是受到了惊吓 小手一抖 小料差点就洒出去了 她看了江小雪一眼 逃跑式的端着小料离开了 江小雪有些奇怪 自己这么吓人吗 回到座位 江小雪放下小料 依旧一脸不解 刚刚我遇到了一个 好可爱的女孩子 像个精致的洋娃娃一样 好像是我们学校的 总觉得在哪见过 是吗 秦宇心脏扑通扑通狂跳 她觉得自己心跳 加速到了每秒五百下 前世和几个小姐姐 同时运动都没这么快 该不会 她真的偶遇到安南了吧 这要巧的 但她脸上却是稳如老狗 脱口而出 一定没有你可爱 啊 江小雪脸上一红 没想到她会突然 蹦出这么一句话 男生夸女生可爱 傻子也能听出 其中的暧昧意味 她的思绪瞬间被打乱了 娇称道 谁可爱了 你呀 你世界第一可爱 秦宇笑嘻嘻道 切 江小雪切了一声 听出了秦宇在敷衍她 白了她一眼 快去调小料吧 好多配料 要没了 心得的好一会儿才能做好 嗯 秦宇点点头 起身调小料去了 小料区 秦宇常常舒了口气 忍不住擦了把冷汗 只感觉后背完全被冷汗浸湿了 还好她经验丰富 又混过去了 小小修裸场 不过如此 她刚刚放松下来 突然 一个女生在身后响起 秦宇学长 第39 勇敢安南 直面恐惧 秦宇吓得魂飞魄散 差点原地跳起来 她瞪着眼睛 一个转身 看到了一个有点瘦瘦的女生 她瞬间认出来了 安南的闺蜜 很要好的那种 上了大学后 还一直在联系 她有些疑惑问道 你是谁来着 拉倩 少女微笑道 秦宇学长 我是蒋倩 蒋倩一笑 秦宇就想起来了 这两颗大门牙 太有标识度了 她的颜值其实还不错 能打个七分左右 但两颗大门牙 直接就能减五分 下退一大拨人 她记得听安南说过 她的门牙很是奇怪 换牙时掉了四颗 结果上了两颗 好巧啊 你也来吃火锅 是呢 我和南南一起 哦 你们好好吃 秦宇快速地配了小料 转身就走 她吃火锅的小料 一直很简单 麻将加韭菜花 偶尔放点芥末 能吃就行 蒋倩咬牙切齿地 看着秦宇的背影 好可恶的男人 居然拿她的名字开玩笑 不知道安南喜欢她哪点 不过 她是故意提到安南的 秦宇的态度 居然如此冷淡 安南应该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她为闺蜜的爱情叹了口气 随即又觉得不是什么坏事 刚好让安南彻底放下 几分钟后 蒋倩回到了座位 发现安南正正正地 看着沸腾的火锅 水都要烧干了 她吓了一跳 连忙添了些水 问道 南南 干嘛呢 你放菜啊 安南这才回过神来 委屈巴巴道 倩倩 我刚刚遇到姜小雪了 这个女人怎么阴魂不散啊 她是和我过不去了吗 蒋倩嘴张了张 震惊之后 瞬间想明白了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 道 那个 南南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听哪个 好消息 安南果断道 她现在不想听任何坏消息 只要她听不到 那就没有坏消息 蒋倩道 我刚刚遇到秦宇了 安南顿时眼眸一亮 小脑袋疯狂地向四周看着 哇 学长 在哪在哪 看到她发自内心高兴的模样 蒋倩有些痛心疾首 但她也知道 快刀斩乱麻的道理 悠悠地道 坏消息你自己猜 她为什么会来这里 安南愣住了 脸上的笑容缓缓凝固 垮了下去 几秒钟后 变得低沉无比 彻底看不到一丝笑容了 她又不是傻子 将小雪和秦宇同时出现 是巧合的可能性极低 蒋倩看她大眼睛中有水汽出现 不忍心看她这么低沉的样子 怒道 南南 你不能这样逃避下去 消除恐惧的方法 就是面对恐惧 好 安南深呼吸几次 粉拳紧握 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几下之后 她咬着银牙 小手猛地一拍桌子 服务员 没一会儿 锅底沸腾了 新鲜的羊肉卷 正在里面翻滚着 麻辣锅的香味 顺着腾腾的雾气蔓延而出 温度上升 两人都脱了校服外套 将小雪里面穿着洁净的白色T恤 脖梗间的肌肤如雪 不知道是火锅映照的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少女脸颊上淡淡的粉晕 格外动人 秦宇盯着她精致到极致的脸颊 这个少女 真是美得不可方物 两排洁白的银牙 犹如整气排列的珍珠 和蒋倩的两颗大门牙 简直天壤之别 她看到少女被她看得有些羞了 这才恋恋不舍地收回视线 为两人倒了一杯快乐水 举起杯子 干杯 先定个小目标 赚她一个亿 江小雪白了她一眼 什么一个亿 做梦呢 她轻轻笑着 还是举起水杯 和秦宇碰了一下 干杯X2 碰 两个杯子发出了清脆的碰撞声 火锅已经开了 江小雪小鼻子 嗅着火锅中又辣又香的味道 早就嘴馋了 迫不及待地开动起来 她做得挺直 缓缓地夹起一块肉 轻轻地涮了几下 接着放入了自己的小料中 轻轻张开红润的小嘴 细嚼慢咽起来 秦宇又有些呆 她为什么吃个火锅 都这么优雅呀 不过 优雅的女神姿态 只维持了不到几秒钟 江小雪的脸颊 便肉眼可见地红透了 额头上甚至出现了一些的细汗 看着她憋得很是痛苦 秦宇忍不住笑出了声 那就别忍了 啊 水 丢水 江小雪接过水杯 咕噜咕噜喝了两口 张开小嘴 吐着小舌头 小手不停地扇着风 这才算是好些了 秦宇努力从她上下乱动着的小舌头上一开视线 她似乎满有天赋的样子 她连忙甩甩脑袋 又一阵无语 她都能被喂龙辣到 分明吃不了辣 但又偏偏很喜欢吃辣 简直是又菜又爱玩 不过 她怎么觉得有些可爱呢 尤其是她吐出粉红的小舌头 辣得直呼受不了 用小手扇着的时候 简直可爱爆了 看什么看 江小雪被秦宇直勾勾地看着 羞涩心要爆炸了 娇吃道 明明就是很辣的好不好 秦宇没有回答 面无表情地加起几块红辣椒 丢入了嘴里 嗯 的确是挺辣的 反正比胃龙辣多了 江小雪整个人都惊住了 辣椒原来是这么吃的吗 秦宇面不改色地吞入肚里 笑道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向别人保密 你喜欢吃辣了 如果不保密的话 她吃口辣条 女神形象怕不是当场崩塌了 你不准和别人说 江小雪羞怒道 秦宇挤着眼睛 是是是 反正我们间的小秘密也很多了 哪有 江小雪心虚地反驳着 现在想想 一周来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她从来没想过 一个男生会知道自己这么多秘密 秦宇无所谓的一摊手 那就没有 江小雪一阵咬牙切齿 这个家伙 好可恶 被她明亮的眼睛如此瞪着 秦宇反而觉得舒服了 倒不是她是个抖M 喜欢被人瞪 而是觉得 比起只可远观 欣赏的女神姿态 还是女神经姿态 令人亲切一点 而且 这种姿态知道的人极少 女生不算的话 四舍五入便是专属于她的 想想就很刺激 看秦宇笑得有点贱 江小雪觉得她在想什么过分的事情 做事就要伸过去小脚踩她 别动 秦宇忽然抽出一张纸 在她的嘴角轻轻擦了几下 麻将不小心蹭到嘴角 一出来了 江小雪娇躯一颤 红润顺着脸蛋 蔓延到了脖梗和耳朵上 瞪向秦宇的眼睛中 多出了一份羞涩 连忙收回小脚 默默地低头干饭 不远处 几个服务员 端着已经沸腾的火锅 和一盘盘菜 来来回回地在两个桌子间穿梭着 显然正在换桌子 蒋妾满脸 猛逼地在新座位坐下 发现安南眼睛直勾勾地 看着一处偏僻的座位 从这里能看到秦宇和江小雪 两人的侧身 他人傻了 不是 你直面恐惧的方法 就是搁这偷看 第四是闺蜜 分明是飞刀大师 谢谢 安南努力挤出一个笑容 和几个服务员到了声谢 但大眼睛依旧一眨不眨 直勾勾地看着其乐融融的两人 他心里顿时一阵酸意 原本就有些婴儿肥的小脸 鼓成了河豚 嘴角都能挂出瓶子了 但他表示自己很耸的 别看他拍桌子很霸气 其实都不敢换个近一点的座位 他怕自己贸然A过去 然后被秦宇理所当然地发个卡 那样的话 两人连朋友都没法做了 没多久 火锅再次沸腾了 蒋浅叹了口气 能让安南放弃他最喜欢吃的火锅 真的是厉害啊 他加了一块羊肉 南南 吃肉 哦 安南依旧紧盯着两人 小手机械地把肉放入小料 站了几下 接着放入嘴里 动作行云流水 流畅至极 没有丝毫的麻将从嘴角流出 蒋浅看得目瞪口呆 原来我的闺蜜这么厉害的吗 这是人类能做出的事情吗 他怨称安南为火锅之神 安南慢吞吞地嚼了几口 忽然一皱小鼻子 哇 倩倩 这羊肉好酸啊 蒋浅 没救了 麻将都能吃出酸味来 怕不是空气都是酸的 他一阵无语 看他 又不动筷子了 帮他夹起一块虾滑 南南 哎 吃虾滑 闻言 安南缓缓转过小脑袋来 道 倩倩 我海鲜过敏 啊 蒋浅吓了一跳 连忙问道 严重吗 安南面无表情道 一口下去 可能就进医院了 上一次海鲜过敏 还是小时候 他记不太轻了 反正是在省城的医院里醒来的 你怎么不和我说 早知道不点了 蒋浅连忙把瞎滑收好 有些自责 一盘瞎滑可都下锅了 作为闺蜜 真是失职啊 没事的 我只要不是 直接吃就没事 安南摇摇头 安慰着蒋浅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眼眸恢复了一丝灵动 甜丝丝的笑道 学长就知道呢 蒋浅 蒋浅正正的看着安南 明亮的灯光下 他灵动的眸子一闪一闪 似乎带着甜蜜和憧憬的光泽 他没见过安南如此模样 顿时有些不愤 既然不喜欢安南 就保持距离啊 还记得人家海鲜过敏干嘛 QE 果然是个渣男 他 蒋浅 将亲自拯救自己的闺蜜 他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帮闺蜜 远离渣男的使命感 沉思一下 道 一点小事而已 他只是凑巧记得 安南一个劲的摇头 学长的一切 哪怕是一句话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很肯定 我一定没和他说过这件事 蒋浅满脸疑惑 根本不信他的话 但看他神情真切 又不由信了几分 那么 问题来了 连他这个闺蜜都不知道 秦宇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碰 突然 安南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两只灵动的大眼睛 几乎要喷出火来 啊 这个女人在干什么 平时一副女神的样子 果然是装出来的 安南一阵咬牙切齿 小手捏得咯咯作响 还好小肥羊的餐具质量不错 否则筷子非得被他捏断不可 蒋浅吓了一跳 连忙转头看了过去 秦宇和江小雪的座位太过偏僻 只能看到他们小半个身子 隐约可以看到 江小雪正吐着小舌头 用手疯狂地扇着风 有些可爱而憨态可惧的动作 出现在他清冷 精致的脸颊上 有些反差 饶视蒋浅 也满脸错愕地看待了那么几秒钟 他出言安慰道 江小雪可能只是吃不了辣而已 他绝对在勾引学长 安南气的牙痒痒 既然吃不了辣 还来吃火锅干吗 他绝对是来故意露出 这番可爱的模样 勾引学长的 真是个满是心机的坏女人 他看的那些小电影里的女老师 都不如他 心里漫漫咧咧了一番 安南忽然一呆 神情黯然 嘴角出现了苦涩的意味 就连他也无法否认 现在的江小雪可爱到爆炸了 自己 真的还有机会吗 蒋浅撇了撇嘴 在安南心中 秦宇地位被抬得太高了 他很想说 江小雪如果真要和秦宇谈恋爱 根本不用勾引的好不好 碰 他刚想说些什么 安南忽然又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他抓着自己的秀法 啊 好可恶 这个女人没有手吗 不会自己擦嘴吗 蒋浅又转眼一看 发现秦宇正轻轻地为江小雪擦着嘴角 少年清秀的面容上 满是温柔的笑意 距离有些远 看不到两人的具体神情 但能看到江小雪 正有些羞涩地低着脑袋 没有抗拒 清爽的少年 害羞的少女 如此轻易的动作 不由令人心跳加速 他被撒了一大波狗粮 连忙收回视线 接着沉吟一下 认为是一个让安南彻底死心的好时机 他吃着瞎滑 故作漫不经心道 南南 你不是说江雪姐答应他的表白了吗 人家是男女朋友 亲密一点很正常的 安南顿时感觉自己挨了一箭 心里拔凉拔凉的 这个闺蜜 专门发刀子是吧 蒋浅表示自己是飞刀大师 继续道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江雪姐这个样子 也太美了 如果我是男生 一定已经沦陷了 安南 这闺蜜不能要了 他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身子向后一道 一脸的生无可恋的瘫坐在座椅上 毁灭吧 看着他垂头丧气的样子 蒋浅觉得刀子发得差不多了 趁热打铁道 南南 一个渣男而已 咱放弃吧 听到这话 安南可不乐意了 倔强地摇着头 学长才不是渣男呢 他说这话是有底气的 他都坐在秦宇怀里了 他都没有任何过分的动作 如果是渣男 他早就被吃干抹尽了 蒋浅张了张嘴 不知道他为何如此肯定 小脑瓜子飞速运转 忽然眼眸一亮 南南 我有一个测试 他是不是渣男的好方法 什么 蒋浅一脸高深莫测 江学姐又不认识你 秦宇学长一定以为 我们不知道他在和江学姐吃饭 你问他在干什么 他如果不敢承认 再和江学姐一起 那就必定是个渣男 安南有点被他绕晕了 隐隐觉得不妥 摇头道 学长不会骗我的 试一试呗 蒋浅看他犹豫 切了一声 一脸鄙夷 怎么 不敢 泽泽 其实你也对他没有信心吧 安南怒视着蒋浅 就算是最要好的闺蜜 也不准说秦宇的坏话 他掏出手机 快速地敲了一个短信 一咬银牙 发了过去 第四十一安南的决议 将小雪吃了没有几口就停下了 他灌了一大口可乐 等到不辣了 用纸巾擦了擦嘴 我吃饱了 剩下都是你的 你不用着急 慢慢吃 不是 你这是个什么吃法 秦宇有些哭笑不得的 看着满桌子菜 剩下的 还有一盘多羊肉卷 多半盘生菜 一盘土豆 一盘豆腐皮 将小雪吃一口东西 就辣得吐着小舌头 得喝一大口水 结果就是 没吃多少东西 全喝水了 他总算是知道 他怎么保持身材的了 这么吃下去 能胖就有鬼了 他摸着微谷的小肚子 抿着嘴笑道 这些可花了我不少钱呢 你可得全部吃光 秦宇 他觉得将小雪在故意报复他 企图把他撑死 他无语道 和你吃饭还真是赚 就你这饭量 估计自助餐老板 见了的笑死 以后我可不会请你了 将小雪脸蛋微红 他如果吃不辣的东西 还是能吃不少的 秦宇耸了耸肩膀 那行 我请你 反正你也吃不多 用不了多少钱 滴滴 突然 秦宇的手机震了一下 他拿起来一看 瞬间眼皮就是一跳 安南发来了一条短信 他故作镇定 点开一看 学长 你干嘛呢 怎么回事 安南不是和蒋谦在火锅店吗 以秦宇对他们两个的了解 他们绝对能猜到 他和江小雪在一起 那么 他为什么要发条短信呢 秦宇稍微一想便明白了 他会不会认为 自己不知道 他已经知道 他和江小雪一起吃饭 呵呵 想套路他 too young too simple 幼稚得很 前世安南的查岗套路 简直不要太多 他可是撑了好几年 才暴露渣男本质的 现在的安南还有些稚嫩 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江小雪好奇问道 怎么 没什么 秦宇稳如老狗 随手回了过去 和江小雪吃火锅呢 没空理你 弟弟 手机一响 安南便连忙打开短信 看到内容后 眼眸一亮 举在他面前炫耀着 他灿烂一笑 得意道 倩倩你快看 学长没有骗我 看着短信的内容 讲迁又看着傻笑着的安南 一脸无语 的确是没骗你 但是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秦宇的回答超出他的预料 他还是决定 无情地打破安南不切实际的幻想 道 就算他不是渣男 可他 已经有女朋友了 安南一听 顿时又捏了 带着哭腔 那我 我 蒋倩拳头紧握 满是鼓励地看着安南 对 就是这样 勇敢地放下这段感情吧 安南小嘴张了几秒钟 最终一咬阴牙 我可以等 我等他们分手 蒋倩 蒋倩人傻了 没想到安南蹦出来这么一句话 完了 安南彻底没救了 谈恋爱是什么感觉 蒋倩并不知道 但看着安南现在的样子 他决定 还是不要谈恋爱好了 等到他分手 那得什么时候了 而且 万一他们永不分手呢 江小雪那么漂亮 品学兼优 哪怕是在整个眉线 也小有人气 只要是个男人 都不想分手吧 他知道安南有多倔强 认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 连忙劝道 南南你何苦呢 你这么可爱 找个男朋友 不是手到擒来 班里多少男生都在暗恋你呢 安南冷笑道 他们只是 喜欢我兄大而已 蒋倩 你这样会没朋友的 他低头看了看 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 不愤道 秦宇也是男人 他就不喜欢 安南挺着身子 小脸上满是自豪 学长喜欢的话 我乐意啊 蒋倩无语了 什么叫双标 这就叫双标 但安南的小脸 很快又垮了下去 哭唧唧道 但他好像真的不在乎 不是吧 蒋倩这下被震惊到了 如此看来 这个男人还真有点厉害 连他都无法抵挡 这种诱惑的好不好 安南眼睛中的水汽 似乎要滴出来了 吸着小鼻子道 哇 我好像真的没机会了 倩倩 我有这么差吗 当然没有 我们男男世界第一 可爱的好不好 你 话说到一半 蒋倩就愣住了 他不是来劝他放弃的吗 怎么感觉方向变了 果然 我只有可爱了吗 安南似乎哭得更凶了 可爱对于女孩子而言 翻译一下 那就是长得不够好看 蒋倩张嘴就要解释 但怎么也说不出 他比江小雪漂亮的话来 做人要讲良心 他干脆也不安慰了 做事要加走所有羊肉卷 道 你哭吧 羊肉卷我全吃了 哇 倩倩 就连你也欺负我安南怒视着自己的闺蜜 连忙抢着锅里的羊肉卷 几口美味的羊肉下肚 安南总算是感受到了一丝治愈 不哭了 蒋倩放下筷子 认真的看着他 严肃道 安南 放弃吧 我不会这样放弃的 哪怕对手是江小雪 我也要试一试 安南沉默半赏 最终缓缓摇头 眸中的光芒异常绝强 颇为头疼的深淡口气 吃饭吧 火锅这东西 各种东西都吃一些 最后就撑得不行了 秦宇没想到 江小雪的饭量是个弱武渣 饶是他也撑得不行 摸着肚子打了个宝格 江小雪有些歉意 没想到剩下了那么多 他称怪道 你吃这么鸡蛋吗 秦宇像是饿死鬼一般 他甚至怀疑都没煮熟 就被他狼吞虎咽的吃下肚了 班长大人请客 激动啊 秦宇擦了擦嘴 随口敷衍道 他当然是想着早点离开 只要继续待在这里 随时都有修罗厂的可能性 以他对安南的理解 他吃火锅食饭量是翻倍的 还受到了他的短信暴击 短时间内吃不完 江小雪自然想不到那么多 白了秦宇一眼 只当是他不想让自己多等 心里涌上了一种说不上来的异样 他心慌慌的起身道 我去上个厕所 等等 一起 江小雪脆了一口 好看的眼眸瞬间瞪了过来 很正常一句话 怎么从秦宇嘴里说出来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呢 两人穿上外套去了厕所 当然 分别去的是男女厕所 秦宇走路时 故意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没有四处乱看 只要他看不到对方 就等于对方不在 没毛病吧 出来时 江小雪还没出来 女生上厕所的时间 通常要更久一些 他隐隐觉得有双大眼睛在盯着他 一阵头皮发麻 连忙走到前台 没想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形 萧愁递过去几张红钞票 满是意外的看着秦宇 秦宇 你在这干什么 等人 萧愁像是漫不惊心问道 男生女生 秦宇瞥了他一眼 答道 女生 萧愁顿时满脸得逞的笑容 哈哈 差声果然是差声 脑子就是不好使 这种事情能和秦迪透露吗 他几个小时前还有点低沉 但转念一想 发现也没什么 秦宇不过是帮将小雪搬了个桌子而已 赢的还是他 第四十二薛定恶的女神状态 萧愁看向秦宇的视线中 不由戴上了浓浓的不屑和鄙视 仿佛已经把他狠狠踩到脚下 他学习成绩好 还是班里的学尾 还会唱 跳 只能说多才多艺 老爸在煤线更是风云人物 家中有个小小的煤矿 一个月的流水不是很多 也就几十万而已 秦宇拿什么和他比 此时 江小雪刚好走了过来 他微微一愣 意外地看着萧愁 没想到第一次和男生吃饭 就碰到同学了 他主动开口打招呼 萧愁 萧愁顿时一脸的兴奋 你不知道 秦宇他 他怎么了 江小雪古怪地扫了一眼秦宇 发现他正带着细血的笑容 他 他在和女生一起吃火锅 消愁地嘴张了张 这句话被他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原来 秦宇说的女生是江小雪啊 他的脸胀得通红 支支呜呜了半天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热气腾腾的火锅店中 他莫名其妙地感觉 天空中又有雪花飘落 冰冷彻骨 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 江小雪给了秦宇一个疑惑的眼神 秦宇耸耸肩膀 表示自己不知情 江小雪没再多想 对钱抬道 你好 结账 消愁瞬间又呆住了 不是 怎么是江小雪结账啊 如果说是秦宇请江小雪吃饭 他或许还能接受一点 但结果居然是江小雪请秦宇 他可就破大房了 这六年来 他喊了江小雪无数次 除了初中同学聚会外 根本喊不出来 秦宇倒好 和江小雪单独吃饭就算了 还让他请客 小飞羊的费用还是很高的 江小雪肉痛地花了一百多大羊 这可是09年的一博啊 结完账 秦宇微笑着对消愁道 学尾 没事的话我们就先走了 消愁从牙缝里憋出两个字 再 再见 秦宇刚想再说些什么 便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 似乎正在向前抬走来 蒋先走在前面 他的身后 则隐约是一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身形 秦宇又是一阵头皮发麻 不知道 他们今天怎么吃得这么快 没敢多想 连忙拉着江小雪狂奔出门 江小雪小脸上全是猛逼 还没有反应过来 已经被秦宇拉着小跑了出去 小丑微张着嘴 目光呆滞看着两人牵在一起的手 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绿色的 出了饭店 江小雪小脸通红 被他拉着跑了几步 挣扎着把小手抽了出来 你干嘛 他揉着小手 有些委屈地瞪着秦宇 他允许他牵手了吗 这家伙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居然当着别人的面耍流氓 这下好了 被小丑看到了 让他怎么解释 秦宇随口胡周道 我好像看见老班了 张巧兰 到你出场的时候了 江小雪小脸上顿时满是紧张 不是吧 感觉有点像 他摸了摸后脑勺 欠一道 也有可能是看错了 抱歉 我太紧张了 他这话就很有艺术 哪怕后来江小雪证实了 并不是张巧兰 也没辙了 江小雪一愣 仔细想想 还真有可能 张巧兰和小手家里关系很不错的 逢年过节送送礼 周末请出来吃个饭 再正常不过 如果被张巧兰看到了 一定会通知他的父母 给他彻底打上早恋的标签 他越想越感到后怕 瞪了他一眼 加快脚步向家中走去 算是放过他了 他小脚走得飞快 快速走了一百多米才慢了下来 秦宇心中给张巧兰点了个赞 连忙跟了上去 他笑嘻嘻地道 多谢父婆款待 父婆 江小雪有些疑惑 秦宇眨眨眼 心想这个词 现在还不是很流行 嘿嘿一笑 解释道 一个简称 全称是富裕的老婆 江小雪的脸顿时红了 羞怒道 谁是你老婆 少女白嫩的面颊上 满是娇羞 皎洁的月光下 一颤一颤的睫毛 如同翘起来的银针 眼眸中晃动着的秋波 清澈而纯净 时间到了八点多 接到人不多了 小县城的夜晚 依旧宁静平淡 没有城市那般喧哗浮躁 偶尔能看到几对小情侣经过 搂搂抱抱的 不成体统 江小雪的家在工商小区 他爸爸当年在工商局时买到的 价格和一中家属院差不多 也属于有年头的老楼了 秦宇再次为把他变得恼羞成怒 付出了代价 特步鞋上多出了一个小小的鞋印 江小雪依旧气嘟嘟的模样 骄傲地养着脖梗 半侧着身子 给了秦宇一个完美的侧脸 两人都没有迈动脚步 路灯下 秦宇单脚着地的模样有些滑稽 影子被照出了荆棘独立的感觉 一中家属院和工商小区并不同路 秦宇揉了会儿脚 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模样 不由有些好笑 他是想让自己送他回家吧 闷声道 嗯 这家伙 果然很可爱呢 他忍住了戳一戳的冲动 笑道 我送你吧 江小雪眼眸微亮 但还是轻哼一声 不用了 说完 他又瞪着秦宇 如果他真的不送的话 他可就生气了 秦宇不把他的傲娇表现当回事 道 走吧 夜深人静的 班长大人这么漂亮 遇到色狼怎么办 江小雪看着手腕处的红印 忍不住瞪了他一眼 你就是最大的色狼 谢谢夸奖 江小雪满脸疑惑 搞不懂秦宇的脑回路 秦宇则表示 被人说大了 作为男人 那不得表达谢意吗 两人慢慢地沿着道路行走着 和煦的夜风吹拂着少女的发丝 如水般的月光下 少女的步伐轻盈至极 清澈的眼眸中 映衬着同样明亮的月亮 秦宇鼻尖隐隐能嗅到他身上好闻的味道 知道他有话想说 很有自觉地没有说话 他偷偷瞥着他完美的侧脸 现在的江小雪 似乎是回到了女神姿态 但他觉得又不像 就称之为薛定谔的女神状态吧 走了几分钟后 江小雪停下了脚步 微微转身 秦宇 嗯 秦宇转头看着他 少女的脸上 像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荧光 他眸子盈盈地看着秦宇 清脆的声音半风而来 你打算上什么大学呢 第43少女 原来攻略你的难度这么低啊 江小雪盈盈如梦的眼眸一眨不眨 看不出任何表情 他从小雪起便是班长 严肃起来时 隐隐有些和年纪不符的威严 他是个认真的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全力以赴 学习 生活 乃至 恋爱 态度都是如此 短短几天时间 他觉得和秦宇的关系 发展得太过迅速 有些超出掌控了 他决定拷打他一番 想和他在一起 至少得拿出点男子汉的担当了啊 总不能依旧天天摆烂 最后上的大专吧 秦宇沉默起来 去读哪个大学 还真得考虑一下了 苏潇潇读的是文科 两人有很大概率 不会上同一所大学 同时 出于渣男的直觉 秦宇觉得 他们两个上一所大学 并不是什么好事 他便道 和你一样吧 江小雪柳梅一条 对于他的答案非常不满 我是认真的 秦宇嘴角一抽 看来他是认定 他没有那个能力了 的确 以他现在的成绩 想和江小雪上 同一所大学 也就差个几百分而已 他嬉笑道 我也是认真的呀 江小雪叹了口气 只当他在敷衍自己 撇撇嘴 那你恐怕得复读八年了 至于吧 我觉得四年就够了 江小雪粉嫩的脸蛋 又鼓了起来 把不爽两个字 写在了脸上 四年 到时候他都毕业了 他就算去了 同一所大学 有个屁用啊 没事 现在大学生也能结婚了 还加学分呢 到时候 我们直接结婚 你去工作赚钱 养我情语 甜不知识地说着 大学生结婚 他见得多了 有些是真的感情到位了 有些则是为了两个学分 等到他众生前的魔幻时代 为了鼓励生育 有些大学里学生结婚 都给单独配宿舍了 你想得倒霉 谁要跟你结婚 江小雪薄怒含羞 娇称一声 对秦宇的脸皮 再次有了新的认知 居然想着让女孩子养他 呸 不要脸 逗你呢 秦宇怕他 又恼羞成怒了 连忙道 放心吧 等到魔考成绩出来 你就知道了 我们一定会上同一所大学 江小雪满脸狐疑 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 但他也没有再多说 一中的判卷速度是很快的 高三考试 高一高二的老师负责加班判卷 这个模式已经持续数十年了 再加上学生并不多 周一的时候 差不多成绩就出来了 到时候看你怎么狡辩 江小雪轻哼一声 丢下一句话 继续向前走去 你大学要学什么 秦宇追上前去 继续和他并排走着 他没问他 要报什么学校 江小雪前事报志愿有些失误 读了理工大 眉省唯一的211大学 这一事 他并不打算去过多干涉 他窒息未来十多年的走势 很容易积累一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 上什么大学 没有丝毫影响 将小雪思索片刻 达到 经济学或者工商管理吧 秦宇点点头 和他前世的选择一样 那么 他要学什么呢 秦宇想了一下 他前世的大学生活非常枯燥 大一几乎都宅在宿舍里打游戏 觉醒渣男属性后 就很少回宿舍了 后来安男入学 和他确定了关系 两人在校外租了房子 每天昏天暗地 运动做得飞起 他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 小小年纪 碑里的枸杞便泡起来了 浑浑噩噩地过了四年 他猛然回首时 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 就连毕业也成了难题 还是在安男的帮助下 勉强拿到双正的 重生之后 他的心态 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没想着上什么清北 他对于大学的展望 就是痛痛快快地躺平 做做游戏 谈谈恋爱 学习是不可能学习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如此一来 他的选择只剩下两个了 一个是通信工程 他前世的专业 有金手指在 说不定还能混个奖学金 另一个是计算机 他在培训机构速成过 后来一直从事相关工作 想必拿个毕业证 没有太大压力 大学生活是哪样的呢 江小雪带着憧憬的声音传来 情语驱散了闲杂的思绪 笑道 整天闲着抠脚 不谈恋爱的话 就只能打游戏了 和经常点名的老师斗知斗勇 偶尔去图书馆感动一下自己 等到期末了 会为了六十分秒回高三 挑灯夜战 哪有你想的那么糟糕 江小雪嫌弃的瞪了他一眼 似乎他玷污了自己 对大学的美好期望 秦宇涵笑问道 那你大学想干嘛 江小雪瞬间来了兴致 掰着小指头 轻横道 我才不会像你说的那样 还是要好好学习 学习经济和商业方面的知识 然后努力赚钱 早点实现财富自由 他顿了一下 果然赚小钱钱 还是他的第一要望 他眼眸愈加明亮 继续道 等到有钱了 我就可以在外面租房子了 我要在自己的小家里养宠物 一只猫一只狗 假期带爸爸妈妈去旅游 还要加入学生会 竞争班干部 时间充裕的话 加入一个感兴趣的社团 秦宇 江小雪对于大学生活的期望 非常符合一个即将高考的学生 当然 他比其他人多了 要赚钱的任务 据秦宇所知 江小雪的大学生涯 依旧是好学生母版 他当了学生会会长 创立了一个大学生创业社团 拿过校级三好学生 祭典常年霸榜专业第一 每年都是校级奖学金的获得者 无论哪一个 都让前世的秦宇 难以忘记向背 只好退避三社 不过 问题来了 他呢 合着他的大学生活规划中 根本没有他的戏份呗 秦宇有些不爽 摇头道 你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什么 江小雪歪着小脑袋仔细想了想 没有了呀 秦宇盯着他 抱 谈恋爱 江小雪翻了个白眼 轻哼一声 不置可否 我为什么要谈恋爱 大学不谈恋爱 必定是充满遗憾的 秦宇黑黑一笑 当然 好多人只是缠你身子 坏得很 我觉得 你得和眉线户口 身高185厘米 和你做过同桌 帅得吊渣的男生谈 江小雪脸 红红地脆了一口 似身似怒地瞪着他 厚脸皮 干脆念他的身份证得了 而且 他就不缠他的身子 哼 他才不信呢 哦 是吗 他装作茫然地 眨着明亮的眼睛 道 可是我没有这样的同桌呢 看到秦宇愤愤不爽的样子 他的眼角弯成了月牙 啰啰的轻笑几声 眨眼间 两人已经到了工商小区 小区内亮着昏暗的灯光 这里同样是老旧小区了 墙壁已经脱落 掉渣 整体环境不怎么好 当然 秦宇家里不换新房子 那是因为买不起 而江小雪家里不买 那是不想买 他的老爸 还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性 近些年为人特别低调 秦宇在小区前站定 他可不想见到他的父母 好了 我不送了 你回去吧 谢谢 江小雪小步向前走了几步 突然停住了脚步 转过半个身子 微风吹拂 几根细碎的发丝 贴在了少女微红的脸蛋上 遮掩了小半张脸 如果这个人能和我上同一所大学的话 我或许可以考虑一下 少女略带扭捏的声音随风而来 若不可闻 说完 他逃也式地进了小区 望着江小雪飞速消失的背影 秦宇正正出神 少女 原来攻略你的难度这么低啊 第四十四季的 带身份证 初夏的晚风 驱散了白日的热浪 清凉萦绕在朦胧的月色下 静谧的夜散发着优雅的美 秦宇沿着街铺 慢慢地向着自己家走去 影子被昏暗的路灯照得斜长 他前世是个渣男 这点没得洗 他也不想洗 但他是个有原则的渣男 从来没有对身边人下过手 安难不算 那是他对他下手 秦宇是被推的那一个 古人的话是有道理的 兔子不吃窝鞭草 下手或许简单 但完事了绝对不好踹 尤其是在梅县这种十八县小县城 谁家里闺女谈对象了 第二天就会传遍整个县城 秦宇前世和安南 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他老爸本来就对秦宇不满意 在得知安南高考故意考杂 就是为了去找他后 更是气得血压飙升 但奈何女儿 对秦宇爱得死心塌地 他也不好说什么 只好顺着宝贝女儿的心思 准备婚礼 然后秦宇脚踏恩之船的事情就曝光了 事情一夜之间 传遍了整个梅县 张玉霞被儿子气得瞬间憔悴了不少 安南的老爸 更是要扬言 把秦宇的腿打断 把他下得连夜扛起火车 跑路到了省城 从此再也不敢回梅县 往事不堪回首 这一事 秦宇想要尽可能地去弥补遗憾 去改写身边人的命运 但他发现问题并不简单 如果只是玩玩 现在就可以下手了 无论是苏潇潇还是江小雪 已经到了朋友之上 恋人未满的状态 但他已然变得更加贪婪 不再稀求一稀之欢 而是想要把这些女孩 永远留在自己身边 老实说 秦宇没有任何经验 他前世只是玩家心态 提起裤子就走的那种 根本没想过开水晶宫的事情 等到他走到家门口时 脑海中大致想出了几个对策 首先 没必要还是不接触他们的父母了 有些事情 一旦牵扯到大人 可就不好收场了 苏潇潇没有办法 两人是青梅竹马 从小就认识 秦宇穿开裆裤时 田立同没少抱他 当时还夸他 将来一定有出息呢 安南和江小雪的父母 则是能不见就不见 其次 还是得先实现财富自由 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剩下的问题 没有钱会更加难办 想开水晶宫 没有物质的支撑 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他都重生了 至少赚个十位数吧 最后 就是尽量规避修罗场 秦宇忽然有些烦闷地抓了抓头 三条对策 都是缓兵之计 想了半天 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解决办法 他决定去某点的后宫文里开个帖子 问问书友们的建议 打开家门 张玉霞和秦志刚 依旧在沙发上看神剧 没开灯 客厅里一团漆黑 只有电视散发着点点亮光 张玉霞依旧看着电视 头也没回 问道 去哪了 秦宇随口答道 小肥羊 两人也不问他和谁吃的 反正在他们看来 秦宇胡鹏狗友不守 张玉霞又问道 母考怎么样 秦宇笑道 放心吧 应该还可以 绝对有进步 有进步 张玉霞立马瞪了过来 显然并不满足这个答案 提高一分 也是有进步 有个屁用 还不是上个大专 他冷声道 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得收收心 知道吗 秦志刚立马开始了混合双打 我们也不瞒着你 如果你考不上本科 就准备让你去补习 老师都联络好了 知道了 秦宇抽了抽嘴角 他现在才想起 前世自己突然发力学习 就是被补习两个字给吓的 他把外套丢进洗衣机 道 明天早餐 我不在家吃了 张玉霞立马黑着脸问道 你又要去干嘛 和萧萧出去玩 两人齐齐一乐 对视一眼 这小子的确有进步 张玉霞的表情瞬间转换 出现了一个温柔的笑脸 带人家好好玩 知道吗 老爸更是大方帝 掏出一百块钱 跟人家萧萧别太吝啬了 带他吃点好吃的 秦宇 苏萧萧你就是神 张玉霞眨着眼 儿子都努力了 自己这个当妈的 也得帮他一把呀 他提议道 要不咱明天中午 邀请萧萧和立同过来吃饭吧 秦志刚连忙道 我中午有事 要去应酬 张玉霞冷笑一声 本来也没指望你 秦志刚连忙 举着茶杯挡住脸 尴尬地喝着茶 严格落实着不抵抗政策 秦宇想了一下 道 萧萧应该没问题 妈你要是能把田姨喊过来就可以 明天中午是打算带苏萧萧下馆子的 但既然老妈有心 带回家也可以 张玉霞拍着胸脯保证道 等你老妈的好消息吧 秦宇洗了澡 回到卧室 掏出手机翻看着 傍晚时 苏萧萧发来的短信 说是考完市田立同和他一起做了晚饭 吃了中午 剩下的土豆烧南茄 熬了小米南瓜粥 秦宇的嘴角 出现了柔和的笑意 看来他还记得自己 让他每天发短信的要求 令人意外的是 除了火锅店的那个短信外 安南没有发来任何短信 他平时可是早安我安晚安根本不停的 自从他和安南相识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断调 他驱散了心中怅然若失的感觉 没有再想 随手给苏萧消忽了过去 几秒钟后 电话接通了 秦宇 他的声音依旧是软软的 诺诺的 像小猫被主人爱抚时 舒服的喵呜声 只是几个字 秦宇心里便有点发痒 嗯 睡了吗 没有 考得怎么样 还可以 想我了没 一个问题 简单的四个字 电话瞬间沉没下来 秦宇的面前浮现出了 他有些微红的脸蛋 忍不住微笑起来 他故作难过道 一日未见如隔三秋 我想你想的晚饭都没吃好 谁能想到 你一点都不想我 哎 我的心啊 拔凉拔凉的 你 你别说了 苏萧萧逆逆的声音中 似乎多出了一丝化不开的羞涩 几秒钟后 他微不可闻的声音传来 我想你了还不行吗 少女软软诺诺的声音 冲击着秦宇的荷尔蒙 他呼吸都火热了几分 他现在脸颊都红得不像样了吧 他显然不打算 就这么放过他 笑音音的问道 有多想 嗯 也就一点点以苏萧萧声音越来越低 饶视秦宇开了免提 也只听了的大概 不行 被非常想才请他有些得寸进尺地道 电话又沉默了 秦宇放肆的笑了几声 不再逗他了 问道 还记得我和你约定的是吧 嗯 苏萧萧甜甜的硬着 两人约定了周六上午出去玩 当然 仅限一个上午 苏萧萧是乖孩子 好学生 临近高考了 下午要在家里学习 秦宇嘱咐道 上次忘说了 记得带上身份证 啊 苏萧萧小声惊呼一声 吓了一跳 听话 乖哈 嗯 苏萧萧萧脑袋还没转过弯来 下意识小声嗡了一声 那就早上八点钟 小区门口见 好 挂了电话 苏萧萧摸了摸自己滚烫的脸蛋 这个大坏蛋 说了好多秀人的话 他感觉小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都快要跳出来了 而且 他让自己带身份证干嘛 出去玩 不用带身份证的吧 苏萧萧吓得都要哭出来了 他不会 要做坏事吧 第四十五 别怕 一点都不疼 第二天 秦宇早早地便醒来了 怎么说都算是和苏萧萧的第一次约会 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他打开衣柜瞅了瞅 自己的衣服属实不多 这些年前都拿去上网了 根本没有多在意自己的形象 张玉霞养儿子的手法 只能说很粗糙 衣服只要没破损 根本不给他买新的 也就过年的时候会有新衣服 他挑了又挑 选了一件干净利落的白色T恤 外面披了一件黑色的薄外套 下半身则是深蓝色牛仔裤 换好衣服 他到卫生间刷了牙 镜子中的少年面容清秀 目光清澈 但凡可惜 他的头发还没有长长 没法留后是最受欢迎的中分头 简单地梳理一下 便准备出门了 张玉霞听到动静后 打着哈欠出来了 他嘱咐道 你田一答应了 中午记得和萧萧早点回来 秦宇没有惊讶 以老妈的实力 约不到才是意外 他点点头 正要出门 忽然想起了什么 连忙道 对了 妈你记得别和田一 提我这几天中午 和萧萧吃饭的事 张玉霞疑惑道 为什么 秦宇心虚的干咳一声 贴贴的事情 双方父母都不知情 张玉霞以为他每天吃完饭 就会回家午睡 田丽童则是压根 就什么都不知道 要是被他知道了 他怕不是要被打死 还好他早就想好了说辞 道 你想啊 田一也是好面子的人 如果知道 我天天给萧萧带吃的 一定会拒绝的 我还特地让萧萧对他保密呢 嗯 是这个理 张玉霞沉印着点了点头 很是意外地看着秦宇 不错呀 儿子想得比他这个当妈的还周到 但怎么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呢 天气晴朗 天空蔚蓝一片 清澈的没有一丝云彩 秦宇走出单元门时 刚好苏萧萧也从一单元出来了 晨曦下 少女停停而立 她今天穿着淡蓝色的长袖连衣裙 身姿窑窍 纤细的腰肢不堪一握 透过轻薄的青纱裙摆 可以看到白嫩纤细的小腿 白腻如雪 她的头发 没有将小雪那么长 柔顺地披在香肩上 脸上没有化妆 却能甩后视的各种网红几条街 两人对视一眼 苏萧萧脸蛋 浮上了一丝淡淡的红润 目光朵朵闪闪的 低下头去 晴宇盯着看了一会儿 仔细想了一下 两人虽说是青梅竹马 但上一次一起出来玩 恐怕已经是上初中的时候了 她微笑问道 早啊 吃早饭了没 还没有 苏萧萧缓缓摇头 柔顺的秀发随着动作轻轻摇曳 那走吧 先去吃早饭 嗯 两人向着早餐小摊而去 还是豆浆摊 苏萧萧似乎很喜欢喝豆浆 周末的早餐摊人少了许多 晴宇大声喊道 大叔 两杯豆浆 两根油条 好嘞 大叔笑着回道 转头看到晴宇后 脸上的笑容瞬间阴沉下来 晴宇有些莫名其妙 什么态度 气都冷 她一个纯情难高 这个世界 为什么对她这么大的恶意 很快豆浆和油条变上来了 大叔依旧是冷着脸 甚至冷哼了一声 像是欠了她几百万似的 晴宇懒得理她 看着苏萧萧白皙的脸蛋 道 慢点吃 嗯 苏萧萧吃饭没有将小雪那么优雅 更像是小兔子啃青菜 小口小口的 每次张嘴时 会露出洁白而整齐的背齿 煞是可爱 晴宇吃着油条 问道 你平时周末都干嘛呢 苏萧萧想了想 道 学习 好吧 这就是好学生的世界 晴宇翻了个白眼 在学校学就够了 以后我们要经常出来和我约会 不 不是约会 苏萧萧脸红红的 纠正道 只是出来玩 好 出来玩 晴宇不由笑了笑 知道她是语言大师 只觉得 她掩耳盗铃的动作愈加可爱 苏萧萧似乎是被她笑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白白的豆浆 不小心从嘴角露了出来 连忙用小舌头舔着嘴角 晴宇看得眼都直了 又道 以后只准和我一起吃豆浆 嗯 苏萧萧大眼睛中满是不解 有些懵懂得点了点头 几分钟后 两人吃过早餐 晴宇带着她沿街走着 带身份证了吧 带 带了 苏萧萧声音有些微微颤抖 似乎很是紧张 晴宇看她紧张的模样 安慰道 等会儿别害怕 一下子就过去了 别紧张哈 以后要经常做的 不骗你 真的不疼的 晴宇也说 苏萧萧萧脸上表情就愈加害怕 就差把害怕两个字写在脸上了 她站立原地 小手紧紧地捏着衣角 不敢继续走了 晴宇轻叹口气 直接拉起了她的小手 拉着她向前方走去 我自己走 苏萧萧脸红得不像样 急得要哭出来了 要被其他人看到了 晴宇不以为意地摇着头 咱小时候 又不是没有拉着手一起走过 有吗 苏萧萧小脑瓜子仔细想了想 这个真没有 她顿时鼓着脸蛋 这个坏蛋 果然是要欺负她 她终究是拗不过晴宇 两人大喇喇地牵着手延接二行 路人们偶尔会投来诧异的目光 适风日下 现在的年轻人 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吗 苏萧萧感觉 小手被晴宇的大手包裹着 暖暖的 热热的 仿佛要将她的手融化一般 少女的心怦怦直跳 这可是在大街上 眉线风格淳朴 人们不至于当面指指点点 但视线总会有些异样 十分钟后 晴宇陡然停了下来 到 好了 到了 哎 苏萧萧看着面前庞大的建筑 清理的小脸上满是猛逼 眉线人民医院 看着少女呆滞的表情 晴宇眨了眨眼 仔细一想 直到她是想歪了 苏萧萧也十八岁了 虽说肯定不是安南这样的女司机 但也上过生理卫生课 对某些事情不会全然不知 她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没好气的 在她脑袋上轻轻敲了一下 你小脑瓜子想什么呢 她有那么饥渴吗 她又不是专门骗女孩子身子的渣男 大白天的出来开房 她上次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上一世了 这一世 她就是纯情男高 谁来都不能反驳 第四十六搞大肚子 医院门前 苏萧萧瑟瑟的缩着脖子 脸颊上带着娇羞的驼红 聂如道 我 我没生病 晴宇忍不住摸着她的小脑袋 知道她脸皮薄 也不再提那档子事 安慰道 没事 只是检查一下身体 几分钟结束 然后我们就去玩 小小犹豫一下 还是乖乖点头 两人走进了医院 梅县作为十八县小县城 医疗资源比较匮乏 能叫做医院的 一共就两所 一个县医院 一个儿童医院 但就算是硬件条件最好的县医院 也不过是二义医院 自从上次被一群赖皮额了一大笔钱之后 更是从此不做任何手术了 哪怕是再小的手术 也不做了 想做手术 那就转院去市里吧 至于医生的配置 更是一言难尽 大部分都是专科毕业 混个继续教育的本科文凭 反正直到秦宇众生 这里也招不到一本的医科生 根本没人愿意回来 县医院周六上午会上半天班 他们来得很早 人不算多 秦宇正要拉着他去挂号 一个女生突然从身后响起 小雨 他回头一看 一个披着白大褂的女子 留着波浪卷 正是他的小姑秦慧珍 县医院的那科医生 他问道 小姑你今天值班 县医院周六并不是所有医生都会上班 因此 大部分人看病还是工作日来 嗯 今天我值班天班 秦慧珍应了一声 随即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苏潇潇 把他看的小脑袋 又滴到怀里去了 他对秦宇挤了几眼睛 小雨 这个女孩是 秦宇无语道 潇潇啊 你见过的 苏潇潇连忙低头打招呼 啊 阿姨好 秦慧珍这才反应过来 惊讶到 长这么大了 小县城就那么大 尤其是体制内 大家都知根知底 秦慧珍以前也见过苏潇潇 想到已经亭亭玉立 戳落得如此水灵了 女大十八遍 他又多看了几眼 这才疑惑问道 你们来医院干嘛 一般而言 小县城 家里有人生病的话 都会找医院的熟人的 没办法 圈子越小 就越是熟人社会 秦宇是懒得麻烦他了 想着正常挂个好玩事 他指着苏潇潇道 带他做个臂抄 秦慧珍的眼睛瞬间瞪大 满脸不可思议 下一秒 他从震惊中恢复 脸黑得可怕 直接用手扯着秦宇的耳朵 哎呦 疼疼疼 小姑你干嘛 秦宇疼得呼呼乱叫 不是 你们这揪耳朵的功夫 怎么都一样啊 秦慧真没放手 一脸怒容 我二个和二嫂知道了吗 他们知道干嘛 秦宇一脸猛逼 来医院检查一下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病 他稍微思考一下 就知道他想歪了 他整个人都无语了 连忙道 我带他来查一下假撞线 小姑 啊 秦慧真眨了眨眼 不是来查孩子的 他赶紧把手松开 干咳一声 面色尴尬 那个 前几天有个初中生 把一个女孩子肚子搞大了 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 你可要注意分寸 两个人都沉默了 苏潇潇脸蛋刷得红了 搞大肚子 这种事情 对纯洁的少女 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秦宇则是眨了眨眼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过几天 二中的校长就会被免职 后来男方父母赔了好多钱 他揉着耳朵 也不计较自己在小姑心中的形象 翻了个白眼 小姑 我有分寸 现在还早得很呢 嗯 是有点早 秦桧真点点头 很是认同 至少得大学毕业吧 刚毕业也不行 最好两个人都有了安稳工作 秦宇黑黑笑着 放心吧 都在计划之中 苏潇潇 苏潇潇有种被这两个人卖了的感觉 吓得整个身子都缩到了秦宇身后 两只小手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 但他转念一想 这个家伙 就是最大的坏蛋 自己躲在他身后干嘛 秦桧真被他的动作逗笑了 咯咯地笑了几声 随机视线柔和地看着他们 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他感慨了一番 自己逝去的青春 终于说起了正事 问道 他的甲状腺怎么了 现在人们的安全意识 还是很淡薄的 尤其是在梅县这样的18线小县城 能每年进行体检的人 少之又少 甲状腺能出问题 一般都是能肉眼看到了 可是他看着苏潇潇雪白的脖梗 肌肤细腻 光滑 晶莹剔透的 没有丝毫瑕疵 完全不像有问题的样子 秦宇摇头道 没什么 过来查一查 看看有没有结结什么的 你神经病啊 秦桧真面色古怪 谁没事来查甲状腺啊 秦宇不爽了 反驳道 小姑你怎么骂人呢 难道甲状腺没有查出问题 就没有提前维护健康的权利了吗 秦桧真 他觉得秦宇越来越疲了 回头让二哥打烂他的屁股 让我摸摸 他是那颗医生 甲状腺有没有大问题 摸一摸就知道了 他伸手在苏潇潇的脖子上 左摸摸 右摸摸 秦宇挠着脸 表示也想学这一招 可惜他 只会用手测量女生的三围 看病方面一窍不通 摸了几秒钟 秦桧真摇头道 没什么问题啊 你要是还不放心 就跟我来吧 秦宇客气道 小姑你不是要值班吗 我们挂号就好了 秦桧真白了他一眼 跟我客气什么 科室有实习生在呢 没问题的 秦宇 果然 实习生永远是最苦逼的 小县城是人情社会 医院里有熟人的话 号都不用挂的 秦宇拉着苏潇潇 跟着秦桧真一路前行 必超市在一楼 一共两个 周六上午只开放一个 时间还早 没什么人 秦桧真进去瞅了瞅 便招呼着秦宇两人进去了 里面是一个年轻点的女子 三十岁左右 县医院必超市里的医生和护士 普遍都是女性 秦主任 看到秦桧真 女子立马起身问道 秦桧真是县医院那科副主任 其实没有任何实权 只是普通医生而已 但体制内就是这么阶级分明 他笑道 小黄 有时间吗 来给我侄女看看甲状线 黄医生点点头 对苏潇潇道 来 小姑娘 把鞋子脱了 在这躺好 苏潇潇懦懦地看着秦宇 秦宇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去吧 不疼的 几分钟就结束了 苏潇潇抿了明嘴唇 他至今不明白秦宇 为什么带他来医院 查什么甲状线 但少年眼里真切的担忧和关心 让他说不出任何反驳的话 他轻轻地脱了鞋子 摆放整齐 接着躺在了床上 双手紧张地捏着床单 两只白袜小脚紧张地蜷缩着 女医生准备着仪器 安慰道 小姑娘别紧张 有点凉 忍一下 秦宇针对秦宇道 小宇 你跟我出来一下 秦宇其实也有点紧张 不知道苏潇潇现在有没有出现病情 不情愿道 出去干嘛 查甲撞线 又不用脱衣服 再说了 脱衣服 他就不能在了吗 在场的三位女性 跟着秦宇针出了房间 楼道中 秦宇针对秦宇挤了几眼睛 小宇 你的表白短信 是不是给这个姑娘发的 咱能不提短信了不 秦宇嘴角一阵抽搐 知道短信的事情 没这么容易过去 不过最近射死多了 也习惯了 他想了想 道 的确是发给他了 但也发给其他人了 当然 后半句他依旧没有说 文言 秦宇针脸上 顿时满是放肆的坏笑 秦宇的短信 他现在还存着呢 过年的时候 非得搞个大海报打印出来 挂在墙上 他随即思考起来 苏潇潇看起来 就是个安稳的好女孩 长得还这么漂亮 自己侄子不配啊 第47来吃我的 大 不是秦惠真贬低秦宇 而是他的学习成绩 太过拉胯 已经成了亲戚朋友中 典型的反面教材 不过 他又微微皱眉 如果对方身体 有什么问题的话 他不由有些担忧 小声问道 他假装现有什么问题 秦宇指了指 必超市 这不是查着的吗 秦惠真没好气道 少跟我装算 没事谁会来浪费钱 查假装现 秦宇撇撇嘴 每年做个全身体检 在后世已经非常普遍了 但在09年的没线 还真没几个人能做到 他心想 总不能说他后世 会得假装现癌吧 他随口道 他性格太过内向 他妈有假装现结结 我害怕他也有 秦惠真愣了一下 大感意外 不错呀 你倒是懂得心疼人 秦宇不治可否 自己的青梅竹马 他不疼 谁来疼 秦惠真拍着他的肩膀 抱 放心吧 假装现结结不会遗传的 性格内向的确有些影响 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再说了 内向有内向的好 不用担心被戴绿帽子 秦宇 你的思想 是不是太天马行空了 他并不想讨论 绿不绿的问题 现在很迫切地想知道结果 道 好了 我们进去吧 两人再次进屋时 苏潇潇已经坐起来了 正在用指擦着脖子 他连忙问道 怎么样 黄医生笑道 放心吧 小姑娘很健康 没有任何问题 没问题 秦宇喜上眉梢 心里的大石头落地了 随即又挠了挠脸 要不 再仔细查查 哎呦 他刚说完 秦宇真就给了他一脚 怒瞪着他 这种话 是能对医生说的吗 他陪笑道 小黄你继续忙吧 黄医生没闹什么脾气 笑道 秦主任有时间再过来 出了臂超市 秦宇抽了几张纸巾 细心地为苏潇潇擦着脖子 白白腻腻的脖子上 有些湿润的痕迹 做臂超时 会涂一些黏黏的液体 有点不舒服 秦宇真微笑着 可以啊 够体贴的 他忽然觉得 秦宇变化挺大的 像是变了的人 上次见面时 他还像个少年一样腼腆 今天却有种男子汉的感觉了 他问道 到我那做做 有啥好做的 秦宇摇摇头 他记得他的实习生事的男的 更没兴趣了 他又问道 小姑 有什么预防甲状腺疾病的方法没 秦宇真又想抬腿给他来一脚 合着这时认定 人家女孩子的甲状腺 就一定会出问题 也就苏潇潇性格好 换作是他 早已经一脚把他踢飞了 他拗不过他 吴宇道 甲状腺结节 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 也不是什么大病 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如果出现了定期观察就行 中医按摩或许会有好处 你可以尝试 帮他按摩风驰学 天谷学 人影学 和连圈学 什么学 秦宇对中医 可谓是一窍不通 学为什么的一概不知 只知道什么蝴蝶 馒头 看他愣神 秦宇真没好气问道 听懂了没 他干咳一声 挠脸道 要不 发我手机上吧 秦宇真翻个白眼 滚吧 出了医院 秦宇长出口气 不知不觉 自己出了一身的汗 后背都阴湿了 他又琢磨了一下 县医院级别还是低了点 等到高考结束 带他去省城的三甲医院 好好查查 至少来个全身检查 以后的话 也得定期检查 每个月一次 等到将来有钱了 自己建一个医院 雇上几个顶尖的私人医生 隔几天就给他检查一番 安排得明明白白 如此想着 秦宇心里忽然一阵轻松 看了眼时间 还不到九点钟 他又看向苏潇潇 问道 想去哪玩 我都可以 苏潇潇有些茫然地摇着小脑袋 上次和朋友出来玩 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不行 得说一个地方 秦宇摇着头 甲状腺节节的一个重要诱因 就是情绪 太过内向 他要尝试着让他主动一些 那 苏潇潇淡粉色的嘴唇动了动 道 去学校吗 眉线能玩的地方不多 最大的南山公园还在修建中 城中心的小公园 三十秒就能走到头 已经被下象棋的大爷们霸占了 小情侣能去的地方不多 要么电影院看个电影 要么去压马路 要么在家里做运动 秦宇还真没想到 还有去学校这个选项 此时许多记忆突然涌了上来 苏潇潇说的 学校一定就是眉线一众了 两人都是一宗家属院长大的孩子 小时候没少跑到一宗玩 秦宇柔和一笑 这丫头 还当她是小时候呢 但既然她想去 她也不拒绝 刚好回忆下童年时光 可惜的是 这妮子死活不让秦宇牵手了 小手紧紧地抓着裙脚 两人沿着街走着 一辆车突然从十米开外驶过 秦宇啪的一下抓住了她的小手 小行车 苏潇潇欲哭无泪地看着自己被抓着的小手 那辆车就算油门踩死 也撞不到两人 她挣扎了几下 秦宇抓得死死地 根本抽不出来 嗯 这个坏蛋 走到校门口时 秦宇还是把牵着的手放开了 周边全是熟人 被人看到的话 苏潇潇怕不是能把自己蒸熟了 校门口 一个推着糖葫芦车的小贩 正在卖地的吆喝着 吃糖葫芦吗 嗯 秦宇走过去买了两串 这种糖葫芦都是村民们自己做的 乡下的山楂裹上一层糖皮 价格非常实惠 周末的一中没什么人 看不到一个学生 偶尔能看到几个熊孩子在这里嬉闹着 保安大爷早就不知道到哪块会去了 两人毫无阻拦地走了进去 苏潇潇小口吃着糖葫芦 随即小鼻子一皱 好酸 秦宇同样咬了一口 是有点酸 但这是山楂的味道 小饭骨的糖并不少 怨不得他 嘴里吃着糖葫芦 他的记忆又复苏了 小时候两人没钱 秦宇除了抢苏潇潇的小鱼竿外 偶尔还会忽悠他去买糖葫芦 结果一串 一共也就七八个 有五六个进了秦宇的肚子 但每一次他都不会拒绝 他眨了眨眼 故意做出一个惊喜的夸张表情 把自己的糖葫芦递了过去 吃我的 又大又粗 哦不 又大又甜 苏潇潇一呆 糖葫芦顶端被秦宇咬走半个 还剩下半个 他脸蛋微红 小时候两人这样一人一口吃过 没觉得有什么 现在就有些其他异味了 他犹豫一下 还是张开红润的小嘴 咬了下去 嗯 苏潇潇的小脸顿时皱成一团 桃花眼瞳怪地瞪着他 好酸 看他上当了 秦宇这才露出了痛苦面具 显然同样酸得不行 两人艰难地咽下嘴里的山楂 好一会儿才缓过境来 两人就这样相视着 眼眸中迎着的笑意 怎么也隐藏不住 酸酸的糖葫芦 甜蜜的滋味 却在彼此心中压抑不住地膨胀开来 第四十八语 苏潇潇在教室中拿着糖葫芦 两人沿着学校的小经走着 边走边吃 秦宇指着一栋高楼 这栋楼是实验楼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经常过来探险 你胆子小 根本不敢进去 后来硬着头皮跟着我进去了 抓着我的衣服不松手 苏潇潇专心地听着 抿着薄薄的唇 有些惊讶 又有些感动 原来 他还记得 秦宇继续道 我当初一直有个计划 想把你一个人丢进去 看看你会不会哭鼻子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实现 苏潇潇顿时鼓起了小脸 心中刚刚泛起的感动瞬间消散了 继续走了几步 苏潇潇突然停下 好看的桃花眼盯着不远处 秦宇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一栋四层高的楼房 不少房间门窗紧闭 背层厚厚的灰尘覆盖着 脏兮兮的 荒废的女生宿舍 意中的住宿生不多 但也有 这里便是以前的女生宿舍了 四层的小楼 住了不到一层 入住率极低 后来建了新的住宿楼 这里便荒废了 等到明年实行全面晚自习 宿舍的需求大起来后 这里会重新装修 再次开放 你想进去 秦宇有些疑惑 荒废十多年了 鸟不拉屎的 进去干嘛 没有 他眼眸里闪过一丝失望 轻轻摇头 看到他的反应 秦宇仔细想了一下 忽然眼眸一亮 我想起来了 大概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小区里的几个熊孩子 来一中玩捉迷藏 天黑了 其他人都被找出来了 只有苏潇潇 一个人死活找不到 无论是当鬼的还是其他人 都跑回家去了 只有秦宇一个人找了几个小时 最后是在女生宿舍的 一个空房间中找到的 那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黑灯瞎火的 鬼知道他怎么找到的 反正直记得回家后 被秦志刚揍得屁股开了花 他心想 自己小时候 也算是有点担当 怪不得这么多女孩子喜欢他呢 果然 人帅没办法呀 你当时怎么不自己出来呢 他不解地问道 就是破旧的楼房而已 又不是什么迷宫 不存在迷路的可能性 苏潇潇小嘴微张 眼眸闪动着喜悦和感动的光泽 没想到 秦宇居然真的还能想起来 他吸了吸小鼻子 弱弱地道 那个房间太吓人了 天一黑 我就不敢动了 荒废的女生宿舍 鸟不拉屎的 被狗占领过 也被猫占领过 总之 也只有熊孩子愿意进来了 苏潇潇本来就胆子小 白天时还好 等到天黑了 双腿都发软了 嘴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像是窒息了一般 然后 一个满头大汗的少年找到了他 少年嘴里不停地说着嫌弃的话 什么烦人 胆小鬼 笨死了 但还是牵着他回了家 少年的手掌是那么热 那么有力 仿佛只要抓着 就能令人安心 驱散一切恐惧 看他出神 秦宇黑黑一笑 表情森然道 萧萧 偷偷告诉你 听说那里的确不太干净 苏萧萧瞬间从回忆中惊醒 小手不由攥紧 害怕 JPG 那个女鬼生前最喜欢玩猪迷藏 希望被自己喜欢的人找到 可惜一直没有实现 秦宇煞有其事地说着 抓起他的小手 道 他便降下诅咒 在这里玩捉迷藏的人 必须和找到他的人 永远在一起 听着他讲完 苏萧萧一开始还挺紧张的 听到后面 就知道他在胡周了 他脸淡微红 清脆一口 娇春道 哪有这样的诅咒 秦宇嬉笑道 我说有就有 所以啊 你得永远和那个人在一起了 苏萧萧桃花眼中满是娇羞的色彩 嘟着嘴 但并没有反驳 就是了 宿舍楼不过一个小插曲 两人也不是小孩子了 没有去荒废楼里的想法 继续向前走着 牵在一起的手 没有再松开 秦宇一路回忆着 两人小时候的点点滴滴 有些纳闷 这么好一个青梅 前世怎么就忘记了呢 果然 都是江小雪的错 他指着最高的一栋楼 这里就是教学楼了 我的教室在二楼 从这边数第三间 苏萧萧抬头望着 一 二 三 数了三间后 视线停了下来 眼睛中难免有些惆怅 本来他是很期待 和秦宇上同一所高中的 可惜他理科偏差 再加上实验中学 能给他免学费 就去了实验中学 对于生活在一中 家属院的孩子而言 没有在一中读书 终究是一种遗憾 宇哥 刚子 秦宇一惊 回头一看 张刚正一脸目瞪口呆地 看着他和苏萧萧 苏萧萧有点怕生 小半个身子 缩到了秦宇身后 只探出半个小脑袋 小脸红彤彤的 张刚直勾勾地盯着 两人牵在一起的手 表示被惊到了 不是 这个小动物 一般可爱的女孩 又是谁啊 再加上上次的学妹 这是第三个女生了吧 难道 这就是秦宇之前 所说的苦恼吗 秦宇没解释 问道 你来学校干嘛 张刚文言 勉腆一笑 举着手里的卷子 秦宏的作业拉班里了 我来帮他取一下 看着他扭捏的样子 秦宇一阵恶心 估计他有些进展了 大概率周末 要和秦宏出去玩 你有钥匙 特地和提尾要的 教室自然是要锁门的 尽管如此 仍旧会有盗窃事件 发生钥匙一共两把 提尾一把 江小雪一把 一般是提尾来开门 秦宇想了想 道 给我吧 周一我来开门 好 张刚毫不犹豫地 把钥匙给了秦宇 这玩意儿用完了 就有些烫手了 要么去还给提尾 要么就得周一早点过来开门 有人愿意要走 再好不过了 加油 拍了拍他的肩膀 秦宇没再多说什么 作为兄弟 道 走吧 去我的教室看看 嗯 苏潇潇轻轻汗手 大眼睛中亮闪闪的 显然很是期待 咔嚓 老旧的防盗门 开起来极为费力 饶视秦宇 也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打开 周末的教室空无一人 静谧的教室中 弥漫着淡淡的粉尘气味 苏潇潇的大眼睛 向四周打量着 一中的硬件设施 比实验中学差得多 至少没有投影仪 这种高科技设备 秦宇拉着他 来到了自己的座位前 桌面上乱七八糟的 几本书随意地摆在桌上 其实刚考完试 也不算特别乱 但万试 最怕的就是对比 旁边江小雪的桌面 实在是太整洁了 秦宇在座位上坐下 笑道 这里就是我的座位了 好学生专属座位 只有像我这种 努力刻苦的学生才能坐 苏潇潇眨着眼眸 第三排 座位的确是好座位 但对好学生三个 自饶是他也不敢恭位 他在江小雪的座位上坐下 细碎浮精般的阳光 透过窗户照射而入 身旁的少女同样坐得端正 披肩的秀发 在阳光下泛着流光 秦宇有些恍惚 仿佛坐在身旁的是江小雪 被秦宇直勾勾地看着 苏潇潇还是有些害羞 他移开了视线 默默地为秦宇整理着桌面 书本由小到大 一本本整齐摆放 小学时两人一个班 坐过几年同桌 他便经常为他整理 混乱不堪的课桌 后来秦宇个子飞窜 再加上成绩拉胯的可怕 便被老师丢到后排去了 秦宇略微失神 想起了相同的事情 心中泛着柔和温馨的感觉 这就是自己的青梅啊 这个女生的字 好好看 秦宇一个机灵 猛地从回忆中惊醒过来 他定睛一看 苏潇潇出神地 看着江小雪桌面上的 一张语文试卷 漆黑的大眼睛 闪烁着莫名的光芒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第49青梅的特权 语文试卷上的字迹 清秀而干净 一如她的主人 卷子的上方 用红字龙飞凤舞的 写着一个大大的124分 教育落后的小县城中 这个分数属于顶尖水平了 反正秦宇的语文成绩 就没上过三位数 苏潇潇并没有乱动 江小雪的东西 什么都没动 只是用眼睛盯着她的字 似乎很感兴趣 秦宇冷汗直冒 心里按道失误 自己的修罗场意识 有待加强啊 她大脑光速运转 故意切了一声 好看个什么 这字细的 跟个细狗似的 没有我百分之一粗 乃有你的字好看 什么细狗 苏潇潇有点听不懂 她在说什么 正正的 看着试卷上的名字 似乎若有所思 我 我好像听过她的名字 是吗 秦宇连忙打断了她的思索 摆了摆手 这种名字早就烂大街了 说不定我们的同学 就有什么张小雪 李小雪 王小雪 哪有你的名字好听 文言 苏潇潇的桃花眼中 闪过一丝莫名的光芒 淡粉色的嘴唇轻动 似乎还要追问什么 秦宇心中大惊 这个青梅果然不可小觑 这就是女人的第六感吗 她连忙发动转移话题大法 拉起她的小手 潇潇 你想和我做同桌吗 不 不想 苏潇潇小手挣扎一下 脸红了 秦宇却是一愣 好家伙 江小雪的座位 是不是有魔力 怎么苏潇潇也傲娇起来了 这个座位 以后叫嘴硬王做好了 对人宝具 效果是 嘴硬程度正99% 可是我想啊 你当我的同桌多好 上课时 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睡觉了 老师来了你就喊我 回答问题你提醒我 我作业都不用做 你每天让我抄就行了 秦宇捏着少女的小手 娓娓道来 苏潇潇这么正 乌黑的眼眸中郁佳明亮 随即又很是可惜的轻叹口气 高中三年 终究是过去了 无论过得好与不好 她的身边终究是少了她 她羞涩地摇摇头 道 让 让她帮你就好了 她倒是没有多想什么 只是羞涩中随口一说而已 反而有些帮不了秦宇的愧疚 她并不认识江小雪 但她的分数这么高 想必帮帮帮秦宇 没什么问题吧 秦宇 简单的一句话 秦宇却是无限怀疑自己暴露了什么 大脑里一阵电光火石 不应该啊 两人没有碰面的时候 应该只是对她和其他女生 坐同桌 有点吃醋吧 没有女生不吃醋 就算是苏潇潇 也不例外 她故意摆出一脸嫌弃的表情 她性格恶劣得很 才不会帮我呢 巴不得我被老师骂死呢 而且 她会和我牵手吗 自己的小手突然被秦宇揉了揉 手心还被她挠了一下 苏潇潇小脸顿时变得通红 一个十八岁的少女 显然有些受不了 什么江小雪 瞬间被她抛到脑后 不 不准你牵了 她再次挣扎一下 当然是像争议上的 挣脱不开就不挣了 秦宇黑黑一笑 把她的身子转了过来 两人成了面对面的状态 她仔细地看着她 如柳叶般的细长眉毛 湿润的桃花眼 秀婷的小鼻子 少女眉宇间的羞涩 令人心旷神怡 娇羞的模样 怎么都看不够 她柔声道 潇潇 等到上大学了 课堂管理就非常宽松了 到时候 我们无论是不是一个学校 是不是一个专业 我都可以到课堂找你上课去 我们一起牵牵手 轻轻嘴 把旁边的单身狗 全都杀死 苏潇潇脸红得不像样 羞答答地低着小脑袋 轻嘴两个字 对她的杀伤力 还是太大了 秦宇忍不住在她脸上掐了掐 滑不溜手地 手感极佳 她接着道 我们挑两个离得近一些的大学 等到我有钱了 就出来租个房子 我每天给你做好吃的 苏潇潇有些憧憬 刚想说一个好字 突然惊醒 这不就是童居了吗 这个坏蛋 果然在想着欺负自己吧 她可不是什么都不懂 童居 一定会有流血事件发生的 秦宇越说越兴奋 你不说我就当你同意了 暑假我就去物色房子 她吓得小脸发白 连忙摇着小脑袋 不要 我要住宿舍 那好吧 看到秦宇妥协 苏潇潇小口松了口气 但她很快接着道 酒店其实蛮贵的 还不如租个房子呢 小手一紧 苏潇潇再次把害怕 写在了小脸上 秦宇忍不住又掐了掐她的脸蛋 笑道 逗你完了 走吧 这里没什么了 闷得很 我们出去看看 将小雪作为班长 自然是有钥匙的 虽说她大概率在补课 但万一有个什么事来教室了 修罗场可就彻底爆发了 溜溜球 锁好房道门 秦宇直接带着她出了教室 中午想吃什么 哎 苏潇潇愣了一下 今天可是周末 田丽同在家的 秦宇午饭要和她一起吃 看她不知情 秦宇解释道 田一 没和你说吗 我们两家人 中午一起去我家吃饭 别紧张 就吃个饭而已 一波此地无音三百两下来 苏潇潇的神情再次紧张起来 虽然上周才刚刚见过张玉霞 但她现在总有种奇怪的感觉 说不出的紧张 为什么呢 两人沿着楼到下楼 突然 一个穿着工装的男子迎面走来 正是一中的教导主任 张强 秦宇打招呼道 张主任 苏潇潇一惊 声音有些紧张 张 张叔叔好 她暗自庆幸 还好没有和秦宇牵手 否则就彻底完蛋了 早恋的消息 会瞬间传到田丽同耳中 秦宇 潇潇 张强意外地看着秦宇和一脸羞红 缩在她身后的苏潇潇 她同样住在一中家属院 可以说是 看着他们长大的 小时候她天天夸奖秦宇懂事 甚至还会带着她来一中玩 等到秦宇上了一中后 她只想狠狠地抽自己几个嘴巴子 巴不得她早点毕业 她皱眉问道 你们怎么在学校 秦宇笑道 和潇潇出来散步 视线来回在两人之间扫视几下 张强的脸逐渐黑了起来 她想起了某个短信的事情 现在还在手机里存着呢 最近有点忙 才没有找她算账 这小子 不会是在打苏潇潇的主意吧 虽说两人是一起长大的 但看到秦宇和苏潇潇这么亲近 她怎么就如此不爽呢 心中全是白菜被猪拱了的感觉 好在她知道苏潇潇脸皮薄 没有剃短信的事情 她若有所指道 你小子少祸害人家潇潇 马上高考了 影响到人家的成绩 我让你爸打断你的腿 秦宇直翻白眼 为什么身边的人都觉得 她会影响苏潇潇学习呢 好吧 如果自己没有金手指 恐怕的确会影响到苏潇潇和江小雪的学习 女孩子就是如此 一旦恋爱了 就会想着和对方说话 想着一起玩 一起结婚 一起做羞羞的事情 很少有不影响学习的 放心吧 我有份寸 秦宇皮肉不笑 随口敷衍了过去 有她在 他们的高考成绩不可能比钱是低 等到张强走远了 秦宇这才把躲在自己身后的苏潇潇拽了出来 吴宇道 咱是青梅竹马 一起玩根本不怕别人误会的好不好 这可是青梅的特权 苏潇潇低着小脑袋 刚想点头 便听到秦宇又接着说道 反正在他们眼中 咱俩就像是订了娃娃亲 做什么事情都不意外 哪怕哪天突然有了孩子 他们也不会多说什么 苏潇潇 她的脸颊顿时又火辣辣的烧了起来 什么娃娃亲 有个孩子 这个坏蛋 欺负人 第52V2 明明是EV3 上 周二了 求追读 继续在街上逛了一会儿 时间到了11点多 火红的太阳 已经释放出炙热的温度 没省得气候 是典型的冬冷夏热春秋感冒 秦宇瞧着苏潇潇白皙的皮肤 觉得还是宅在家里的好 她直接带着苏潇潇 回到了自己家 房门外 苏潇潇紧张地捏着裙脚 看着自己被牵着的小手 有些害怕 还好秦宇在进门前放开了她 否则她就算把裙脚捏碎了 也万万不敢进去 张玉霞正在炒着菜 厨房中飘来了浓郁的香味 稍微嗅了一下 秦宇差不多闻出来了 有鱼和排骨 以一个人来说 工作量不算小 估计她忙活一阵子了 她为苏潇潇找来的拖鞋 向厨房喊了一声 妈 我们回来了 怎么不都玩一会儿 张玉霞转了小火 从厨房出来了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秦宇一笑 外面太热了 把潇潇晒黑了 就不好了 张玉霞觉得也对 大热天的 哪有带着女孩子晒太阳的道理 她看向了苏潇潇 眼里满是笑意 几天不见 觉得又漂亮了一些 真是越看越满意 她笑着招呼道 潇潇 你稍微等一会儿 饭菜马上就好了 苏潇潇被看得非常不自在 脸红红的 害羞了 张姨 我来帮忙 不用 怎么能让你动手 张玉霞瞪了秦宇一眼 给了她一个眼神 母子间的默契还是有的 秦宇笑道 走吧 你看你都出汗了 去我的房间休息一会儿 苏潇潇几乎是被 秦宇拉着进了房间 看着两人牵在一起的手 张玉霞直接露出了姨母笑 每天几十块钱的资助 没有白费 房间内 苏潇潇局促不安地坐在床边 小手有些无处安放 眼眸则是偷偷地 打量着秦宇的房间 并不乱 反而很是整洁 墙上贴着她一些 没见过的动漫海报 她之前也来过 但自从上了初中后 就几乎没来过了 至于这么紧张吗 秦宇好笑地看着她 这个青梅害羞的模样 真是怎么都看不厌 我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苏潇潇抿着唇 有些担心 她总觉得 让张玉霞一个人 在厨房里忙碌 自己和秦宇待在房间中不太好 美省人们的思想比较落后 存在各种条条框框 比如代客礼仪 还有婆媳之间的礼仪 大部分家长对女孩子的要求中 会有勤俭持家这一条 有什么不好的 秦宇随手拉开书桌的抽屉 取出一袋小鱼竿 放在她的手里 道 你现在的身份 还只是邻居的女儿 可是客人 让你参与 反而有失礼仪 苏潇潇脸 顿时红了 娇羞不已 什么叫身份 还只是邻居的女儿 她是认定了 她将来身份就会有变化 她的心忍不住 碰碰直跳 连忙轻轻 咬着小鱼竿 装作没听懂她的话外之意 小鱼竿依旧酥脆可口 她眨着毛子 心想 自己最近受秦宇恩惠太多了 是不是该回些礼物了 别多想 这才多少 我抢了你那么多小鱼竿呢 我就是要给你最好的 给你是最好的 穿最好的 用最好的 秦宇瞬间洞穿了她的心思 随手抢过她手里的半截小鱼竿 丢入嘴里 而且看到你开心 我也会开心起来 你只需要每天开开心心就行了 知道了吗 知 知道了 苏潇潇乖乖点头 心里暖暖的 这个坏蛋真是变了 更坏了 总是说些让她害羞的话 但出奇地令人安心 滴滴 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秦宇打开一看 小姑秦桧针发来的 正是几个学位的位置 还很贴心地解释了一下具体在哪 秦宇的手机没法上网 百度只能去网吧 于是乎 她打算亲自探索 探索人体奥秘什么的 秦宇最喜欢了 前世能和女秘书 一天探索24小时 她跃跃欲试 拉着她就要试一试 来 我们尝试下我小姑说的学位 我身体没问题的苏潇潇摇着头 这是预防 谁让你每天闷着 情绪那么压抑 还有 田仪已经有节节了 你学会了 可以给她按摩 秦宇搬出了田立童 这下苏潇潇没再反驳了 秦宇示意她 整个身体都坐在床上去 苏潇潇小脚蹬掉了拖鞋 有点紧张 直接一个鸭子做 白棉袜下的十颗脚趾 都紧扣在一起了 放轻松 我又不会吃了你 秦宇柔声安慰着有些害怕的少女 同样上了床 她整个人几乎贴在了她的身后 鼻尖顿时满是她身上的味道 淡淡的 像是清晨花谱中 最娇艳的鲜花散发的清香 她轻轻撩开少女柔顺的秀发 手指从如同流线般的发丝中穿过 有种细细的妈撒感 头发散开 露出了少女洁白的血景 苏潇潇的皮肤很细腻 像是白玉绸缎一般 没有丝毫瑕疵 秦宇按照秦桧珍所说的位置 手指尝试着按了上去 轻轻地揉动着 少女的身体 起初还有些紧绷 按了一会儿后 她的呼吸声逐渐放缓 身体软了下来 轻飘飘的 像是一团融化了的棉花糖 怎么样 痒痒的 很舒服 声音糯糯的 苏潇潇感觉自己的脸要烫着了 尽力抿着嘴 声音几乎是从嘴唇里挤出来的 苏苏麻麻从秦宇按着的地方传来 实在是太厉害 仿佛整个身体都要融化了一般 她感觉张开嘴会有什么奇怪的声音一出来 原本揉脖子 会这么舒服吗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反正苏潇潇感觉 小脑袋要晕迷糊了 秦宇的手指终于移开了 好了 下一个穴位 苏潇潇连忙睁开眼睛 看着书桌上的钟表 发现时间才前进了三分钟 她怎么感觉像是过了半个小时 她慌忙道 已经足够了 剩下的我自己来 秦宇道 你摸得着吗 而且 按摩就得别人来 自己按摩 那能叫按摩吗 苏潇潇咬着嘴唇 什么歪脸 自己脖子怎么会摸不到 但她完全说不过秦宇 甚至还没有说出话来 秦宇的手指已经按到了下一处 依旧是细腻滑嫩的触感 如雪般的肌肤弹性十足 但秦宇心中出奇的 没有多少以念 苏潇潇的身体可不是小问题 现在不是想那种事情的时候 又是按了几分钟 秦宇刚想说换下一个穴位 怀中便出现了柔软的触感 苏潇潇像是贪靠在了她怀中一般 白皙的脸颊上满是夸张的坨红 桃花眼湿润迷离 嘴里轻轻喘着热气 秦宇嘴动了动 大概知道她发生了什么 顿时有些口干舌燥 这也太敏感了吧 她看着怀中少女飞红的面颊 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烟红的面颊 湿润的桃花眼 展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妩媚和娇艳 似乎有些低估了少女的魅力 她努力把一些不该有的念想甩了出去 等到少女缓过来后 再次开始 门外张玉霞脱下了围裙 长出口气 忙碌了一上午 总算是做完了 田立同马上就过来 待会儿怎么和她暗示两个孩子的事情呢 一边思考着 她来到了秦宇的房门前 准备把他们喊出来 靠近房门 便听到了房间中的对话 舒服吗 嗯 这里舒服还是 那里舒服 下 下面那里 张玉霞 第五十一二 V二 明明是一V三 中 周二了 求追读 房门外 张玉霞瞳孔猛地收缩 冷汗直冒 脑海中出现了一些满是马赛克的画面 不行 现在他们才多大 这要是有个什么不好 搞出人命来 大雪还怎么躲 她猛地推开了房门 砰 房门重重地摔在了墙上 力气太大 本舅老舅的门框 不堪重负地颤了一下 张玉霞 以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 冲进了屋 三个人面面相去 秦宇和苏潇潇都被惊到了 一脸的猛逼 空气沉没了几秒钟 秦宇疑惑道 妈 哎 张玉霞满脸的尴尬 两人的衣服穿得好好的 显然是误会了 但他们两个坐在床上干吗 苏潇潇的脸红得不像样 两人还贴得那么近 你们在干嘛 按摩呀 小姑教我们的 秦宇眨了眨眼 眸中一亮 妈你也尝试一下 预防甲状献节节的 现在可是个好机会啊 既能拉近苏潇潇和张玉霞的关系 又能让老妈给自己打个助攻 还能让老妈学会按摩 自己预防 简直是一箭三雕 张玉霞狐疑地看着他们 对于秦宇的鬼话不怎么相信 但有点心动 甲状献节节的出现 绝对和情绪有关 教师便是多发群体 他们整天面对一群熊孩子 免不了经常生气 他听过几个同事 的确出现了甲状献节节 这玩意儿 真的能预防 真是会真教你的 他不确定地问道 以他当妈的直觉 总觉得秦宇是借着按摩的名头 占苏潇潇的便宜 当然 我骗你干嘛 秦宇无语了 看他还不相信 道 你不信问潇潇 苏潇潇连忙像啄目鸟一样 点着小脑袋 张玉霞这才信了 秦宇非非笑着 道 妈 你在潇潇前面坐下 让潇潇给你按 说完 他又对苏潇潇到 潇潇 我给你按 你给我妈按 很简单的 我按哪你按哪 这不好吧 苏潇潇吓得都要哭出来了 他现在 对于张玉霞 有种莫名的恐慌 说不上原因来 但反正就是很慌 两人现在贴得很近 秦宇能感受到 少女的身体 再次紧绷起来 棉袜下十颗秀气的脚趾 再次蜷缩起来 三个人一字排开 按摩开始了 苏潇潇出时的确是有些紧张 小手都有些发颤 但张玉霞明显很好说话 他慢慢地学会了一些手法 有个女儿真好啊 张玉霞的神情很是放松 一脸享受 感叹道 在这家里 还是女人顶用 男人一点用都没有 秦宇撇撇嘴 懒得说话 女人顶用 顶这个动作 还得男人来完成啊 苏潇潇同样没有说话 他本就内向 现在更不知道该怎么接 妈 你把潇潇当女儿不就行了 秦宇可不会浪费机会 准备给苏潇潇来个母子双打 张玉霞惊喜问道 可以吗 他其实早就想要个女儿了 但奈何两人都是体制内 当年超生是很严肃的问题 要受处分的 后来口径松了 但年纪也大了 过了生育的最佳时期 当然 秦宇不假思索地达到 眉线中很少有人认干女儿干儿子之类的 说是当女儿 其实就是当儿媳 苏潇潇 她感觉自己的处境有点危险 这次是真的要哭出来了 微微回头 可怜巴巴地看着秦宇 大大的桃花眼中 隐隐有了湿润的水汽 她自己都不是秦宇的对手 EV一被拿捏得死死的 更何况是EV二了 还没几个回合呢 直接就打出了GG 秦宇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她是在向自己求助吗 真是个傻丫头 她才是那个想把她吃了的大灰狼啊 张玉霞也只能是打个助攻而已 但在少女楚楚可怜的眼神下 她还是不由心软了 放开了她的脖子 她笑问道 好了 就这几个学位了 妈你有感觉没 张玉霞活动着脖子 嗯 好像是有点用 脖子轻松了不少 秦宇点点头 妈 以后你让老爸每天给你按摩一下 身体的问题的重视起来 你呢 张玉霞不置可否 发现了问题的滑点 她决定了 秦宇如果敢说没时间 她立马给她一个棒锤 秦宇灿烂笑道 我给潇潇按啊 张玉霞沉默了 面色有点阴沉 点了点头 你比你爸强多了 看着老妈脸上的冷笑 秦宇不由地给老爸捏了把汗 她真不是故意坑爹的 此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估计是田立同来了 三人走出了卧室 开门后 田立同走了进来 她穿了一件黑色连衣裙 身材保持得很好 和苏潇潇一样 是鲜瘦的类型 张玉霞满脸欢喜 立同 快进吧 真是不好意思了 平时受你这么多照顾 说什么呢 咱俩什么关系 你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的多不容易 潇潇 是我看着长大了 早就当成自己女儿了 寒暄几句 田立同换鞋进屋 两家这样的往来 其实不算特别多 一年也就一两次 还是有来有回 一方面是田立同性格要强 若不是和张玉霞关系特别好 也不会来 即便如此 也坚持礼尚往来 恐怕不久后就会回寝了 另一方面 则是她或多或少察觉到了张玉霞的心思 由于回避某些话题 她总觉得 今天这顿饭 可能是一场鸿门宴 嗯 田立同随口应了一声 只觉得秦宇真的变了 她以前性格有些腼腆 在大人面前有点放不开 什么时候这么懂礼貌了 很快 她的视线就落在了苏霄霄红的不像样的面颊上 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什么情况 宝贝女儿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这母子俩不会是欺负她了吧 她给苏霄霄投去了一个询问的眼神 结果苏霄霄的脸蛋更红了 眼神闪躲 低着小脑袋 张玉霞拉着她到了餐桌 田立同惊讶到 玉霞怎么做这么多 不多 就一些家常菜 又是客气几句 总算是入座了 秦宇和张玉霞坐在一边 她和苏霄霄对着 张玉霞则是和田立同对坐着 和谐的气氛中 似乎充斥着一丝丝一样 哎 玉霞你知道了吧 礼中班里一个男生 居然把一个女生的肚子搞大了 现在的小孩子 一点都不学好 整天想着早恋 田立同准备先发制人 将这母子俩不切实际的幻想 扼杀在摇篮之中 她的话外之意很明显 第一 坚决反对孩子早恋 第二 她几乎是明说了 就是讨厌学习不好的孩子 秦宇直呼好家伙 田立同这事上来就要终结比赛 重生一事 她自然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 但她对于这件事不怎么了解 郑苦于怎么应付呢 张玉霞已经开口了 是啊 李中怕是免不了受处分了 职称甚至都可能被吊销 这件事 问题还是这个男的 一看就是社会流氓 找对象还是得找知根知底的 最好父母是体制内的 家教好 秦宇又一个好家伙 原来老妈这么厉害的吗 几句话下来 完美防住了田立同的进攻 避开秦宇的弱点不谈 反而强调了体制内的孩子家教好 还得知根知底 简直是在念她的身份证了 原来老妈才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啊 第52V2 明明是1V3 下 饭桌上的气氛变得愈加诡异 虽然只进行了一波交锋 但战况不能说不激烈 就连苏潇潇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她向秦宇投来了一个求助的视线 秦宇用眼睛指了指挽 她顿时心领神会 低着小脑袋 小口小口地扒着饭 这是张玉霞和田立同的战场 秦宇觉得他们两个没有参与的必要 很快 下一轮交锋又开始了 早恋还是不好 孩子们将来还不知道去哪呢 我觉得 还是的工作稳定了才行田立同吃这一块排骨 轻描淡写地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 张玉霞微笑道 这好说 现在大城市里就业机会很多 孩子们想去哪发展都可以 田立同眼里金光一闪 道 现在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我听说好多大学生出来都不好找工作 要想在大城市立足 至少得上个一本吧 张玉霞握着筷子的手微微一紧 不着痕迹地瞪了秦宇一眼 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如果他成绩稍微好一些 他能这么被动吗 他强自笑道 那可以考个公务员 汉老保收 安稳稳过日子 安稳也得有物质基础啊 咱也是体制内的 生活不也紧巴巴的 依我看 还是去企业好 大型国企又稳定 赚的钱又多 就是不太好劲 学历要求很高 田丽同事咬住了秦宇学习不好 一个点往死里打 说完后 他还不忘看向了苏潇潇 你说呢 潇潇 正在巴饭的苏潇潇顿时一惊 没想到会被突然问话 说好的大人间的战斗呢 他有些惊慌失措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秦宇 从少年漆黑的眼眸中看到了鼓励和期待 不知为何 少女心中的惊慌缓缓消失了 他咬着嘴唇 深吸口气 道 我都可以 苏潇潇的声音依旧是懦懦的 轻柔的声音在房间中蔓延 但在场的两个大人都惊到了 他的话不多 但可以解读的方向就很多了 既可以说是他没有主见 全听大人安排 又可以说是 完全可以接受和秦宇在一起 哪怕他学习不好 张玉霞有些喜出望外 儿子可以啊 在他看来 苏潇潇绝对是后面那层意思 否则干脆直接附和 田丽同就行了 有戏 秦宇同样有些惊喜 看来自己对少女说的话 对着他在少女心中 已经有了很大的分量 他给了少女一个柔和的微笑 实际上 他说出什么话 秦宇都不意外 他并不一定要让他说出什么 非要和他在一起这样的话 少女能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而不是去迁就 忍让 为了所谓的好孩子 来抹杀自己的人格 这就足够了 母子两人心情很好 但田丽同就是另一个极端了 他满是震惊的 看着低着小脑袋 满脸羞红的苏潇潇 眼睛里写满了不敢置信 好家伙 他以为这是一场2v2 母女两人只要咬定条件不放松 秦宇母子就绝对无可奈何 但没想到是1v3 还没怎么过招呢 苏潇潇直接投敌了 这还打个屁啊 气氛一度变得非常尴尬 苏潇潇有些害怕地缩着脖子 对于很少忍逆母亲的少女来说 今天的表现 已经可以算是叛逆了 还好张玉霞的手机震了起来 打破了诡异的氛围 他拿起手机一看 是秦宇的班主任张巧兰打来的 张玉霞之前在一中时 怒瞪了秦宇一眼 以往张巧兰来电话 大多是秦宇闯祸了 巧兰 玉霞 你是不是给秦宇补课了 不等张玉霞回答 张巧兰便急匆匆问道 你猜他数学考了多少分 多少 张玉霞一脸的疑惑 不知道张巧兰是要干嘛 故意过来羞辱自己 秦宇的数学算是最好的一门了 但也从来没有考过三位数 这还是张巧兰百般照顾的结果 没办法 几乎隔几天就喊他上黑板做题 谁的成绩也能提高一些 张巧兰的声音很是激动 全线唯一一个满分 这 真的 错不了 已经确认过了 试卷确实来自最后一个考场 秦宇顿时翻了个白眼 有必要强调最后一个考场吗 不过一般来说 老师们盼起卷子来 最后一个考场的卷子 都是抢着盼的 好盼啊 几乎齐刷刷的白卷 几分钟就能盼完了 玉霞 只要他其他成绩不是很差 绝对可以冲入全年级前200名 考个本科没问题 张巧兰压下了激动的心情 他还是挺有面子的 之前因短信产生的不愉快 似乎也淡了一些 果然 好学生做什么都是能原谅的 不过 他接着就疑惑到 他的数学成绩怎么突飞猛进了 秦宇是一老妈把手机拿过来 对着手机喊道 张老师 萧萧给我补课了 萧萧 张巧兰有些疑惑 但很快就想起是谁了 秦宇点头道 对啊 上次好多不会的题都问他了 挂了电话 张玉霞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断过 嘴角几乎要勾到天上去了 秦宇则是在心中给张巧兰点了一个赞 这电话来的真是时候 不过 进入全年级二百名什么的 他恐怕就要失望了 他给张玉霞试了一个眼色 张玉霞心领神会 灿烂笑道 立童啊 我记得萧萧数学不怎么好吧 刚好让小宇一起学习 数学这门课 有时候突然就开窍了 田立童 田立童人都傻了 他无限怀疑 这是张巧兰和张玉霞演的一出戏 秦宇数学能考满分 搞笑呢 他宁可相信自己的公共是康熙 而且 还说什么苏萧萧给他补课了 他自己数学都不算好 还是文科生 能教出一个理科数学满分 呸 这母子俩 真是睁着眼说下话 看他面色变幻 秦宇黑黑笑道 田一 你也不想女儿考不上好大学吧 话语一出 三个女人同时投来了奇怪的视线 我是说 萧萧数学有点拖后腿 我们两个一起深入交流 互通有无 秦宇嘴角一抽 干咳一声 下午我和萧萧一起学习吧 田立同心中把秦宇一阵臭骂 这小子果然在打他女儿的主意 他脸上满是和善的微笑 不了 我们下午要去我的一个朋友家 以后有机会吧 张玉霞紧跟上 立同 马上要高考了 孩子学习要紧 形势彻底逆转 田立同心中气得牙痒痒 几乎要吐血 几分钟前 还在用成绩挤对秦宇 谁知道居然反过来了 他看向了苏萧萧 疯狂眼神暗示 只要苏萧萧拒绝 他们母子俩 也不能强行把他留下吧 但他的暗示还没到 秦宇已经抢先到 萧萧 我刚好这次的作文不怎么会写 下午能教教我吗 嗯 苏萧萧没多想 点了点脑袋 田立同顿时一脸的生无可恋 完了 全这么完了 这傻丫头啊 不得被这母子俩给欺负死 第53贴贴大成功 饭局以田立同的惨败结束了 他一个人去了朋友家 苏萧萧以学数学的名义留下来了 秦宇第一次觉得 数学如此美妙 心中轮流给阿基米德 高斯 牛顿等一众大佬点了个赞 吃过饭 他拉着苏萧萧叫走 妈 我们去萧萧家了 张玉霞疑惑道 在咱家不好吗 书桌太小了 我们也不打扰你睡午觉了 秦宇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他现在心里全想着贴贴 当然不肯在自己家了 张玉霞无话可说了 秦宇的书桌 是从学校里淘汰下来的老旧货 坑坑洼洼的 得亏他是差学生 不怎么做作业 否则试卷能凿出一百个大洞出来 秦宇随手抄起一本习题册 拉着苏萧萧离开了 进了自己的卧室 苏萧萧一直紧张的神情 总算是缓和了下来 我 我是不是变成坏孩子了 他坐在床檐上 低垂着小脑袋 声音仿佛要哭出来似的 怎么会 秦宇吓了一跳 连忙挨着他的身体坐下 柔声道 你只是合理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怎么会是坏孩子呢 少女轻咬着嘴唇 神情依旧有些茫然 秦宇道 那个被男同学把肚子搞大的女生 才是坏孩子 你准备被人搞大肚子吗 才 才不要 苏萧萧的脸红透了 什么搞大肚子 她一个十八岁的纯洁少女 和男生牵手都是头一次 会脸红得不像样 哪受得了这种话题 那你就是好孩子 秦宇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嘿嘿笑 当然 有些事情不能绝对否认 肚子该大的时候就得大 苏萧萧脸烫得不行 甩开了她的手 不理你了 秦宇自然不会把她的小脾气当回事 装作一脸悲凉 那可不行 你不理我的话 我会伤心死的 茶不思饭不想 你忍心吗 嗯 这个坏蛋 苏萧萧对耍起无赖的秦宇 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在秦宇没有想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她一波插磕打混下来 少女的心结应该是解开了一些 睡午觉吧 我们下午再学习 嗯 初夏的正午 的确容易打瞌睡 之前一直神经紧绷 现在心态放松下来 苏萧萧感觉眼皮子有点沉了 我 我要换衣服 换呗 看着少女的脸颊要烫熟了 秦宇不忍心在捉弄她 自己起身去客厅等了一会儿 好了 你进来吧 听到声音 秦宇一溜烟地进了卧室 少女换上了淡粉色的青纱睡衣 白腻的肌肤绰约可见 露出了一小结粉嫩的小腿 正坐在床檐扣着小指头 小床吱压吱压地发出两声闷响 秦宇再次躺在了少女的床上 她侧着身子 少女却是仰躺着 坚决不和她面对面 她刚刚有些睡意 便感觉一双大手 附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你要干嘛 她的声音有点发颤 秦宇理直气壮道 按摩啊 苏苏麻麻地感觉传来 苏潇潇湿润的桃花眼逐渐迷离 感觉小脑袋晕乎乎的 秦宇轻轻地抹撒着她脖梗上细腻滑嫩的肌肤 附在她白玉般的耳朵旁 小声道 睡吧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们两个 要一直在一起 嗯 少女梦衣一般 声音若不可闻 两人这一觉睡得都很沉 苏潇潇揉着惺忪的睡眼 醒来的时候 居然已经三点多了 她的小脑袋瞬间惊醒了 她整个人都趴在了秦宇的身上 她的一只手 还紧紧地搂着她纤细的腰肢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彼此温热的体温 她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身体 尝试着从秦宇怀里脱离 但刚动一下 睡梦中的秦宇 便下意识地大手一捞 反而抱得更紧了 无她 为首鼠尔 苏潇潇下的一动 也不敢动了 不知过了多久 她的小鼻子深吸口气 终于再次鼓起勇气 睁开眼睛 结果发现 秦宇正坏笑着看着自己 嗯 这个坏蛋 分明早就醒了 你 你快放开少女声音 懦懦的 就算是凶人也凶不起来 再抱一会儿 秦宇无赖似地搂着不放 她其实也是刚醒 少女的味道 意外地令人安心 但贴贴大忌 我们不能这样 为什么不能 看着少女 静在直屎的面颊 秦宇好不容易 忍住了轻一口的冲动 安慰道 放心 只是贴贴而已 我不做其他的 苏潇潇身体一僵 这个坏蛋 还想做其他的 好在秦宇说话算话 她的手再次放在了 少女的脖梗上 轻轻地按压着 记住学位了吗 记 记住了 苏潇潇其实有些不解 不知道秦宇 为何如此执着于 给她按摩 来预防什么甲状腺节节 但少年的心意 她还是能感受到的 她的身体逐渐放松下来 觉得自己真的变坏了 被秦宇抱在怀里 居然也没有太大的抵触情绪 她一针莫名地害怕 连忙道 我们学习吧 好 秦宇答应了 也生怕 把少女吓到了 她恋恋不舍地把她放开 然后来到了书桌前 苏潇潇脸上还带着羞红 但只要做到书桌前 便会秒进学习状态 来 我给你讲一下这次的考试题吧 嗯 文科和理科的数学题 还是有所区别的 文科的题篇 简单一些 秦宇给她讲了几句后 她就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随即有些失落 看来自己这次分数 又是110左右了 别灰心 跟着我学 保你能考130 秦宇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接过一根笔 在草稿纸上 刷刷地写着题目 她准备 把今年的高考题 在平时就给她讲了 隔几天讲上几道 如果是高考前 突然讲高考原题 傻子也会有所怀疑 作为一个众生者 秦宇明明之中觉得 还是隐瞒这个消息为好 一下午的时光一会儿过 两人的学习效率属实不高 没几分钟 秦宇就忍不住 在她的小手上掐一掐 或者拉着她做个按摩 结果就是 一共没讲几道题 苏霄霄霄脸上的红韵 就没有散去过 看了眼时间 6点40 估计田立童也快回来了 秦宇准备回家去了 我回去了 这几道题的来回吃透 下次见面我要检查的 知道了 秦宇点点头 又道 还有按摩 睡前的在按十分钟 记住了吗 如果没记住的话 会有惩罚的 记 记住了 苏霄霄下的缩了缩雪白的脖子 什么惩罚啊 出了苏霄霄家 吹拂着清凉的晚风 秦宇心情十分舒畅 果然 贴贴这种事情 令人心旷神疑 那么 晚上该去哪呢 突然 手机震了起来 她掏出来一看 来电显示上赫然写着 江小雪 三个字 秦宇眼皮一跳 如果真是江小雪 听着她悦耳清脆的声音 她可以和她唠一个晚上 但问题是 这个号码好像是她老妈的 她随手接通了电话 岳母 我不 伯母 第五十四 我是故意不小心的 电话诡异地沉默下来 秦宇 过了几秒钟 电话中才传出了 江小雪愤怒的娇斥声 你是故意的吧 她气得小脑袋要冒烟了 小手死死地掐着 怀里的熊猫玩偶 直接捏得发白 咯咯作响 这要是被她老妈听去了 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是故意不小心的 秦宇随口答着 脑海里浮现出了她因愤怒 而杖红的精致面颊 不由地放肆地笑出了声 她一开始还有些惊慌 但后来仔细一想 便肯定是江小雪打来的 如果她的父母要打过来盘问 早就打过来了 不会刻意等到一周之后 你还敢笑 江小雪又是一阵咬牙切齿 手里的熊猫玩偶 被抓得严重变形 只可惜 没法顺着电话 杀过来 秦宇不再招惹她 免得她真的抱走了 问道 班长大人什么事 江小雪压下了心里的怒火 质问道 你怎么不上线 秦宇撇撇嘴 和她料想的一样 能让江小雪 借了她妈的手机打来电话 也只能是赚小钱钱的事了 等到什么时候 少女会因为其他事情找她 两人的关系 才是真的更进一步了 她掏着耳朵 道 我家里可没有电脑啊 上网费很贵的 要不你给我报销一下 江小雪一愣 神情忽然有些呆滞 掐着玩偶的小手 渐渐没了力气 明眸中秋波流转 洁白的背齿轻轻地咬着红唇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电话又沉默了几秒钟 秦宇都怀疑她是不是挂电话了 她带点娇称意味的话才传了过来 你以前可没少上网 自己想办法 我已经找到客服和刷单的了 你赶紧确认一下 明天就能开电了 好 等我上线 啪哒 电话挂了 卧室中 江小雪正正地看着手机上被挂断的界面 一脸的不可置信 怀里的熊猫玩偶 再次被捏得变形 这个男人 居然主动挂她的电话 好可恶 斗字发着小脾气 她忽然惊醒过来 一脸心疼地看着被捏得不成样子的熊猫玩偶 我的玩偶 她连忙丢开手机 把玩偶小心翼翼地放到桌子上 等待着她慢慢恢复 还好玩偶的质量不错 很快便恢复了正常的形状 她这才长长地输了口气 擦着额头上并不存在的冷汗 突然觉得自己像个睿智 怎么一和这家伙接触 她的智商就下线了呢 江小雪烦闷地抓着秀发 懒得多想了 连忙又去拿起手机 她白嫩的手指一阵动作 随手把通话记录删了 接着深吸口气 一个电话给黄月月呼了过去 小雪 怎么了 没事 你别挂断 让时间走几分钟 黄月月人傻了 如果不是她有免费接听 绝对会以为江小雪是来套路她的话费的 几分钟后 江小雪面无表情地走出了卧室 发现老妈已经在饭桌上等待多时了 她的母亲叫白静 现电力公司职工 在做行政工作 并不忙 现在主要负责相夫叫女 白静接过手机 小雪 打完了 嗯 打给谁的 月月 江小雪脸不红心不跳地打道 当然 她说的可是实话 最后一个电话 的确是给黄月月打的 不算撒谎 白静狐疑地看了她一眼 刚刚路过女儿房间时 听着她的语气里有些娇羞 总觉得不像是打给黄月月的 但江小雪素来乖巧听话 她也不多问 只是道 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可不要被其他事情分了心 最近江小雪一有时间就 宅在家里上网 但刚刚母考完 白静不打算说太多 准备看看母考成绩再说 江小雪则是不着痕迹地撇了撇嘴 小声应了一声 她不想表现得太过叛逆 但被父母操纵人生属实并不好受 她深吸口气 粉泉紧握 明亮的眼眸中 满是坚毅的光泽 网店 必须成功 吃晚饭时 秦宇家中难得的喜庆 就连秦志刚都被张玉霞喊了回来 数学考满分 在秦宇家中 可是破天荒的事情 上一次上九十分 还是幼儿园时 考得各位数家减法 经过秦宇的几次保证 他们心里的确出现了那么一丝幻想 但并没抱多大希望 没想到 幸福来得如此之快 秦志刚美滋滋地倒了一杯粉酒 啊 可以啊 小子 你不是提前偷试卷了吧 秦宇一阵无语 轻霸无疑了 他还没说什么 张玉霞先急了 瞎说什么呢 咱儿子是那种人吗 巧兰都没怀疑 这可是权限唯一的满分 明明是咱儿子聪明 秦志刚乐呵呵的小口喝着酒 头一次觉得挨了骂 心情还这么舒畅 这种骂 他可以挨上一辈子 情语无语的 看着兴奋异常的两人 还好现在没有朋友圈 否则两人非得发个十条八条 然后在相亲相爱一家人里 etty下所有人 他摇头失笑 又有些复杂的叹了口气 每个父母都是望子成龙 期望儿女能有所成就 可惜他前世一直碌碌无为 学习方面从来没有为父母争过光 等到后来事业小有成就时 秦志刚已经去世 儿子再多么荣光 他也看不到了 这顿饭吃得其乐融融 张玉霞兴奋道 照这么下去 考个三本没有问题 二本都有希望 秦志刚笑得合不拢嘴 上了本科 将来就能参加工考了 儿子要是进了体制内 他也能放心了 不过 比起大学 他显然觉得 还是问专业 更符合实际一些 小子 将来准备读什么专业 计算机或者通信工程 秦宇没有隐瞒 这两个专业二选一他都能接受 两人对视一眼 计算机确实是热门专业 但我听说 要花不少钱吧 张玉霞有点担忧 两人省吃俭用 攒了不少钱 但都准备给秦宇结婚用 买房子 买车 给彩礼 改口费 三金 一系列操作下来 不得小一百万 秦志刚笑道 你懂什么 花钱怎么了 读书是花的钱多 说明将来工作了赚得多啊 到时候说不定一年 就赚回来了 听着父母因为学费发愁 秦宇心中感到温惜而苦涩 道 你们放心吧 计算机学费贵的是二本 我准备考一本的计算机与科学 学费和普通专业一样的 两人顿时愣住了 面面相去 没听错吧 儿子要考一本 梅县属于十八县小县城 后来可是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 教育水平可想而知 反正大部分老师都是大专学历 连普通话都不会 现在的一中 每年能上一本的 绝对不超过二十人 能考上九八五的 一般就是状元了 清北更是几十年就出了一个 秦宇无语的 看着呆若木鸡的两人 这话有这么吓人吗 最后还是 秦志刚先开口了 儿子 有理想不错 但重要的是过程 咱只要尽力拼搏了 最后的结果并不重要 张玉霞同样附和道 咱儿儿子只要有志气 比什么都强 秦宇哭笑不得的摇了摇头 他的成绩太烂了 考一本 在父母心里 属实是天方夜谭了 他也不解释 到时候就让自己的成绩说话吧 晚饭过后 秦宇主动帮老妈刷了碗 然后便出门去了 放在以前 他们少说也要唠叨几句 但今天却是没有丝毫阻拦 成绩好 就是能为所欲为 网吧里 张刚并不在 也不知道他今天约会顺利不顺利 秦宇熟练地开了机 刚登上QQ 江小雪的聊天框就弹了出来 显然是 等待他多时了 三个菜刀表情 秦宇看着血淋淋的菜刀表情 嘴角一抽 和他玩表情 他斗徒小王子就没输过 他随手就回了三个轻轻的表情 卧室中 江小雪白嫩的翘脸刷得红了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菜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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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鼓着脸 黄点鼠标 直接发了五行菜刀过去 秦宇一阵好笑 亏得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女神 谁能想到 有这么幼稚的一面 而且 表情中间还混入了一个发错的 他不会 是一个个点出来的吧 秦宇轻蔑一笑 Ctrl加C Ctrl加V 随手复制粘贴了一串 轻轻的表情过来 刷 屏幕瞬间被轻轻的表情给刷平了 江小雪名谋瞬间瞪大 人傻了 这男人好快 第五是吴炳 全是炳 斗图大赛瞬间奋出了胜负 几乎一整夜的轻轻攻势之下 江小雪大受震撼 随手把他的信息给删除了 眼不见心不凡 就当他没发过 一波精神胜利法之后 他看着网站的情况 准备说正事了 他敲道 有两个客服符合条件 都是大义学生 一个是眉省科技的 一个是眉省理工大的 我只看了基础信息 还没有联系他们 秦宇点点头 你把联系方式给我 我试试他们 几秒钟后 两个QQ号发了过来 一个是初始的经典蓝头发 妹子头像 ID是隋风 来自眉省科技大学 另一个是一个可爱的卡通少女头像 ID是一抹茶 眉省理工大义学生 他首先找到隋风 加了好友 很快就通过了 你好 你要应聘客服 嗯 客服需要每天至少在线六个小时 在线时间为白天 哦 每月六百块基础工资 日节 月末 还有二百块全勤奖 一共八百块 暂时没有假期 表现良好的话 可以考虑提心 能否接受 好 秦宇 pass 他懒得多说 直接就把对方给淘汰了 好家伙 嗯 哦 好多用出来了 来应聘的 还是来当美洋洋的 他可没有当费洋洋的想法 随便编了一个理由 把对方打发了 接着加了一抹茶 好友通过 秦宇还没说什么 对方的消息就发过来了 老板看看我啊 常年在线 一天至少在线八小时 虽然没有当过客服 但我会努力的 这才向着求职者 虽然没有相关经验 但客服并不是什么高难度工作 初中生也能干 培养一下就好了 更重要的是听话 秦宇随手把之前的工作要求发了过去 对方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 看起来就很好骗 的确向着整天在宿舍里抠脚 无所事事的大学生 明天就上岗 没问题吧 没问题 事情愉快地敲定了 反正工资是日节 也不怕对方拿钱跑路 接下来是刷单的事情 秦宇简单地查看了一下 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没问题 结果告诉江小雪后 他很快拉了一个群 小秦温聚店 里面只有三个人 他们两个外加一抹茶 他还在修改群公告和检介呢 聊天矿突然蹦出了两条消息 老板好 老板娘好 一抹茶表现得非常活跃 两条消息后 还发了个微笑笑脸 秦宇眨了眨眼 干得漂亮 这个少女绝对是个可诉之才 几秒钟后 群里还是静悄悄的 江小雪一阵咬牙切齿 秦宇隔这儿装什么死人 这种事情 不该他第一时间解释的吗 他连忙在公平敲道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合作关系 敲完后 他随手又给秦宇斯 发了三个菜刀表情 一抹茶 抱歉 少女慌得一批 完了完了 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兼职 不会没了吧 好在江小雪没那么小气 在外人面前 还是顾及自己的女神形象的 发脾气 也只会对秦宇发 于是乎 他又给秦宇发了几把菜刀 秦宇免得他的菜刀越发越多 直接在群里开始敲字 目前我们的小店刚刚启程 虽然薪资不高 但你是大学生 要珍惜锻炼自己的机会 金钱工资什么的 是次要的 能学到本领 才是最重要的 秦宇前世好歹 也做过一个小老板 画饼什么的 手道琴来 好的 一抹茶 还是一个眼神清澈而愚蠢的大学生 涉事未深 没有见过如此画饼大树 积极性很高 而且 我们店里现在客服只有你一人 将来有了其他人加入 你就会被提拔入领导层 秦宇的饼一个接一个 一抹茶 显然被香甜无比的大饼砸晕了 他兴奋道 老板 我会加油的 秦宇满意地点了点头 果然 还是兼职的女大学生好啊 可能本领和技术 不如那些大姐姐 但胜在年轻 他和她简单地说了一下店里的情况 道 接下来 我传授 你一些客服画术 希望你能熟练掌握 不只是我们小店 将来你去了其他店 也是一笔财富 嗯 一抹茶连连点头 秦宇道 我们店主打可爱风格 要求你以可爱女孩子的语气 和客户对话 将小雪和一抹茶都愣住了 可爱风格 他们还真没想到 一个淘宝客服会有这么多套路 老板 要怎么做 我们店的秘诀就一个字 什么 喵 看到群里的两个少女都呆住了 秦宇接着解释道 你在所有话后面加个喵子试试 老板 知道了喵 一抹茶敲出一行字后 顿时惊讶道 老板 好像真的很可爱喵 一直沉默的江小雪 直接傻眼了 美眸瞪大 秦宇怎么这么会啊 他想象着秦宇说什么班长 马上下课了喵 班长 抄一下喵 忍不住抱了抱胳膊 打了个冷战 有点恶心 到时候 你把客服头像 换成一个猫咪头像 名字就叫小咪 秦宇道 哎 现在开始模拟一下 你把我当做客人 一抹茶 好的 模拟开始 你好 咨询一下同学路 秦 这本同学路 是我们店最热卖的产品喵 秦 如果现在下单的话 马上就能给你安排喵 发什么快递 秦 目前小店默认发送物流 快递不支持指定喵 但有七天无理由退换喵 轻轻可以放心的喵 以上都是一些基础的问答环节 没有什么幺蛾子 秦宇接着准备扮演一个杠筋 我觉得 你家货质量有问题 我们店里的商品 都是经过厂家认证的喵 您可以从厂家官网认为的喵 你们不是厂家直销 就是产品有问题 我们虽然是第三方小店 但都是和厂家直接提货的喵 秦宇带你了点头 一抹茶应对的不错 她准备问一些更刁钻的问题 有没有那种你懂的种子和网站 您在说什么喵 小迷听不懂的喵 你真的是女孩子吗 我怀疑你是抠脚大汉 给我发点凉快点的照片我就买 话语一出 两个少女气气愣住了 一抹茶突然有点后悔 自己 不会进了家黑店吧 江小雪 则是脸上一红 脆了一口 捏着鼠标的手指都发白了 Tui 这个流氓 秦宇又收到了几把菜刀 干咳一声 连忙敲道 很好 你可以上岗了 下面是我的电话 有处理不了的情况及时联系 多谢老板喵 事实证明 一抹茶的确是个可诉之材 短短几分钟就熟练掌握了客服的应答术语 秦宇私发给了江小雪两个字 搞定 她一直坚信 没有猛难能拒绝粉红色 猫咪和兔儿 江小雪依旧傻愣愣地看着屏幕 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喵字就可以把可爱程度拉满 但她下意识地就想傲娇一下 哼 别得意 只是非常普通的话术 还不知道有没有用 秦宇眼眸微微瞪大 AWSL 她居然敲出了一个哼字 可惜 没有当面说出来 否则非得偷偷录下来 单曲循环一整年 她默默地把图结了下来 幻想着江小雪这样说话的模样 有点心痒痒 你要不也尝试一下 才不要 要是你自己是 菜刀表情 好的妙 秦宇你好恶心 逗了会儿嘴 接下来的事情 秦宇就不插手了 完全交给江小雪处理 秦正那边也联系好了 只需要有单子来了 她发短信过去 就能遥控发货 没有再打扰她 秦宇随手打开 Unity 准备继续干游戏 刚敲了几行代码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她掏出一看 眼眸微缩 安南打来的 第56亏了一个亿 看着屏幕上闪烁着的名字 秦宇神色有些复杂 并没有急着去接 安南已经有几天 没有联系她了 对于她来说 这段时间已经非常长了 反正自从两人相识之后 这还是锻炼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次来电 恐怕会宣告 两人关系该何去何从了 大概率 她会退场了吧 两人从此形同末路 她继续当渣男 而她也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秦宇深吸口气 用力按下了接通键 学长 安南清脆而元气满满的声音传来 饶视秦宇也听不出她的情绪 秦宇沉声应道 嗯 有事 安南笑音音道 明天能陪我去逛街吗 秦宇愣住了 她预想到了 安南可能会再哭着挽留她 或者会和她一刀两断 彻底断绝往来 但邀请她逛街 是几个意思 她思绪流转 只当是少女想当面说清楚 既然如此 她没有必要拒绝 可以 你说时间吧 那就九点钟 时代广场见 嗯 学长晚安 挂了电话 秦宇正正地看着手机 用力甩了甩脑袋 尽量让自己的心态稳定下来 果然 无论从哪方面考虑 还是和安南分开的好吧 看着电脑 她却没心思敲代码了 直接下机回家 眉线的商业街 一共也就那么几条 卖衣服的 主要还是个大商场 一个商场里面几十个小摊的那种 这儿八斤租门面的专卖店还很少 秦宇脚上的特步 就是从小摊上买来的 自然是山寨货 特步都有山寨的 现在想想就离谱 第二天 依旧是阳光明媚的好日子 碧蓝的天空 偶尔飘过几朵棉花般轻柔的白云 周末的小县城里 充满了欢声笑语 商业街上人来人往 秦宇到达时代广场时 安南已经到了 少女翘生生地站在那儿 隐隐如梦的眸子 四下张望着 她今天穿着淡青色的连衣裙 某个部位撑起了一个 令人心惊的弧度 但腰肢却又被一条 青白色腰带猛地收紧 细窄的曲线 隐隐不堪一握 脚下是白色小腿袜 加上漆黑的小皮鞋 活脱脱地从漫画中 走出来的美少女 引得不少男生频频注视 看到秦宇后 安南乌黑的大眼睛 瞬间亮了起来 拼命地摇着纤细的胳膊 像旋转着的电风扇似的 都快摇出残影了 她一蹦一跳到 学长 这边 秦宇努力从她某个部位 一开视线 真不知道 以她的负重 是怎么蹦起来的 只能说 格外Q弹 喜之狼什么的差远了 她走到少女身前 看着她洋溢着笑容的小脸 问道 等很久了 没有 我也是刚到 安南甜美一笑 淡粉色的薄唇中 露出了洁白而整齐的背齿 但却不着痕迹 低动了动小腿 秦宇看着她 有些僵硬的洁白小腿 轻叹口气 她对她实在是太了解了 恐怕她已经傻站在这里 半个多小时了 上一世的安南便是这样 每次约会总会早到 以至于秦宇强调了无数次 她才勉强改了这个习惯 她嘻嘻笑道 学长 今天怎么安排 秦宇淡淡地扫了她一眼 知道她早就做了充足的准备了 道 你喊出来的 听你的 果然 安南立马掐着白嫩的小指头 兴奋道 那么 上午逛街 中午吃火锅 下午去看电影 有部电影 好像挺好看的 怎么样 可以 走吧 秦宇表示没有意见 不过却摇头失笑 果然是火锅吗 她对于火锅 真是情有独钟啊 一天连续吃三顿都可以 两人走进了眉线最大的商场 时代商场 里面是暗铺位出租的 卖什么的 都有 现在还没有什么规划 比较乱 卖玩具的旁边 可能就是卖成人玩具的 简直离谱 学长 你有要买的衣服吗 安南似乎很是开心 小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 虽然不是约会 但这还是两人第一次出来玩 她要努力给两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嗯 买点吧 秦宇点点头 摸了下自己的头发 目前还没有流长 要想改变形象的话 还是得从衣着上入手 好呀 我帮你选 安南兴致很高 兴奋地眨巴着大眼睛 她一直觉得 秦宇的底子很不错 可惜钱都用在泡网扒了 她早就有帮她打扮一番的想法了 她小脑袋里不由地想着 秦宇个子高 肩膀宽 什么衣服都撑得起来 到夏天了 如果穿暖色系的T恤 不行不行 那样学长就更帅了 岂不是要迷倒一大片女生 碰 阿窝 安南想得正起劲呢 脑壳一疼 思绪突然被打断了 可怜巴巴地抱着小脑袋 秦宇淡然地收回手 别乱想了 就买点平时穿的 哦 安南嘟着嘴 神情低落了 那么零点一秒 很快便又自己振作起来 她的脸颊上出现了一个有些病态的笑容 乌黑明亮的眼眸中 满是得意的意味 哼哼 可怜的江小雪 恐怕还没有和学长逛过街吧 如果秦宇穿着她 为她挑选的衣服 去和江小雪约会 一定很有趣吧 此时 两人路过了一个小滩 秦宇突然停住了脚步 她指着一个黑色的备带裤 问道 你觉得我穿这个怎么样 再留个中分 打篮球一定很帅 哇 学长你还会打篮球的吗 安南漆黑的大眼睛闪闪发光 真不愧是学长 总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优点 秦宇 秦宇觉得她已经没救了 但安南也足够聪明 对背带裤选择了避而不谈 她最终也没有去尝试背带裤 安南拉着她来到了一个 这儿八斤卖男装的小店 这间小店在商场里小有名声 卖的衣服不算便宜 看到两人 有点微胖 大概二百斤的老板娘 立马迎了上来 小伙子买点什么 老板娘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 她一眼就看出 安南身上的衣服不便宜了 秦宇同样打量着店里的衣服 为了节省空间 衣服都是挂在墙上的 需要用长杆取下来 简单扫了一遍 她不禁暗中点了点头 这里的衣服贵是有道理的 比起其他店 做工要更加精致 安南嘴唇动了动 欲言又止 她想为秦宇推荐几件衣服 但生怕她再垂自己的小脑袋 便没有说什么 秦宇直接道 找个我能穿的衬衫和休闲工装裤 好嘞 小伙子你看 这两件怎么样 老板娘用长杆取下了两件衣服 衣服偏向少年款式 上面还有一行五颜六色的字母 花里胡哨的 她摇头道 来点能搭配我成熟气质的 老板娘嘴角一抽 差点一口水喷了出来 现在的小孩子怎么回事 看到她愣住了 安南顿时不高兴了 瞪着她 听到没 来点能搭配学长成熟 稳重 温柔 帅气 砰 秦宇又给了她一个暴力 安南委屈巴巴地抱着小脑袋 不说话了 一番折腾后 秦宇最终选择了一件条纹短袖衬衫 黑色开衫 以及一条卡其色的休闲裤 镜子中的少年 瞬间像是变了一个人 线条分明的脸庞 散发着清爽又活泼的阳光气息 颇有点帅气小哥的风范 如果头发再长一些便完美了 安南看的眼睛都直了 一眨不眨 整个人像是傻掉一般 果然 学长只要好好打扮 还是很帅的 秦宇无语道 别看了 口水流下来了 安南惊叫一声 连忙用小手擦着嘴角 几秒钟后 鼓着小脸不满道 学长你骗人 明明没有吗 秦宇懒得理她 道 就这三件了 算算价格吧 老板娘一脸的笑容 道 看在你们是学生 我魄力给你们打个折吧 一共四百 对于她的话 秦宇自然是一个字都不信 翻译一下就是 看在你们是学生 我要狠狠地宰你们一笔 她想不起现在的市场价格了 但这可是09年 三件衣服就要四百 对于没有牌子的杂牌货来说 无疑是在杀猪了 她突然想起了老妈砍价 就要砍一半的教会 道 二百 成交 老板娘一拍桌子 没笑眼开 秦宇一愣 完了 第五十七别试了 你穿不上 老板娘脸上的笑容灿烂无比 熟练地把三件衣服打包了起来 秦宇觉得自己终究是草率了 喊价时就该直接抹个灵的 但她也没有反悔 老老实实付了钱 这就完了吗 安南很是惊讶 这才几分钟啊 买完了 男生买衣服的速度 就是这么快速 感觉合适就直接出手了 女生的话 哪怕已经选中了 也得把所有商场都转一遍 最后再转回来买 安南有些意犹未尽 处在原地 不愿意挪脚 学长 要不再买点吧 这件衛衣很搭你的 不用了 我家里还有换洗的 秦宇接过袋子 直接向着店外走去 还有 二百块可是巨款 我暂时没钱了 安南张了张小嘴 小手 在口袋里捏了捏 最终没有 说他有钱什么的 怕秦宇生气 两人继续在商场里逛着 不过 这次变成了女装店 秦宇和安南逛街 可是有经验的 进了店就让他自己转 自己则是找椅子坐下 翻开手机看小说 安南性质很高 像只翩翩起舞的蝴蝶一样 转来转去 学长 这件裙子怎么样 还可以 学长 你觉得我该选哪个颜色 黑色 学长 你喜欢黑丝还是白丝 都喜欢 安南放下了手里的巴黎世家 不满地鼓着血塞 秦宇回答石头也不抬 分明就是在敷衍他嘛 他的小脸鼓得像个河豚了 挑了一件黑色连衣裙 来到了秦宇身边 学长 陪我换衣服 秦宇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秦宇总算是抬头了 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自己去 拉链在后面 我碰不着吗 安南不一地摇晃着秦宇的胳膊 闻言 女老板想要走过来 这种时候 她会为客户提供帮助的 瞪 安南大眼睛 直接瞪了过去 这女孩好凶 女老板一个机灵 吓得脸色苍白 兴兴地离开了 安南转过脸时 瞬间来了个180度大反转 满是可怜巴巴的表情 秦宇捧着脸 对她的可爱公事视而不见 考了一下 突然眼眸一亮 她委屈道 学长 这里店太破了 室衣间连个反锁都没有 万一有其他人闯进去怎么办 岂不是要被看光光 我们女生是衣服 都会互相看着的 女老板 好家伙 凶他就算了 居然还说他家店硬件设施不行 这是来找茬的吗 安南灵动的大眼睛中 满是令人心动的脚狭 嘟着嘴道 学长 你就帮人家望望风吗 万一有变态 偷看怎么办 秦宇终究是心软了 无奈叹气 就这一次 好 安南的笑容格外甜蜜 女服务员异样的眼神中 秦宇几乎是被她强拉着进了室衣间 事实证明 人家小店的设施 还是挺完善的 室衣间里自然有繁琐 还有挂衣服的粘钩 和一张小凳子 秦宇找了一圈 看不到什么摄像头 狭小的空间中 两人的距离顿时有点近 空气中满是少女身上好闻的味道 秦宇看着少女白皙滑嫩的肌肤 心脏略微加速 安南脚侠一笑 静静地转过身去 小手轻轻一拉 哗啦 卧槽 但青色连衣裙滑的一声落地 秦宇惊呼一声 眼睛瞪得老大 还说自己碰不着 完了 自己又被这个女流氓套路了 她欲哭无泪 觉得自己又不干净了 转身就想走 谁知道她突然贴了上来 温暖的触感从后背传来 安南的声音有些娇媚 学长 你现在出去 我就跟出去 你一个女孩子 要自爱知道吗 怎么能在男生面前脱衣服 秦宇深呼吸着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人家只给学长看吗 安南笑嘻嘻地说着 说完甚至还在秦宇的身上蹭了一下 秦宇一阵头皮发麻 她用力深呼吸几次 让心态平稳下来 两人前世好歹滚了数年床单 免疫力还是有的 她冷声道 你在乱动我真出去了 哦 我换衣服 安南连忙松开 吐了吐小舌头 生怕秦宇真的生气了 一阵嘻嘻嘻之后 安南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学长 又怎么了 我真的拉不上了 秦宇无奈转过身去 发现安南正吃力地 拉着背后的拉链 小手一阵乱抓 洁白无瑕的后背 都被抓出了几个红印子 这次他没有骗人 是真碰不到了 但秦宇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原因了 别试了 你穿不上 哦 安南小声呕了一声 没多大意外 他能穿的衣服都挺难找的 尤其是裙子 号码贴身的话 某个部位勒得慌 号码大一些 其他地方又太宽松了 强行穿只会把衣服撑破 这就是他的实力 衣服想合身 要么多赚几家店 要么去定做 又是一阵稀稀疏疏 他换回了自己的连衣裙 拉链自己或许能解开 但要拉上的确不容易 秦宇无奈 帮他拉上拉链 不可避免的 手指触碰到了他后背上滑嫩的肌肤 安南的脸上 顿时一阵异样的红润 眼神迷离 嘿嘿 学长碰到我的后背了 他的手掌好热 好大 江小雪 学长没有碰过你的吧 你个败犬 小店里终究是 没有适合安南的衣服 两人在商场里继续逛着 安南的身材比较特殊 逛了几家店都没有收获 事实上 他有时候也很茫然 不知道该买些什么 秦宇记得 安南是上了大学 才彻底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穿搭 胸大的女孩子 要么穿宽松的一体式连衣裙 没有腰线的那种 像个水桶裙 可以把自己的身材彻底封印 安南前世出门时 就会穿这种水桶裙 可以避免一些讨厌的视线 而在和秦宇独处的时候 又会穿一些高开领的上衣 配上各种小短裙 魅力拉满 反正每次穿那样的衣服 秦宇杯里都会多上几把枸杞 秦宇看了眼时间 不打算在商场多逗留了 眉线太小了 偶遇同学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到时候不好解释 他随手指着一件月白色上衣 和淡黄色的高腰半身短裙 试试这几件吧 这两件 我能穿吗 安南眨着眼睛 这种风格的衣服 他可没有尝试过 他又一脸现薄的表情 当然 学长你想看的话 阿巫 他还没有说完 小脑袋上又被秦宇敲了一下 秦宇没好气地解释道 胸大的女孩子 本身上半身的比重就很大 是千万不能穿高领衣服的 会让身材更加失调 要把脖子尽量露出来 裙子可以买高腰的 而且 更适合穿纯色的衣服 降低上半身的存在感 安南似懂非懂地张着嘴 学长 你怎么懂这么多啊 秦宇撇撇嘴 这些当然是后世 安南自己研究出来的 他随口敷衍道 我懂得很多 安南眼里闪着小星星 真不愧是学长 少废话 赶紧试衣服去 哦 安南吐了吐小舌头 拿着衣服进了试衣间 他甜滋滋地换着衣服 这可是学长给他挑的衣服呢 刚解下衣服 突然想到了什么 动作猛的一致 秦宇一个男孩子 会去研究胸大的女孩子 怎么穿搭 嘻嘻 学长心里果然有他的吧 第58竞技的安南 等到从小店出来时 秦宇手中提满了大包小包 安南最终把秦宇推荐的衣服 全都买了下来 他感觉像是 打开了新的大路 那些衣服的风格 真的和他很大 而且 还是秦宇推荐的 意义非凡 学长 这里 忽然 安南指着一家那一店 眼睛直冒光 拉着秦宇就要进去 秦宇站那不动 休想让我进去 就一次吗 安南再次使出了撒娇技能 使劲摇着秦宇的胳膊 眨着萌萌的大眼睛 可爱至极 秦宇却是白了他一眼 对此已经有点免疫了 无动于衷 他正要抬手给他一个暴力 眼睛无意间一瞥 看到几个有点熟悉的少女正在走来 同班的几个女同学 有些面熟 但叫不出名字了 秦宇只认识其中一个叫王萌的 一个有点微胖的女生 同样收到了他的表白短信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秦宇眼皮一跳 冷汗直冒 要是他和一个女生逛街的消息 传到班里 和江小雪的关系 也就彻底破裂了 自己这才重生几天啊 已经遇到了几次危机了 渣男生涯流年不利啊 他也不多废话 直接拉着安南就进了那一店 安南小脸上满是问候 不知道秦宇为什么突然就改变主意了 但随即又兴奋起来 江小雪 学长没有陪你买过内衣吧 内衣店中人不是很多 这家店很大 款式很多 但价格不便宜 不太适合小县城 秦宇记得大一回来时就倒闭了 安南拉着秦宇 直奔女性内衣区 羞答答地道 学长 你喜欢什么颜色啊 秦宇时刻注意着店外的情况 随口道 一三五白色 二四六粉色 周日五颜六色 啊 安南惊呼一声 脸上满是羞涩的花 抿着红唇 羞答答地偷偷看着秦宇 学长怎么会知道他 每天穿什么颜色呢 秦宇哪有心思和他多纠缠 小心地望着门外 这里可是那一店 如果王蒙他们也进来 可就玩犊子了 还好几个女生说说笑笑 挽着胳膊走开了 他这才松了口气 看着身旁羞涩至极的少女 秦宇这才知道自己失言了 一不小心 似乎说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安南随手拿起一件白色大眼罩 学长 这件怎么样 秦宇扫了一眼 你穿不上 旁边的女兽货员的嘴张了张 他很想说 有更大号的号码 但看了安南一眼 话就硬生生地吞了下去 哪怕是那一店 安南能匹配的也非常少 安南最终选了几件能穿的 又硬拉着秦宇 向着男士内衣区走去 他随手指着一条蓝色布片 学长 我觉得 你穿这个一定很好看 我不穿三脚的 那这件呢 我也不穿四脚的 安南愣住了 眨着大眼睛 小脑袋有点跟不上了 那学长穿什么样的呀 我不穿 安南小嘴一决 知道秦宇是在敷衍他 不满问道 为什么 秦宇一副苦恼的样子 叹气道 我天赋一柄 穿着玩意儿勒得慌 文言 安南脸上爬上了异样的红玉 真不愧是学长 秦宇嘴角抽搐 完了 他好像听懂了 要耍流氓 他还真未必是他的对手 最终 安南为秦宇挑选布片的计划 没有成功 他被秦宇硬拽着 从那一店出来时 时间到了十一点多了 安南看着秦宇手里大大小小的包 有点不好意思 第一次约会 终究是草率了 先购物 然后再去玩的话 手里要提着各种大包小包 属实有些不方便 还好安南很快想到了补救措施 他大意在附近开了家小店 便把所有东西寄存了过去 接下来的目的地非常明确 小肥羊 周末的小肥羊 人数依旧会很多 不过两人来得够早 空位置还有很多 女服务员笑着迎了上来 只觉得 两人有些眼熟 没有多想 你好 请问几位 两位 安南笑得很是灿烂 我们要坐十九号桌 女服务员很是诧异 十九号桌 可是没人愿意去的偏僻位置 一般只有人满时 才有人愿意去 秦宇则是一阵无语 这分明是上一次 她和江小雪做的位置 果然 这丫头还在记仇 想要比较一番吧 不过也好 那个位置相当隐蔽 免得被其他人看到 落座之后 火锅很快便热气腾腾 香气肆意 与江小雪点的麻辣锅不同 安南是忠实的番茄锅选手 秦宇更偏向于辣锅 觉得不辣的火锅 完全没有灵魂 但凑合一顿 也没什么问题 便没有点鸳鸯锅 两人正常吃饭 羊肉卷下锅后 一会变熟了 安南乖得像个乖宝宝 带着甜甜的笑容 慢条斯理地吃着 秦宇却是警惕起来 安南吃饭 可不会像江小雪 那么优雅文静 太反常了 这家伙绝对在酝酿什么 果然 刚刚吃了一口羊肉卷 他便交呼道 学长 人家的嘴角脏了啦 给人家擦一下 秦宇 他就知道 当时自己给江小雪擦嘴角 他全都看到了吧 他可不会着他的道 你自己没手 安南搭拉着小脑袋 忽然又眼眸一亮 学长 你嘴角脏了 我帮你擦 秦宇依旧摇头 不用 我自己有手 安南的嘴角嘟的挂了起来 都能挂两个醋瓶子了 明明都给江小雪擦嘴角了 凭什么 到他这就不行吗 他气鼓鼓的 感觉嘴里的羊肉卷也不香了 学长 这里的特色羊肉最好吃了 肉质鲜嫩 比其他店好吃多了 安南沉默了几秒钟 又打起精神来 放到了秦宇的嘴前 眨巴着萌萌的大眼睛 学长 给你吃 秦宇依旧冷着脸 下意识地就要拒绝 但看到少女大眼睛中浓郁的期待 和小心翼翼的神情 冰冷的话语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他犹豫了一下 无奈张嘴吃了下去 鲜嫩的羊肉卷在嘴里化开 秦宇忽然有些恍惚 安南每次吃火锅时 觉得什么好吃了 总是会乐此不疲地投喂他 少女的情意 一如既往啊 第59 安南的回答 火锅店内 安南秉着呼吸 期待地看着秦宇 连忙问道 学长 怎么样 怎么样 不好吃 都是你的口水 秦宇故作嫌弃 其实都是麻将的味道 那里能尝出什么区别来 安南非但没有伤心 反而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他居然把这查忘了 如此一来 两人岂不是间接接吻了 他的小心脏砰砰直跳着 突然又一阵懊悔 早知道就让秦宇喂他了 他后悔不已 揪着头发 道 学长 该你喂我了 秦宇只是一眼就看出他的目的了 呵呵一笑 没门 自己吃 安南不满地再次嘟起了小嘴 真小气 又吃了一会儿 安南滴溜着灵动脚侠的眼眸 准备发起新一轮的攻势 学长 你和我一起吃火锅 某个女人不会生气吧 秦宇嘴角一抽 选择不搭理他 安南并没有气馁 鼓着劲 继续道 学长 明明是同一个位置 但某个女人 只会自己埋头吃 根本不会喂你哦 不像我 只会心疼学长 学长 某个女人吃个饭还端着 摆着臭脸 你和他吃饭 一定很累吧 学长 某个女人低头 恐怕能看到自己的脚 恐怕很可悲吧 学长 安南像是 开了机关枪一样 巴拉巴拉地说个不停 秦宇却是淡定地放下了筷子 用纸巾擦了擦嘴 我吃完了 啊 安南惊叫一声 他光顾着说话了 还没吃几口呢 给你三十分钟 吃不完的话 我就回家睡觉去了 马上 安南应了一声 不敢说话了 连忙消灭着锅中的食物 吃完饭 安南坚持要负账 一共一百出头 秦宇便由他去了 出了小肥羊 两人直奔电影院 眉线的电影院 以前属于公家单位 前几年才转售给个人 设施已经非常老旧 不少椅子都快爆僵了 年龄比秦宇还大 安南选的 是一部爱情剧 秦宇看了名字 就想跑路的那种 估计等会儿得 扣出一个三十一厅了 电影院并没有什么情侣座 中间有木质扶手相隔 入座后 电影尚未开始 昏暗的电影院中 人们还在窃窃私语 能来看这种电影的 大多都是一些小情侣 或者新婚燕尔的年轻夫妇 安南兴致很高 他很喜欢看电影 但以前都是 和蒋倩来看的 根本没有这种 小心脏砰砰乱跳的感觉 他买了两大桶爆米花 两瓶快乐水 满心期待地等着电影开场 秦宇却是若有所思 眉线太过落后了 现在根本没有奶茶店 哪怕是来电影院 约会的秦吕 喝的也是瓶装饮料 似乎有商机 为什么重生者 都青睐奶茶店 因为真的好操作 成本低 能赚钱 看到秦宇走神 安南有些不满 他一个萌萌哒的少女 坐在他的身旁 还想其他事情 他拉过秦宇的胳膊 指着前方的一堆小情侣 学长 你看他们 秦宇瞥了一眼 他们早恋 一看就不知羞耻 你还小 不许学他们 人家哪里小了 安南不满地嘟着嘴 秦宇感受着胳膊上的触感 一个机灵 表示无法反驳 前方的小情侣愈加嚣张 来人似乎把手 伸进女人的衣服里去了 就连安南也脸蛋红扑扑的 有点不忍直视了 不许看了秦宇 随手把他的眼睛捂住了 他虽然是个老司机 但现在实战经验为零 现场直播的话会受不了 人家来电影院 不就是来看电影的吗 钱浪费了啦 安南小声抗议一下 心中却是美滋滋的 秦宇的手掌 果然很温暖啊 没一会儿 电影开了 剧情比较狗血 秦宇估计车祸 白血病 失忆一个也少不了 果然 开场没几分钟 女主砰的一声 被车撞飞了几百米远 啊 学长 好吓人啊 安南像是受到了惊吓 忽然死死地抓住了秦宇的手 秦宇 秦宇无语地看着他 抓着自己的小手 深叹口气 真是防不胜防啊 安南的套路 简直不要太多 女主被撞飞的慢动作 都有几分钟了 这要是吓人 喜洋洋都是惊讽片了 安南的小手 既没有苏潇潇那么修长 也没有江小雪 那么滑不溜手 微微有些肉嘟嘟的 像是抓到了一团 软绵绵的棉花糖 看秦宇没有甩开手 安南有些得意 问道 学长 江小雪和你牵过手吗 秦宇懒得搭理他 安南抿着唇 声音有些娇媚 学长 这是我第一次和男生牵手呢 人家的第一次就交给你了 碰 听他开始说骚话了 秦宇直接给了他一个暴力 安南捂着小脑袋 一脸哭唧唧的表情 总算是不敢再说话了 从电影院出来时 除了几个脸上 带着红韵的女生外 其他人都打着哈欠 电影质量可想而知 没线鼠实 没有什么好玩的 下午又去商场逛了几圈 安南买了几双袜子 又去新华书店 买了几本言情小说 秦宇猜测 他的小说天赋 恐怕就是这时候积累的了 中午吃得有些饱 简单吃了晚饭 两人去大仪的店里 取回了各种包裹 准备回家 太阳已经跑到了西边 摇摇欲坠 星河小区前 秦宇停下了脚步 静静地看着少女 如同梦幻般的面颊 夕阳下 安南的脸颊 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红光 微风吹拂着少女的裙脚 同时带来了灵动月儿的声音 学长 嗯 秦宇出声应了一声 默默等待着他开口 接下来的话 就会宣告两人之后的关系了 空气瞬间安静下来 少女满是脚霞的大眼睛 愈加明亮 他沉默了几秒钟 朱唇轻起 晚安 说完后 安南调皮一笑 也不在意他的反应 拎着大包小包 一蹦一跳地进了小区 秦宇一头雾水 人都傻了 不是 等了半天 你就说了句晚安 第六十最初的起点 火红的夕阳下 安南窈窕的身姿 被照出了斜斜长长的影子 很快消失在了小区之中 秦宇张了张嘴 依旧一脸猛逼 少女的心思多变而难以捉摸 哪怕他和安南同居数年 也无法完全猜透他的想法 回家的路上 秦宇猜测着安南的想法 逐渐有了一些头绪 安南的回答很简单 他想要维持现状 将关系维持在江小雪未出现之前的状况 也就是学长和学妹的关系 他看似什么都没说 但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这就是安南的断位 秦宇轻叹口气 他这样完全是掩耳盗铃 欺骗自己罢了 一直拖下去 彼此只会越陷越深 他脚步渐停 失神地望着远处 被夕阳照得血红的山脊 心情不禁有些复杂 安南原来这么容易妥协的吗 时隔多年的再次约会之后 秦宇不可否认 少女娇媚可爱的模样 依旧令人怦然心动 他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能否把他也纳入水晶宫呢 死 这个想法一出 秦宇自己都吓了一跳 倒吸一口冷气 自己离成哥越来越近了 怕不是哪天酒里又要有头包了 秦宇烦躁地挠了挠头 觉得还是和他说清楚为好 有些事是无法逃避的 他掏出手机 一个电话给他呼了过去 对不起 宁波打的电话已关机 秦宇 他无限怀疑 一切都在安南的计划之内 秦宇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头疼不已 少女现在装起了乌龟 瑟瑟地缩在自己的龟壳中 倔强地守护着自己珍贵的事物 恐怕短时间内 是不会和他坦诚相谈了 真是个傻丫头 夜晚 工商小区 江小雪的卧室风格非常简约 胡哨的无用装饰 少女穿着月白色睡衣 蕾丝花边下 是隐隐约约的白腻肌肤 柔顺的绣发没有扎鞭子 如同泼墨一样清线下 他就算是在自己家中 也做得端正 没有抠脚这种令人设崩塌的行为 今天是开店第一天 数据差不多已经出来了 他一边看着屏幕上的数字 纤细修长的手指 一边按着计算器 几秒钟后 看到自己计算出的数字 少女的美眸缓缓缓瞪大 绽放出了异样的夺彩光芒 赚钱了 兴奋和喜悦之下 少女白皙的面颊 出现了诱人的红润 他心中的感觉非常复杂 从未想过 赚钱会如此容易 下意识地 就要和秦宇分享一番 连忙在列表中找到了大流氓 他有些愕然地 看着QQ里的灰色头像 脸蛋布满地鼓了起来 尤其是想到他看向自己时 笑眯眯的得意笑容 更是气得咬牙切齿 哼 自己为什么就要和他分享呢 他气呼呼把他划走 从一个独特分组中 找到了一个女生的QQ 正是黄月月 江小雪没有手机 他们保持联络的方式不多 要么当面谈 要么发QQ 他激动地敲道 月月 我赚到钱了 真的假的 黄月月惊讶道 那你欠我的二十块钱 能还了吗 江小雪一愣 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 他努力搜索着自己的小脑袋 属师是不记得什么时候 和黄月月借过钱了 黄月月发了一个 哈哈大笑的表情 又道 骗你的 小雪 有没有人说过 你有时候好傻呀 江小雪 他翻了个白眼 表示这闺蜜有点皮 黄月月好奇问道 小雪 你最近在和秦宇开网店 对啊 怎么了 你们两个 三个坏笑表情 江小雪顿时脸红了 你这是什么表情 嘻嘻 我们小雪要名花有主了 别胡说 少装算了 秦宇一定向你表白了吧 那个短信 他给那么多人发了 你确定你没收到 江小雪修的小脸 都红透了 几乎要滴出血来 他想狡辩一声 自己没有手机 但又不确定黄月月 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便没说话 看他不回复了 黄月月吐了吐小舌头 也怕 把他彻底惹毛了 抱走的江小雪 可是很恐怖的 他不敢多说了 只是嘱咐道 小雪 我可警告你 秦宇最近变化很大 把连好多女生 都打他的主意呢 到时候被别人拐跑了 你可别哭啊 江小雪气得银牙紧咬 好你个黄月月 都敢捉弄他了是吧 不过 生气之余 他也有些狐疑 秦宇 真的这么受欢迎吗 他如宝石般明亮的眼眸 闪烁着担忧的光泽 第一次产生了 名为危机感的情绪 少女青色的感情 刚刚萌芽 就算是江小雪 也有些患得患失起来 初夏的清晨 弥漫着淡淡的雾气 朦胧之中 隐约可见 几只早起的鸟 柳树的枝条压得很低 像是正在梳妆的少女 秦宇早早起了床 锻炼完毕时 手机一震 学长 早安 时隔多天 他再次收到了安南的短信 一切如常 似乎重回正轨 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但是 真的如此吗 他沉默一会儿 一个电话 给安南呼了过去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 秦宇 不是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 秦宇抓着头发 一阵烦躁 干脆也不管了 简单地吃了早饭 换上校服 难得的没有踩着预备 灵就回了学校 进入班里时 将小雪 正踩在小板凳上 小心翼翼地用板擦 擦掉了黑板抱上面的数字 重新写上了新的数字 他依旧是一身青白色的校服 脚下换了一双黄白色帆布鞋 出尘的阳光 透过窗户照射进来 少女的身姿美如画卷 高考像是一头猛兽 在后方追赶着 少年们既害怕 又有种屠龙少年般的勇气 想要和这个猛兽较量一番 高考 越来越近了 秦宇多看了一眼 发现黄月月 正疯狂地和他招着手 便来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刚坐下 黄月月便问道 秦宇 小雪让你抄了吗 秦宇大惊失色 什么 作业啊 黄月月一脸苦恼 我把他惹恼了 死活不让我抄 作业都没写呢 怎么办 秦宇 你们说话 能不能别这么吓人啊 第六十一放心 没在中间 秦宇收拾着书包 没好气到 他还不让我抄 黄月月有点猛 什么叫还不让抄 那咋办 凉拌吧 秦宇耸耸肩膀 作业 他才懒得做呢 黄月月不满道 你真不够意思 亏我还帮你追小雪呢 是你把他惹生气的 我还害怕被波及呢 秦宇随口敷衍着 两人闲聊之间 将小雪也搬着凳子回来了 一中的板凳 还是那种老式的牧师板凳 四条腿插在一块木板上那种 多年过去早就松动了 轻轻一抬就会彻底散架 早啊 班长大人 将小雪狐疑地 看着秦宇和黄月月 他之前见到两人 在偷偷说着什么 总觉得这两个人有鬼 他瞪了他一眼 没搭理他 伸手从口袋里掏着什么 随即精致的面颊上 出现了错愕的表情 秦宇直接笑出了声 没带纸 班里没有多余的捉凳 他之前踩的是自己的凳子 现在上面有两个小巧的鞋印 关你什么事 将小雪看到他的笑容 就气不打一出来 这个男人 好生可恶 他轻哼一声 随即就要用手去擦板凳 却被秦宇拉着手腕制止了 他站起来利索地 把两人的凳子调换 接着用手擦了擦 一屁股坐了上去 你 将小雪脸红了 有点害羞 这个男人 总是不经意做些令人 脸红心跳的事情 没事 反正被你踩习惯了 我不嫌你脏 秦宇拍了拍手 扫了一眼 他秀气的小脚 表示被踩也没什么 你才脏呢 将小雪小脸发烫 小心脏不争气地跳了起来 努力撇过脸去 不让他看自己脸红的模样 秦宇黑黑一笑 是 我脏 就麻烦班长大人 凑合一下吧 将小雪白了他一眼 细细的眼角 勾出了万千风情 缓缓地坐了下去 少女突然一个机灵 脊被瞬间挺直 刷的一下 站了起来 后排正在抄作业的黄月月 一脸猛逼 怎么了 秦宇眨了眨眼 一脸无辜 忘了说了 我的凳子有个小木疙瘩 所以得向左靠一点 将小雪怒瞪了过来 气得牙痒痒 若不是玉贝林马上要响了 绝对要狠狠地踩他一脚 就不知道早点说吗 放心 木疙瘩在右边呢 没在中间 不会 秦宇的话戛然而止 一阵呲牙咧嘴 腰间的软肉旋转了360度 将小雪恶狠狠地怒瞪了他一眼 这家伙 真是越来越口无遮拦了 他气呼呼地低头看着 凳子右边的一条腿吐了出来 想做的话 要么向左 靠一些 要么挤压自己的小屁屁 可是 左侧可就是秦宇了呀 他无限怀疑 秦宇是故意和他换凳子的 虽说需要挪动的距离不是很大 但就是这么一点距离 总觉得 要和秦宇挨着似的 秦宇冷不丁道 老师来了 快坐下 将小雪一惊 连忙坐下 这才发现 教室门口空荡荡的 哪有什么老师 他转头怒瞪着秦宇 一阵咬牙切齿 或许是心理因素 距离近了一丢丢 但将小雪影 越觉得感受到了 秦宇身上的热气 顿时 有些面红耳赤 他深呼吸几次 小脑袋突然惊醒 自己这是怎么了 光顾着害羞了 是傻了吗 他站起身来 快速地把凳子转了一下 这样凸起的位置 就到了秦宇那边 他靠向了过道的位置 重新坐下后 他仰着精致的下巴 秀挺的穷鼻中 似乎发出了哼声 名谋里满是得意 仿若得胜一般 秦宇一愣 完了 他的智商恢复了 他平时就是把凸起的 一面对着墙 这样就能更靠近江小雪了 鼻尖若有若无地 能嗅到他身上好闻的味道 当然 换了凳子 也不影响他蹭过去 这种事 他当然不会和他说 此时看着他像白天鹅般 骄傲地养着雪白的脖梗 顿时有些好笑 他是不是有点可爱过头了 秦宇前世把江小雪当作女神 见证了他只可远观 不可泄完的魅力 而这一世 他发现这个少女的魅力 远不止于此 时而像个女神精 时而傲娇 时而自信飞扬 它像是一颗五彩斑斓的宝石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 都美艳绝伦 秦宇的计划泡汤了 只好来谈正事 道 班长大人 说说网店的情况呗 上课了 请你认真听课还有 你才是网店的主人 麻烦你自己看去 江小雪头也不抬 拿出了班长的威严 表示自己很生气 不想和他说话 那也可以 但我能上网的晚上了 秦宇一探手 我们小店刚开张 得及时发货呀 时间拖久了 顾客会取消订单的 到时候 小店口碑就烂了 江小雪不爽地撇撇嘴 但觉得秦宇说得在理 决定不和他一般计较了 赚小钱钱要紧 他从书包中 掏出一个崭新的小本本 里面记载着 截止昨天晚上十二点的订单 内容非常详细 包括对方的详细地址 只需要把笔记本拍下来 发给秦正 就能直接发货了 看着笔记本上 密密麻麻的娟秀小字 秦宇微微张了张嘴 江小雪的字体漂亮而干净 鉴于凯体和形凯之间 书写速度并不快 恐怕他昨天晚上 做得很晚了吧 所有订单都在这儿 量大的 我标注出来了 你尽快安排发货吧 江小雪白嫩的手指 指着几个画了五角星的订单 购买量不少 比如 有人买十本同学录的 就是几百块的流水了 秦宇没有说话 面无表情 一眨不眨的凝视着少女的眼眸 江小雪的眼睛 是他最具魅力的部位之一 但此时仔细看去 却从中能看到点点血丝 他沉声问道 你熬夜了 话题有些跳跃 江小雪愣了一下 理所当然地点的小脑袋 店当开张 你什么都不管 一抹茶也是新手 我当然得多用心一些了 闻言 秦宇面色沉了下来 江小雪就是把事业看得太重 再加上性格容易冲动 才会酿成前世的悲剧 他紧了紧拳头 正声道 不准熬夜了 为什么 我是老板 你要是再熬夜 我就把店关了 江小雪有点生气 想要辩解 但还是第一次看到 秦宇如此严肃 少年坚毅的面庞上 有着不容拒绝的意味 嘴里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 他吸了吸小鼻子 有些委屈 某种水气酝酿 他凭什么对自己发脾气 他虽然不是温室中的小公主 但从小到大 很少有人会如此凶他 而且 秦宇还是莫名其妙的发火 他熬夜加班 还不是为了两人的小店吗 看他委屈的模样 秦宇一阵心软 柔声道 赚钱得讲究方法方式 如果要透支身体 完全是得不偿失 钱并没有那么重要 够花就行了 哪有赚够的时候 但身体垮了 可就再也无法重新来过了 一番话下来 江小雪还是鼓着小脸 但少年眼眸中浓郁的关切 无法伪装 而且毫不掩饰 这样的眼神下 他心中的委屈逐渐消散 反而有点心慌意乱的喜悦 他被自己的小心思吓了一跳 心慌慌地跳个不停 只好怒瞪着他 果然 这个家伙好可恶 第六十二 难道他真的是天才 丁 欲被灵响了 教室里顿时静悄悄的 秦宇依依旧凝视着身旁的江小雪 他的神情格外认真 仿佛少女不给他一个答案 他就不会善罢甘休 江小雪抽了抽秀婷的小鼻子 就连他也不知道 心中的委屈 为何会慢慢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心虚 真是荒庸 做错事的又不是自己 他尽量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 低声解释道 这些道理 我又不是不懂 你凶我干嘛 我又不是眼里只有钱的疯子 秦宇不由翻了个白眼 你还不是 他前世因为自卑 而不敢接近江小雪 但也旁敲侧击了解过 他的身价能来到九位数 除了极高的商业嗅觉外 还有着极致的内卷 一天工作十八小时都是尝试 咖啡荡水喝 什么九九六 简直若爆了 秦宇觉得 现在就是一个契机 一个改变少女价值观的契机 自不愿意就此退缩 轻横道 不行 我知道 你表面答应我 其实晚上还会偷偷加班 我才不会将小雪心虚的狡辩着 眼神闪躲 这个男人 怎么这么了解他 他的确是准备随便敷衍秦宇 反正晚上他自己在房间里偷偷干什么 他能知道吗 不行 我们必须约法三 我本来都写好了 看他还得在天上这一条 秦宇自顾自的嘟囔着 将小雪听得一头雾水 什么叫已经写好了 他心中警惕起来 不知道这个家伙又在计划什么 叮铃 几分钟过后 上课铃响了起来 高跟鞋清脆的声音有远极近 第一节课是数学课 同学们都有些紧张 总的成绩表可能还没出来 教务处还在做 但今天各课的试卷就会陆续下发 张巧兰推门而入 果然在他怀中揣着一大大试卷 同学们一个个神情紧张 大气都不敢喘 既害怕又期待 张巧兰威严的视线 巡视着整个教室 经过秦宇的时候 不由地微微顿了一下 好了 念到名字的上来领卷子 张巧兰的话犹如圣旨 同学们都是意料之中 意中的老师们都会选择当场发卷 同时大声念出分数 对于考得好的 自然是一种激励 考得不好的 就是故意让你丢人 然后奋发图强 当然 秦宇 张刚 刘天豪之辈 早就不会觉得丢人了 分数低 王志豪 112分 高天 94分 一个个同学上台 几家欢喜几家愁 这次模考的数学难度适中 和高考题类似 以意中的教学水平 好学生能考上120 尖子生能考到130以上 张巧兰的脸上表情不怎么好 学到现在 数学成绩其实已经很难提升了 学生们的高考成绩估计也相差不大 江小雪 看着手中的试卷 张巧兰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微笑 135分 江小雪同学的数学单科成绩 位列全线第八 总成绩全线第五 大家一定要向他看齐 135这个数字一出 整个班级都变得静悄悄的 甚至有倒吸冷气的声音 真不愧是班长啊 这次题这么难 居然还能考135分 更恐怖的是 全线第五啊 看来班级第一又是他了 江小雪精致的面颊上 没有任何表情 从小到大 每次公布成绩时 他一直都是这么淡定 他上台领了自己的试卷 回到座位时 却翘无声息地瞥了情语一眼 明眸中的挑衅和得意极为明显 显然还记得两人之前的赌约 秦宇笑着摇了摇头 马上他就得后悔了 这合作伙伴是做不成了 等着被狠狠地抄吧 张巧兰继续喊着 张刚不出意外地 考出了25分的好成绩 直接让他的脸阴沉如铁 好在下一份试卷 又让他笑了起来 萧筹 138分 数学单科全线第三 同学们惊诧而羡慕的视线中 萧筹顿时一脸得意 138分 比江小雪还要高三分 这个成绩足够藐视群雄了 不过 数学的确是他的强项 但在语文和英语方面 却不如江小雪 张巧兰也没有念他的权限排名 估计还是不如他 江小雪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什么都强 其他人或许某门客可以超过他 但综合起来就没得比了 热烈的掌声中 萧筹取下了自己的卷子 下讲台时还翻了一下 看到自己的错题 还装出一副懊悔至极的模样 张刚和刘志豪 对此有着标准的评价 装杯 就是欠打逼兜 消愁得意而轻蔑地看着秦宇 每次发卷子时 是他自信心最为膨胀的时刻 几天过去 他现在也振作起来了 江小雪不就是和秦宇一起吃了的晚饭吗 他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秦宇 张巧兰终于念到了秦宇的名字 他却是顿了一下 足足过了几秒钟才到 150分 全线唯一的满分试卷 单科第一 话语落下 整个教室变得寂静无声 落真可闻 同学们像是见了鬼一般 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眸 我靠 秦宇能考150 我宁可相信 哥哥没有打胎 他不会是抄的吧 全线就他一个150 消愁也才138 也没法抄啊 同学们小声议论着 总之是没有艺人 相信他能考150分 150和138差了12分 不算多 但代表的意义截然不同 满分就是满分 完全是降维打击 但如果硬要说他作弊的话 只能是提前弄出了试卷 然后找其他老师帮着做 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难度属实有些大 教室中 消愁的脸缓缓涨红 脸上写满了震惊 张刚和刘志豪等人 更是惊呆了 好家伙 大家一起交的卷 他们俩不到30分 秦宇来了一个150 对于他们的反应 秦宇丝毫不在意 他微眯着眼睛 看着身旁的江小雪 少女明亮的眼眸微微瞪大 不可置信地意味 同样清晰可见 虽然那天 秦宇指出了压轴题的错误 但他也没想过他能考满分 而且 他分明知道 秦宇是不到半小时就交卷了 半小时考150 这是什么概念 恐怕不少数学老师都做不到吧 他粉脸含羞 轻轻咬着银牙 被他看得一阵心虚 不由低下了小脑袋 自己怎么这么傻了 秦宇那么幼稚的激将法 为什么要接受 真不知道 秦宇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 会提出什么过分的请求 可恶 少女有一点点慌 第63 终于能狠狠地抄了 秦宇灼灼的视线下 将小雪的小脑袋越来越低 漂亮的脸蛋上满是羞人的红韵 一直蔓延到了雪白的脖梗 如玉般滑腻的耳朵 没人知道两人的小秘密 此时还都被秦宇的150震惊着 又过了几分钟 张巧兰发完了最后一份试卷 来了一个现场总结 我们班的数学成绩还算可以 再全线也能排在前列 但部分学生居然没有及格 他顿了一下 扫视着几个学生 怒道 这部分学生给我写试卷分析 一道题一道题的写 哪里不会 为什么丢分 必须给我写清楚 威严的声音落下 没几个的同学们顿时面色惨白 一阵哀嚎 所谓的试卷分析 是非常折磨人的 除了要分析错题的原因 还得彻底掌握 去办公室给张巧兰讲题 尤其是几个刚好考了89分的 已经一脸生无可恋 接下来的时间 张巧兰不准备讲题 而是让学生们自由讨论 复盘 他说道 班长和学伟维持秩序 秦宇 你跟我来一趟 秦宇打了个哈欠 跟着他出了教室 进了数学组办公室 教室办公室里没几个人 几个老师正在备课 看到秦宇后 眼眸中都有些诧异 张巧兰在椅子上坐下 丢过来一个成绩单 看看你的成绩 秦宇扫了一眼 将小雪不出意外地出现在了第一名的位置 他的记忆中 他的名字就没有调出过前三名 他在中下游的位置 找到了自己的成绩 语文73 数学150 英语32 李宗163 你的其他科目怎么回事 张巧兰一脸的恨铁不成钢 你的语文怎么会打73分 我看过你的卷子了 作文为什么不写 肚子疼 拉屎去了秦宇随口敷衍着 一个有味道的回答 旁边一个正在喝茶的老师 直接一口喷了出来 张巧兰嘴角一阵抽搐 很想说可以拉完了 继续回来答题 但转念一想 这次模考的监考异常严格 恐怕出考场就不让进了 他只好又问道 其他科目呢 你李宗怎么回事 物理几乎满分 化学几乎零分 你是怎么做到的 秦宇一摊手 不会啊 张巧兰无语了 偏刻的学生他见过 但秦宇这样的 还真的从来没见过 但无论如何 秦宇的名次 还是进步了一大截 从大专都费劲飞窜 到了二本边缘 只能说是奇迹了 如果语文作文写了 满分60分 至少也能拿30分 名次直接进入全校前 200名了 混个二本不成问题 张巧兰无奈叹气 道 有人怀疑你作弊 但我知道你是自己做的 以后数学课和物理课 你可以适当地 学习一下其他科目 好 秦宇有些意外 很少有老师会做出这种让步 不过他的片科太过明显了 很合理 亏得自己还以为 她是小肚鸡肠的女人呢 错怪她了 她又道 我还有一个要求 张巧兰顿时瞪眼 居然还敢提要求 秦宇可不怕她 坎坎道 我这个人比较内向 自己学习还行 给别人讲就不行了 希望这段时间 能让我自己学习 不要让我上台讲题 浪费时间了 张巧兰嘴角直抽搐 就你还内向 上次秦宇差点把 落臂打法则都讲了 讲得不是很开心吗 还顺带整了消愁一波 她都害怕 她把消愁的心态搞崩了 秦宇却是早就想好了 先给她打一个预防针 免得到时候 再喊她上去讲题 她的金手指 仅限前世做过的题目 几次魔考冲的高分还行 遇到没做过的题 可就搞笑了 我会和其他老师沟通的 张巧兰沉吟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事情敲定 秦宇就要离开 张巧兰整理着桌面 像是不经意道 你的短信 是发给江小雪的吧 要是真喜欢她 就不要影响她的学习 靠 秦宇心中咯噔一下 这老娘们又在炸她 果然 自己就没错怪她 更年期的女人 就是如此恐怖 她前世也曾招惹过 一个更年期的女人 结果第二天差点脱水 腰壳断了一样 简直留下心里阴影了 什么短信 她茫然地眨着眼 张老师 我怎么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张巧兰阴沉着脸 目光伶俐 只觉得 秦宇不像一个18岁的少年 更像是一个狡猾的老狐狸 但她从秦宇清秀的面颊上 找不到丝毫破绽 一阵气急 只得冷冷到 马上就要高考了 如果江小雪的成绩下降了 指定没你好果支持 回到教室时 差不多要下课了 同学们大多都在讨论错题 临近高考 大家的学习镜头都不错 或多或少都想提高点分数 江小雪正做着习题测 她错的题目 主要是压轴题 还有几道粗心做错的小题 十分钟就覆完盘了 叮铃 秦宇刚刚一屁股坐下 下课铃便想了起来 江小雪娇躯一颤 飞快地把笔放下 起身就走 班长大人 你去哪 秦宇一把拽住了 她纤细的胳膊 上厕所呀 江小雪眼神 躲躲闪闪地避开 几乎把心虚两个字 写到了小脸上 秦宇乐了 直接笑出了声 这个少女也太可爱了吧 好 我等你回来 她松开手 惬意地伸了个懒腰 给你三分钟时间 能完事吧 江小雪一阵咬牙切齿 这个家伙 一个大男人 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 她重重地怒哼一声 心知是躲不过了 又坐了下来 秦宇眨着眼 怎么不去了 江小雪鼓着脸颊 赌气道 不想去了 不行吗 那可不行 秦宇正色道 憋着对身体不好 容易得前列腺炎 哦 你没有 那也不能憋着 该释放就得释放 你闭嘴 江小雪怒瞪着她 粉脸含煞 白腻的肌肤 羞红的像是渗了血似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个家伙 居然和一个女孩子 一本正经的讨论憋尿 脸皮是有多祸 秦宇微微笑着 果然啊 少女瞪人时 不经意展现出的风情 依旧如此令人心动 我有道题不会做 想请教班长大人 她装模作样地道 一个超男的不等式问题 什么 秦宇的思维太过跳跃 江小雪眨了眨眼 蹬着她的名谋格外无辜 不等式问题 在高考数学中的确是难题 一般都是作为压皱体出现 她遇到了 也会觉得棘手 秦宇咧嘴一笑 150应该是大于135吧 江小雪的小脸 肉眼可见地鼓了起来 像只充气的河豚一般 粉嫩的面颊 晶莹剔透的 让人想要咬一口 她紧咬银牙 粉拳 捏得咯咯响 表示要气炸了 既然如此 秦宇脸上说不出的得意 班长大人 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吧 看着少女因娇羞而滴下去的小脑袋 秦宇的笑容愈加嚣张 都快歪到天上了 等了这么多天 可终于能狠狠地抄了 江小雪一阵咬牙切齿 这家伙 怎么就这么小气啊 抓着赌约不放了吗 她心态小崩 干脆低着脑袋 装起了鸵鸟 不搭理她了 秦宇黑黑笑着 从书包里掏出了一份崭新的A4纸 纸张雪白 一侧用定书针整齐地定着 封面赫然写着 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几个字 江小雪美眸瞪大 人都傻了 之前她就看到秦宇 在偷偷摸摸搞小动作 还以为她是在看漫画书 没有多想 没想到她 还能搞这么一出 打开看看 秦宇把手中的协议书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她的手中 对她挤着眼睛 江小雪耳根子发烫 连忙把协议书压在了试卷下册 有些心虚地向四周看了看 学生们要么趴在桌子上睡觉 要么还在讨论这次的考试 对着答案 没人注意到这边 她这才慢慢地翻开了第一页 里面的内容都是手写的 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张A4纸 秦宇的笔记不算特别好看 但连体的部分非常潇洒 一看就努力练习过 至少也得有两年半 她从上网下看着 本协议签订人 甲方 秦宇 乙方 江小雪 第一条 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两人关系进一步亲密化 首先要体现在称呼上 协议签订之日起 甲方称呼乙方为小雪 乙方喊甲方秦宇哥哥 只是看了第一条 江小雪就蹦不住了 啪 她直接重重地把封面重新盖上 脸颊红得要滴出血来 越想越气 有些羞愤欲绝 做事就要把手里的协议书给撕了 秦宇眼皮一跳 连忙制止道 别冲动 你继续往后看啊 江小雪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冷哼一声 坚决不看了 第一条就这么过分 还有继续看的必要吗 第六十四与江小雪的协议 周二了 求追读 教室中 江小雪板着小脸 漆黑明亮的眼眸 似乎燃烧着熊熊烈火 秦宇观察着她的神情 暗焦不好 江小雪虽然平时看起来 总是对她发火 但其实并不是容易生气的人 少女娇羞时 下意识表现出的傲娇 和真的生气 完完全全是两种不同的情绪 江小雪真的发火时 反而会表现得非常沉默 她知道有点把她惹恼了 有点手足无措 小声道 我可是准备了好长时间 费了好多心血呢 文言 江小雪不禁瞪了过来 你费尽心血 就准备这种东西 要是把这些心思放到学习上 学习会这么差 看她气嘟嘟的样子 秦宇大脑中电光火石 眼睛一亮 你往下看看呗 看完后 你要是不同意 就把协议给撕了 咱的约定也就不做数了 这可是你说的 江小雪沉默了几秒钟 终于开口了 她并不是言而无信的人 既然立下了赌约 就会愿赌服输 不过 既然秦宇都这么说了 可就不算她耍赖了 嗯 秦宇连忙点着头 她轻哼一声 闭着眼睛深呼吸一次 小胸脯一阵起伏 心里暗念几次我不生气 这才忍住了怒火 继续读下去 第二条 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两人必须互通有无 遇到烦心事 必须找对方倾诉 每天说话时间 保持在三千分钟以上 第三条 作为最最亲密的伙伴 双方有简单的肢体接触 都被视作正常 每天见面后 要握手并食指向扣 超过半小时 以示友好 第四条 双方必须每天 以可爱术语和对方早安 午安 晚安 江小雪 读了几句 她的粉拳便捏得咯咯响 秦宇所谓的可爱术语是什么 她自然知道 一抹茶 现在还在群里喵来喵去呢 太可恶了 果然 还是撕了吧 不准撕 看她的起手势 秦宇一惊 连忙道 你答应我了 要看完的 江小雪缓缓收回小手 再次一条条地看下去 越看下去 她毛子里的怒火就越重 什么咬才甲方十分钟 虽然看不懂 但总觉得不是什么好词 一分钟后 她眼中的怒火快要喷出来时 视线总算是落在了最后两行 第二十条 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本条约 违反者将被对方打尸下小屁屁 并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上述二十条 全是开玩笑的 请看后夜 江小雪 心态崩了 哪有这样开玩笑的 她目瞪口呆地看着第二十一条的内容 忽然有种要抓狂的感觉 伸出小手去 狠狠地在秦宇的腰间掐了一把 这家伙又在捉弄自己 哎呦 疼疼疼 秦宇疼得五官都扭曲了 这次她是真的下狠手了 看来是真的 把她惹毛了 江小雪足足掐了十秒钟才放手 气嘟嘟地翻到了后一页 这一页的字要少了许多 她并没有急着看 而是悄悄地看向了最后一条 放心吧 这一页是真的 从前往后看吧 江小雪 她吓了一跳 这家伙是不是会读心术 她抿着唇 看向了上方的文字 第一条 甲乙双方都为独立的个体 甲乙双方不会干涉乙方的任何行动 乙方愿意笑就笑 愿意哭就哭 愿意睡懒觉就睡懒觉 第二条 甲乙不在场时 乙方不得擅自伤心 不得擅自哭泣 不得擅自受委屈 更不得擅自做冲动的事情 第三条 甲乙双方做错事时 必须无条件原谅对方一次 第四条 没有对方允许 另一方不得熬夜 本协议签订人 甲乙 秦宇 乙方 下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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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第一页的长篇大论 第二页只有寥寥数语 在签订人的位置 空出了一个名字 江小雪正正地看着 明亮的眸子 闪烁着莫名的光泽 第四条和上方笔记的颜色深浅不同 显然是后补上去的 他总算是知道 之前秦宇嘟囔着 写上去 是什么意思了 江小雪紧抿着唇 湿润明亮的眼眸中出现了淡淡的水气 心中的怒火早就消散了 一种名为感动的情绪 似乎要从心底里喷涌出来 他暗骂自己不争气 秦宇不就是抖了个机灵吗 可是 他骗不了自己 这种感动 羞涩 喜悦 混杂在一起的复杂心境 从未有过 但竟是如此强烈 秦宇满意地看着少女的表情 嘿嘿笑着 还有一夜呢 江小雪伸着白嫩如葱段的手指 轻轻翻页 什么战略合作伙伴 只是开玩笑而已 小雪 我不会对你提任何要求 更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 你愿意就做 不愿意就不做 但是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不要冲动 头脑发热时 请你务必想起我来 我会永远为你保留一个坚实的肩膀 简单的两段话 江小雪的脸蛋 却是再次变得红彤彤的 心中砰砰乱跳 慌慌张张地瞪着他 你 你得益什么 我不会签的 那可不行 你明明打赌输了 秦宇一惊 他不签的话 自己一番功夫 可是全都白费了 你刚刚说了 只要我看完 赌约就作废了 江小雪养着雪白的下巴 明眸中尽是得意 秦宇不爽地撇撇嘴 没想到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眼眸一转 做事就要去拿回来 那还给我吧 不行 江小雪惊叫一声 立马双手盖住 怒瞪着他 等他看到秦宇脸上得逞的坏笑时 这才知道中招了 秦宇放肆地笑着 清澈的眼眸中 印着少女娇羞无限的面容 牵与不牵 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靠一纸协议 绑住一个少女 本就是天方夜谭 也就本子中才会出现了 江小雪 一个被父母控制已久的少女 最不喜欢的 便是控制和管制 这一波 他瞄准了少女的弱点 狠狠地刷了一波好感 很狡猾 但并不卑鄙 他心情大好 挤着眼睛道 其实 第一夜才是我所想的 要不 秦宇一阵呲牙咧嘴 腰间的软肉再次遭了殃 第六十五 我就蹭一蹭 不进去 周二了 求追读 一份狗屁不通的协议 丝丝连依 叮铃 上课铃及时响起 拯救了小脑袋 快要冒烟的江小雪 他怎么也不肯 牵自己的名字 但却红着脸 小心翼翼地 把定在一起的协议书 收入了自己的小红书包中 晴宇也不再提这档子事 免得他真的恼羞成怒 把协议书给撕了 初下的天气变幻无常 原本还是晴空万里 转眼间就出现 大片漆黑的乌云 等到下午第四节课时 天空中滴滴答答地 掉下了雨滴 从窗户向外望去 一条条线状的雨水 划过空气 形成了密集的雨帘 下雨了 哎 放学后 黄月月吃惊地 看着窗外的雨水 惊讶道 好大的雨 小雪 你带伞了吗 没有 江小雪明眸看着密集的雨幕 微微醋眉 今天老妈去了外婆家 老爸出差了 估计是没人来接她了 秦宇同样看着窗外 忽然想起 前世好像也有这么一幕 她给两人一人带了一把伞 江小雪难得地笑着 说了一声谢谢 少女微笑的样子 让她脸红了好久 现在想想 当年的段位 还是太低了 她又仔细想了一下 下雨天 田立童应该会去接苏潇潇 问题不大 安南的话 更不用自己担心 她老爸的司机 估计早就等着接她了 她眼珠一转 嘿嘿笑道 你们先别走 在教室等我一下 我回家取几把伞过来 这种时候 就体现出家属院的优势了 秦宇完全可以一路 沿着商铺回家 再跑上几步 根本不会淋湿 秦宇真可靠啊 好 我们等你 黄月月立马答应下来 顺便见缝插针 不忘在江小雪面前 夸上几句 江小雪小嘴张了张 什么都还没说呢 秦宇已经一溜烟地 跑出教室了 她一阵气急 转头瞪着自己的闺蜜 月月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被秦宇收买了 怎么可能 黄月月吓了一跳 有些心虚 但转念一想 秦宇一直以来 也只是请她吃了几碗粮粉而已 自己这能叫被收买了吗 黄月月拉着江小雪的手 笑嘻嘻道 反正你已经喜欢上了她了吧 啊 江小雪惊叫一声 怎么可能 月月 你在胡说我生气了 她的翘脸上出现了诱人的红润 或许是太过紧张 语调都变了 差点咬到小舌头 黄月缩了缩脖子 不敢多说了 时间流逝 雨连依旧密集 教室中的同学们陆续离开 大多都去一楼等家长了 萧愁突然走了过来 看到江小雪红润的脸颊就是一愣 她从未见过如此小女儿姿态的江小雪 一时间有些看呆了 她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连忙换上何须的笑容 小雪 我爸来接我了 我送你们回家吧 她已经从上次的打击中 完全恢复过来了 不就是和秦宇一起吃了个饭吗 没事 她消愁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不用了 江小雪已经秒变 回了女神姿态 虽然脸上带着红润 但不可接近的冷淡气质再次出现 对于消愁 她是真的烦了 连最普通的礼貌微笑也没有了 黄月月轻哼一声 我们有人送伞 不劳烦学尾了 有人送伞 消愁一愣 谁会回了家再送过来啊 她还想多说些什么 黄月月突然招着手 笑得非常灿烂 秦宇 秦宇怀里揣着两把伞走进教室 她看了一眼消愁 便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她警惕时地抱着自己的伞 像是生怕她争抢一样 学尾 干嘛呢 我们这里的伞可不够用了 消愁冷着脸 我有人接 等会儿坐车走 不需要你的伞 她故意说了坐车走 就是嘲讽秦宇家里没有车 秦宇却是一摊手 那你还不快走 消愁面色一阵变幻 最终灰溜溜地离开了 秦宇没有在意 将怀中的两把伞放下 我家里只有两把伞了 两个少女都是一乐 三个人 两把伞 怎么分 秦宇不着痕迹地对黄月月挤了几眼睛 递过去一把伞 我和班长有点事 你先回吧 黄月月露出一副 你们果然有奸情的表情 在江小雪微瞪着的眼眸中 果断闪身走人了 我什么时候和你有事了 江小雪恼怒地看着秦宇 她可不记得自己和秦宇有什么约定 这个家伙 满嘴胡话 真是无赖 班长大人慧眼如炬 和我去看看物流和包装情况 把秦宇放学后 准备去秦政那里的 原本就准备带着江小雪一起去 那走吧 江小雪轻哼一声 扬着雪白的脖子 一副拿你没办法的表情 一提到事业和赚小钱前 她就没法拒绝了 两人下楼时 还有许多学生在一楼等家长 伞太小了 江小雪打开伞 抬眼看了一眼 后悔了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们明天再去也行 小就小 咱挤一挤呗 秦宇挤着眼睛 放心 我最多也就蹭一蹭 不进去 这家伙又说什么胡话 江小雪瞪了她一眼 少废话 两人一把伞的话 有些拥挤 江小雪感觉自己 外侧的身子还会被雨打到 有点冰凉 不由地向里面缩了缩 结果一不小心 碰到了秦宇的胳膊 她吓了一跳 连忙向外挪动一下 结果又被雨打到了 不得不再次缩了回来 她的肩膀和秦宇的胳膊 紧紧挨在一起 其实穿着校服外套 根本没有多大触感 但这份青春萌动的感觉 让她脸上火辣辣的 总觉得像是肌肤 直接碰触一般 心脏砰砰乱跳 可恶 都怪这家伙 写什么协议书 搞得她都不正常了 她抬头怒视着秦宇 明眸中满是羞涩的怒火 这个家伙绝对是故意的 还有 长这么高的个子干嘛 雨水都从头顶进来了 她气呼呼的 抬起小之右 就想要给秦宇来一脚 但转念一想 现在可是雨天 要是真的一脚下去 秦宇的鞋子可就报废了 便又收了回去 秦宇把她的小动作 尽收眼底 得意地笑着 机智如我啊 到店里时 秦郑郑和一个小姑娘 收拾着一个个包裹 她负责把对应的文具塞进去 小姑娘贴着物流标签 看到秦宇 她立马迎了上来 兴奋道 小雨 没想到流水能这么多 比店里都多了 现在有开店满减活动 过几天就会降下来 但每月的收入 还是很可观的 秦宇摇了摇头 稍微给她浇点冷水 问道 钱还得一周左右 才能陆续到账 你的资金流能稳住吗 秦郑笑道 放心 物流那边暂时也没给钱 成本只有拿货的钱 问题不大 合着秦郑 也是空手套白狼啊 秦宇嘴角一抽 两兄弟真是一模一样了 不过她透支的是 自己的人脉 小县城里 谁如果借钱不还 第二天就会传播整个小城 然后被所有人戳断几两股 江小雪仔细地看了一会儿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物流的话 明天上午就能发货了 继续核对了一番之后 两人便打算离开了 秦郑看着江小雪手中的伞 又看了一眼秦宇 抽了口烟 道 店里没伞了 你们凑合着几一下吧 江小雪 她看着货架上一排崭新的雨伞 无限怀疑 这哥俩在算计她 第六十六暴怒 周二了 求追读 秦宇默默地给秦郑点了个赞 真不愧是初中就给自己动作片 看的清堂哥 她嘻嘻笑着 拉着江小雪 再次走入了雨幕之中 她赌气似的 要向外靠一些 秦宇不以为意 把伞靠过去一些 笑着问道 开心吗 马上就能赚钱了 明明钱都被你赚了 我怎么会开心 江小雪细细地眼角 掩饰不住笑意 但忍不住就想傲娇一下 秦宇问道 有了钱 你打算做什么 买手机 买衣服 买好吃的 江小雪眼眸亮闪闪的 道 还要攒学费和大学的生活费 然后 有了足够的本金 再投资其他产业 她也清楚 网店终究不是什么长久之计 赚点小钱还行 但想要赚大钱 就不切实际了 秦宇嘴角一抽 她果然 对赚钱足够痴迷啊 闲聊之中 两人到了商业小区 你是傻子吗 江小雪顿下脚步 抿着下唇 目光复杂地看着秦宇 被淋湿了小半个身子 心中莫名地激动 郁佳强烈 这个男人 果然好可恶啊 她的嘴唇动了动 想要让秦宇进去 把衣服烘干一下 但转念一想 老妈随时都可能 从外婆家回来 万一被发现了 可就解释不清楚了 看到她纠结的样子 秦宇爽朗一笑 白白手 别多想了 以后再去你家 我先回去了 江小雪下意识 就要来一句 谁要让你来我家 但看着秦宇 湿零零的胳膊 忽然觉得有些绝情 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秦宇眨眨眼 对她没有傲娇 有点奇怪 也不多想 嘱咐道 不准熬夜了 她明亮的眸子 盈盈地看着秦宇 样着令少女 陌生的淡淡情愫 穷鼻中轻轻发出了一个 恩字 望着少女的倩影 消失在单元门内 秦宇这才向自己家走去 张刚的成绩 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想必回家后 臀部免不了 和气皮狼亲密接触一番 最近几天 恐怕是没法出来玩了 衣服有点湿 一个人的话 她也懒得去网吧了 打了个哈欠 向自己家走去 时光如梭 几天时间一会儿过 秦宇的成绩 令张玉霞和秦志刚 欣喜若狂 她也享受了一番 好学生的待遇 父母每天都是笑脸相迎 去网吧也不多问了 零花钱也翻了数倍 苏潇潇的模考成绩 同样不错 处于普通一本 和211的边缘 数学依旧是拉后腿的项目 秦宇给她补习数学的理由 算是彻底作稳了 这几天里 秦宇也渐渐适应了 重生后的生活 早上去学校晨跑 白天在教室里 和江小雪斗嘴 互对 看着少女娇成羞红的面颊 原本枯燥的学校生活 也变得有趣起来 中午和苏潇潇一起做饭 近些天厨艺精进不少 尤其是木瓜汤 就连她也忍不住要喝一口 同时 除了陪着少女睡午觉外 还多了给她按摩脖子的任务 晚上则是去网吧 目前网店刚刚起航 她实在不放心 两个涉事未深的少女 还得多照看一些 唯一令她头疼的 便是安男了 她彻底回到了之前的相处模式 每天元气满满 早安午安晚安 一次也没落下 偶尔主动出击几下 但一旦秦宇非常严肃地 想要和她深入交流时 她便会随口敷衍过去 或者撒娇着胡闹一番 打断施法 形势彻底逆转 秦宇倍感无奈 但暂时被网店牵扯了不少精力 也没办法 只好和她继续拉扯着 好在网店的发展非常迅速 老秦文具的出现 像是一股泥石流 迅速在一众文具店中脱颖而出 一抹茶也发挥出了 抠脚大学生的优势 秦宇提出了 每小时额外支付加班费的提议后 每天在线时间 居然来到了十小时 积极性极高 简直就是 感动中国员工 不过 其他文具店的反应也非常迅速 学得有模有样 同样开始进群发资料 赠送笑话笔记和哥哥照片 互联网的速度就是这么快 这可把江小雪气得不轻 每天都要鼓着小脸 气嘟嘟地和她吐槽好长时间 秦宇对此也早有预料了 同样无可奈何 现在的某宝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安慰一番后 让她暂时消了气 但网店每天的流水 还是不可避免地降了下来 目前一天的利润维持在了500块 两人按照比例区分 江小雪一天能分到150块 这个数字足够令所有人惊讶了 要知道 现在体制内每个月也不过2000块钱工资 总之 每天按部就班 但过得极为充实 遗憾 随蝴蝶一起消散吧 中午放学 秦宇和江小雪告别后 依旧早早开溜 几天下来 和菜店老板也混熟了 看到秦宇后 老板笑着取出一个袋子 道 小雨 你的鱼 好嘞 多谢礼叔 秦宇笑着接过 向苏潇潇家走去 他今天准备做一道糖醋鱼鱼 依旧是王刚老师的家常风格 一番忙碌 秦宇擦着额头上的汗水 解下围裙 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快乐水 咕噜咕噜地灌着 凉爽的快乐水下渡 他总算松了口气 现在温度已经30多度了 厨房里像个闷热的大蒸笼 呆久了 怕不是把自己蒸熟了 咔哒咔哒 时钟一分一秒地向前走着 空旷的客厅中 秦宇缓缓放下手机 皱眉看着墙上的时钟 已经12点半了 以往这个点 苏潇潇早就回来了 打电话提示 已经关机了 继续等了几分钟 秦宇越等越心慌 干脆也不等了 换上鞋子出了门 直奔实验中学 夏日正午的太阳愈加炎热 整个街道像是要点着了一般 路人们行色匆匆 急切地向着家中赶去 秦宇沿着街道走了五分钟 远远地看到了一个 推着自行车的少女 她穿着黑白相间的校服 小脑袋低垂着 连忙跑了过去 突然被高大的影子遮挡着 苏潇潇吓吓了一跳 懦懦地抬起了小脑袋 看到是她后才松了口气 秦宇却是一愣 少女一对原本清澈动人的 桃花眼红肿的不像样 她面色顿时沉了下来 看向了苏潇潇的自行车 后胎被人砍了数刀 连补胎都不太可能了 只能更换 小县城的治安的确不怎么好 偷车的人很多 有些修车店的老板 还会去扎别人的车胎 秦宇思绪翻滚 是偷车的撬不开锁 恼羞成怒 把车砍了 还是 有人故意报复 她看着少女楚楚可怜的模样 握紧了拳头 深吸口气 体内暴虐的情绪一阵翻滚 怎么回事 秦宇的声音异常冰冷 说出口后 连她自己也吓了一跳 苏潇潇低着小脑袋 抽着小鼻子 像急了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对 对不起 她的声音中满是令人心碎的哭腔 小手拉了拉她的衣服 你别生气 秦宇沉默着 没说话 拉着她检查了一起来 她轻轻地撩开了她的秀发 仔细看着雪白的脖梗 没发现异常 又拉开了校服的拉链 撩起了小白上衣 甚至把手伸了进去 无论是胳膊上 还是小肚子上 都没找到被打的痕迹 她暴虐的情绪 这才压下去一些 又看向了少女纤细双腿上的校服长裤 苏潇潇已经被她的动作搞脸红了 此时被她的视线吓了一跳 连忙道 我 我没事 没人欺负我 秦宇这才长出口气 用衣袖擦了擦少女 额头上的细汗 柔声道 潇潇 我们回家 嗯 苏潇潇泪眼妈撒 带着弱弱的哭腔 重重点头 第67抱歉 让你受惊了 炎炎夏日 秦宇推着车 缓缓地沿着街道走着 苏潇潇低着小脑袋 意不意去地跟在身后 她得把车推修里扑去 后轮的内胎翻了出来 就连外胎也破得不成样子了 估计得全套换掉 到了修车铺 老板正打着哈欠 似乎要关店了 看到车的惨状 她震惊道 小伙子 你这车是被人砍了呀 秦宇道 老板 麻烦修一下吧 我们两点钟过来取车 老板顿时摆了摆手 太赶了 这都大中午了 晚上再过来取吧 对于眉省人来说 不午休可是残忍的酷刑 尤其是大夏天 只要不是生活过不去的 大多都宁可不做生意 也要午休 秦宇使出了杀手锏 我们家钱 老板犹豫了 果然 午休再香 也没有钱香 那得四十 行 和老板约好了下午过来取车 秦宇拉着苏潇潇 继续向家中走去 她任由秦宇拉着小手 小心翼翼地跟在身后 回到家中 时间已经到了一点多 饭菜全凉了 秦宇尝了一下 道 凉了 我去热一下 我 我来帮忙 苏潇潇连忙道 秦宇摇了摇头 看着她已经枯花的小脸 光洁的额头上 她替少女把一缕秀发别到耳后 你先去把脸洗了 吃完饭洗个澡吧 别中暑了 哦 苏潇潇不敢反驳 乖乖点头 秦宇把饭菜在微波炉热了一下 苏潇潇洗了脸 凑了过来 少女洁净的小脸 没有了之前一道道的泪痕 但动人的桃花眼 依旧红肿不已 楚楚动人的模样 格外惹人怜惜 她小口吃着饭 桃花眼小心翼翼地看着秦宇 她的脸依旧紧绷着 某中有着她从未见过的冰冷光芒 两人都没什么胃口 简单地吃了午饭 秦宇看着几乎没动的糖醋鱼 叹了口气 夹起一块 递到了她的唇边 啊 秦宇示意她张嘴 苏潇潇一正 听话地张开红唇 轻轻吞了进去 秦宇问道 好吃吗 好吃 苏潇潇连连点头 一对桃花眼中满是可怜 秦宇一块一块地投喂着 估摸着她的小肚子 应该灌饱了 这才停了下来 她连忙起身去洗碗 秦宇跟过去去帮忙 没一会儿便洗完了 她走到沙发上坐下 示意少女过来 苏潇潇缓慢地移动着脚步 小手不停地搓着衣脚 小脑袋眼看就要低到胸口去了 秦宇一阵心疼 拉着她在自己的身旁坐下 用手摸着她柔顺的秀发 少女像个受到惊吓的兔子一般 一颤一颤的 她轻叹口气 随手把她拉了起来 放在了自己腿上 少女吓了一跳 惊慌失措地抓着她的衣服 鼻尖顿时满是少年独鼠的味道 小脑袋有些发晕 秦宇的个子很高 这样一来 两人成了平视的姿态 她看着她近在咫尺而楚楚动人的可怜样子 湿润的睫毛润成了一条线 可怜兮兮的表情 刺激着她的保护欲 鼻尖满是她身上淡淡的花香味 秦宇有些陶醉 猛吸了几口 抱歉 让你受惊了 她柔声安慰着 如同小兔子般瑟瑟发抖的少女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不要怕 有我在呢 嗯 苏潇潇吸着小鼻子 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秦宇轻叹口气 把少女的脑袋 按在了自己的怀中 紧紧相拥 怪我 怪我疏忽了 她这段时间 一直留恋与三个少女之间 调查苏潇潇这些年经历的想法 也搁置了 今天的事情 还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针对她 但无论如何 她都觉得是自己的失职 她紧紧地拥着少女柔软的身体 手掌在她后背轻拍着 几分钟后 苏潇潇原本有些僵硬的身体 彻底软了下来 白嫩的脸淡红的 像是要渗出血一般 楚楚可怜的神情中 出现了丝丝柔媚 情语有些恍神 一阵食指大动 没想到少女会有如此射人心魂的时候 她摸着她的小脑袋 我其实有点生气 你知道为什么吗 苏潇潇顿时娇躯一颤 再次变得僵硬无比 小脸惨白 也某种水汽阴晕 像是要被抛弃的孩子一般 果然 自己惹她生气了吗 不是车胎被砍了 一辆车才多少钱 我生气是因为 你居然会对我感到害怕 知道我有多伤心吗 秦宇故作心痛地说着 仿佛受委屈的是她 对不起 苏潇潇懦懦地道歉 接着小口松了口气 紧绷的身体这次放松下去 她委屈 而娇羞地偷偷瞪了她一眼 这个坏蛋 又在欺负她了 但不知为何 她的心里出奇地安心下来 所以 就算我真的让你受惊了 呃 好像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秦宇挠了挠脸 反正以后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不能怕我 知道吗 嗯 苏潇潇一脸茫然 有点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但还是乖乖地点了点小脑袋 空气沉没下来 苏潇潇心中的委屈 害怕已经一扫而空 此时才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被秦宇抱着 少年的胸膛如此宽阔 如此有力 如此令人安心 两人静静地相拥了几分钟 秦宇忽然冷不定问道 占说着复杂的光 摇头道 没有 啪 一声闷响 苏潇潇整个人都是一僵 差点从她身上跳起来 她只感觉自己的小屁屁火辣辣的 小脸红透了 桃花眼中满是湿润妩媚的动人光泽 嗨嗨 秦宇干咳一声 道 谁让你撒谎 这是一点小小的惩罚 苏潇潇鼓着脸 这个坏蛋 她哪里撒谎了 分明就是没有吗 随即 她的毛子又不又暗淡下去 当年做错事的是她 看她沉默 秦宇也没再多问 一个公主抱把她抱了起来 向卫生间走去 嬉嬉笑道 好了 去冲得早吧 出了一身汗 你身上都臭轰轰的了 苏潇潇 第68 为世间一切美好战 两人分别冲了走 时间已经不早了 温馨的小床上 秦宇轻拥着苏潇潇献的身体 把她哄入了梦乡 少女小脸苍白 长长的睫毛一颤一颤的抖着 小脑袋贪婪的向她怀中蹭 像是生怕她离开一般 秦宇毫无睡意 目光炯炯地盯着天花板 这些天 她一直处在刚刚重生的喜悦之中 安然无恙的父母 让她恍如隔世 曾经离她远去的白月光和青梅 失而复得 更是让她有种梦幻般的感觉 直到现在 心中的暴怒 才让她返回了现实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依旧有那么多不美好的事情 她今天就要化身纯爱战士 为世间一切美好而战 不到两点钟 两人便出发去了修车铺 修车师傅的效率还是可以的 车子后台全换了 花纹和前台有点差异 但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 秦宇给了钱 揉了揉苏潇潇的头发 噢 不要多想 专心学习 苏潇潇乖乖点头 嗯 目送着少女离开 直到彻底看不见了 秦宇这才向一钟走去 到教室时 江小雪还没来 秦宇直接找到了正在玩手机的张刚 刚子 宇哥 怎么了 下午放学和我走一趟 好 看到秦宇面色不对 张刚直接答应了下来 出于男人的直觉 他下意识地便以为是要打架了 小声问道 宇哥 要多少人 你和我两个人就够了 好 秦宇在座位坐下后 微闭着眼睛 深呼吸几次 努力让自己的情绪正常一些 等到再次睁眼时 发现江小雪明亮的眼眸 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我靠 你会闪现是吧 发生什么了 他柳眉微醋 小声问道 秦宇吓了一跳 连忙把情绪和表情隐藏起来 摇摇头 没什么 今晚我不去网吧了 你喝一抹茶多照看些吧 你明明说过 两人要互通有无 现在却敷衍我 你自己不遵守协议 我也不遵守好了 江小雪薄薄的唇微微撅起 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他脸蛋精致 平日里表情大多比较冷艳 如此委屈可怜的表情 对男人而言 还真是大杀气 秦宇看呆了那么一瞬 张了张嘴 没想到他会以条约来说事 不过 互通有无 取偿不短什么的 将来一定会的 但现在还不到时候 他挠了挠脸 小声道 其实 那一条是写在第一页的 你少废话 江小雪脸蛋顿时红了 脆了一口 秦宇干咳一声 解释道 我表弟被人欺负了 我去给他找找场子 苏潇潇是绝对不可能提起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 他说的表弟是小姑秦桧真的儿子了 在二中读出中 真的 江小雪小脸上满是狐疑 并不相信秦宇的话 他刚刚进教室的时候 他可是吓了一大跳 他从未见过如此表情的秦宇 面色阴森至极 就像是带着杀气一般 反正你不准打架 江小雪回想起了什么 非常严肃地看着他 悦耳清脆的声音中 多出了一分威严 放心吧 我又不是小孩子 最喜欢讲道理了 秦宇嬉嬉笑道 随便掐别人的腰 踩别人的脚 这种恶劣的事情 我可做不出来 江小雪 江小雪怒了 秦宇居然在阴阳怪气 他不讲理 他气呼呼地伸出小手 对着他的腰间软肉就是一掐 秦宇惨叫一声 哎呦 江小雪重重地哼了一声 赌气式地转过头去 懒得理他了 秦宇暗自松了口气 看来又被自己混过去了 果然 修罗场什么的 绝不可能出现 放学后 江小雪和黄月月结伴离开了 临走前 他特意向秦宇投来了一个 警告意味的视线 像是在说你要是打架了就完蛋了 秦宇不以为意地笑着 还悄悄地给他投了一个非吻 顿时惹得少女大修 陶冶式地出了教室 张刚 一旁的张刚 已经目瞪口呆 觉得塞丽亚都有点索然无味了 两人一起向校外走去 张刚走路姿势有点别扭 夹着屁股 夕阳下的身姿格外妖娆 秦宇一阵恶寒 靠 你走什么猫步 勾引谁呢 张刚忧愿地看着他 宇哥 你知道抽断三根七匹狼 是什么滋味吗 秦宇 他瞥了一眼张刚大了几圈的屁股 表示无法感同身受 张刚小声问道 宇哥 发生什么事了 秦宇吐了口气 张刚愣了一下 秦宇身边的女生实在是太多了 青梅竹马 应该是上周末遇到的那个了 要打架 他隐隐有些兴奋 上次打架 已经过去一年了 自从他们两个上了高三 学校里就再也没人敢和他们打架了 秦宇摇了摇头 还不清楚 先去网吧玩会 晚一点再去蹲点看看情况 张刚点点头 没有再多问 两人随便填了肚子 一起去了网吧 张刚今天坐不下了 只能撅着屁股打游戏 成了网吧的一道风景线 秦宇有点尽个下心 没去敲代码 同样打开地下城玩了起来 他前世入坑DNF时是七时版本 玩得红眼 武器强化十三十岁了 一怒之下彻底退坑 现在创建了一个同样的职业 准备回忆一下 前世没钱买装备 只能每天搬砖 现在却是有钱了 想体验一次 RMB战时的感觉 不知不觉 时间到了八点多 两人一起下机 出了网吧 实验中学 还没有下晚自习 静谧的下夜中 校园里静悄悄的 偶尔会有几个学生 再翻着栅栏出来 这些都是逃课的叉声了 张刚突然指着两个人 宇哥 那不是刘天豪和他女朋友吗 秦宇看了过去 果真是刘天豪 他没穿校服 换上了一件黑色的外套和牛仔裤 身旁站着一个瘦瘦高高的女生 远看过去 皮肤很白 正是他的女朋友刘小韩 天豪 张刚远远地喊了一嗓子 宇哥 刚子 刘天豪拉着刘小韩走了过来 很是意外地看着秦宇和张刚两人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 刘小韩打扮得很是前卫 化着妆 手腕的位置 还纹了一朵玫瑰 看起来就不像学生 他看向秦宇的视线 有些不自然 当初他也收到了秦宇的表白短信 回应还比较不好解释 秦宇却是面色自然 他这个人非常单纯 只喜欢长得好看的 刘小韩的颜值 化妆后也就平均线 不是他的菜 而且 他不喜欢纹身的女生 多少有点个人偏见 前世遇到有纹身的女生 他都会瞬间搭了下去 提起裤子就走 他简单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刘天豪的面色 顿时冷了下来 有这种事 刘小韩犹豫了一下 问道 你的邻居叫什么名字 苏潇潇晴雨答道 刘小韩微张着嘴 惊呼道 我知道他 好像 他突然顿了下来 看着秦宇冰冷至极的脸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秦宇沉声道 没事 你说吧 刘小韩这才到 他好像被全班排挤了 秦宇的脸阴沉的可怕 问道 知道原因吗 不知道 好像从高一开始就这样了 没人和他做朋友 刘小韩犹豫着摇了摇头 我也不是很清楚 秦宇点了点头 没再多问 但眼睛里的光芒却越来越冷 苏潇潇的性格 绝对不会欺负别人 受欺负了 也只会自己闷着 生怕给别人添麻烦 完完全全一个小兽气包 那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 他被所有人排挤呢 第69 我最讨厌性别歧视了 寂静的校园中 充满历史沧桑感的路灯 释放着昏暗的光芒 实验中学设施 比一中好许多 但车棚同样不敢恭位 用绿色的废弃铁皮子 随意搭起来的 经常漏雨 还不到放学时间 车棚里没有任何学生 几人 躲在车棚旁的树丛之中 情与目光淡漠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没多久 车棚外突然出现了 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形 可以看到是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两人在车棚外四处张望着 确认没人后 陡然从怀里抽出了两把水果刀 疯狂地对几辆自行车乱砍 刘晓涵面色一白 靠 我的车 女朋友车被砍 刘天豪顿时怒了 雨哥 看来就是这俩孙子 他做事就要冲过去 秦宇却是摆了摆手 道 你们谁手机像素好 拍下来 好 我上周刚刚新买的 刘天豪掏出手机 打开摄像录了起来 刘晓涵和张刚 也掏出手机一顿猛拍 两人对这几辆车 门砍了一分多钟 接着又换了地方 准备对其他车动手 秦宇吐了口唾沫 拍清楚没 放心吧 每一根毛都一清二楚 刘天豪怒不可遏 刚子 你从后面绕过去 秦宇有点不放心 又嘱咐道 他手里有刀 你准备点家伙 好 张刚敲咪咪地从旁边绕了过去 等到他到位了 秦宇三人直接冲了过去 谁 男生警惕地看着走过来的 秦宇和刘天豪 把明晃晃的水果刀 横在了自己身前 女生同样吓了一跳 连忙躲到了他的身后 距离近了 秦宇看得清楚了一些 男生的衣服有些熟悉 女生 把校服外套围在了腰间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学生 又近了一些 他彻底看清了男生的面貌 顿时有些错愕 赵天 前段时间 秦宇刚在网吧 赢了他一千块钱 赚够了网店的启动资金 秦宇 赵天也认出了他 脸色阴沉下去 想到了网吧的事情 道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那辆车是老子的 刘晓涵指着一辆黑色女士自行车 怒骂一声 秦宇有些意外地瞥了他一眼 没想到一个女孩子 会如此抱粗口 果然 还是他身边的少女好啊 赵天面色一阵变幻 他个子也就一米七多 哪怕手里拿着刀 面对两个一米八的少年 还是没有任何信心 他也不犹豫 拔腿就跑 女生 原本躲在他身后的女生 一脸错愕 啊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后方顿时传来了一阵惨叫 同时 一块斑砖阴声落地 赵天一个亮枪 倒在了女生脚下 捂着头 伸手就要去抱他的小腿 滚 女生一脚把他踢开 赵天再次受了重疮 倒在地上哀嚎着 彻底起不来了 秦宇眨了眨眼 直呼精彩 他这一脚 怕是踢在他嗷嗷上了 他走过去 把他手里的刀踢开 顺便吐了口唾沫 简直是渣男界的耻辱啊 不过 这一脚下去 他的渣男应该是做不成了 刘晓涵一脸心疼地 看着自己的自行车 后台同样被砍得不成样了 我刚买的新车啊 他怒吼一声 跑过去对着赵天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叮 突然 夏克林滑坡夜空 响彻整个校园 秦宇皱了皱眉 随手掏出手机 一个电话呼了过去 张刚好奇问道 宇哥 给谁打呢 秦宇淡然回道 张强 卧槽 刘天豪和张刚 齐齐惊呼一声 面色震惊 像是见了鬼一般 双腿一软 差点直接瘫倒在地 张强作为一中教导主任 和他们这些 差声形同水火 可没少揍他们 秦宇这是要干嘛 几秒钟后 电话通了 喂 张主任 秦宇 怎么了 张强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除了那个表白短信外 秦宇可从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我打架了 你过来看看吧 电话那边 张强顿时愣住了 一脸猛逼 他直交二十多年 打架的学生见过无数 但打了架主动喊教导主任的 还是头一次遇到 他问道 在哪呢 实验中学车棚 张强人傻了 不是 你他妈还跑到其他学校打架去了 在意中打架也就算了 学校自己就能压下来 一旦夸校 就有些不好处理了 挂了电话 秦宇对几人道 你们撤吧 今天麻烦你们了 天好你把手机给我 接下来的事我来处理 两人便便相去 自然不肯走 十八岁的少年 把意气看得很重 秦宇笑着解释道 放心 张强和我很熟 有他在我不会有事 看他如此淡定 刘天豪和张刚 这才点了点头 离开了 没多久 学生们鱼贯而出 等到了车棚 看到在地上哀嚎着的 赵天和 抖字抹眼泪的女生 琪琪猛逼了 我靠 老字车 咦 坐在地上哭的女生 不是刘晶晶吗 她被人打了 鬼鬼 刘晶晶可认识不少人 谁敢打她 秦宇没有在意他们 目光扫视着人群 寻找着那个 自己魂牵孟宁的身影 琴宇 一个懦懦的声音 从后方传来 琴宇连忙转过身去 淡淡的月光下 苏潇潇穿着笑服 鲜瘦的身形 格外动人 人太多 琴宇强忍下了 冲过去 把她拥入怀中的想法 小声道 你的车没事 先走吧 我来解决 不要 苏潇潇摇着小脑袋 不愿意离开 琴宇知道 她有时候会格外倔强 有点无奈 也不再劝了 学生们是最爱看热闹的 没多久 车棚便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女生的小伙伴们 似乎过来了 叽叽喳喳一顿吵之后 做事就要一起离开 不准走 琴宇喊了一声 不急不缓地走到了她的面前 女生没有害怕 反而有点肆无忌惮地看着琴宇 不屑道 怎么 你一个男人 还想打女生啊 琴宇叹了口气 把跟过来的苏潇潇 拉到自己身后 把眼睛捂上 苏潇潇紧抿着唇 小手颤抖 轻轻拉着琴宇的衣角 她不想琴宇打架 她前年已经打过一次 被批评得很惨 再打一次 她害怕琴宇会受到更严重的处分 听话 琴宇柔和地看着她 如此视线下 少女的嘴张了张 便把拒绝的话咽了下去 苏潇潇小手捂住了眼睛 琴宇这才目光冰冷地 看着面前的女生 啪 清脆的巴掌声极为刺耳 回荡在整个校园中 女生驳梗 直接夸张地转了90度 脸上出现了一个 红红的巴掌印 站立不稳 瘫坐在地上 整个人猛逼了 周边无数围观的学生都惊呆了 她还真打女人 琴宇淡然地收回手 冷声道 男女是平等的 为什么男人不能打女人 你是觉得 女人比男人弱吗 Tewi 我这人最讨厌性别歧视了 女生一脸错愕地捂着脸 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怎么就歧视女性了 第七十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但能解决他们 一个巴掌下去 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女生狗子坐在地上哭着 不停地抹着眼泪 她的几个小伙伴 原本还想对琴宇声讨一番 被她一个凶恶的眼神下去 都不敢说话了 大多数女人虎脚蛮缠 那是知道 男人不敢打他们 遇到真敢打女人的 给他们十个胆子也不敢撒泼 车棚的骚动 终究是引来了实验中学的老师 一个男老师急急忙忙地冲了过来 他怒视着琴宇 你是哪个学校的 琴宇给了她一个看傻逼的表情 她身上穿着一中的校服呢 她淡淡地道 在我的老师来之前 我不会说任何话 话语一出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句话只是听着逼个就很高 围观学生们表示大受震撼 第一次见打架 还这么嚣张的 男老师更是面色铁青 你的老师是谁 张强主任 他马上就过来 男老师表情一致 小县城就那么大 一说名字 就知道是谁了 他面色变幻 原本是准备 把琴宇带回学校正教处的 但如果张强要来 还是得给面子的 琴宇 萧萧 他犹豫之间 张强终于姗姗来迟 张强看到 贪坐在地上哭着的女生 面色就是一尘 他脸上的巴掌印 实在是太明显了 男老师怒道 张主任 你的学生居然跑来 我们学校打架了 张强看向了琴宇 陈生问道 怎么回事 你怎么打女生 女生 琴宇眨了眨眼 转头一看 只有女生贪坐在地上抽气着 赵天不知道哪去了 他顿时张了张嘴 大受震撼 真没想到 这家伙碎了都能溜走 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他也不多解释 直接递过手机 张主任 你自己看 张强皱着眉 接过手机看了起来 刘天豪的手机像素的确不错 赵天和女生在车棚里干什么 一目了然 看了一会儿 他的脸色顿时缓和了一些 这件事 情与战礼 不过 赵天同样是一中的学生 这就有点难处理了 实验中学的男老师 却是面色俱变 被视频的内容吓了一跳 他不知道赵天是哪个学校的 作为实验中学的老师 下意识就要偏向自己的学生 他争辩道 你的学生打人终究是不对的 张主任 最后我的学生没有受伤 否则这件事不可能这么算了 秦宇问道 那你要如何 男老师冷声道 按照校规群殴打架 以劝退处理 秦宇笑了 所以呢 你是不是该劝退这个女生 你什么意思 男老师一愣 秦宇一摊手 我该被如何处理 是我们一中的事情 关你屁事 但这女生如何处理 希望你 可以按照实验中学的校规 来处理我已经录音了 并且会持续关注 后续的处理情况 还有 这件事不算完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成年 成年了的话 会承担行事责任的 一通话下去 在场的几人都呆住了 张强有些意外地看着秦宇 没想到她会说出 这么有逻辑性的话来 她还听说秦宇的成绩 飞窜了一大截 数学都考满分了 她真怀疑 她是不是换了个人 男老师则是脸色涨红 没想到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张强连忙道 这件事情还是报警吧 我也会上报领导的 希望你们学校 也能引起重视 她的话结束了这场纷争 但最后会如何处理 还得等待警察的调查结果 以及两个学校的拉扯 秦宇来到了苏潇潇面前 顿时嘴角一抽 少女的确捂着眼 但白葱般细嫩的手指头 完全分开了 从缝隙中能看到一双 满是担忧的桃花眼 回去打她的小屁屁好了 她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嗯 苏潇潇带着哭腔点头 少女轻颤着的身姿格外柔弱 秦宇很想给她一个拥抱 在亲吻她的头顶 安抚这个受惊的少女 但周围的人实在太多 她只得用嘴型 比了一个晚上见 路灯昏暗的灯光下 秦宇和张强 一起向一中走着 你怎么这么冲动 张强面色非常不好 怒道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秦宇点点头表示认同 她也是成年人了 过了以拳头讲道理的时候 但也得分清对象 她现在可是一点都不后悔 老 但能解决他们 张强张了张嘴 不得不说 有点无法反驳 秦宇一摊手 再说了 我可是正义的一方 他们估计是和修车摊勾结 已经是刑事犯罪了 学校应该给我个发锦旗吧 张强嘴角一抽 这小子还想要锦旗 她长叹口气 不打算多说什么了 这件事对错不好说 等警察的结果吧 作为教导主任 她现在很想把秦宇吊起来打 再强迫她吃十斤原味大肠 但站在个人的立场上 想着苏萧萧单薄而鲜弱的身影 她不禁对秦宇的行为有点赞同 孩子们也长大了 沉默着走了几分钟 她忽然问道 你的短信 是发给萧萧的吗 秦宇 秦宇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 什么短信 看她装傻 张强也不戳破 道 我现在去报警 手机给我吧 待会儿可能会喊你录笔录 嗯 秦宇把手机递了过去 张强顿时道 这手机没收了 暂且放我这儿 等你高考完再给你 秦宇 真不愧是二十年的教导主任 套路真深啊 不过 手机不是她的 也不心疼 张强把手机揣入裤兜 又道 哪怕你说的有道理 你也打架了 检讨免不了 没事 我有经验秦宇无所未到 张强嘴角一阵抽搐 彻底无语了 掏出手机联络着学校的领导 两人在一个岔路口分开 他要去警察局 和义中家属楼不同路 分开前 他突然严肃地看着她 认真道 你一定要保护好萧萧 知道吗 嗯 秦宇一愣 停下脚步 重重地点了点头 漆黑的眼眸中 光芒异常坚定 第七十一秦宇 不过分吧 告别张强后 秦宇不由加快了速度 严阵路灯一路小跑 夜空繁星点点 月光零零碎碎 一中家属院寄聊无声 时间不早了 大部分人家都拉了窗帘 准备入睡了 小区外 秦宇的脚步渐渐地停了下来 迎着月光望去 夜色还薄 月光透过浅浅的柳树枝叶间落下 少女翘生生地站在那 尹绰的身姿 宛若从玉寒宫瓢染而下的仙子 两人的视线 穿过薄薄的月光交织在一起 下一秒 随着少年的脚步 两人的影子同样叠在了一起 车气这没问题吧 嗯 苏萧萧的鼻音很重 秦宇目视着眼前的少女 她低垂着眼帘 萧瘦的身体在校服下 显得异常宽松 像是随时都要被风吹散 她心疼地拉起她的手掌 少女紧张的手心都是汗 她拉着她 一头扎进了旁边的小树林 树叶的阴影笼罩而下 少女的面颊 随着树枝的摇晃 忽明忽暗 但秦宇看得分明 长长的睫毛下 是两行晶莹的泪珠 中午的苏萧萧 都没有在她面前哭出来 现在却哭得稀里哗啦 晶莹的泪珠 如同断线的水线一般 流个不停 小树林是低矮的柳树 里面有老人们乘凉的石台 秦宇拉着她 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 帮她擦着脸上的泪水 结果越擦越多 秦宇干脆低头 亲吻着她的眼角 泪水温热 有点咸 秦峰伸了下舌头 这下少女不哭了 桃花眼中出现了不可置信 和难以掩饰的羞涩 月光下的脸颊红彤彤的 哭什么 事情已经解决了 你不要多想了 秦宇扯着她的面颊 格外Q弹 你会被学校处理吗 苏潇潇抓着秦宇的衣服 湿漉漉的桃花眼中满是担忧 秦宇心中意软 嘴角酿起了浅浅的笑意 少女聊聊几句话 总是能触碰到她心中 最柔软的地方 放心吧 多大点是张叔会处理的 大概率全校批评 最多来个处分 不影响的她满不在乎的说着 仿佛说的不是自己的事情 在她看来 学生打架不是什么大事 她又没有下死守 要说下死守 还是那个女生厉害 直接把赵天变成孤高战士了 O变成OL都是好的 可能直接变成L了 再说了 这件事完全是他们的错 秦宇真觉得 学校应该给她发个 见义勇为的锦旗 但在少女眼中 却是天都要她下来的大事 她小脸惨白 处分 没影响的 秦宇随口说着 不想再谈自己的事情 用手掐着她的脸蛋 转移了话题 现在该惩罚你了 喂 为什么 说到惩罚 苏潇潇显然被吓到了 缩了缩雪白的脖子 她又回想起了中午的事情 这个家伙 居然打自己羞人的地方 谁让你一直瞒着我 秦宇黑着脸 看上去很吓人 她说的是 苏潇潇在学校里被排挤的事情 苏潇潇眼眸里再次湿润一片 知道她已经全知道了 对 对不起 说对不起没用 秦宇一副 我没这么好糊弄的样子 我 我给你小鱼干吃 小鱼干也没用 现在轻轻地拉着秦宇的衣角 大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她 秦宇顿时心软了 轻轻地抱起了这个令人心疼的少女 放在了自己的膝盖上 鼻尖嗅着她的胃斗 彼此 似乎能感受到对方的心跳 放在以前 苏潇潇是不会让秦宇这样抱她的 从身后抱着 还能说是在按摩 但现在的抱法 秦宇有力地双臂紧紧地拥着她 甚至还越来越下疑 都下滑到腰间之下了 怎么看 都是情侣间的抱法吧 两人静静地相拥了几分钟 彼此感受着对方的温度 苏潇潇感觉自己的脸要快烫熟了 那 那要怎么办 少女忐忑不安地问着 秦宇其实哪里舍得惩罚她 但单单抱着是不够了 她有些得寸进尺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亲我一口 今天心境波动太大 秦宇觉得 需要少女的一个稳来 安抚自己 不过分吧 苏潇潇感觉小心脏扑腾扑地跳着 像是要从胸口跳出来一般 她觉得秦宇过分极了 女孩子哪能随便亲别人 但令她害怕的是 她偏偏讨厌不起来 甚至心中有些令人羞涩的期待 妈妈说 不能早恋 她还记着田里同的要求 早恋对于少女来说 绝对是很坏很坏的事情了 秦宇的话中满是蛊惑 这不算早恋 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吗 没有 所以我们不算早恋 不是早恋的话 亲一口就没问题了 不 不行 苏潇潇一个劲地摇头 哪有这种道理 她干脆抿着嘴不说话了 反正秦宇满嘴歪理 她怎么也说不过她 就亲一下脸 你看那些关系好的女孩子们 都经常互相安慰 可 互相亲脸的 很正常的事情 秦宇像一个引诱女勇士 堕落的魔王一般 寻寻诱导着 苏潇潇长长的睫毛一颤一颤的 显然内心非常挣扎 在犹豫着 两人没有在说话 寂静的夜晚中 突然传来一阵嬉笑的声音 不远处的烧烤摊散火了 你 你闭上眼 少女若不可闻的声音随风而来 但秦宇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 好 秦宇喜出望外 激动万分 连忙闭上了眼睛 啪哒 脸上湿润柔软的触感稍顺即逝 秦宇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看到了苏潇潇慌张躲避着的桃花眼 你 你怎么睁眼了 少女有些不愤 秦宇居然中途睁眼 分明就是耍赖嘛 秦宇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什么都没感觉到 得再来一次 不 不理你了苏潇潇扭过头去 露出的羞长脖梗 和白玉般的耳朵 已然通红一片 秦宇恬不知耻地把脑袋凑了过去 少女又转向了另一边 脸气嘟嘟的 总之是在表示自己生气了 真的不理我了 苏潇潇不搭话 呜呜 我最好的青梅竹马都不理我了 我活得好失败啊 苏潇潇鼓着的小脸有些松动 潇潇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 潇潇 你 你别说了 苏潇潇表示 没脸听下去了 小脸顿时松懈下来 秦宇得意地笑着 紧紧地搂着少女 看着少女洁净的面颊 很想亲上一口 但生怕吓坏了她 便再次轻轻 吻在了她的头顶 她柔声道 潇潇 忘记以前的不愉快吧 今后要快乐的生活还有 以后不准哭了 再哭我就亲你 亲到你不哭为止 不行 苏潇潇竹唇亲起 像是小猫一样呢喃着 脸红得不像样 回想起了自己之前 居然会去亲这个家伙 羞得连呼吸都要忘记了 凭什么不行 只准你亲我 不准我亲你 我这个人最讨厌男女骑士了 秦宇一脸义愤填膺 苏潇潇鼓着小脸 这家伙又在欺负她 她看着秦宇脸颊上 如同两朵花瓣瓣小巧的印子 毛子里满是痴迷 自己变成坏孩子了吧 第七十二修罗场要来了 夜色愈浓继续说了些悄悄话 秦宇把苏潇潇送回了家 望着少女消失的背影 秦宇处在原地待了好一会儿 大脑中思绪流转 她没有去追问 她在学校被排挤的事情 既然她不想说 她也不会去接她的伤疤 她准备自己调查一番 吐了口浊气 秦宇缓缓向自己家走去 随手掏出已经震了好一会儿的手机 定睛一看 未接来电 安南三十五 三十五个未接来电 秦宇直接吓了一跳 还以为又回到了刚重生的时候 除了电话外 还有许多短信 她一次打开 学长 你去实验中学打架了 秦宇 秦宇直呼好家伙 惊出了一身冷汗 事情传得这么快吗 她无限怀疑 安南有一个遍布整个眉线的情报网 她继续向下看着 学长 你受伤没 学长 你怎么不接电话 出事了吗 学长 你在哪 在警察局吗 我有个叔叔在那工作呢 这就去捞你 秦宇张了张嘴 心里一颤 最柔软的部位 又被狠狠地戳了一下 少女还是一如既往 把她的事情 当做了最重要的事情 这份心意 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 她压下心中的蚁洞 长出口气 一个电话给她呼了过去 呜 学长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没事吧 电话刚刚接通 少女带点哭腔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没事 打架而已 我打架什么时候吃过亏 秦宇解释着 她很少听到安南如此慌张 看来是真把她吓坏了 你那时候还不是头破血流 安南不满地嘟囔一声 秦宇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放心吧 这次的对手 就是个戏狗 都没我的诺基亚长 不足为据 安南娇声道 学长 你在说什么 人家听不懂了 你少装 秦宇翻了个白眼 就她这老司机 她要是听不懂 苍老师都是焦宇文的了 她刚想说些什么 便听到电话 对面一阵嘈杂 隐约可以听到 她在和出租车交谈 目标是新河小区 她顿时皱起了眉头 问道 你不会真跑警察局去了吧 怎么会 我又不是傻子 安南反驳着 但弱弱的声音 怎么听都有些心虚 秦宇质问道 那你怎么在外面 安南善善地道 人家出来散步吗 出来散步 需要坐出租车 秦宇深深地叹了口气 找借口都这么别搅 她没记错的话 安南的叔叔 是眉县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 她前世洗脚被逮进去的时候 安南便是拜托她找关系 把秦宇捞出来的 后来她痛定思痛 决定再也不微信扫码了 还是给现金安全 她收回思绪 不再多想 严肃道 安南 我有话和你说 我们不能 安南突然交呼一声 啊 学长 这里信号好差 我们下次再聊 嘟嘟嘟 秦宇一脸猛逼地 挂断的手机 一咬牙 再次给她拨了过去 抱歉 宁波打的电话已关机 靠 秦宇一阵烦闷 抓着头发 真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 她深呼吸一次 暂时把诸多心绪抛到脑后 踏入了自己家门 回到家时 客厅里亮了灯 张玉霞和秦志刚 已经等候多时了 两人面色不善 显然张强已经通知了他们 张玉霞怒道 你小子长本事了 还跑去其他学校打架 当初怎么答应我们 高二时 秦宇曾经和高三的几个学生 打得头破血流 导致被全校通报批评 他们两个费了很大力气 这才让秦宇没有被劝退 当时的秦宇曾经保证过 再也不会打架了 我今天非打不可 面对老妈的怒火 秦宇没有丝毫切入 换了鞋子 笑道 爸 妈 你们不知道 中午萧萧哭得有多凶 我能咽下这口气吗 她直接把苏萧萧扳了出来 荡挡剑牌 果然 听到她被欺负了 两人顿时一愣 张玉霞满脸怒容 笑笑哭了 秦宇点点头 嗯啊 她的车被砍了 我带着她去补了胎 折腾完都两点多了 秦宇继续道 再说了 我这是见义勇为呢 估计等会儿 我得去警察局录录录 去警察局 张玉霞惊叫一声 在她的世界里 去公安局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件事 咱儿子做的没错 只是方式方法不对 给她个教训可以了 秦志刚沉吟着摆了摆手 把事情花了句号 等会儿爸和你一起去 嗯 秦宇点了点头 心中有些感动 果然 无论出什么事 父母总是会把孩子挡在身后 永远那么可靠 第二天 阳光明媚 之前的小雨 似乎彻底宣告了夏天的来临 清晨的太阳 便释放出了不俗的温度 秦宇被刺耳的闹钟声惊醒 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揉着眼角 挣扎着起了床 昨天录完笔录都两点多了 一共没睡几个小时 事情并不复杂 照天 刘晶晶两人和学校附近的一个修车铺勾结 他们破坏一辆车 能得到五块钱的分成 两人虽然是学生 但都已经成年 正如秦宇所说 已经不是简单的学生闹事了 将面临刑事责任 张刚和刘天豪 同样被喊来录了笔录 两人一开始还有点紧张 后来 却是兴奋起来 到公安局走了一遭 还一点是没有 以后吹牛皮有的说了 当然 没有什么景奇 警察 把三人批评教育了一番 暂时告一段落 秦宇洗漱完毕后 简单填了肚子 向一中走去 进入校园时 不少学生隐隐地投来了视线 现在网络虽然没有后视发达 但可千万不能小觑学生们的情报能力 学生打架 永远是校园里最津津乐道的话题 更何况 还是跑去别的学校打人 秦宇 刘天豪 张刚三人 甚至有了一中三建客的称号 尤其是秦宇最后一个人 主动承担责任 甚至敢主动给张强呼电话 简直震惊所有人两年半 等到秦宇进入教室时 同学们更是齐刷刷地把视线投了过来 几个女生的眼里都要冒小惺惺了 秦宇没搭理他们 向教室内望着 将小雪一脸和善的笑容 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其中的光芒颇为危险 她突然一阵头皮发麻 冷汗直冒 完了 她不会知道苏潇潇的存在了吧 难不成 修罗厂要来了 第73信任危机 教室中 秦宇通体冰凉 整个后背都被冷汗浸湿了 她承认自己有些冲动 但只要一想到 苏潇潇可能被霸凌了 心就怎么也进不下来 此时 她大脑光速运作 不停地闪烁着喜洋洋 死神小朋友 三目童子 几秒钟后 她紧皱的眉毛缓缓展开 神情淡定下来 昨晚自己没有和苏潇潇过多互动 到后来 学生们都被实验中学的男老师驱散了 暴露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她是在生气 自己打架了吧 她一边想着 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座位 不着痕迹地 给了黄月月一个求助的眼神 黄月月撇撇嘴 看在凉粉的份上 决定帮她一把 秦宇 你居然敢跑去实验中学打架 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她故意摆出了生气的表情 质问道 你怎么跑到实验中学去了 黄月月的声音很大 看似是在质问 其实是给秦宇一个解释清楚的机会 她暗中给她点了个赞 回头再请她吃五碗凉粉 不 十碗 秦宇叹了口气 解释道 我和刚子去帮我表弟找了场子 准备去接天豪和她女朋友 一起在外面吃饭 刘天豪 张刚 两个少年顿时一脸猛逼 什么表弟 还有 他们什么时候约好干饭了 但他们 很快便心领神会 想到了苏萧萧 想必是 不想让江小雪知道她的存在吧 他们回想起了苏萧萧 对秦宇小鸟一人的模样 顿时一脸恰了柠檬的表情 秦宇没在意他们 小心翼翼地看着江小雪白皙 而精致无暇的侧脸 她的下巴略间 薄薄粉粉的唇微微撅起 从侧方看去 她明亮的眼眸中 似乎写着 有些不尽人情的冷漠 她继续给黄月月使着眼色 示意她加大力度 黄月月顿时怒哼一声 吃个饭而已 怎么就打架了 我们吃完饭 发现天豪女朋友的车 被人砍了 刚好遇到了那俩人在车棚里砍车 我可是省级三好学生 优秀团员 优秀学生干部 的同桌 自然不会纵容这样的行为 当时就冲上去了 她义愤甜意地说着 眼睛却一直偷偷地 撇着江小雪 发现她纤细的眉毛挑了挑 嘴角也跟着动了动 表情似乎有所松动 听说你去了公安局 黄月月紧接着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 江小雪的余光 顿时偷偷看了过来 显然她对这个问题 同样非常关心 是啊 大半夜才回来 警察还表扬了我 见义勇为呢 吹吧你 黄月月切了一声 两人结束了话题 刚好预备领响了 第一节课是英语 同学们开始有气无力地背诵英语单词 班长大人 秦宇小生轻呼一声 江小雪板着洁白的面颊 冷若冰霜 知道黄月月在和她唱双簧 没有任何搭理她的意思 超越普通同学的同桌 我最最亲爱的战略合作伙伴 小雪 死 秦宇猛地倒吸一口冷气 感觉腰间的某只小手 旋转了7200度 江小雪粉脸微红 这个家伙的脸皮是真厚 居然自作主张地喊她的小名 她允许了吗 还有 什么最最亲爱的战略合作伙伴 这种羞耻的称呼 她是怎么喊出口的 她显然没有如此轻易原谅秦宇的意思 依旧面无表情地 看着桌子上的英语课本 甚至身体向过道的方向挪了一下 秦宇连忙也挪着小板凳 跟了过去 将小雪鼓着小脸 又挪了一截 秦宇继续跟上 她气得一阵咬牙切齿 却是不敢动了 再往外 两人可就要挤在一张桌子上了 秦宇小声解释道 这个赵天不学无术 警察经过简单的调查 他们和修车摊勾结 砍了几十辆车 赚差价 她被拉去医院了 那个女生被抓起来了 拘留都是轻的 我又不需要你的解释 江小雪终于说话了 只是好听的声音冷丝丝的 如果是你的车被砍了 我会更加生气 别说几个巴掌了 恐怕会直接一套 欧拉欧拉欧拉 木大木大木大 让他们知道 什么是高姐 江小雪瞪了秦宇一眼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说话不算数 一点信誉都没有 昨天的协议书也不做数了 谁爱遵守 谁遵守去 她垮着小脸 委屈极了 明明她再三嘱咐她 不要打架 这家伙还是我行我素 根本一点都不在乎她嘛 别 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 秦宇暗呼不好 知道自己产生信任危机了 连忙解释道 我不是和她讲道理了吗 江小雪气不打一出来 你就是这样 讲道理的 秦宇里当气壮道 对啊 孔子曰 拳头便是硬道理 我这不是和她讲道理了吗 孔子说过这话吗 江小雪不满地听她狡辩 但看着她一脸着急的模样 气莫名其妙地消了大半 你们没事吧 她轻声问着 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会这么轻易原谅一个可恶至极的家伙 没事 看我久久皈依的腹肌 除了你 谁能占我的便宜 说着 她聊起了T恤 露出了并不是很明显的腹肌 很硬的 不信你摸摸 她这些天一直在锻炼身体 肚子上的坠肉 差不多都消失了 但距离呈现九块腹肌 还有一段距离 呸 江小雪脸蛋刷得红了 脆了一口 这家伙 当着女生聊肚皮 真不害臊 她忙转过脸去 怒道 谁要摸你的肚子 那 摸摸你的 秦宇目光扫着她平坦如云的小肚子 江小雪身材 不像苏潇潇那么鲜瘦的过分 但颇为匀称 没有丝毫坠肉 她的肌肤白白腻腻的 小肚子摸上去 一定很舒服 冬天的时候 最适合暖手了 江小雪气炸了 耳根子血红一片 这家伙 又耍流氓 她再次在秦宇腰间掐了一把 看她疼得呲牙咧嘴 这才怒冲冲地撇过脸去 不再搭理她 秦宇揉着腰 暗松了口气 知道 她已经消气了 信任危机 算是度过了 不过 她却是生出了极为强烈的危机感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谎言 她的话只要细想 就有不合理的地方 江小雪冰雪聪明 事后难免会察觉到不对 她感觉自己 离成哥又进了一步 第74给江小雪修电脑 时间一晃到了课间操时间 今天难得的没有跑操 所有人都到操场集合 校领导们难得的齐聚一堂 对昨天的事情进行了通报 并对秦宇三人 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不计档案 以后查都查不出来的那种 同时 学校施展了雷霆手段 光速把赵天开除了 秦宇撇了撇嘴 这家伙也够惨了 碎了一颗 学业也没了 想必实验中学那边 也是相同的处理结果 毕竟 那个女生还在公安局蹲着呢 对此 她直接蹦不住了 发出了爽朗而得意的笑声 惹来了江小雪 一记大大的白眼 最后 校领导再三嘱咐学生们 遇到类似的情况时 要第一时间报警 或者通知老师 会议便宣告结束了 回到教室后 秦宇发现 江小雪细长的眉毛 舒展开了一些 她知道 少女也在为自己担心着 生怕她受了处分 她笑道 多谢班长大人关心 谁在关心你 江小雪冷冷地回了一句 表示还在生气 懒得搭理她 秦宇直接发动话题转移大数 问道 网店的情况怎么样了 说到事业 江小雪的怒火 似乎收敛了一些 精致的瓜子脸 再次恢复了女神姿态 这几天 我们被好几家店模仿了 他们居然连文案都懒得改 小店的日流量下降了许多 有几家店 甚至还恶意举报我们虚假宣传 江小雪咬着银牙 小脸上满是不爽 秦宇笑盈盈地 看着她咬牙切齿的模样 她生气时 娇羞的模样 总是如此娇俏 仿佛有着颠倒众生的魅力 怎么都看不厌 再说了 他们不就是在虚假宣传吗 人家举报的没错呀 正常现象 前几天我不就给你打过预防针了吗 别说是网店了 实体店也是相同的情况 你的店开得好好的 说不定第二天 旁边突然来了一个相同的店 更恶心 秦宇前是没有开过店 但没吃过猪肉 也见过猪跑 开公司也是相同的道理 行内竞争能是逃不开的 江小雪叹了口气 生一场比她想象的还有复杂呀 她瞪了秦宇一眼 游愿道 最近我的电脑变得好卡 某个人又什么都不管 当撒手掌柜 秦宇干咳一声 问道 你的电脑很卡 对 江小雪点了点头 苦恼道 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变卡了 要不 我去帮你看看 秦宇这么一问 两个人同时愣了一下 江小雪明显没有想到 秦宇敢提出这种要求 单独去女孩子家 可不是异性同学该做的事情 秦宇则是有些后悔了 并不是不会修电脑 她最擅长的是 疏通下水道 水多的几下就能修后 但修电脑技术也不差 后悔是因为 她已经决定 不去接触她的长辈 现在跑去江小雪家的话 很有可能会遇到她的父母 当然 如果她父母不在家的话 就是另一回事了 她眸子一转 小声问道 你父母在家吗 最近我爸在出差 我姥姥生病了 我妈回娘家照顾她去了 江小雪声音很轻 眸子躲闪 脸上似乎有点红 秦宇的眼眸瞬间亮了起来 好 那我晚上就勉为其难地 去为你修下电脑吧 谁同意你来了 江小雪白了秦宇一眼 厚脸皮的家伙 她很不爽 凭什么秦宇一副 她一定会答应的样子 她江小雪 是这么好攻略的吗 秦宇像那孩子一样大叫道 这不公平 你明明去过我家了 我怎么就不能去你家 我又没进去 江小雪休脑地娇斥一声 想起了上次杀到秦宇家的情况 脚趾都羞愤地扣在一起了 她当时 属实是气炸了 脑袋一热就冲过去了 准备去叨了秦宇 其实她敲开门 看到张玉霞后就后悔了 可惜啊 我最近学了好多菜 什么水煮肉片 麻辣龙虾 香辣兔头 秦宇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 嘴里不停地抱着菜名 准备以美食进行诱惑 江小雪终究是一个18岁的少女 同样会嘴馋 不着痕迹地抿了下嘴 她狐疑地看着秦宇 你真会做饭 当然 星河大酒店的主厨都不如我 吹吧你 江小雪切了一声 但忽然一想 秦宇说的都是辣口的菜 如果真是最近学的 为谁而学不言而喻 这样想着 她原本非常坚决地小脸 不由松动起来 你如果做不出来 我让你好看她的声音细弱闻那 白玉般的耳朵全红了 班长大人放心吧 秦宇胸脯拍得啪啪响 嘴角不由地扬起了笑容 周五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一眨眼到了下午放学的时间 张巧兰踩着高跟鞋走进教室 宣布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 下周开始 高三年级开始上晚自习 每天到晚上九点钟 希望学生们的家长可以来接送他们 同时 高三年级将取消五加二模式 改为十二加二模式 上十二天课 休息两天 学生们表情各异 好学生充满了斗志 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准备咬咬牙再拼一把 岔生们则是一脸生无可恋 纷纷讨论着 怎么度过这段难熬的时光 无论如何 明天就是愉快的周末时间了 同学们决定先玩两天再说 收拾着东西 三三两两地离开了教室 将小雪和黄月月一起离开了 临走时若有若无地瞥了秦宇一眼 小脑袋后的辫子一甩一甩地 宇哥 撸串去 张刚随口问着 向征信地塞了几本书到书包里 道 天豪要请客 秦宇昨天的事情足够义气 赢得了少年们的认可 你们去吧 我有事 秦宇嘿嘿笑着 同样是不做作业 他可比张刚光棍多了 根本装都不带装的 直接书包都懒得拿了 张刚一愣 宇哥你要干嘛去 秦宇也不隐瞒 道 去江小雪家 张刚长大了嘴 一脸震惊 宇哥就是宇哥 他连齐红的手都没摸过呢 秦宇居居然已经跑到江小雪家里去了 女孩子的房间啊 岂不是香喷喷的 如果去齐红的房间吸一口 他能打十次 他擦了下口水 道 那咱晚上去通宵 也不行 你们玩吧秦宇依旧摇头 我不回了 张刚目瞪口呆 像是见了鬼一般 不是 秦宇准备在江小雪家过夜 秦宇懒得和他多解释 打着哈欠走出了教室 下楼梯时 陡然发现了一个熟悉至极的倩影 安南 第75安南 绿 好绿啊 四目相对 两人都是一愣 脸上同时出现了猛逼的表情 对视几秒钟后 安南一个转身 拔腿就跑 站住 秦宇一个急冲追了上去 他的短跑成绩一直不错 快得很 再加上安南的体型有些犯规 实在不擅长跑步 一下子就被他追上了 他伸出手去 从背后抓住了他的两只双马尾 顿时又是一愣 这该死的熟悉感 前世做运动时 最喜欢这样了 能加公诉 老好用了 哇 学长 干嘛 安南被他抓着双马尾 只好停了下来 一脸哭唧唧的表情 周边几个学生 投来了怪异的视线 但也没多想 现在学生间打闹很常见 有些调皮的男生 就爱揪女生的辫子 不过秦宇现在可是学校的红人 他怕被人认出来 把他拉到了一旁的角落 他冷着脸问道 你跑什么 人家想尿尿安南 似乎不好意思地说着 他脸蛋微红 纤细匀称的双腿 来回交叉晃动 还真像是尿急的模样 秦宇却是看出了他在装 淡淡道 憋着 安南娇称一声 学长 憋尿对身体不好了 秦宇 这话听着 怎么有点熟悉 他懒得和他胡扯 直视着他乌黑的眼眸 少女的眼睛总是那么灵动 闪着脚霞的光 此时却在不断地躲闪着 写满了令人心碎的恐惧 他一狠心 正色道 我有话和你说 我不想听 安南小脸一白 捂着耳朵 疯狂地摇着小脑袋 身后的双马尾 都快变成电风扇了 看他苍白如指的脸颊 秦宇心中顿时 有些不忍 但咬了咬牙 不打算再拖下去了 他深叹口气 道 安南 有些问题逃避是没有用的 逃避得越久 对彼此的伤害就越大 安南委屈地低着小脑袋 薄薄的阴唇颤抖着 眼眶红了起来 两人沉默下来 周边学生们喧闹的声音 似乎消失了 只剩下了彼此 安南并不傻 相反 他很聪明 秦宇要和他说什么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只是一直在欺骗自己罢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安南终于出声了 学长 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你给我点时间好吗 到时候我喊你 他声音颤抖 带着弱弱的哭腔 大眼睛中满是祈求 嗯 秦宇沉音伴上 缓缓点了点头 这层膜 其实已经算是捅破了 就给他一点准备时间吧 回家吧 也别再老是关机了 向着傻叉 他说着 转身向校外走去 安南小声 呜了一声 立马跟了上来 学长 我请你吃晚饭 秦宇望了眼火红的夕阳 摇了摇头 不了 我要去江小雪家 安南人傻了 顿时呆立原地 感觉自己的双马尾 变成了绿色 他目光呆滞地 顺着秦宇的视线望去 今天的夕阳 怎么是绿色的 安南失魂落魄地 回家去了 秦宇目送着他离开 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开始准备晚饭的事情 他先是回家 换了一身衣服 和家里说了声 晚上去张刚家 接着慢悠悠地 向菜市场走去 他和江小雪约好了 必须等到天黑后 他再偷摸摸地去找他 小区里人多眼杂 还有县城里 最牛逼的情报组织 在小区门口聊天的大妈们 被天黑后 等到他们回家做饭 才不会被人发现 对于少女的警惕心 秦宇表示非常赞同 顺带还去要店 买了一个口罩 小县城实在是太小了 他可不想被人认出来 菜市场人山人海 秦宇慢吞吞地 采购了一番材料 夏天的白天太长了 七点了 天色只是稍微暗淡 夕阳已经把天边照得血红 就是不肯落下山去 他不打算再等了 向工商小区走去 小区外人倒是不多 熊孩子们叽叽喳喳地玩闹着 几个大爷在下象棋 江小雪家位于第三层 在六层楼的建筑中 素来有金三银四的说法 像秦宇这样住二楼的 一直处在鄙视链的最下层 砰砰砰 秦宇敲响了房道门 房间里传来了 叮叮叮的细碎脚步声 有远极近 最终在门口的位置停了下来 几秒钟过去 门没有任何要打开的意思 秦宇无语地看着猫眼 看什么看 没见过帅哥 咔嚓 房道门开了一道狭小的缝隙 秦宇从中看到了一只明亮的眼眸 对视了几秒钟后 房门才缓缓打开了 秦宇向门内看去 江小雪穿着一身浅绿色的睡衣 样式很宽松 江窑窍的身姿 完全封印在内 绣发没有扎鞭子 而是随意地劈在身后 脸蛋上有些微红 不知道是害羞 还是加热的原因 你这是干嘛呢 谁让你戴个口罩 还换了衣服 鬼才能认出来 这不是为了隐蔽吗 秦宇善善地笑了笑 他经历过后世的那个时期 感觉戴口罩非常正常 但现在却没几个人戴过外壳口罩 再加上他的挂子上还有帽子 简直比私生饭还严实 江小雪瞪了他一眼 弯腰打开鞋柜 甩给他一双男士拖鞋 秦宇换了鞋子 稍稍打亮了一番 屋内是上一辈人很热衷的欧式风格 富丽堂皇的吊顶 搭配上精美的壁纸 让整个居室充满了雍容华贵的气息 秦宇看着满屋的红木家具 一阵感叹 果然 房价是固定的 但装修却没有上限 就将小雪家的装修价格 足够再买下两套秦宇家的房子了 原来这小妞还是个富婆呀 自己岂不是能少奋斗二十年 乱想了一番 经过上次的田立同突击事件 他现在警惕心已经很强了 随手把鞋子带进了家 这才关上房门 他笑道 放心吧 没有狡气 将小雪嫌弃似的 皱了皱绣婷的小鼻子 轻吼一声 视线落在了秦宇手里的大袋子上 怎么买这么多 他接过来试了一下 惊呼一声 差点没接住 摔在地上 袋子有些重 里面有不少菜 大概半斤五花肉 几斤蔬菜 几个兔头 别说两个人了 五个人也吃不完 秦宇耸了耸肩 我都说出口了 不做的话 岂不是要被你小瞧 将小雪无语道 你做那么多 我们吃得了 秦宇道 以后慢慢吃呗 微波炉热一下就行了 不行 所有的菜 今天必须吃完 江小雪连忙摇着小脑袋 他可不想让父母知道 秦宇来他家的事情 一旦暴露 他乖乖女的形象 可就彻底崩塌了 秦宇想了想 是这个礼 便笑道 那先把材料藏起来吧 塞冰箱最下面 你妈妈一定发现不了 以后我再慢慢做给你吃 看着秦宇灿烂无比的笑容 江小雪鼓着小脸 心中又是一气 说了这么多 他分明 是还想以后再来他家啊 恐怕是故意买这么多的吧 好可恶的家伙 第76 江小雪的天赋 求追读 江小雪家很大 138瓶 三室一厅 六层的老式楼房公摊面积都很小 反正比秦宇后世 在省城买的149瓶的房子还要大 厨房里的设施一应俱全 不过看起来很新 油烟机里没有多少油渍 上面还有些灰尘 很明显 平时不怎么用 当然 案板上还有一把崭新的菜刀 正是江小雪那天架在他脖子上的那把 秦宇顿时打了个冷战 不知为何 他现在见了刀就害怕 他缩了缩脖子 一开视线 问道 辅料呢 江小雪回到 左上方的柜子里 秦宇点点头 简单地熟悉了一下厨房的格局 就要开始动手 结果发现 江小雪已经盘起了秀发 睁着明亮的大眼睛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他应该是想帮忙吧 果然 傲娇是没法好好说话的 秦宇取出几个土豆 班长大人 他要做的第一道菜是香辣土豆条 依旧是王刚老师的家常版本 做法不难 嗯 江小雪应了一声 搓了搓小手 跃跃欲试 秦宇连忙嘱咐道 小心别切到手了 我又不是傻瓜 江小雪不满地嘟囔一句 秦宇少小瞧然了 他 他偶尔也会帮妈妈做菜的好不好 秦宇狐疑地扫尸着他 自己也开始干活 但始终分散了一部分注意力在他身上 没办法 他要是给自己来一下 心疼的可是他 江小雪似乎鼓着气 神情专注而认真地洗着土豆 清澈的水流 从少女细嫩的手指中落下 有黑的土豆 一会儿便洗干净了 接下来就是削皮了 秦宇手中的动作 不自觉地停了下来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动作 他从未感觉 削土豆会如此令人紧张 好在削土豆 不算什么高难度的任务 江小雪的动作 虽然有些生疏 但还是 把皮削了下来 不过 削下来的皮 都快一厘米了 属实是敌拜削法 秦宇张了张嘴 最终忍住了吐槽的欲望 选择不去多嘴 敌拜刀法就敌拜刀法吧 总比削道手要强 他又盯着看了一会儿 发现他动作逐渐娴熟起来 土豆皮的厚度 也从一厘米变成了九十九毫米 进步神速 不愧是六边形战士 无论学什么都很快 看来他还要烹饪的天赋啊 秦宇放心下来 缓缓收回视线 拿起菜刀 处理各种食材 哒哒哒 菜刀与菜板碰撞 发出了富有节奏的声音 他这几天 一直在给苏潇潇做菜 刀工愈加精湛 正在削土豆的江小雪 顿时瞪大了美眸 小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他原本还以为秦宇在吹牛 没想到真的这么厉害 随即 他又蹴着柳眉 有些想不通 他对于秦宇的日常生活 还是挺了解的 白天在学校摆烂 默于 中午回家睡觉 晚上去网吧 如果没钱的话 可能会去和张刚 留天好鬼混 他什么时候学会的做饭 看什么看 终于发现我的帅气之处了 秦宇调侃的声音传来 江小雪脸上一红 这才知道自己 不知什么时候看呆了 连忙催了一声 摔你个头 他哼哼几声 抿着唇 没兴致削土豆了 有些受打击 他撇了撇细细的嘴角 干脆也不削了 明眸专心致志的 看着他行云流水的动作 看了一会儿 他忽然道 秦宇 我觉得 你最近像是变了个人一样 秦宇心里咯噔一下 手上动作一乱 差点切到手 作为一个重生者 他总觉得 还是把重生的秘密 隐藏下来为好 他随口问道 那你喜欢以前的我 还是现在的我 现在的吧 江小雪脱口而出 以前的秦宇 在他面前相当老实 和其他少年一样腼腆 但现在的秦宇 虽然可恶了无数倍 但不得不说 已经进入了他的生命 愣了一秒钟后 江小雪洁白的脸颊上 突然出现了两朵红霞 谁会喜欢你 他脸红红的大叫着 两只白嫩的耳朵 像是染红了一般 是是是 秦宇笑得颇为灿烂 不容易啊 能让他亲口承认喜欢他 真是比证明出 哥德巴赫猜想还难 江小雪气得牙痒痒 可恶 又被他套路了 接下来 就是秦宇自己的个人秀了 江小雪红着脸 小之忧欲抬又止 很想踩他一脚 但他在做饭 又怕他出现危险 便只好在一旁 赌气时地鼓着小脸 秦宇一阵好笑 但也不用再分散注意力 速度反而快了不少 一个多小时一晃过 江小雪早就退出了厨房 回卧室处理网店的事情了 好了 出来吃饭吧 秦宇脱下围裙 擦了下额头上的汗水 对着卧室喊了一声 江小雪从卧室中走出 抬头看了下墙壁上的万年力 时间都八点多了 他嗅着小鼻子 悄悄咽了下口水 小肚子都有些饿扁了 秦宇端上最后一个菜 拍了拍手 看着桌子上色香味俱全的几道菜 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前世跟着王刚老师 苦学了很长一段时间烹饪 毕竟有句话说得好 通往女生内心最快的道路有两条 一条道是石道 另一条道是 她干咳一声 看她嘴馋的模样 笑道 谁让你不让我早来的 本来还有几个菜 做不出来了 我明明说简单做一个菜就行了 江小雪心中所想 被秦宇看穿 翘脸微红 眼眸亮闪闪地看着满桌子的菜肴 她内心已经被莫名的感动填满了 但忍不住就想和她杠一下 秦宇自然不会把她傲娇的话当回事 夹着一块兔头 你看 兔兔那么可爱 还这么好吃 真的是超有用的 江小雪原本咽口水的动作就是一致 被秦宇这么一说 自然想起了兔兔可爱的外表 都有些不忍心吃了 看什么看 你不吃可就没了秦宇吃这兔头 冷不丁到 江小雪一惊 气呼呼地抢过一只兔头 张开小嘴就咬了下去 顿时满嘴的辣味 不到几秒钟 她的小脸就憋得通红 秦宇好笑地看着她 就算是两人的关系 已经深入不少 但她在逞强这方面 依旧没有改变多少 她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她 原本洁净的小脸 逐渐变得通红如血 忍了不到几秒钟 她就蹦不住了 吐出红润的小舌头 手掌不停地扇着风 小舌头一上一下 一左一右 偶尔还转个圈 秦宇瞪大眼睛 看得一阵口干舌燥 这才是她的天赋